第0914章 是他 什么 宇智波月 赵美名的话说出来之后 其他还不明白 真相的参会成员都是心中大惊 宇智波月在场 那个牧业判人 喝这问题 的确可以请教一下宇智波月阁下 徐悦的身份被点破之后 四代雷影也算是松了口气 随后也抓紧了机会说道 在四代雷影也对着徐悦这样开口了之后 所有人也同样都明白了过来 完全确信了 宇智波月就是这个龙忍代表 难怪 难怪随手就弹开了雷影的攻击 难怪几次雷影都是便秘一样的表情 当初宇智波月最出名的一次战斗 就是单人挑翻了整个云影村 所以雷影最开始就已经认出了他 嗯 他说的是真的哦 徐悦撑着桌面 直接认可了戴图所说的话 这应该也是戴图本身的算计了 不然他冒充宇智波班的路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很容易惹出怀疑 这一下毫无疑问也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的热闹了起来 呵呵 一个宇智波班 一个宇智波月 这可都是木叶的盼人啊 还都是宇智波一族的 大野木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宇智波班就算了 你把宇智波月当盼人 小心人家木叶找你麻烦 四代雷影忍不住吐槽道 当初鬼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是看到这小子不在木叶了 所以才安排了白眼盗取事件 结果回头 他特末就给我们来了这么大一个惊喜 这叫做盼人 木叶没一个好人 心都是黑的 而在得到了徐乐队这信息的确认之后 与智波带途便是继续进行了他的宣言 这个世界已经无所谓的希望 希望与放弃已无任何区别 那已经是一种敷衍的说辞罢了 所以为了那完美而理想的世界 将八尾和九尾交出来吧 不然的话就只有战争了 很显然 对于这个和平的提议 是不可能有人答应的 于是就由带途之口 亲自宣布了第四次人界大战的到来 那么我就此宣布 第四次人界大战就此开战 一边说完 他便再次伴随着一阵扭曲 直接离开了会场 伴随着带途的离开 现场的气氛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第四次人界大战 这可不是说笑的 但毫无疑问 对方的确又有着这个能力 可现在我有一个提议 一直观战到了现在的徐乐 也是抬手开口说道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了过来 组织忍戒联军 一鼓作气地把小干掉 说完建议之后 徐乐便是双手撑着桌面 笑眯眯地站了起来 环视全场 谁赞同 谁反对 首先 徐乐的目光便是落在了四代雷影的身上 让他不有表情一降 随后立刻站起来满身正气地说道 巴伟可是我弟弟 我不可能将他交出来的 我可不想再这样和小慢慢折腾了 让我们组成忍者联军一鼓作气了结了小巴 所以我赞成 本来应该是性格最暴躁的家伙 现在却是跳出来第一个赞同的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钢手毫无疑问地举起了手发表了赞同 不支持自己的族人支持谁 去你奶奶的宇志波一族 我们家越是牵手一族的独苗苗 我也赞同 赵美明饶有兴趣地打量了一下徐乐后 也是举起了手 赞同 四代风营也没有丝毫意外 沙隐村连村子都被拆了的 唯独大野木稍微迟疑了一下 但就是迟疑了这么一下 一股就算影急 也无法承受住的恐怖沙翼 便是笼罩了他的全身 好似四周的空气 都化作了粘稠的水泥 还在不断地凝固 一时间甚至连声音都有些发不出 浑身寒毛全部树立 在那沙翼的蔓延之下 犹如肩针一般 似乎只要动下手指 自己就会死 我 赞同 尖色的在完全失去发声能力之前 吐出了这几个字后 大野木也骤然感到了浑身一清 全身都被冷汗所浸湿 一下坐在凳上开始不断喘息了起来 刚刚如果没有在失去发声能力之前表态 恐怕就永远都无法表态了吧 很好 我们仁介一向讲究的 就是以德服人 既然通过大家投票 全都同意 那就不要犹豫了 开始吧 说到这里 徐悦还顿了顿 另外 我的老师大蛇丸好像也再次加入了小的合作 他的能力有点复杂 希望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一手提前促成了忍戒联军的组件 还起到了最关键性作用 评价收获应该也不错了 嗯 清日同盟的确是做了很多前妻工作 方便了自己很多 不过最关键的节点却是自己接上的 所以主要的奖励应该也是落在自己身上 也就是俗称 摘桃子 会议还没结束啊 这次天狗很不错 竟然混入到了会场里面 如此一来 我们也算得上市全程参与了其中 亲自引导并见证了这伟大的时刻 评价的奖励就算是平摊下来也不会低啊 各村分开来的营地当中 不少轮回者的注意力都是放在了中央那帐篷之上 会议开展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是顺应历史大势推动的 应该是能够成功的吧 而就在各方都焦急的时候 五颖便是先后走出了会场 来到了会场前的空地之上 同时开口宣布道 经过我们五颖会谈的商讨 我们宣布从即日起组见忍者联军 剿灭小 五颖的声音同时传达到了各个营地 也引起了所有人的欢呼声 特别是轮回者们 更是有不少花费了大代价 大羁绊进行推动的人喜极而泣 事实证明 这些花费都是值得的 我们成功引领了历史 只有北洋盟军这边的氛围 感到有些压抑 他们还真有本事哈 竟然成功了 毕竟他们手上情报多一些 可能掌握了大事 不过徐悦小弟怎么还没出来 不会遇到什么情况吧 我观察了 幕府之门混入进去的 那个轮回者也没出来 鱼鹰和猪王他们几人 小声地讨论了起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也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后 放心 我没事 大家准备一下吧 估计战斗很快就要开启了 与徐悦这边形成对比的 就是那被担架抬出 蒙着白布的天狗 白布上血迹斑斑 掀开来看到怡荣 都能够知道死得很不安详 怎么合都无法将眼睛合拢 任由其他轮回者如何去探听 都无法探听出 无影会谈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随行护卫 好像都得到了禁令一般 闭口不谈 只能从伤口上判断 应该是雷影下的手 这到底是何等的仇怨 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第0915章 十万白绝 九尾一直都在与智波月的保护之下 八尾也一直不见踪影 看来我们是需要考虑备用方案了 与智波带徒从无影会谈回来之后 表情也是有些沉重 援助当中 他们一直逼到了最后 才开始使用备用方案 用部分八尾和九尾的查克拉 先制造出一个稍弱版的十尾 对此黑爵也是简单地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话虽如此 但与智波月他本身 也同样掌握着十尾的力量 我们最大的优势 本来也就是手上的尾兽 不使用完全体的十尾的话 只要能够比他强就够了 先获得实力 再捕捉最后两只尾兽 与智波带徒似乎心意已决 好吧 反正你是计划的实施者 先有掌门来吗 嗯 外道魔像在我们手上 大蛇丸也能够为我们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如你所愿 小那边的准备已经完成 而忍戒联军这边 也是各村都在调集着 自己的忍者部队 已经是以发动战争的姿态 来面对小了 甚至连必要的留守力量 都没有留下 完全是集结了整个忍戒 几乎全部的力量 因为一旦输了 那就算留守也没有意义了 这本身便是一场必须要赢下的战斗 甚至为了能够背水一战 五大国的大明都被安排汇聚到了一起 专门安排了人手保护 而很快联军也已经发现 敌人并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小 他们的人数 多达十万 这被称之为战争一点都不为过 真的确定吗 在地下行动 是的 是好不容易才捕获到的痕迹 而且相比于敌人的一体化 我们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整合 忍戒联军的力量当然也异常强大 但相对于听命行事的十万百绝 还有尚未露面的会图转生大军来说 在指挥的同管方面 的确有着自身的劣势 五大国以前征战多年 就算是到了和平时期 也依然会因为各种任务互相厮杀 仇恨已经早就积累了下来 这么短的时间临时混杂到一起 当然是不可能一片和谐 更何况队伍当中还有着轮回者的存在 忍者联军因为提前组建 也因为一直以来的大势变动 组成部分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小的最终目标是得到最后两个人助力 而这关键的人助力 便也交给了这边公认的最强者 与制波越负责保护 虽然因为带土的一番话有 怀疑过他的动机 怀疑他是不是也想要执行月之眼计划 但本来九尾就一直在跟着他修行 这件事不安排给他都不行 此时只能够选择相信他 原本的归岛守护部队已经撤销 全都进入了战斗序列 忍者大军分组出现在了聚集地点 接受上方无影们的战前动员 他们的人开始动了 全都混入到了第二部队当中 一直都在负责观察敌对轮回者动向的余音 有些凝重地对北洋同盟这边的轮回者们说道 北洋这边伙同所有的同盟都是在张作霖的安排下进入了第四部队 也有着相当之多 整个第二部队近乎于被他们完全架空了 甚至连统领的位置都被与都公太郎拿到了手 这群家伙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们恐怕是想要回过头来帮助小队抗忍者联军 猪王嘴里塞下了一份油腻腻的肉块后 表情也同样很是凝重 情报方面只有日国舍得使用大佬死士进入后面 所以他们应该的确有着相当独有的情报 难道是发现了小这边的迎面更大才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吗 其实他们既然这样安排了 显然也就已经不在乎我们看出他们的目的了 而且他们本身身上也并没有丝毫污点 资深乱入者大佬的数目还更多 在联军当中地位还更高 此时整个第二部队在对方轮回者暗中的挑拨之下 已经开始出现了许多混乱的冲突 都是一些昔日的今年仇怨 一点就炸 因为第二部队这边的影响 甚至还有朝着其他几步扩散的趋势 毕竟每个部都有着来自于各个不同人村的成员 互相扯一扯就足够产生连锁反应了 几位影当然也不会任由这种事情发生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出手 让出现冲突的区域隔离开来的时候 专门负责侦测的部队当中便有人高声喊道 不好 敌人已经来了 话音刚刚落下 大地就出现了一阵阵的颤抖 可以说骚乱出现的时机与敌人出现的时机 配合的那是恰到好处 其实就算是无影也没有料到 对方会在己方聚集起最强力量 刚刚开始驯化的时候就直接发动正面攻击 毕竟等到集结完成 还是会分布进行各自的任务和行动的 此时理论上应该是所有力量都汇聚起来的最强之时 然而也正是因为处于人数最多的时候 还是刚刚汇聚的时候 在内部的一些问题被点燃形成了骚乱还未平复之时 却也是相对最虚弱之客 原本剧情下 忍戒联军组成时也出现过一些冲突和混乱 但都被那时候的我爱罗给分开并且感化下来了 最后才完成了融合成一个整体 可现在不单单是忍戒联军提前组成了 连带小那边的出牌也完全是不同了 什么东西 在地下面 该死 这是什么 十万白绝 虽然大多数都是一些残次品 但它们本身的特性就是吸收复制对手 从而引发混乱的 连感知忍树都无法发现它们 此时本来营地内就出现了混乱之后 更是让它们如鱼得水 周一接触就对忍戒联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且原本忍戒联军分部分功能形成的各种作战部队 也被这一次的接触战完全打乱 直接变成了各自为战的混战起来 一定是对方用了什么大范围的一次性能力 不然这么多数目的敌人 哪怕是从地下走也一定会被察觉到的 厉害 果然是早有准备 单单这一份军团级的道具 就是一份相当大的投入了 北洋这边的盟友们因为聚集在一起 所以倒也并不惧怕这种混乱和冲突 无论多少白爵从附近突出 都轻而易举地被它们一一解除 毕竟这种劣质白爵的能力也最多就是匹敌中人 但单论北洋这边的人数 对比与整体的混乱战场来说 却也是杯水车薪 完全起不到决定性影响 这种局面也让鱼英他们几人心底一阵骂娘 坑爹的张作霖和曹坤 明明已经提醒你们了 竟然还天天喝茶 清闲得和没事人一样 现在好了 看看对面的准备 差距变得更大了 第0916章 情报输送GET 看着忍者联军的混乱 小王爷在阵也感到了很是振奋 之前对于日国轮回者的那些不满 也全都炮至脑后了 这么大的场面 便是我们一手造成的 我们将成功制造出忍者联军的覆灭 再加上前面促成了忍者联军的组件 这次的收获将会超乎想象 哈哈 很好 我们要不要现在给予他们致命一击 在这用猎人一般的眼神 扫视着眼前混乱的场面 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 而他的话 也换来了云尹村 那位日国海军少将的回应 暂且等等 根据我们在后面掌握的信息 人界联军并没有败退得这么早 哪怕有我们协助 应该也只是元气损失大一点 听到了这话 在阵也是心中一动 随后又虚心请教地说道 这次小的手笔已经很可怕了 众多的数目 防不胜防的方式 加上我们引导的混乱 这都能够被解决掉吗 如果大范围清场的话 他们自己肯定也会损失惨重的 这就不知道了 我们只知道结果 这次骑袭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 那位海军少将冷静地说道 十万白爵本身也是树木下人 威胁最大的 还是对于那些寻常的中人 本身的作用 就是扰乱军心和消耗精力 只是因为轮回者们提前所引发的混乱环境 大幅度加成了白爵的杀伤能力 原本的话 还是靠着明人那种自然的感知能力 覆灭了白爵大军的 但现在明人却是连分身都没有出现在战场 完全没有起到丝毫的助力 这种时候 自然就需要徐悦自己来完成这一次修正了 顺手就能够多赚一些任务点数 那当然也不会客气 触发任务应该快来了吧 丁触发任务 剿灭白爵 协助忍者大军对付混入其中的白爵 任务完成评价将计入最终结算 经过不断的边缘试探 徐悦对于触发任务的度 也掌握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判断也越来越准确 虽然这次是触发任务 但这只是徐悦与对方轮回者共同引导的 哪一边都没有亲自下场 没有轮回者直接参与的 纯粹修正也没有提前告知奖励 清日同盟那边的轮回者更是心中冷笑 看来我们的引导已经大幅度地更改了历史走向了 空间都开始出面进行了引导 不过可惜 这次任务空间当中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人 而另外一边 几乎在触发任务刚刚提醒出现 徐悦便是开口道 我能感应到那种东西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在鱼鹰他们都感到有些棘手 不知道从何入手的时候 徐悦便是主动将这个问题接了过来 让众人都不有一阵侧目 这次敌人的实力是不强 但数目太多了 而且能力太诡异了 还利用了眼前这有力时机 真的有办法 通过触发任务来看 估计是因为轮回者影响太大出现了演变 本来可能能赢的战斗出现了变数了 恰巧 我就有一份能力能够克制他们 迎接着他们怀疑的眼神 徐悦的双手便已经按上了大地 并开始涌唱了起来 黑白之网 22个桥梁 66个关带 足迹 远雷 尖峰 回地 夜幅 云海 苍蓝序列 充满太原 直奔天上 复道之77 偏挺空罗 复道也算是轮回空间 一种较为常见的能力 作为大佬的知识储备 他们当然能够认出 徐悦这个复道的类别和效果 这的确是集团作战时 很实用的能力 可是 这玩意儿应该无法应对眼前的场面吧 不过他们的想法都还未消下去 下一刻在场所有忍戒联军的成员 便都是同时听到了徐悦的声音 大家都放松心情 现在我将敌人的样子 从你们眼中剥离出来 在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 哪怕是最普通的中人都突然发现 那些原本根本瞧不出破绽的几手敌人 一个个都在眼前泛出了红色的光芒 被标记得极为耀眼 白爵本身就是靠着诡异吃饭的 现在看家本领被破除 剩下来的自然是一面倒 这种突然的反转 自然是让所有人都感到一阵措手不及 猎杀着十万白爵的人者联军倒是在忙碌 但双方的轮回者却也都感到了相当的惊诧了 干得漂亮 不愧是指挥型人才 余英赞叹地拍了拍徐悦的肩膀 虽然她自认为自己实力方面应该还是占优势的 但毫无疑问重要性和适应性方面来说 就比这个精锐轮回者差远了 对比于北洋那边的赞叹 清日同盟这边确实感到了心中意图 白爵失败是正确的历史结局 哪怕他们进行了引导 甚至还出现了触发任务进行修正 最后被历史大事的修正之力解决 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对方轮回者当中 有人完成了这个触发任务 刚刚那是什么能力 负到77 不对 应该是某一种变种 这绝对是一份很有用的资料 已经进入四战了 差不多可以开始进行情报传递计划了 满脸凝重的瑶瑶 眺望着那边正在进行天挺空罗引导的徐悦 与多公太郎也是开口发出了指令 嗯 的确可以了 我们精锐轮回者还剩下很多 情报一号 这次就由你回去 汇报至今为止总结出的信息 特别要标记出 那个叫做徐悦的精锐轮回者 如果他能活着回来 那必然要找机会将他扼杀 我们也会在这次任务当中尽力的 是 一位精锐轮回者 便是向着众人行了个军礼 而后便是从怀里取出了一份卷轴 轮回者级别逃脱卷轴的价值 可是远远比乱入者级别的要便宜 这本身也是他们的计划之一 终究四战的风险太大 一直以来都是死亡的禁忌区域 他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投奔了小之后就能够度过最后那篇禁忌空白 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间隔头放情报 能大幅度地增加稳定的收获 不亏 这次从头开始 多带些人进来 让他们逐步返回带走情报 虽然每一次带回情报 都要付出不菲的代价 但比起当初靠着大佬死事 却是要便宜多了 现在也将是第一次的情报输送 只是当情报一号开始握住逃脱卷轴 就准备开始使用的时候 骤然间整片天地便是都凝固了下来 就好像是按下了暂停键一般 战场上雷顿的雷霆火光 雕射的鲜血 剑起的尘埃 全都定格在了原处 没有丝毫的动弹 所有人连思维能力都完全凝固 而就是在这静止的画面之下 情报一号的背后 便是犹如玻璃破碎一般的出现了一道被撕开的裂口 而后一只无形的巨手从中探出 将其抓入到了手心当中 拖入了破碎裂口后的冰雪世界 裂口逐渐愈合 凝固的天地开始由缓到快地逐步解冻 感受着旁边那一闪而是消失的情报一号 几位大佬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已经开始传出了第一份总结出的有效情报了 心里都踏实了好多 要再接再厉 当然最好就是直接由我们完成总结和通关了 有着之前的成功引导的经验 机会应该很大 第0917章 分析 十万白绝来势汹汹 但和援助情况当中差不多 也就是出场打了个酱油就被搞定了 但哪怕只是出场打了场酱油 也直接造成了忍者联军数万成员的伤亡 哪怕大多都是中人 但这种当头棒喝也立刻就让所有忍者都明白了敌人的棘手了 想必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对手的手段 但同样的大家也要更加信任自己的实力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内部出现了混乱 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好的时机 想要破坏一个强大的家庭 就必须要从内部着手瓦解 而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强大的家庭 趁着这次战役成功的盛事以及出现的损伤 无影便开始了对整个忍者联军的整合 本来他们就是各村的最高领袖 再加上之前血淋淋的教训摆在这里 一瞬间就让所有还心怀仇恨的人冷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不是那个声音的主人使用的奇怪忍术 将对手找了出来 这次的损失起码还要翻上数倍 见到了场面的稳定 亲日同盟方面也没有再搞小动作 开始搞小动作可以推脱于仇恨 但现在还来就太明显了 他们是要凡人者联军 但却也不想要成为炮灰 而是想要做渔翁 那个叫做徐悦的家伙评价还要再次提升了 果然是战术型人才 这种人才哪怕实力稍微弱点 也需要想办法绝杀 更何况他还有着如此优秀的羁绊 在镇见到原本大好的形式被瞬间逆转 对于那个北洋军团的新兴 也是再次提高了几分评价 寻常的乱入者是完全不放在这位小王爷的眼中 甚至就算是精锐轮回者级别拥有着乱入者的实力 有机会迈入资深乱入者和自己抗衡的天才 也最多就是多看一眼而已 作为现任庆亲王的继承者 他的确有着这样傲慢的本钱 这种天才虽然稀少 但却也并不止一两个 优先度在他前面的天才并不少 张学良 孙传芳 陈绍宽等等都算得上市北洋那边 需要特别关照的对象 还未成长起来的也有不少 不过就因为这一次的行动 瞬间就让载阵将其重视程度拉到了那些早就被注意到的天骄们同一层次 深深地看了载阵一眼 与多公太郎也是点了点头 没错 所以我才在刚才安排了第一次的情报汇报 北洋内部也是有着派系和混乱的 这种还未完全成长起来 又没有什么人保驾护航的庇护 对付起来是要比另外几个简单的 只要能杀出他一次重生权限 差不多也就废了 云引那位海军少将也是同意地说道 那就尽可能这一次任务当中就把他重生权限打掉吧 嘿 精锐轮回者级别的重生权限可是相当难得的 武士团谨剩的那位浪人装扮的大老福布小五郎 也是阴冷地笑了笑 他最喜欢的就是扼杀天才了 特别是那种甚至有机会有潜力超越自己的天才 见到一个就杀一个 这种舒爽感真是让人无比的愉悦 特别是芝娜的天才 放过一个都是未来帝国的祸害 到时候我会盯着点他的 不要给我找到机会 张作霖他们两个不可能一直在他身边 福布小五郎抱着自己的太刀一脸的冷酷 你办事我放心 与多公太郎也给予了这位同道最高的敬意 先敬你一杯 一边说完便是掏出了一个酒袋 猛地引了一口 这豪爽之气也让福布小五郎很是喜欢 哈哈一笑 看来这次真的得拿出点压箱底的东西了 不然对不起你的期待啊 对了小那边应该不止这一次的试探吧 他们到底是准备干什么 这么多优秀的炮灰冲过来 但却不配合高端战力 真是浪费了 嗯给人的感觉是在试探着什么 而且还在拖延时间 可惜他们还不是很信任我们 后续的步骤都没有告诉我们啊 放心我们是奔着评价去的 他们告诉不告诉都无所谓 反正最后都会一一展露出目的 他们每一次行动 我们都会最少派遣一次情报传递回去的 十万白爵的迷雾弹 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啊 带土和爵依然还在暗中交流着 不过也已经够了 他仅仅只是协助将白爵找出 而没有亲自动手 大体上也能够知道他出手的动机 大蛇丸也已经拿到了想要的东西跑了 只丢了个多过来给我们 这也真是 放心 他没有轮回眼 是无法成为实伪人助力的 接下来主要还是要看掌门了 一处地下溶洞当中 水滴顺着中乳石向下滴落 落在了一股实质化的查克拉之上 被完全的气化消散无踪 外道魔像之上 掌门浑身都被一股暴虐的查克拉所包裹着 这股查克拉同时将外道魔像和掌门 都守护在了内部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打扰到他 弥艳和小南两人站在外围 看着掌门那须发接张的样子 眼中也充满了担忧 终究只有一只轮回眼 而且戴土的教导也肯定藏了一手留下了破绽 所以在进行统合的时候肯定不会有这么顺利 需要有足够拖延出来的时间 而这时候戴土和爵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处地底洞穴当中 让小南和弥艳两人都戒备了起来 与掌门不同 他们两人对于这与制播般的目的还是抱有一定的怀疑的 十万白觉得试探失败了 看来只能先让都再去拖延一点时间了 估计他会需要一些配合和帮助 绝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那你们呢 小南也是有些迟疑 掌门这里距离计划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必须要分散对手的注意力才好 没想到十万白绝竟然覆灭得这么快 本来以为足够拖延时间了的 我们当然也会配合着参与 不然单靠你们可能会不够 配合当然是没问题 但大蛇丸那家火神神秘秘的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 万一他想对掌门不利的话 米燕也开口说出了担忧 放心 没有轮回眼的他 想要完全控制住新的力量 肯定要比掌门慢得多 而且就算来了 你认为有谁可以威胁到掌门吗 代徒指了指掌门 那与外道魔像融为一体的尾兽查克拉外衣 最终也说服了小南和米燕两人 第0918章 遭遇 小事在拖延时间这一点 已经逐渐成为了忍者联军 还有轮回者们的共识 不过对于小拖延时间是为了什么 双方就都有些不明白了 为了找出这个原因 在将十万白绝击退 并且成功将联军凝成一股后 也开始各自安排任务 出现了情报组来追查小的下落 只是双方的轮回者都没有人进入到那些小组当中 而是依然都待在自己原本的第二步和第四步 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手上所掌握的最后的资料也可以透露出来了 当时最后一次传递回来的信息是表示 小的这一边使用了惠图转生大军 伴随着日国这边将最后资料的透底 蜻蜓以及其他剩下的代言人军团也是出现了一丝恍然大悟的神色 难怪如此坚定地站在小的这一边 原来是惠图转生的大军 忍者联军的确是厉害啊 强者众多 但人界死去的强者却是更多 只是没想到惠图转生竟然能够招募如此数目的强者 正常进度下大蛇丸召唤初代和二代大战三代 其实就已经让人惊艳了一把的 就算是三代实力力压三人 也无法掩饰惠图转生的可怕 最后被活活耗死 没想到这么恐怖的树竟然还有着可以改进的余地 有着日国这边情报的提前交底 其他轮回者心里也是吻了很多 而果然不出他们所料 很快情报组失利 遭受到了死而复生的忍刀七人中袭击的情况 也从前面传了回来 惠图转生 大蛇丸也和小走在了一起吗 得到了前面的情报后 刚手的表情也显得很是凝重 又是木叶的盼人啊 呵呵 大野木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不过似乎又是想到了什么 呵呵一声后也没有再继续下去 忍刀七人中的确是很强 不过如果只是这样的对手的话 那倒是不需要放在心上 最了解忍刀七人中实力的水影赵美明 也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忍刀七人中合力甚至可以击杀影 可要是只有他们的话 面对忍者联军还真算不了什么 但他脸上依然还是带着忧愁之色的道 可是既然他们能够召唤忍刀七人中 那我担心会不会还有着其他的强者 赵美明的话也让现场的气氛凝重了不少 很显然 现在这些会图转生的强者也是为了拖延时间的 就是分散在了四周 不断地阻击着前往搜寻小的小组 这边都还不知道小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干什么 单单会图转生可能出现的恐怖战力 就已经够让他们头疼了 而显然 小所隐藏的那个目的 将会比会图转生还要可怕 可只要与制波越能够守护住九尾 那他们的最终目的应该就无法完成才是 将任务分散下去吧 要对付那些会图转生的强者 寻常的人者出去已经没有意义了 要安排能够击败对手的强者 以及封印般配合才行 嗯 没问题 我们联军当中的生者也绝对不会弱于死者 伴随着会图转生的强者 分散在联军四周 开始剪除联军眼睛的时候 一队队单独特别组建起来 专门由各路强者构成的奇袭小队 也开始接到了自己的任务 这种情况下就算是轮回者也无法避免 现在剩下还在联军里的轮回者最少都是精锐轮回者的层次 再配合上那些个大佬绝对是一股无法忽视的战力 这种时候将双方的轮回者外派显然也是给轮回者们都各自制造出了独立行动的机会 双方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目的 也均没有拒绝这种任务分配的模式 但与双方都有着高层人物存在的关系 在分配组队方面各自还是可以自行安排的 北洋方面由曹昆和张作霖 两人分别各带一对 看着北洋这边也没有拒绝任务 分成了两队离开了营地 清日同盟那边也感到了相当的振奋 哈哈 天赐良机 没错 还以为他们会抗命的 没想到竟然出来了 如果他们一直归缩在营地 除了最后总决战的时候 其他时候还真有点不好对付 但现在 除了我们本身占据的实力优势 我们甚至还可以获得小的帮助 清日同盟方面是进场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要站在了小这一边的 而且也已经开始联络上了 在联军里因为张作霖的身份庇护 他们还真很难做出什么手脚 但单独接到了出来的棋席任务 那就怪不得我们不讲道义了 这一次可轮到我们借助土著的力量了 随后 清日同盟也开始默契地分组离开了营地 虽然毕贤士的与北洋这边的两个队伍 完全采取了相反的方向 但很显然 他们也准备先顺势配合着小的力量一起 先解决掉这次跟进来的尾巴 已经损失了这么多的力量 这一次我们可不愿意再在你们头上出现什么损失了 曹坤带着猪王 鱼鹰和空心粉 以及六位木叶暗部不断地在树林间穿梭着 让鱼鹰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曹大帅 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过去同张大帅会合吧 虽然我们速度够快了 但也要防止敌人追上来 换位思考下 鱼鹰觉得如果自己是对手 肯定不会放弃这难得的机会 因为通过对方选择在第二步的情况 他们投靠小的可能性很大 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可不仅仅是敌对轮回者的袭击 你们要相信我的实力 曹坤一脸沉稳地说道 这样的回答 当真是让鱼鹰还有猪王感到了有些无语 也只有过世的空心面小弟空心粉拍了下马屁 曹大帅的实力 我们自然是信任的 在下的命就交给大帅了 你说话可真好听 哈哈 谢谢夸奖 我大哥也是这么说的 而也就在此时 几道眼白与眼瞳颜色对调的奇怪人影 便是直接落在了几人前方 拦住了众人的去路 脸上皮肤还隐约能够看出开叉的痕迹 是会图转生通灵出来的强者 除此之外 几人的背后也刷刷地出现了几道人影 却正是日国海军当中的两位海军少将带队的几位轮回者 第0919章 埋伏 曹坤桑 对于帝国的好意 你也是一再拒绝 而这一次 恐怕是拒绝不了了 那位云影村的日国海军少将 看着眼前已经被围困起来的几人 无视了其他所有人盯着曹坤说道 他和旁边的搭档 两人虽然都是刚刚跨入这个级别不久 或许加起来都不是曹坤 这位老牌强者的对手 但有着小的配合 此时却也已经站紧先机 眼前已经只有曹坤需要多注意一下 防止他利用强横的实力逃跑 其他的已经不足为虑 抬头看着那几个形态各异的会图转生对手 再转头看向了那两位日国海军少将带队的轮回者追兵 曹坤也是淡漠地点了点头 不错 这个人的资料我认识是山椒鱼伴藏 本来以为他的尸体被小的首领制作成傀儡后 是不能会图转生的 现在看来会图转生所需要的仅仅只是灵魂而已 山椒鱼伴藏作为人界当中的老牌强者 拥有着半神的称号 其实力也同样已经与资深乱入者齐平 再加上旁边几个气息 同样不逊色于寻常乱入者的会图转生对象 配合日国那边轮回者的追击队伍 的确是相当强大的一股力量 哈哈 这可不只是山椒鱼伴藏 另外几个也同样不是弱者 叶仓 兽 还有特洛伊 每一位都掌握着独特的血迹线界 所以你们已再无机会 那位云影的海军少将 显然还是对曹坤有着足够的忌惮 一直都是嘴上说着什么 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这种时候对付曹坤 必然要让不怕死的会图转生去 自己两人是不会对上他的 否则被他狗急跳墙一起带走了 就不划算了 余英和朱王两人见到这样的场面 也是一阵唉声叹气 看吧 叫你们拖大 结果真玩出了花 现在只能看看 最后尽可能地多取得一些战果了 嗯 盯着对方的轮回折打 还是能够换一点的吧 而开始大拍马屁的空心粉 此时的脸色也是相当的难看 眼光不断地乱描着四周 似乎在寻找最合适突围的方向 只是 就在此时 一位戴着面具的木叶暗部 却是突然瞬间离开了原地 同步地出现在了一位海军少将的身后 手中一把斩出了空间碎痕的长剑 一闪而过 便是一击将那位开口的少将切成了两半 这种变化让双方都感到了相当的意外 这种独特的攻击方式 是张作霖 只是那被一刀两断的海军少将 上半身的脸上 却是泛起了一丝古怪的笑容 就知道你们会有问题 而后他的两边身体 便是化作了两堆黄土 是一种类似于替身术 但权限高得多的特殊躲避技巧 很显然他们一直没有上前攻击 并不单单是防备曹坤 更是一直都在防备着张作霖的偷袭 否则以张作霖那神出鬼没的能力 没有足够的注意力集中的话 以他们两人更弱一筹的实力 是不可能躲得过偷袭的 这种变化让余英和朱王两人先是心中一喜 随后又是一惊 喜的是 没想到张作霖这位大佬也同样在场 这显然是北洋这边布置的一个陷阱 利用其他成员伪装成张作霖 从另外一边走 很可能这里已经集中起了 北洋的最强力量 想要吃掉对方的追兵 惊得也是 似乎这一点已经被对方所识破了 就连自己两人都没有提前知道消息 他们是如何做出了应对和防备的 很可能北洋那边冒充张作霖 他们行动的精锐轮回者当中有着内奸 出卖了消息 而这种诱敌深入的举措 一旦被提前识破了 那毫无疑问 反倒是会陷入危机当中 因为对手的总实力明显是要更强得多 有点麻烦了 动手 在张作霖率先发动了攻击的时候 山胶于半藏 叶仓 兽 特洛伊几个会图转生的成员 便也瞬间朝着他们的队伍扑杀而来 会图转生可是不惧死亡 可以不断重生的 真是不知道人界什么时候 又冒出了你这等强者 顺身术的水准更在我之上 山胶于半藏 虽然受控于会图转生 但显然还是有着自己的意识的 在看到了张作霖那一击之后 也进行了足够的褒奖 因为山胶于半藏本身也同样很擅长顺身术 他可是可以利用顺身术从六道魔像手上逃生的存在 那你今天要惊叹的地方 可就多找了 回应山胶于半藏的并不是张作霖 而是主动找上了他 并且用雷霆将另外几个会图转生对象 都顺带打包进来的曹昆 雷霆果实的能力 已经被他开发到了相当强的程度 再配合上武装色和剑纹色霸气的运用 以一己之力 直接完全拖住了山胶于半藏 叶仓 兽 以及特洛伊 不说山胶于半藏了 另外三个也都是掌握着卓盾 暴盾和磁盾的强者 但在曹昆强行制造出的雷霆牢笼当中 被逼得不得不同曹昆教授 而配合着剑纹色霸气 强大的寻找破绽能力 曹昆以一敌似竟然 还隐约占据了上风 空气中充满了一股臭氧味 全靠山胶于半藏那老道的经验 正面周旋 其他三人不断地用独特的血气线界打配合 才堪堪挡住他的霸凌 正面暴力对抗 曹昆的能力更在张作霖之上 不管是卓盾 过争杀 暴盾 地雷拳 还是那用方片手里剑配合的磁盾之术 全都被一一击破 犹如雷霆当中的君王 憋屈了这么久 曹昆似乎是一下又找到了年轻的感觉 肆无忌惮地将积攒起来的怨念 全都发泄到了四个对手身上 而另外一边 几个戴着面具的木叶暗布 也先后都掀开了面罩 正是龙鹰 冰淇淋和徐悦 这三位拥有着乱入者实力的家伙 另外剩下的两个 更是卡卡西和凯这两个强大土著 队伍当真是无比的强大 没想到竟然还真的有奸细 这是云隐的暗部部长 没想到连这种高层都是小的人吗 卡卡西一出面 看着那两个不断和张作霖交锋的日国海军少将 也感到了相当的惊讶 但他更为惊讶的还是张作霖长老 以及那个名不见经传使用雷顿的外边人员实力了 既然强大到了如此程度 两个人都是生猛的以一对多 而且对手还都是大名鼎鼎的狠角色 我只是个分身 主要还是要靠你们 我估计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徐悦的声音从卡卡西还有凯脑海当中响起 是一种类似于山中家的心灵联络幻术 放心 交给我们就是了 这些时间可不只有你成长了而已 卡卡西和凯两人也是一起风发 随后便是直接与敌对阵容当中 两个其貌不扬的普通跟班交手上了 咒一交手他们两人便都是脸色大变 好强 真是愚蠢 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看穿了你们的鬼把戏 竟然还不想着逃跑 抱歉啊 你们已经没有逃跑的机会了 一交手破坏了身上的幻化权限后 在镇小王爷还有那位一直陪伴着他的老太监两人 也都露出了本来形象 显然 这一次青日同盟便是真正想要借助这难得的机会 借助土著的力量 直接对北洋完成清场 哼哼 上次是因为错估了角兜和飞断的态度 所以才出现了失误 但真是抱歉 这一次我们已经真正得到了小的支持 他们所拥有的力量远远超乎你们的想象 第0920章 看穿 卡卡西和凯两人都是上线和下线相差很大的存在 三年来的魔力他们的实力也都得到过提升 不过即便如此常态之下 却也无法对抗资深乱入者级别的对手 只能够靠着暴肿能力保持着牵制 而这一次 青日同盟方面也近乎是清朝而出 在将北洋这边的强者全部牵制住了后 现场都还有着与都公太郎 福布小五郎 乌尔齐奥拉和科亚泰四位资深乱入者级别的存在 没有动手 为了这次行动 除了血之外 他们也近乎于是清朝而出 呵呵 倒是有些小看了卡卡西和凯 没想到三年不见他们成长到了这种程度 福布小五郎环胸抱着自己的太刀 满脸戏谑的表情 看着前方剩下来的那些普通乱入者 自己的攻击没有太大的杀伤和破坏力 但对人的攻击却是破格的 击杀寻常乱入者级别的对手 只需要一招 是啊 以前我精锐轮回者的时候 就和卡卡西打得难舍难分过 后来步入乱入者后 还是和他打得难舍难分 以前我们军团完成了一次击杀他的成就结果 反倒是导致损失惨重 一位自由之意的乱入者 看着那边勉强牵制住了小王爷的卡卡西 脸上也满是赞叹 自己现在虽然已经是乱入者了 但要是对上小王爷三招之内就得隐恨 完全谈不上牵制 可偏偏卡卡西可以 所以 剩下的几位 你们还想要选择继续站在北洋的战车上吗 说了这么多后 福布小五郎便是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 环视了眼前剩下的对手 要杀他们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如果有可能当然 最好可以瓦解掉他们的同盟 乱入者级别的存在 在他们的代言人军团当中 也有着相当不错的地位了 无非一死而已 早就想要试一试了 于英满脸冷酷地说道 前段时间 日耳曼之英可谓是遭受了各种打击 不断地走下坡路 也就是抱上了北洋的大腿之后 才勉强稳住 他不认为一旦北洋到下去后 其他军团还会给他们机会 其实这种感觉很好的 不用担心 朱王更是满脸的淡定 旁边的冰淇淋也似乎没感到 有什么大不了的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也就是空心粉眼朱子乱转 但却也没有开口说啥 反正死亡补偿给的也高 安心地做一条咸鱼也不错啊 就是不想吃多少苦头 啪啪啪 听到了他们的回应 腹部小五郎也是不断地鼓掌 满脸地赞叹 有骨气 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 这样才更好 一边说到这里 他一边便是将手中的钛刀摆放在了腰间 伸出了长长的舌头 扫了一圈嘴角 看上去稍微有点恶心 而他摆出了出手姿态之后 那一位开过口的自由之一成员 便也是略带兴奋地说道 看来能够见识到腹部阁下的绝迹了 当年您过来 在一次任务空间中随手指点了一下唐尼 就让他一路顺风顺水跨入到了乱入者的层次 不过他的实力对比起您来说 还是差远了 作为一位乱入者 他的地位已经不低了 一直这样不断地吹捧着腹部小五郎 当然也是想要留下一个好印象 自己的好友唐尼 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位阁下当年的指点 从天赋远逊色于自己的废柴 一路逆袭也爬到了与自己相同的高度 而且还一直都在守护着他变强的秘密 这一次希望有机会从腹部小五郎阁下这里 套到一点情报才好 唐尼的那一手绝技 就算是现在的自己都很是眼馋 前段时间那家伙被打出了复活虚弱 现在都还没补回来 都不肯出卖这一份情报 所谓剑道 不应该单纯地模仿他人 还需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融合了万千剑招的我 也已经跨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 最近刚刚得到了 帝国所封的新剑圣称号 一直有条不絮地缓缓念叨着什么 腹部小五郎的手也开始握住了刀柄 而下一刻 寒光一闪 一道恐怖的斩机便已经展向了 就在他旁边不远处的乌尔齐奥拉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一见 乌尔齐奥拉似乎也是早有准备 瞬间离开了原地 挪移一般地出现在了不远处 不过即便如此 在他重新现身之后 胸前都已经多出了一条纤细的划痕 这划痕还在不断地扩散 珠网一般地向着四周军裂了开来 那些军裂的痕迹当中 都在不断向外迸发着凌厉的剑椅 一个已经被躲开了大半的斩机 竟然就在乌尔齐奥拉身上 制造出了这么猙獰的一道伤口 如果不是破面本身硬皮的强大防御 换作血肉之躯早已四分五裂了 腹部小五郎的实力的确是没有丝毫的水分在里面 竟然躲过了 了不起 用太刀咬指乌尔齐奥拉 腹部小五郎脸上也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被看出来了吗 看来是失算了 哪怕胸前出现了这等伤口 乌尔齐奥拉都依然还是一脸面瘫的表情 连看都没有看上一眼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卖了个情报给他们 结果导致了他们一位重要角色死亡 被怀疑也正常吧 科亚太没心没肺的双手靠着脑后 似乎是对于被发现丝毫不以为意 呵呵 的确是这样 不过我刚刚那一击仅仅只是试探而已 对于我的剑道实力而言 攻击早已受发一心 只要你对我没有敌意 没有防备 刚刚那一击其实反倒是没什么 一旦你有着戒备进行了躲避 我锁定的剑椅 便会瞬间爆发 腹部小五郎 依然还是一脸皆在掌握的表情 对于自己的英明决定 很是满意 这种关键时候 必须要抹除一切不确定因素 因此 这次的试探在他看来 是有必要的 如果试探 对方没有恶意 那道个歉就是了 反正也就是个伤会而已 伤人都是懦弱的 我早就对土肥原贤二阁下的死报有怀疑了 这太过凑巧了 接到了你们的情报 就撞上了大蛇丸 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 听到了福布小五郎那解剖的话后 与多公太郎也是嘴角抽了抽 但没有多说什么 都已经进过了的 还有啥好说的 这边突然的变故 反倒是让北洋这边的几人心头一喜 那两个虽然不认识 但从他们的站位 以及躲过追击的实力上来判断 恐怕很可能是属于资深乱入者级别的大佬 如果有他们的加入 虽然整体上还是大劣势 但好歹短时间内 应该能够将对方所有顶尖层次都牵制住了 一正一复之下的差距 足够给对手带来巨大的杀伤 没想到北洋还安插了这么一手 不知道是谁的手笔 听他们之前的口吻来看 有这么强实力的商人 可能就是那个神秘的企鹅商会了 可他们这边才刚刚出现这一丝喜意 刷刷又是几道人影便是落入了四周 又是那种反色的眼睛 又是会途转生 嘎嘎嘎 既然已经开始怀疑你们了 你们认为我们会不做出足够的准备吗 天真 福布小五郎伸手做出了环绕状 这种运筹帷幄的画面 让他身后那位自由之意的代表眼中 也再次露出了敬重之色 这位大人可不单单是实力出众 计谋和布局也是滴水不漏 佩服 佩服 第0921章 五五开 是忍刀七人众 见到新出现的身影 鱼鹰他们满脸都是凝重之色 忍刀七人众的实力是参差不齐 但此时复活的这一批 却都是资料上历代最强的 其中达到了准影级 也就是寻常乱入者层次的 也有这么几位 最主要的是 会图转生的对手是不怕死的 牵制能力一流 如果仅仅只是眼前的状况 虽然己方是劣势 但不是没有一拼的能力 可他们先后已经召唤了这么多 会图转生的强者过来了 谁晓得会不会还有 我说 我们这边的语制波月呢 本来不应该是我们在羁绊方面占优的吗 空心粉低声说道 哈哈 你们不要多想了 与制波月被安排看守人助力的任务 是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 福布小五郎用一种 我已经看穿了一切的口吻 打破了空心粉 他们最后的幻想 不然 你以为 我们为何选择这个有力时机 发动总攻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道王须的闪光 便是直接将他所在之地完全吞噬了进去 已经将伤口建议逼出的乌尔齐奥拉 没有丝毫犹豫的进入了归刃状态 而且还直接就是二段归刃 刚刚那一下打得自己也蛮疼的 还让自己在徐悦大人面前丢了脸 必须要找回来才行 虚闪的余波散开之后 看着那一路平推过去 顺带轰穿了一处山丘的波动 双方的轮回者都感到了异常的震惊 完全出乎意料 完全没有想到 企鹅商会的轮回者会这么强 躲开了攻击的福布小五郎 看着自己消失的一百 眼中也出现了一片凝重 完全有些低估 这两个企鹅商会代表的实力了呀 这不是寻常滋身乱入者这么简单 如果另外一个也这么强的话 那 抱歉啊 我可不是小屋的实力 科亚泰有些嫌麻烦地挠了挠乱糟糟的头发 随后也握住了自己的斩破刀 归刃 追杀吧 狼裙 我比他更强 双手握着两把火枪的科亚泰 朝着前方的众人露出了笑容 随后便是无限量的密密麻麻 轰出了大量的虚闪 或许每一击比不上之前二段归刃的乌尔齐奥拉 但数目与射速却是太夸张了 乌尔齐奥拉是将目标对准了福布小五郎 而科亚泰却是覆盖了剩下的所有敌人 甚至连忍刀七人众都全部包含在内 就算在滋身乱入者当中 这两位也不是一般的存在 强 很强 哈哈 挥舞着手中的太刀 在那密集的虚闪当中 犹如流水当中的礁石一般 福布小五郎不断地将虚闪破开 没有漏掉一发 哈哈大笑 不过其他人可就没有他这么轻松自如了 虽然科亚泰是同时覆盖了所有人 但因为射速的关系 每个人所面对的攻击强度 却也绝不会低 除了大佬之外的精锐轮回者 请客的肩就是死伤惨重 实力不过关或者不擅长 面对这种攻击的 全都瞬间惨遭淘汰 不能这样下去了 不然我们的情报传递计划都得受阻 与都公太郎同样在抵挡着这覆盖而来的攻击 同时沉声地说道 让福布小五郎也是点了点头 就算是精锐轮回者也很是金贵的 而且他们还肩负着将情报带回去的重任 否则用乱入者来传递 那就真的太亏了 还请两位大人出场 浪人高声地喊道 沉顿原界玻璃之术 从天而降的一击 让科亚泰也不得不重视这次的奇袭 停止了手上的攻击 进行了躲避 相比来说 原界玻璃之术并没有虚闪那么壮观的破坏力 但看到那被轰过的地方 犹如凭空消失一样的全部瓦解 却也能明白其局部区域上的恐怖破坏 被命中的一切都被打成了原子状态 而后 二代图影吴的身影 便是从天上缓缓降落而下 除了它之外 树林当中也缓步走出了一道魁梧的身姿 是三代雷影 就算在栗介影当中 这两位都是属于最顶级的一批 不过即便如此 面对之前凶威滔天的两人 青日同盟这边却也依然没底 虽然会图转生的存在 并不惧怕死亡 牵制能力极强 可这两个对手实在是太棘手了 无法完美地牵制住 让他们时不时露上一发出来 都足够麻烦了 我也去吧 你负责其他人 与督公太郎此时也接口了过来 承担上了重任 好 就拜托阁下了 另外 现在还活着的精锐轮回者 救你了 情报五号 你马上回去 福布小五郎凝重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连后续手段都拿出来了 才只能看看挡住 这次北洋还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啊 不过你们最后的底牌也已经掀开了 一切都已经摆放到了明面上 现在倒也是能够让我们松一口气 遵命 在之前的范围攻击中 艰难地存活了下来 断掉了一只手臂的情报五号 也是忍着伤痛咬牙 掏出了逃脱卷轴 然后下一刻就消失在了原地 你也趁机走吧 我们的卷轴太贵了不太划算 你应该无所谓的 鱼鹰低声对徐悦说道 其实他应该趁着刚刚两位友军大发神威的时候走的 但可惜 那时候自己这边也看到了一丝希望 现在的话还真要有点担心了 对方那个浪人腾出手来了 想走 天真 已经做出了安排 又上了一道保险的福布小五郎 此时也是将目光锁定在了徐悦身上 之前自己就说过 只要他不在张作霖和曹坤身边 给自己制造出了面对的机会 要杀他 简直一如反掌 虽然实力不是最高 但潜力和价值都是最大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了 没有人能够看清福布小五郎的身影 哪怕是正面面对 正面面对了鱼鹰 龙鹰 猪王 冰淇淋和空心粉 这么多乱入者的保护 下一刻他也直接出现在了徐悦的面前 只是看到自己斩空的一刀 斩杀在地面上 切开了一道漆黑裂痕的一刀 却是让浪人感到了有点猛逼 落空了 不是 自己看到他向旁边侧了下身 明明速度并不快 但却差之毫厘地躲过了自己的这一击 凑巧吧 只是个普通乱入者而已 要不 再砍一下试试 搜 依然还是完全一样的结果 对方竟然连看都没有看自己一眼 而再次闪开了这一击的徐悦 此时的眼睛 却一直都在盯着卡卡西和凯 他们两人这边 这五五开 也开得太过分了吧 对手是资深乱入者 怎么还没有一点要输的意思 一边分绳看着 轻轻歪了下脖子 徐悦也再次躲过了一道寒光 而后 便是在突然爆发出的万千刀光之中 闲庭信步一般的从容避开了所有的攻击 明明每次躲避 看上去速度都不快 但却都能差只好理地躲过必杀一击 就犹如一道落叶一般 随风飘荡 这种画面 落在刚刚回过神来的鱼鹰 他们几人眼里 都不由感到了一阵 完全无法理解 之前相距十丈的距离 在我们无法理解的情况下 对方就已经突破了我们的层层防御 直接发出了致命的攻击抵达了面前 连动作都看不清 不存在挡不挡的问题 换作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人 肯定都会直接毙命 可现在这是啥情况 容我们稍微缓缓 丁触发任务 救援 卡卡西和凯不应该死在这里 丁 与触发任务的提示声同时发出来的 便是那一根挡在太刀之前 手指的交际声 一直都在躲避的徐悦 也终于停下了自己的步伐 第一次进行了格挡 随手抬起挡住了之后 那必杀的一击 第0922章 知心 终于还是来了吗 手指扣着那一击斩击 徐悦满脸都是笑盈盈的表情 就和之前那随风荡漾的闪避一般 完全没有丝毫情绪变化 不过有些意外的是 相比于北洋同盟那几位友军的震撼来说 福布小五郎在这一击被挡下后 却并没有再露出什么震惊的神色了 更多的 只有一种麻木感 好像这一击被挡下来是理所应当一般 我本来以为 你多少要拿出兵器来的 沙哑而尖色的声音 从福布小五郎嘴里发出 充满了一种苦涩感 自己的能力如何 他自己心中有数 之前的那种攻击下 连对方的毛都没碰到 他心中就已经明白了 对方的实力恐怕远远超乎想象 狗屁的精锐轮回者 就算是有人说 他是精锐乱入者 自己都会相信 那还真是抱歉了 徐悦的表情一如既往 好 能够和你这等强者一同上路 这也是彼人的荣幸 话音刚落 福布小五郎身上就裂开了诸多的开口 绽放出了刺目的光辉 谁说只有土耳其烤肉店擅长自爆 日国如今正盛行的武士道精神 也同样让他们一个个都成为了危险分子 开始之所以开口说这么多 根本就不是为了求饶 仅仅只是想要分散精力拖延时间 为现在这一次狠辣的玉碎争取机会 哄 一位资深乱入者使用的玉碎能力 在完全爆发之前 就已经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了寒茅树里 哪怕是正在激烈交锋的几人 都同样将注意力放了过来 不过下一刻 那暴力而开的火光 便好似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束缚 在刚刚爆发之后 便是迅速地坍塌压缩 最后化为了一个黑点 而后消失不见 怎 怎么可能 正在和卡卡西还有凯交手 压得两人喘不过气来 眼看马上就能送他们上路的小王爷在镇 感受到那动静的爆发之地 也见到了福布小五郎最后绽放的光辉 完全无法想象 到底是谁能够逼迫这位实力 并不逊色于自己的武士 使用了这种同归于尽的能力 现在对方所有的强者不是都已经被牵制住了吗 只等着自己和王总管这边腾出手来 就可以秋风扫落叶了 可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因为心中的震撼 在镇也不自觉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而后随同王公公一起同对手分了开来 没有再继续压迫下去 两人都是满脸如林大敌的表情 看向了那边的徐悦 这个人的情报差异太大了 能够逼死福布小五郎 而且还在他的最后攻击下全身而退 这是明显高出了我们一个层次的强者 是他人伪装 还是对方自己隐藏 都有可能 最顶尖的资深乱入者 甚至是精锐乱入者 这等实力恐怕是仅次于袁世凯那一级别了 没想到这次北洋的手笔这么大 这种会让军团伤筋动骨举足轻重的角色 都敢派出来 四战当中 可是依然还有没探明情况的禁忌区域 依然还有着不低的风险 这种关键时刻 如此拒搏陨落一次的影响 却是太大了 日国这次手笔是大 但真正的顶梁柱 却一个都没有出动 北洋怎么敢 不管小王爷在镇的心里戏了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各方面的战场也开始先后分离了开来 那位之前舔了几次 服部小五郎的自由之一代表 此时也是满脸的目瞪口袋 停下了准备上前与敌方乱入者互刚的打算 其他方面的几人也都停了下来 双方朝着各自的核心靠拢 互相对峙了起来 不过相比于张作霖和曹坤那两张佛系的脸 清日同盟这边就要凝重得多了 全都躲在了会土转生的高手之后 确保一旦有什么情况 都能先让这群不怕死的土著强者上 与都宫先生还有什么手段吗 这次恐怕麻烦大了 载阵来到与都宫太郎身边 脸上满是交集与民众 对方的土著人物都算了 那个卡卡西和凯 两人已经没剩下多少战斗力了 可对方那个突然爆发出来的家伙 却是太过让人看不懂了 先安排一个情报传递员吧 声音阴柔的王公公戏声细气地说道 随后情报员七号便是站出来敬了个礼 掏出了逃脱卷轴 搜紙一下的消失不见了 嗯 的确是有些超乎想象 不过放心 我们手上也还有着底牌 与都宫太郎也逐渐摆出了和张作霖 还有曹坤一样的佛系表情 看到了这位现场地位最高的日国大佬的淡定态度 其他人也都松了口气 顿时感觉稳了好多 就是啊 当初北洋可是被日国方面打爆了的 这次日国也准备得很充分 还有什么可怕的 而另外一边 鱼鹰 朱王他们几人 也是处于还未完全回过神来的状态当中 腹部小五郎虽然展出了成千上万次的攻击 但其实双方的交手时间也相当短 根本就让人有些回不过神来 但可以让他们确定的是 这一次自己这边恐怕是真的有一条粗大腿了 不知道北洋利用了什么手法伪装 安排了一个真正顶级的巨拨进入了这次的任务 一出手就料理了对方一位名造一时的新建盛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但就现在的结果来说也是极好的 作为合格的轮回者 他们也不会去刨根问底 有时候知道的太多反倒是太危险了 他们吻下来了 而且还没有撤退的意思 恐怕还有着后手 我们要不要先出手试探一波 余英很是老成的低声询问道 现在实力上几方应该是完成了反超占据了上风 但到底有多少优势 他却也有点朦胧看不明白 毕竟服部小五郎是一位名造一时的强大对手 他的玉碎 一击到底对几方这边 这位神秘巨拨造成了多少伤害 也完全无法把握的 现在放开手脚全面硬钢 赢倒应该是我们能赢 可却也不知道会付出多少代价 而且也不知道对手还有什么后手 啊 吻下来了 那就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手段咯 希望还能够多给点惊喜 看着旁边已经退下来的卡卡西和凯两人 徐悦也表示比较满意 之前的触发任务已经完成了 虽然奖励不是很多 对不起对方这么多人数 但同样的自己也只解决掉一个吗 剩下的也还没打包带走 还能发挥发挥余热才是 与杜公太郎那老家伙 应该是能够懂我的 第0923章 交替 看着徐悦一副不怕事情搞大的态度 余英也是感到了一阵无语 为啥北洋都是一群这么自大的家伙 张作霖和曹坤也是 这个不知道是应该叫徐悦 还是其他什么的巨播也是 张作霖和曹坤的态度 他隐约有点明白了 后面有人吗 可这一位出来后 不应该是秋风扫落叶的将敌人都干掉吗 还留着干啥 斩草不出跟春风吹又生 明明可以解决掉敌人 又为何还要留给他们翻盘的机会 敌人实力不弱 而且这个任务空间太过神秘了 不确定因素太大 是会超出掌控的 不然 为何日国方面 就舍不得出动这级别的巨播顶梁柱 清日同盟这边 见到北洋方面没有马上攻来的意思 少数知情者也是面露冷笑之色 是在等着忍者联军方面的援军吗 卡卡西和凯出现了 显然忍者联军方面 你们也有埋下伏笔 想要借助土著优势兵不血刃的 解决掉我们 但你们却是太天真了 你们情报上的劣势 根本就不明白 你们面对的敌人是什么 不知道小的强大 轮回空间 情报为先 嗡嗡 再次伴随着一阵突入的声音 二代水影与三代风影也同时入场 又是两个不怕死的会徒转生强者 这一个又一个的不惧死亡的对手出现 给鱼鹰他们几人带来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他们的实力足够和寻常的影集周旋 可面对这些影集中的战斗机 却也是完全不够看了 亵渎死者的灵魂 罪不可赦 然而就在此时 另外几道声音却是从天上传了过来 却是无影坐着四代风影的金沙云出现在了天空 看着下方那些会图转生的人影 看着各个熟悉的面孔 五人都是满脸的愤怒 而开口之人 却正是看到了自己老师身影的大眼目 哦呀 连你都已经这么老了吗 吴依然还拥有着自己的思想 抬头看向天空之中的大眼目 似乎是有些感慨 老师 我们是那边的人 已经和现实的立场无关了 明明是师生相见 但吴的话显然是没有多少温情 而这种态度 也更加加重了道场无影的决心 在接到了情报通知后过来 果然是发现了大问题 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高层 都背叛了村子 成为了小的走狗 我就知道 你当初肯定是想要害我 四代雷影看着村里的暗部部长 也再次想到了之前 对方缩使自己去找木叶麻烦的举动 果然 果然是不坏好心 这个世界太阴暗了 随后 他又将目光落在了自己父亲 三代雷影的身上 相比于大眼目 四代雷影并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很高兴还能再见到老头一面 但既然已经死了 就应该由自己送他回归清静 不应该再惊扰死者的亡魂 这边无影的道场 毫无疑问是让鱼英他们几人松了口气 看来这位神秘的巨拨虽然思想奇怪了点 但还是有多手准备的 一下就拉来了五位强大的援军 只要土著们能够互相牵制住 那我们依然还是有着绝对的优势 哈哈 是不是想到了你们依然占据着优势 云影暗部部长哈哈一笑 之前福布小五郎已经将小这边 已知掌握的力量都告诉了出来 单单就现在手中掌握的情报 他们所掌控的力量就已经无与伦比 如果无影没出现在这里还好 这种主要人物既然出现了 那显然小也会继续投入更大的手段 随后历代人助力的身影 便已经出现在了现场 显然无影是不会接受调度的 而小这边会图转生的对象 也不会听从清日联盟那边的命令 都有着自己的觉悟和目的 瞬间爆发起战斗而来 三代图影对二代图影 四代雷影对三代雷影 不过除了这两方的羁绊队拼外 其他方面的对手却是出现了交替 我们协助你们对付无影 那群家伙就拜托你们进行牵制了 宰镇一边高声说道 一边便是率先朝着四代封影的方向 扑杀而去 相比于其他的影 毫无疑问四代封影是属于最弱的一个级别 自己要杀他并不难 让惠途转生那些不怕死的去牵制北洋的人 而自己等人配合着足够将无影杀光 不过就在他直冲天际 准备击杀金杀之上的四代封影之时 另外一道沙流 却是直接朝着空中的他包裹而去 四代封影可不是一个人 还有着他未来的接班人 我艾罗 已经成长到了现在 我艾罗的实力甚至已经超越了他的父亲 只是他父亲还健在 经验也更加丰富 才是一直由他担任迎打理村子而已 不过即便如此 两人加起来的实力 在影当中也算不得顶尖 还没有卡卡西那样的暴肿能力 在阵一个人竟然以一对二 直接打出了压制效果 不断地逼近着 而他那大半王公公 也化为了一道阴影 直逼照美名而去 与都公太郎则是找上了刚手 云引那位暗部部长 以及他的搭档 也是奔赴了无影战场 协助两个会图转生的二代图影 和三代雷影对付他们的后辈 除此之外 清日同盟那边 同样达到了普通影集的几位 较强的乱入者 也选择了无影这边 想要进行辅助 率先击溃他们 除此之外 会图转生的其他对象 便都是盯上了北洋这边的成员 这种交叉对敌的手段堪称精妙 让作为对手 心情经历大起大落的鱼鹰 也不得不佩服对方的战术安排 对比起北洋这边 各种佛系随缘 显然日国那边的安排 要合理和紧凑得多 有着身边这位巨拨 就算是面对这等 树木的会图转生大军 我们也并不会逊色 但关键是 会图转生的对象是打不死的 而无影却可能被打死 面对实力强大 而又完全不怕死的敌人 我们也没办法突破去救援无影 这次还真是麻烦大了 紧张什么 我们有徐悦大人在场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了 开口的不是张作霖和曹坤 而是过世的空心面小弟空心粉 相比于鱼鹰 龙鹰两人的紧张 朱王和冰淇淋两人的不服就干 空心粉的思路显然是清奇的多 徐悦大人小人这次就全靠大人扶照了 空心粉搓着手 一副狗腿子形象 你说话可真好听 徐悦也给出了和曹坤一样的评价 同时也抬头看向了无影那边的交手状况 战况还不错 场面也很喜人 资深乱入者就是资深乱入者 对付影中的天花板或许占据不了优势 但对付四代风影这种伎俩单位还是得心应手的 他们也没有卡卡西那种强行五五开的能力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的 着实是让人欣慰 看着那满意的战斗画面 面对着无惧生死 一起扑来的会图转生对手们 徐悦一边也顺手抬起了手掌 神罗天真 第0924章 元首 嗯 这是 山交与伴藏感受着那熟悉的力量 感受着那扑面而来无法抗衡的冲击 瞬间便被弹飞了开来 现在 他的确是会图转生复活了 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死的 当初就是这同样的力量击败了自己 败得毫无悬念 其他被弹飞的会图转生强者 每一个生前也都是赫赫有名的强者 也都有着自己的骄傲 虽然这一次是受到了控制进行了这样的攻击 但一个照面便全被击退 这也太夸张了 人界何时出现了如此强者 来得快 去得更快 所有会图转生的强者 都以一圈圆弧形态倒飞而开 一个个犹如炮弹一般 或轰穿大片树木 或直接轰入大地 或镶嵌进入石壁 瞬间完成清场 如果不是因为会图转生对象的重组能力 恐怕这一击就得减圆几人 刚刚褒奖完对手的战术 如林大敌一般地做出了防御姿态的鱼鹰 此时也是满脸的猛逼之色 猪王和冰淇淋更是死命地掐灭点燃的引线 长长地松了口气 强 无敌 这就是几人一瞬间出现的想法 这种力量对付单一目标 或许没有太强的致命性 可对于群体目标来说 所形成的战术效果 却是太过强大了 每一个人都好似要面对最强的一面攻击 群体与单体并无多少区别 无论面对的是什么 都是一路横扫 什么 正在和四代风影还有我爱罗交手的在阵 余光瞥到那战场的动静 也是瞬间大惊失色 怎么会这样 二代水影 三代风影 山胶与半藏都是足够媲美滋身乱入者的存在 还有其他那些不怕死的乱入者及对手 在不惜代价的互换攻击之下 就算是再强 也应该会被牵制住足够的时间吧 可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现在自己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加大手上的力量 快速了结了对手 然后滚雪球地协助其他人对无影完成清场 其二就是暂且撤退 敌人来是太凶了 而就在他心中刚刚出现这一丝犹豫的时候 那一击弹开了对手的巨拨 却是停下了手来 似乎并没有再补刀的意思 同时 山胶与半藏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我就是死在这一招之下的 他的能力释放有间歇期 我们交替攻击 山胶与半藏与其他被绘图转生通灵出来的人不同 他对于掌握了这种能力的徐悦也同样充满着怨恨的 这时候就算不受到控制 恐怕都会想办法对付眼前的徐悦了 听到了这话之后 原本心情糟糕的在震 顿时就感觉稳了许多 还好 这对手虽强 但还没有强到不讲道理 不过 终究也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所以他手上下手也更加狠辣了几分 原本就是压着四代风影和我爱罗的攻击 顿时变得更加狂暴 两人也更加岌岌可危了起来 不管是金沙还是普通沙力 都是瞬间被打爆 也就是他们的攻击特色也比较擅长于牵制 否则恐怕早就扛不住了 不单单是这边 三代图影还有四代雷影 因为要同时面对二代图影和三代雷影 以及两位资深乱辱者 状态也显得相当的糟糕 比起风影这边的父子二人还要更惨 刚手和赵美鸣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公公和宇都公太郎的实力也是没话说 还有着许多乱辱者级别的对手进行着辅助攻击 都是落入了下风 强如无影 在没有自己的影卫队和村中其他强者的掩护下 面对实力和数目都占据优势的轮回者齐袭 也是异常的吃力 青日同盟这边有着他们的绝对自信 当然也是有着实力作为底气的 没有其他的干扰的话 他们的确是一份举足轻重的力量 足够影响到人界格局 丁触发任务无影 熟悉的提示声传来 徐悦却并没有着急去解救他们 依然不紧不慢地 开始应付起阶梯状攻击的 会途转身强者起来 虽然手上的动作是轻描淡写 看上去风轻云淡 可诸多会途转身的强者 却依然还是无法靠近分毫 神罗天真的间歇期 徐悦也用忍术、体术、幻术各种能力 互相配合 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击退 之前救援卡卡西和凯的时候 就是太急了点 结果你看 明明失利的对手有这么多 给出的奖励也就是比保底要好点 自己可是做掉了个资深乱入者 所以这一次不逼到极限 倒是不急着久 强者交手 瞬息之间便是千变万化 徐悦也并没有等多久 很快年老体衰的三代图影大眼目 就在战斗中闪了腰 而后便是同时面对了二代图影 还有云影暗部部长的致命合击 死亡的威胁扑面而来 让这个大鼻子挨老头脸色 感到了异常的凝重 自己已经这么老了 死亡其实并不可怕 但一旦自己这里死亡 立刻就会引发出连锁反应 腾出手来的对手 会滚雪球一般地击败自己的友军 如果现场的所有友军都被击败死亡 那忍戒联军就完了 整个忍戒也就完了 可就在他强忍着疼痛 准备拼死挣扎的时候 一股巨大的引力 便是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而后这矮冬瓜一样的身体 便是瞬间朝着一个方向急驰而去 正好躲过了两位对手的致命合击 那种不合常理的移动轨迹 让二代图影还有云影暗部部长 两人都是心中大惊 随后便是看到了三代图影 落在了那个北洋的巨波身边 是被他救下来的 没想到面对着惠图转生的交替攻击 被摸清了他能力的冷却缺陷之后 竟然还能够腾出手来救下三代图影 这一份实力当真是可畏 可不 不过还好 三代图影暂时来说也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腾出的两人也能够奔赴其他战场 随后 两人便是瞬间朝着同样已经 岌岌可危的四代雷影奔袭而去 神罗天真的剑歇七 随手一个仙法 熔盾 螺旋玩手里剑 破开了三代封影的铁纱 并将他的身体撕成了粉碎 顺带击飞了后面的袁四伟人助力老子 和两个人刀七人众后 徐悦还随口开始了吟唱 复导之八十一 断空 随后他的背后 一道巨大的屏障 便是挡住了另外方面 密密麻麻的连串攻击 这时候 腾出的另外一只手 还直接指向了四代雷影 一葫芦画瓢的 将冰死的爱给扯了回来 顺手丢到了三代图影的旁边 这种轻描淡写的画风 与四周 北洋其他人 在绘图转身换命攻击下 打得很是狼狈的现象 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在两个忍刀和掌握卓盾的夜仓 联手下浑身挂彩 狼狈不堪的鱼鹰 见到那边又被救下的 一位影检只有剧MMP要讲 有鱼力的话 你能不能先救我一下 我这边快要被打死了喂 而空心粉更是已经倒在了地上 在不断地被几位会吐强者踩踏 一脸的生无可恋 第0925章 和计划有些出入 赵美鸣也已经被救走了 只剩下了刚守后 从开始的庆幸到现在 在阵也是感到了头皮炸裂 每次就快要得手的时候 那个北洋的巨拨 便总是能够掐到时机的腾出手来将冰死的无影给救出来 每一次都是到了极限的样子 但每一次却都是成功了 一次击杀成就都没有给我们留下 一边想到这里 在阵心底也隐约有了些不妙的感觉 我们没有击杀成就是一回事 但如果无影历史齿轮上不应该死在这里的话 那对手是不是也已经得到了触发任务 他宁愿让队员受创都要救下无影 会不会为的就是这触发任务 难道他一直都是有着余力的 特地想要借助我们的力量来获得更大的好处 不自觉地想到这里后 在阵也想到了之前自己对卡卡西和凯的压制 也是快要将他们打死的时候 福布小五郎便被杀了 终止了自己的企图 三番两次都这样 是不是太凑巧了点 但这得出的结论 又是让再阵一阵完全无法接受 心脏爆炸 战场之上瞬息万变 没有人能够确保不失手 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实际的走向 假的 肯定是自己多虑了 这种程度的激烈交手 还是这么多处地方 怎么可能同时把控得到 一定都是凑巧 都是凑巧 世间不可能有如此强者 一边想到这里 面对谨慎的刚手 他手上的攻击也凌厉了许多 一位一位的影背就走 几方腾出的人手也越来越多 这么多人的围攻之下 就算是五代火影也得隐恨在此 而且 现在多少也已经知道了你救援的规律了 这一次我们只要有足够的攻击和力量拦截到你们两人的连线之间即可 即便你再次发动了那个拉人的能力 他也得死在这里 只是就在腾出手的几人 同时开始对刚手发动了致命的攻击 并且封锁了他一切可能逃跑和救援的路线之后 一道六面地菱形结界便是拔地而起 瞬间将刚手笼罩在了内部 所有的攻击抵达这结界之上时 都没有引起丝毫的波动 就好似是一道无法逾越的臂杖横挡在了众人之前 逆 六赤阳阵 所有攻击都在这赤色臂杖面前撞墙后 回过神来的轮回者们 便是再次将目光锁定在了那依然站在原地不动 抵挡着惠途转生联军攻击的巨波身上 依然还是就下来了 无影外加我爱罗 全都被他一己之力完全救下 花费了我们浑身解数 每一次都要打到宾死了 但嘴边的肉依然还被叼走了 破道之九十 黑关 单手露出了六赤阳阵 将刚守护在了里面后 徐悦嘴里也涌唱出了另外一道破道 将山椒鱼半藏等六个惠途转生强者 都覆盖在内 扑斥 黑关的突刺爆出 六具惠途转生的身体 也变得破败不堪 短暂地失去了战斗力倒在地上 等待着那重新汇聚的惠途进行修复 泪成狗一样的轻日同盟诸多轮回者们 一一落地后 看着前方依然还打得火热的战况 也是一阵气喘吁吁 唯一让他们有点欣慰的是 因为惠途转生对象 那不怕死不知疲倦的打法 除了那位巨拨之外 其他的人情况比自己等人还要凄惨 就算张作霖和曹坤都开始负伤了 其他人更是在生死的边缘徘徊游荡 你 你们还这样卖命做什么 没见到他一直都是为了自己着想 拼尽全力地就圆着无影吗 没错 他根本就没将你们的生死放在心上 落地的时候 一边缓气回复 在镇以及那位云影暗部部长两人 也是不断地进行着心理上的攻势 看起来无影已经失去了战力 而我们还有着轮回者独特的一些道具 进行恢复 随时都能够入场 好像是又占据了上风 但有着那个一直都是不疾不虚的巨拨在 他们的压力也是相当的大 所以还想要进行一定的争取 呵呵 你们说如果我们战死了 这笔账是算到谁头上 已经快被打死的鱼鹰 浑身是血的和几个对手硬刚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惨然的表情 人间不拆 讲出来有什么卵用啊 他一句话说出来 也将在镇他们两人噎了个半死 也是哦 他们被打死了的话 反正账还是算在我们头上的 笨蛋啊 既然看出来了 那就马上签订一个保密契约啊 而这时候 利用激动能力 不断游走的张作霖 也是好心好意地进行了提醒 但不知道为啥 他语调里好像莫名其妙 多出了一丝暗爽 这一下也让鱼鹰他们几个脸色恍然 反正不会有更差的结果了 保密 也就保密了吧 记得是这个任务空间都保密啊 曹坤看到几人行动 也在后面补了一句 让与都公太郎也有些忍不住想要开口了 但还是忍了下来 好像我开口有点不适合的样子 随后被虐得死去活来的几人 也是先后迅速地完成了保密协议的签订 实时务者为俊杰 不要乱置气 对自己怎么有力怎么搞 北洋出动了这么一个巨拨 说不定还是什么隐藏底牌的 有这样的顾虑也是很正常 虽然心中不满 但形势不等人 不得不如此了 而在几人得到了张作霖和曹坤的提示 先后完成了契约的签订之后 无影也已经就下来了 完成了这一阶段触发任务的徐悦 也进行了后续的清场 神罗天真 再次将会图转生的对手鸡飞 只是这次和前面不同 在他们还未落地之前 便是继续双手合十 地暴天星 这终极封印术用出之后 大量的土块便是夹杂着被击飞的诸多会图转生强者 全都汇聚到了天空 什么东西 这是 放我下来 喝结束了吗 是封印 会向天空的会图转生强者们 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摆脱那股犀利 成为了一枚球体 清日同盟这边还是第一次见到了如此震撼的场面 靠着一个重力立场的卷轴 以及正在回气远离战场的距离保护下 才是互相扶持着勉强站在了原地没被吸走 而鱼鹰他们却已经是第二次见过了 我操 这位大人竟然也会这个凶残的技能 太可怕了 太过分了 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的清日同盟轮回者们 在确认了最后结果后 此时也是满脸震惊 明明刚才遍地都是友军 除了那个怪物一样的家伙外 把其他人都打得不要不要的 不知疲倦又不会死亡 实力还强大的队友啊 还有什么比这要更可靠的 实力就算低上一个层次 都能让更强者感觉到棘手 结果 这么大一票人 竟然就这么一次的被打包带走了 看着那头上陨石表面密密麻麻的封印符录 就可以知道他们应该是出不来了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 天上那颗越来越大的石头 你是想要干啥 为什么要挂在我们头顶上 有没有搞错啊 这是犯规啊 从最开始 对方击败了福布小五郎 到后面 一口气击退了惠途转身强者 然后一一就下影 到现在的封印 每一次都以为 这家伙到了极限 但每一次他都总在刷新着我们的上限 然后刷到现在 你就给我们搞出这么个大新闻 就算是一路被你刷上来的强大心脏 都有些扛不住了 第0926章 王牌 不怕死的友军几乎被一口气打包带走 清日同盟这边的轮回者们 内心也都充满了一种颓废和绝望感 不断出现劣势 他们都敢一直坚持下来 持续到现在 就是因为知道 惠途转身出来的对手强大 你们再强 我们也可能出现更强的援军 而且还是不知疲倦不会死亡的援军 可这一次 除了是一开始配合攻击无影的二代图影 和三代雷影外 其他的都被一口气打包带走了 这还怎么打 最关键是 头顶上那玩意儿 我们好像是搞不定啊 将封印完成的徐悦 也懒得操控什么了 直接松开了对天上地暴天星的控制 下一刻那巨大的陨石就朝着地面坠落而来 巨大的阴影投射到地面 和轮回者们心中的阴影一样 呵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为二幸存的惠土二代便是腾空而起 朝着天空之上的陨星撞击而去 用手死死地拖住了陨石的下方 土顿 加重岩之术 原本巨大质量的陨石 在二代图影的控制下便是瞬间变得轻变了起来 而后便被它这么拖着 朝着远处挪移而去 地暴天星本身就只是在天空临时制造一个陨石 不是从天外而降 出速度不高 在没有加持万象天影的引力情况下 被二代图影一个人抗住也是情理之中 三代图影可是一个人背着整个归岛移动过 还接下过一次外太空袭来的天爱振兴 这种情况下 也算是帮助清日同盟解决了眼前的燃眉之急 见到那阴影被搬离 重新见到了阳光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也算是松了口气 哪怕是北洋同盟这边的 对于天上那阴影也同样是有着巨大压力的 赶紧再回去一个 这边问题处理完了 作为云引案部部长的那位日国海军少将 也是连忙低声吼道 遵命 随后又一位情报员掏出了逃脱卷轴 搜的一下消失在了原地 这边有了情报保底之后 小王爷在镇也是故作沉稳地开口了 很好 看来你们北洋市早有反心 不过这一次 我们这边可也不是吃素的 你们的攻势我们也一一化解了 稍微顿了下后 他又将目光锁定在了徐悦脸上 所以说 我们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想必用出了这么强的一次能力 消耗也是很大的 那么 就此别过 一边说着 他也是一边死死地盯着徐悦这里 似乎企图找出他脸上表情的破绽 只可惜 他所见到的却是完全一成不变的自然笑容 现在 清日同盟这边明显是心生退意 想要试探一下是否能够让对方也出现忌惮 而后全身而退 拼起来是自己这边肯定吃亏的 但对方也讨不到好 现在应该是双方不存在哪一方能够碾压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留在原地的三代雷影却是突然一顿 而后开始自己发出了声音 不要这么早下出这样的结论 我这边还有着王牌没有入场 开始那些只是开胃小菜而已 这完全不同的话语风格和内容 也是让清日同盟这边的轮回者们眼中一亮 这应该是借助三代雷影之口 说出了操控者想要说的话了 肯定是小这边准备掀开其他底牌了 这一下便是让他们再次重获信心 嘴里也没再说退团的事了 而徐悦听到了都借助三代雷影之口所说的话 也是直接知道了他的打算和目标 应该是借助绘图转生的人影看到自己了 他或许是想要试探一下 这里到底是不是本尊 同时看看能否多拖延一些时间下来 清日同盟的轮回者们 正是他想要利用来进行试探的棋子 这倒也是符合他一贯小心谨慎的想法 随后都便是直接以三代雷影的身体 开始迅速结印 按在了地面 一道棺材从大地升起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虽然只有一具棺材出现 让清日同盟这边感到了有些失望 但听对方的口气来说 这一具的战斗力应该是突破天际的 最起码要比二代图影这些要强上一个层次才是 而就在这棺材出现的时候 附近树林伴随着嗖嗖的声音 又是几道忍者联军的援军出现到了现场 之前是由最强的无影从天上率先抵达 而这一次便是三船 黑土 达鲁伊 团葬等这些个人村的中间力量 最少都是准影级的实力 影级的也不在少数 而且数目也足够 这突如其来的援军 也让北洋这边现场凝重的气氛 一下又松了好多 真的是过山车一样啊 两边各自不断地出现支援 起起伏伏也太刺激了吧 很显然 敌人召唤出了一个很棘手的会徒转生强者 不过我们这边 确实一下多出了这么多的援军 那会徒转生的强者再强 几方的这位巨拨 应该也能够轻松压制下去的吧 我们开始反过来站尽优势 徒影大人 雷影大人 抱歉我们来晚了 路上中了敌人的一个幻术迷宫 拖延了不少时间 新来的援军一到场 便是见到了 几乎全都失去了战斗力 倒在徐悦身边的无影 心中大惊的同时 也都来到了各自的影旁边 将他们拱位了起来 同时还解释了一下迟到的原因 是路上中了一个棘手的幻术迷宫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是怎么破除走出来的 这听得让清日同盟这边都有些意外 我们的人手 应该差不多都到齐了吧 难道是雪大人那边做出的手笔 又或者是那个神圣叨叨的太平道 还是小 不过不管如何 现在拖延的时间也失败了 他们还是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入场了 也不知道现在那棺材里面的人是谁 面对忍戒联军 突如其来的援军 暂时依托在三代雷影身上的兜 似乎没有丝毫意外 也没有丝毫在意 而是直接掀开了那树起的棺材盖 露出了内部的人影 是众人都没有见过的一位忍者 身上的装扮并不太像是忍者 反倒是有点类似于武士的铠甲 战国时期风格的衣着 同时还闭上了眼睛 静静地站在了那里 但哪怕没有睁眼 也没有做出什么 甚至看上去好像还没醒过来 却也依然有一种无形的霸道感 充斥在了所有人的心中 怎么可能 而这时候 稍微缓过了一点劲 来的三代图影 大眼目 看着那出现的人影 眼中也充满了震惊的神色 似乎是认出了这人是谁 让不管敌我的所有人目光 都朝着他看了过去 似乎是想要听到他说出答案 语至波斑 近乎于呢喃地说出了 当年心中的梦魇 大眼目心中也有了一丝明雾 之前那个自称语至波斑 说自己身受重伤的家伙 是个冒牌货 眼前这个会图转生出来的 才是真正的原版 而且以之前那些会图转生的代表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这语至波斑 恐怕也能近乎于 发挥出他全盛时期的战力 而且不知疲倦 不惧死亡 这让大眼目不由想起了 当年被对方所支配的恐怖 没有希望了 没有人能够赢得了这个男人 第0927章 打过 语至波斑 听到了这个声音后 无影以及参加了之前 无影会谈的其他剧情人物 倒也立刻反映了过来是什么 但其他人特别是轮回者就显得有点茫然了 语至波斑在人界历史上的确是赫赫有名 不过可惜 他的对手拖累了他的知名度 那就是初代火影 作为和初代火影一生为敌的宿敌 最后战败在初代火影手上打出了终结股 轮回者倒也有过他的资料 知道是语至波一族的前辈 同时这也是最开始一点都不重视与制波一族的起源之一 就和初代一样 他的战绩都被当作是对仙人的宣传 夸张成分居多 具体实力是要比大蛇丸会图转生 召唤出来的初代要弱一些的 也就是约等于三分之一个年老体衰的三代火影 等到双方的轮回者们也逐渐回想起 这个历史背景上才出现的强者后 却也都是各有不同的表情 但都或多或少地带出了一丝吃笑与不以为意 北洋这边是松了口气 而青日同盟这边就脸色难看了起来 其中那位之前不断跪舔服部小五郎的自由之意代表 更是因沉着脸地对着附身三代雷影的兜袍笑道 有没有搞错啊 这就是你嘴里的王牌 你别被历史记载的资料骗了好不好 历史就是个婊子 谁都能够上的 这个垃圾照出来有什么用 这位自由之意代表的突然崩溃 倒是能够让其他轮回者理解 期盼了这么久就给出了这么个玩意儿 的确是让人心生绝望 哈哈 活该 之前快被踩死 被打得鼻青脸肿 正在抹药膏的空心粉此时 也是对着对方的轮回者嘲笑了起来 我似乎是听到了有人在评价我 一直好像没醒过来的雨至波般 也终于是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露出了下方的永恒万花筒血轮眼 那沙哑的声音 让附身于三代雷影的兜兜不由心中一颤 对于那位自由之意代表的大胆 也感到了相当的意外 这群家伙不是一直都耸得可以吗 是谁给他们的胆子在这位面前如此开口的 卧槽 哈哈 没错 就是在评价你啊 初代是废物 输在了初代手上的你连废物都不如 白瞎了你们雨至波异族的名号 那位自由之意的代表 似乎是也想要借助着这个机会 发泄心中的恐慌 语气也越来越毒辣 越来越刁钻 辛辛苦苦就判出了这么个玩意儿 给了我们希望 却又给我们带来绝望 哪怕是徐悦 此时眼睛都瞪大了不少 不是吧 就算自己第一次和班爷见面的时候 都得讲礼貌 这家伙可真是勇气可嘉 输给初代的废物 雨至波班呢喃自语了一阵后 也算是反应过来了 对方在说什么了 本来还以为是刚刚复生出来 脑子有点僵化了 但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我 雨至波班 认可你的胆量 刚刚复生出来 就听到了这么刺激的言论 雨至波班 当即便是直接震碎了身边的关盖 澎湃的查克拉 犹如实质化地浮现在了四周 一股破人的气息笼罩了全场 伴随着他的话语 伴随着他的回头 那永恒万花筒 血轮眼 刚刚同那自由之意的代表队上 坏音刚刚落下 碰 对方的脑袋便好像西瓜一样直接爆裂 爆成了一片血雾 爆裂之后 都还能够感受到那澎湃激荡的精神力量涌动 让捕捉到了这波动的附近轮回者们 一阵头皮发炸 这是蹭一下就得GG的节奏啊 心中都是一阵骂娘 明明大家都有怀疑 但为啥就你嘴巴多地说出来 等一等不行吗 搞毛线啊 人家都说了这是王牌 这就肯定是王牌了 初代是狠菜 这是经过了事实验证了的 但谁知道别人会不会为了吹嘘他的功绩 强行把一个忍戒大魔王的死音安排到他头上 说不定就是木叶为了造势呢 你这个蠢货 要害死我们了 杀得好 在那位代表刚刚被爆头之后 在阵便是疯狂鼓掌了起来 而后义正言辞地说道 既然胆敢如此肆无忌惮 如此不分尊卑地抨击前辈 刚刚我都想要动手了 与之波般大人 我们愿尊您的吩咐 除了他之外 之前同样发出了嘲讽的空心粉 也同样是含笑地鼓着手掌 所以 我才是说他活该啊 在这两个小机灵鬼的及时开口之下 也算是勉强化解了这一劫难 让幸存下来的所有人都是捏了把汗 而这时 都别趁机向与之波般 讲解了一下当前的情况 毕竟相对来说 让与之波般自由发挥出来 才能将他的力量最大化地利用起来 好了 不用多说了 看到了熟面孔 真是让人感到了期待和怀念的重逢了 才听了个大概后 与之波般就抬手制止了 都后面想要说的话 而后那双眼睛 便是肆无忌惮地盯在了徐悦身上 小鬼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还是以这种形式 前辈倒是年轻硬朗了许多 虽然是个死人 徐悦也是笑眯眯地回应了一句 两人的交流让所有人 不分轮回者和土著 都是感到了心头震惊 这一位竟然认识与之波般 有没有搞错啊 那可是初代时期的人物 怎么认识的 这就是他获得了如此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吗 顷刻间 青日同盟这边便是又开始了他们的情报传递工作 一个眼神示意之后 又一位情报员满脸刚毅地点了点头 而后撕碎了手上的卷轴 咦 只是在他嗖的一声消失不见之后 与之波般却是突然转头看向了他消失的方向 而后皱了皱眉头 似乎是感觉有些疑惑 刚刚那是什么感觉 不过随后他还是摇了摇头 暂时压下了这里的疑惑 再次将目光锁定在了徐悦身上 这么多年没见了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长进 当年可是害得我有些狼狈啊 那时候无法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可是很憋屈的 就连牵手铸肩都没有给过我这样的感觉 与之波般的语调似乎是有些感慨 说起来 这才是造成自己死亡的真正第一元凶 你对他做了什么 现场也只有刚手算是不会在意徐悦的表现和实力 巧声说出了所有人都在意的一个问题 其他人虽然没说 但包括无影在内都是竖起了耳朵开启了雷达模式 没什么 趁着他年老体摔的时候把他打死了 徐悦脸上依然还是那温和的笑容 刚手 大野木 诸多轮回者 张作霖 Omega 但 曹坤 下话献且 与多公太郎 但 第0928章 真相 哈哈 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我们也是很有缘分的 毕竟是杀我之人 除了牵手铸肩外 也就只有你了 与智波班看着徐悦哈哈大笑 肆意而张狂 但却又有着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牵手铸肩杀了他一次 被他利用伊邪纳奇复活了 而最后 自己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 却是被眼前这个年轻的族人 再次杀了一次 以与智波班的骄傲 自然只会承认对方了不起 这可是杀过自己的男人 两人的这种诡异的交流 莫名让旁边的人有些跟不上节奏 之前为与智波班鼓掌的在镇他们几人 脸上也只能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忍村大战里的这些强者 脑回路好像是有点奇怪啊 听上去给里给气的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上次的账我们也得好好算一下了 随后与智波班便是继续用那爽快的声音说道 身上充满了傲天级别的自负感 整个火影当中 论傲天级别来说 就算是二柱子都只能排第二 与智波班用行动和事实告诉了他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直到他这样开口之后 所有人才是从之前的友好氛围当中醒悟了过来 是啊 现在还是双方对决 第四次人界大战 两边是敌人才对 班大人 这家伙很强 请勿必要小心 都见到与智波班准备出手了 也是连忙进行了提醒 不过很快便被与智波班横摆了一手阻止道 我自然知道 否则怎么可能杀得了我 其他的不要说了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感兴趣的对手 要是都说出来了 就没有惊喜感了 与智波班很多时候是很任性的 不管是对决无影还是初代 又或者是八门凯 都是如此 前辈想要惊喜 那晚辈自然也就只有奉陪了 许悦面对与智波班 也是一脸的柔和 随后便是在双方 谁都没有看清的动作之下 迅速地碰撞到了一起 体术 忍术乃至于投掷术 都在迅速地互相拼杀着 一副纯纯翠翠的人者风范 看上去招式似乎都不过分 但却都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经验之战 很是赏心悦目 了不起 没想到战斗经验方面 你也达到了这种程度 过奖了 显然 双方都还有着充分的余力 此时的比拼当中 还在依然进行着友好亲切的交流 而另外 一边的双方轮回者 互相愣了愣后 也是开始将目光 从两人身上一开 开始放在了对方身上起来 对于北洋的人而言 额 人界大战的援军虽然到了 可如果没有那位巨博看长子的话 好像我们并不占优势 只有团葬和三船两个拿得出手 清日同盟这边 也是进入了另外的奇怪思路 对方的无影被摆平了 失去了战斗力 再加上会吐二代图影和三代雷影的话 我们又重新占优了呀 还不趁着眼前 那个大高手被拖住的时机干掉对方 杀 没有丝毫征兆 双方的队伍便是迅速地碰撞到了一起 虽然人界联军这边 最差的都是准影级 可以媲美寻常乱入者的层次 可能够与自身乱入者周旋的援军 却只有团葬和三船 其他的援军 哪怕是形成配合作战 恐怕也很容易被直接打穿 他们并不是不会死亡的 会图转身强者 先牵制住对方的轮回者 将土著杀光 顺带地把无影和卡卡西 他们两个也杀掉 先换取奖励 与都公太郎作为在场最高指挥 也是请客间下达了指令 所有人也都凝重地点了点头 明白了他的想法 是啊 击杀轮回者有个屁用啊 又没多少奖励 还是杀掉那些土著更加划算 而且 无影和卡卡西 他们都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只要再包掉援军的那些外壳 不是可以任由我们为所欲为 那位小王爷 宰镇 心里隐约又感到了那熟悉的不对劲 随后又哑然失笑地摇了摇头 现在 与制波班出现的情报 就算是 处于情报最前沿的日国 都已经不知道了 对方也不可能针对地 再布置什么手段才是 他的确应该是和与制波班打的难舍难分了 现在正是我们趁势崛起的知识 另外一边 身上的伤势都还没耗力锁的余英 也是再次地对张作霖问道 大帅都到了这种时候了 小都准备开始决战了 我们的与制波月呢 九尾人助力呢 形势的大起大落 坐过山车一样 嘴里一阵骂娘 双方骤一接触 忍戒联军的那些援军 便瞬间变得岌岌可危了起来 随时都可能有人被打死 他们可不是会徒转生出来的不死之身 不存在所谓的幻命打法 反倒是那二代图影和三代雷影 在配合着与都公太郎 靠着仅剩的两个不死会徒 对自己这边造成了大量的麻烦 能够腾出资深乱入者级别的强者 去土著战场那边虎入羊群 就和前面的五影一样 面对资深乱入者级别的对手 就算是团藏和三船 也最多只能做到牵制和周旋而已 其他的就更不要说了 被打得不要不要的 与制波月 啊 张作霖正准备回一句什么 突然间一篮一子两道体型恐怖的巨人 便是拔地而起 狠狠地碰撞到了一起 虚左能呼 完全体 显然双方的切磋阶段 已经得到了升级 虚左能呼完全体出现了 一直也有在关注法国那边情报的张作霖 自然也明白了大佬的想法 很自然地耸了耸肩 诺 那不是吗 这种回答顿时便让几人一阵猛逼 打了半天 感情我们的奥远 其实本来就是自己人啊 慢慢地 他们也能够理解了 而且 很自然地就能脑补出一场大戏 这一切都是北洋军团的计划和阴谋 人为塑造出一个所谓与制波月的进度 然后让那位巨博伪装成凑巧的新人 再次进入任务空间装作 是羁绊继承者 对其他人进行误导 真是了不起的谋划 其实打到了现在 清日同盟那边的轮回者大佬们 也多少都有点想法了的 在被张作霖没有傻眼式地点破之后 都是心中出现了恍然和明悟 出现了一种原来如此的表情 什么 这个人就是语制波月 也的确只有如此 才说得通一些奇怪的地方了 北洋可真是阴险狡诈 那种巨人的战斗 好像的确在哪里听说过 原来这是忍村大战里面的能力吗 真是有些太小看这个任务空间了 情报传递员速速开始工作 在阵也是震惊中带着兴奋的高声喊道 哈哈 张作霖啊张作霖 你这大嘴巴子竟然在这种时候 意外泄露了这种情报 马上就叫你们的情报 曝光到整个轮回空间 遵命 又一位情报员满脸肃然地敬了个礼 而后掏出了一份卷轴 嗖的一声消失不见了 日国轮回者那边 包括两位海军少将在得知到了这消息后 也都是心中一惊 什么 宇智波乐其实是轮回者假扮的 都是北洋的阴谋 那之前雪大人费尽浑身解数的讨好他这都白干了 一想到雪大人那妖娆迷人的绝美容颜和火辣下作的身段 日国每一位轮回者都是心中一痛 好像失去了什么一般 但又隐约莫名出现了点兴奋 第0929章 又一次 完全体的虚左能呼出来了 显然是让战斗场景直接上升了一个层次 附近整片地形都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如果不是因为现场的都是有着足够实力的强者 单单余波的波及就恐怕死伤惨重了 即便如此 整片森林也直接化作了荒芜之地 打成了沙漠戈壁 哈哈 看来你的能力的确是超乎了我的意料 我果然没看错你 极为少有能够碰到对手的宇智波般 也是感觉了相当的兴奋 当初就觉得 这小子在同年龄甚至超过了自己和牵手住间 这些年过去了肯定会给自己惊喜 但也没想到惊喜会这么大 不过差不多也该结束了 那小子给我这具身体上应该是加了足够的佐料 再次同徐悦的须左能呼交手一次分开后 宇智波般也说出了让人亲日同盟这边打鸡血的话 很好 没想到宇智波般竟然还有着底牌 王牌果然就是王牌 这边我们先杀掉那些忍戒联军的支援者 而你解决掉那个北洋的巨拨 配合简直完美 宇智波般在一边开口的时候 眼中的万花筒血轮眼 便好似被贴上的纸片一样不断地脱落 露出了下方轮回眼的神秘纹路 这可是我老年时期才得到的力量 都还没充分利用过 借着这个身体正好可以做一些尝试 感受着那庞大的同力 宇智波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随后那巨大的须左能呼便开始直接结印 天爱振兴 大气之外降落 带着刺目的尾焰 破开云层的巨大允星 让下方拼得火热的双方轮回者都瞪大的眼睛 卧槽 等等 还有自己人啊 这允星可不会长眼睛 你们的那位大佬应该还有其他手段挡住吧 不挡住我们都得死 青日同盟这边正在同余英他们交手的一批轮回者 一边打得火热 一边有些抓狂的咆哮道 死就死吧 反正我们也不愧 余英也是打出了火气 齐齐福扶过山车一样经历了这么多 她也有些像诸王他们看齐的冲动了 再这样刺激下去还不如一死了枝 省时省力 以前从来都是自己拿陨石砸人 这次换作了别人砸自己 徐悦也有一种另类的感觉 不过可惜 现在这种程度的攻击已经是完全没有威胁了 同样是借助着虚左能呼的身体结印 更多的土块从四周翻滚而起 甚至连附近的两座山脉都被直接折断 投入了空中 搅拌机一般地滚成了一颗巨大的球体 超地暴天星 天空的天爱振星坠落 也直接撞上了那悬浮在半空中的地暴天星 两者碰撞在空中 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碎片粉尘 将整个天空都完全遮蔽了下来 让下方笼罩区域直接陷入了黑暗当中 只是由于地暴天星的抵挡 四散的尘埃都是犹如一个倒扣的碗一般 向着周围洒落了下去 反倒是最中央下方的战斗区域 没有受到那恐怖震动的波及 只有耳边回荡着的低沉轰鸣声 不 不是吧 我只是说说而已 还真挡住了 在天爱振星没被挡住之前 就算是青日同盟这边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 想要让北洋的人稳住 可如今真的被挡住了 还是如此简单粗暴的手法挡住之后 所有青日同盟的轮回者都不由得咽了口口水 有没有搞错啊 两边都不是人啊 那家伙实力这么强 对我们没有半分好处好不好 附身在三代雷影身上的兜 此时也同样感到了一阵震惊 他知道雨智波月很强 也知道雨智波班很强 甚至都已经知道了 他们两人获得力量的原理了 但没想到竟然能够强到这种地步 快 情报传递员将情报速速传回去 最终BOSS不是四代火影了 是雨智波班 云引暗部部长 一边力压好几位援军强者 将他们打得即将濒死 一边也是火速地下达了指令 遵命 又一位情报员消失在了原地 哈哈 有趣 自己的测试攻击被挡住了 雨智波班反倒是哈哈大笑 不过就在他准备再次动手的时候 那边徐悦的虚左能呼 却是停顿了一下 随后笑着说道 好吧 等下再陪你玩 我先处理点小问题 一边说完 虚左能呼便是单手伸出 结了个古怪的印记 先发 鸣神门 死 云引暗部部长 一击击飞了黑土之后 反手便是一刀斩向了之前 便以重创失去了战斗力的达鲁伊 哪怕是几位准影和影集 同时对他的围攻 都被他轻松地击破 并且眼看就要击杀一人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从天而降的鸟居 便是以超乎他理解的方式 直接将这位云引暗部部长 镇压到了地下 速度算起来是高空自由落体的速度 速度不慢 可理应可以逃开才是 但在那鸟居坠落之时 这位日国海军少将 却是发现 无论如何都无法进行躲避 好似被限制住了一半 只能眼睁睁 在自己马上就要得手的时候 被镇压在了这股怪攻击之下 初代使用这个数 连十尾都能镇压 显然现在徐悦使用后 他没有丝毫挣脱的可能 然而艰难地在镇压下转过头来之后 他却是发现有着这遭遇的 其实并不止自己一人 在忍者联军的援军一面倒的惨败 即将损失惨重的时候 无尽的天空之上 便是如雨一般地坠落了大量的鸟居 自动定书机一般地 将清日同盟那边杀得 风生水起的轮回者们 全都封印在地 丝毫动弹不得 哈哈 平驾到手 哎哟 卧槽 我的成就 我的评价 我的任务点 紧紧一击 那些围攻忍戒联军的轮回者 便是瞬间被清场劝退 全都镇压在了鸟居之下 丝毫动弹不得 哦 柱间的树 没想到还能这么用 雨至波搬侧头 看着那场面 也似乎是感到了些许意外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完成了手上工作的徐悦 回头看着班 也是歉意地笑了笑 而这画面 除了让清日同盟的轮回者 再次感到了当头棒喝 又从过山车的高峰 坐到了低谷外 附身三代雷影的兜 也是感到了相当的震惊 不太妙啊 似乎就算是那位传说中的 雨至波班 也有点压制不住 自己那位师兄啊 看来 得冒险再掀一道底牌了 就是不知道掀开这一张后 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结印 绘图转生 又是两道棺盖冲出了地面 不过它想了想后 便是又收回了一道 只留下了写上了一字的那一道棺材 原著当中是大蛇丸 破开了死神的肚子 才将初代它们放出来 从而能够召唤的 但这里它们可没有被封印 都显然不可能错过这么强大的战力 只是因为初代和班的关系 之前它不敢贸贸然乱来而已 可现在看来 似乎还真只能冒点风险了 第0930章 骗子 哦 又来了 又来了 果然 我们的选择才是正确的 被镇压在了秒居之下的 清日同盟强者 见到幕后黑手 再次召唤出了一具棺材猴 也是激动地打摆子 真的是命苦啊 那个怪物一样的北洋巨拨 仅仅一击就将我们 全部都控制了起来 胸卫滔天 无法无天 这种霸道让日国的己人 都不自觉地想到了 当初以一己之力 立抗帝国七大顶尖强者的 再是霸王袁世凯 虽然现在他压服的是我们等人 无法做出具体的实力判断 但那种信手拈来的随意 也能够看出他的能力上限 应该不止如此 前面很可能就是为了赚取到 足够的任务点数 放了一点水 不过万幸的是 我们利用大老级的死士 提前得到了情报 先知先觉地窥探到了 四站的一丝隐秘 提前站在了正确的阵营上 站在了大方向上 借用了大势 历史齿轮滚滚而行 还是眼前这个上限 突然拔高到看不懂的 神秘任务空间 就算是你等强者 也肯定是扛不住的 我们又一次占据了上风 嗯 等等 为什么要用右 还有为啥现在这感觉 好像有点熟悉的样子 不过无所谓了 重点是 我们的新王牌到场了 看看 在召唤了与制波班这样的王牌之后 竟然还再次单独召唤出了另外一个王牌 用脚都能想到 他会在这个时候 召唤出来的会图转身强者 肯定最起码有插手到眼前战斗的能力 真是让人期待啊 随后 棺木破碎 露出了下面那正在挠头 看上去 有点呆呆的满脸猛逼的身影 一股蠢猛蠢猛的感觉扑面而来 那张脸 简直就像是柴犬一样 先天上就能够引人产生好感 对比于与制波般的霸气 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和力 但是 但是这个人我们都认识 这是资料当中 被三代活影打包带走的初代啊 和与制波般不一样 毕竟与制波般是没有人见过他出手 他的战绩也无法判断 只能当作是被木业的高层篡改了历史 只能够从背景文献当中查出来 可初代却完全不同 我们是亲眼所见 肉眼所见的 看到了他被年老体衰的三代 以一笔三地带走了 那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好不好 哎 好多人啊 我怎么又活过来了 挠了挠头的初代满脸的茫然 飞奸呢 四周看了看 没有看到弟弟 他突然就感觉好方 一直以来 他都只负责担任吉祥物和打架的 其他什么的 都是交给弟弟来处理的 现在是什么情况 哦 对了 上次也被这样召唤过一次来着 是会图转生吗 怎么又是我 哈哈 这里可真热闹 摊手哈哈大笑地看着四周的人 牵手柱间的心情似乎是不错 爷 爷爷 满脸猛逼的众人当中 也就是刚手最先反应了过来 也吸引到了柱间的注意力 哦 难道是小刚手吗 怎么长这么大了 原飞呢 上次他最后好像被救下来了 没死吧 回头看着刚手 牵手柱间依然还是哈哈大笑 笑着虽然爽朗 但莫名给人感觉一种傻气 老师还活着 不过不方便在战斗了 倒是你有没有搞清现在的状况啊 你是被敌人召唤出来的好不好 刚手伸手符额 真是拿这家伙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没办法啊 他要召唤我 我能怎么办 初代的表情 似乎也是感到了有点尴尬 上次出来 差点把原飞打死了 这次出来 又要把自己孙女打死吗 有点不太妙啊 稍微感觉了一下 这身体好像融入了好多 自己的成分哎 能发挥出的力量 估计会有点吓人 也就在此时 他才是后知后觉地发现了 那无比醒目的虚左能呼完全体 哇 那不是班的虚左能呼吗 他也被召出来了吗 还有旁边竟然还有一个 与智波一族又出了个了不起的族人啊 现在的村子应该发展得很好吧 不知道火影是谁啊 嗯 与智波一族差不多被灭族了 现在的火影是我 五代 刚守见到自己的爷爷 还在那边碎碎叨叨 简直也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不过对比他这万念俱灰的感觉 暗中操控的兜才更是炸毛 卧槽 有点操控不了 与智波班那边是让他自由发挥了 因为双方立场一致 这边初代可是准备操控一下的 但操控的好艰难 进度推进的好慢 所以才会一直任由他在这里唠嗑 五代 你吗 完了 初代火影原本不错的心情 一下就变得失落了起来 让刚守看了想打人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放荡不羁的声音便是从天而降 哈哈 这不是助奸吗 今天的运气可真不错 没想到和优秀的后辈打过一场后 还能够和你再打一场 与智波班的声音从虚左能呼当中传来 那边徐悦和他的战斗也暂停了下来 两人各自取消了虚左能呼 坐在了一处被消出来的平台上 这种话听得双边的轮回者都感到有点爆炸 卧槽 你们难道不是一边的吗 我倒是也想看看 不过看来可能是没啥机会了 牵手住肩低头看了看自己张握的手掌 好像身体已经开始有点不听使唤来 真是了不起的后辈 而后 他便是抬头看向了钢手他们这边的方向 依然还是那大大咧咧的笑容说道 小钢手 如果能跑的话 还是快点吧 估计等一下就要打你了 不能再坚持一下吗 你能发挥出多少实力 钢手也是感到了异常的头疼 自家爷爷的实力他自然是心里有数 在他心里哪怕是现在的月恐怕 依然还没站到自己爷爷生前的 巅峰状态高度下 真要与他为敌 那就麻烦大了 恐怕不能 大概能有八成左右吧 牵手住肩 依然还是那略带逗逼的表情 只是变得有点苦笑的样子 真抱歉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放心 他交给我们来对付就是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空心粉便是吹了吹头发地站了出来 含笑地看向了前面的初代火影 鱼鹰都已经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与制播般好像和牵手住肩关系很好的样子 那家伙不会真的也和历史记录上这么强吧 可又有着以前的实际例子摆在这里 一个死人总不会实力还有提升吧 但无论如何现在都是安静看看事情变化才是 贸贸然开口好像有点不太好的样子 但开口的是空心粉 好像又很正常 你们不用担心 看语调就知道 他和与制播般的关系不错了 大概是与制播般主动成全的 和你们只看资料不一样 当初我可是亲眼目睹过他的实力 空心粉看着旁边面露忌惮神色的友军 也是笑着将自己的底气说了出来 自己当初可是亲眼见证过他被打爆的 我更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如果仅仅是那样的表现 我一人就可以 目盾 树界降临 终于还是没有控制住双手的牵手铸肩 也已经完成了手上的结印 按在了地面 区区树界降临的威 威力 看着那翻滚着破开地面 和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的树界降临 空心粉脸上都充斥着一种被欺骗之色 不是吧 这是豆芽菜和树林的区别吧 卧槽 你们这群骗子 一群大骗子 第0931章 机会 初代亲自出手使用的树界 效果当然也是拔群的 也还好出手的是初代 相比于之前挑衅般的那一位直接爆炸 空心粉也就是和诸多同道一起被挂在了树上控制了起来 抽干了体内能量被限制住了 而且张作霖 曹昆还有乌尔齐奥拉和科亚太四人也见识不妙成功地脱离了数界降临的范围 不过其他人包括精疲力竭失去了战斗力的无影都被一口气打包带走了 以前天天抨击初代政策太过软弱的团藏 此时和一只小喵咪一样的被挂在树上 连屁都不敢多放一个 你们这四个人不错啊 牵手柱间看着逃出去的四人 依然还在嘴里不断避避 和原著当中名人对战会土佑和掌门时的场面差不多 口贤体正直 但躲开的张作霖和曹昆两人 心中却有着浓浓的惊讶 虽然被大佬提高了很多承受力 但看到原本印象当中的若姬变成了眼前这个样子 当真是让他们有些猝不及防 一时间 曹昆也想到了当初爵都竟然是在拿出带作为例子 进行吹嘘的事了 那时候还以为他脑子进水了 现在才知道 卧槽 那家伙在吹牛 这个念头才刚刚闪过 仙法 明神们 与之前轻日轮回者们遭遇如出一辙的鸟具坠落而下 将逃出了掌控的四人都镇压在了下面 一直在进行引导的兜见状后也不由松了口气 他无法完全操控初代 所以有时候也只能妥协 比如树界降临 比如明神门 都是非致命性的 这样用出来自己的压力也会小点 咦 不过有点奇怪了 对方使用的好像也是非致命性的封印 也是和初代一样 不想杀生吗 随后他便是尝试着让初代解除了 清日同盟这边明神门的镇压 让柳暗花明的清日同盟诸多轮回者 也是感到了如梦畜行 还好还好对于初代的评价我们只是在脑海里想了想 没有说出来 没想到这个也是个变态啊 那等等三代到底是怎么赢的 难道是 被镇压了这么多 一个个被解救出来后 他们也是感到手脚有些麻木 不过才刚刚恢复过来 就已经有人想要忍不住对失去了战力的无影 还有忍戒联军的那些人动手了 这可都是高额的评价点数 先等等 就在有人蠢蠢欲动的时候 小王爷在镇便是抬手制止了众人 然后指了指远处平台上的徐悦说道 那个家伙还没被解决 还不是时候 他之前就怀疑过几次了 会不会是对方特地想要利用自己等人来刷评价 被控制住的时候也在沉思这件事 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过程上来说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 但每一次的结果却也都是太巧合了点吧 排除一切的不可能 剩下的结果无论再怎么匪夷所思那也是真相 所以这一次他学乖了 准备一定要等到对方落入下风之后 再动手 先派个情报人员回去吧 遵命 又一位精锐轮回者消失在了原地 而后所有轮回者便开始围观起前方的战场起来 啊 叫来牵手住坚是来帮我的 小子 你难道是认为我会输 很显然 与制播班的傲天性格来说 是很难接受这一点的 哈 以前我们不是合作得很开心吗 你什么态度啊 将下面的事解决完 一跃来到了与制播班旁边的牵手住坚 脸上也是露出了不满的神情 哼那是以前 而且我们两个人联手对付一个小辈也太丢人了 与制播班并没有太反驳自己志有坚素敌的话 虽然他承认这位后辈很强 哎 不过也的确是了不起的小辈啊 你们与制播一族可真是人才济济 不像我那个孙女只会读 牵手住坚回头也将注意力放在了那边 同样在放风的徐悦身上 对于两位机友的悄悄话 徐悦也没啥听的兴趣 不过在他们没动手前 也同样没有主动动手的意思 讲真 徐悦对于那群轮回者 竟然忍住了没对剧情人物动手 也感到了有些意外 终于还是察觉到了吗 哪怕这么大的利益摆在面前都暂时忍住了 不过也是了 虽然过程上看上去的确是很巧合 可巧合的次数太多了 估计也有点条件反射了哎 毕竟是同一个任务空间 同一批人都已经连续压榨几次了 里面也有着一些经验丰富的大佬 有点反应也正常 要是换一批轮回者倒不用这么多耐心 哈 你说他还有我们牵手一族的血脉 另外一边初代和班爷的悄悄话也变得大声了起来 初代的大嗓门叫叫嚷嚷着的 很神奇吧 不过的确是这样的 他目盾用的不比你差 好吧 我认可了 二对一就二对一 就当作是调教后辈了 终于算是勉强被说服了 班似乎也拿出袋没办法 而后同他一起站了起来 你以为我想打呀 如果不是召唤出我来的那小子 我肯定把你打成猪头 你可一直没赢过我 好好好 我说不过你 与之波班一脸的声无可恋站了起来 而后便是看向了眼前的徐悦 小子 可别说我们欺负人 如果实力不济的话 可是会死的 乐意奉陪 看着这对机友都站了起来后 徐悦也觉得应该又是不错的一次机会了 怀疑我了又怎么样 失去反抗的那么多重要剧情人物在那里 已轮回者的尿性难道还能一直忍住 真忍住了 饶你们一命又何妨 目盾 目人之术 微妆 虚左能呼 明明之前吵架吵得很凶猛 但一旦联手之后 两人却是连交流都不需要 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配合 虚左能呼的铠甲套在目人之术上方 两人一左一右地落在了目人之术的肩膀两侧 就算完全体的虚左能呼都给你锤爆 哄 三人乱战一团 徐悦也是目人 目龙之术招呼 同时配合虚左能呼 一个人用出两个人的力量 拼杀在了一起 难舍难分 不过因为牵手铸监和与制波班两人都能够腾出手来 在场面上以一敌二的徐悦看上去还是有些疲于应付 只能被动地见招拆招 这比之前虚左能呼大战还要更加恐怖 翻江倒海重新将荒芜戈壁打成了原始雨林的乱战 也是让青日同盟这边的轮回者们眼前一亮 就算是在阵也是暗自点头 现在总应该是差不多的机会了 任务点数放在那边也太久了 持则生变 还是收了吧 第0932章 寒泪 再次抬头确认了一眼 那正处于夏丰 和两位爵士强者对拼的北洋巨拨 在阵也不得不佩服这位大佬的实力 了不起啊 如果不是日国下了血本 提前亏探到了一丝先机 从而占据了情报上和大事上的优势 借助到了这最后大boss的土著力量 恐怕这次不止缜密的计划 就真的要血本无归 亏出降了 现在的话 虽然损失也不低 但单单击杀 这一群重要土著得到的评价 应该就能够达到小传的地步 再加上那源源不断传回去的重要情报 最后的价值也将会不可限量 从今以后 整个忍村大战都将被我们打穿 从而成为福利副本 而且如果有可能 能够将北洋这位重要的巨拨留下的话 那毫无疑问 就是断了袁世凯的一条臂膀 对北洋形成一次重创 留你们这么久 也应该送你们上路了 再再次确认一次 徐悦操控的须左目人被打飞 被按在地上锤的状况后 在阵也瞬间用出了鬼魅的身法 朝着被控制的无影方面 积设而去 和他差不多动作的 也是速度和反应 最快的另外几位资深乱辱者 两位日国海军少将 以及王公公 也就是与都公太郎稍微慢了一排 沉着稳重地 作为第一集团的殿后之人 后续则是跟着其他乱辱者 以及幸存下来的精锐轮回者 一个个都是脸色猙獰 带着鬼畜之色 终于 终于到了眼前的收获之客 起起伏伏 大起大落了这么几次 现在终于是稳了 这么多顶尖强者同时出手 手上也都拿出了拿手的能力 面对一群已经失去了反抗 束手待臂的对象 只需要合力一击 就能连土著带轮回者全部抹杀 看着那一个个酝酿出来的公鸡 感受着那些公鸡当中夹杂的恐怖波动 鱼鹰他们几人也终于是闭上了眼睛 终究是奇差一招啊 现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那位巨博能够成功逃回去 应该还只是小亏 但如果最后他都被留下来了的话 那北洋可能就被这一次打断几两股了 副导之八十一 断空 熟悉的声音摇摇从远方传来 随后那密密麻麻的各种攻击 不管是忍术还是魔法 不管是斩击还是体术 全都撞到了那突然出现的无形臂杖之上 鱼鹵顺着这臂杖的方向 朝着四周击射而去 臂杖之内一片鸟语花香 风平浪静 臂杖之外各种强横的攻击 波及而开 狂暴无比 几个近战的家伙 更是直接好像贴在了玻璃上的喵咪一样 摆出了各种姿势不断地下滑 无论远程还是近战 无论物理还是魔法 无一例外都被这臂杖完全挡下 轨道是很常见的一种能力 负道之八十一 也是很抢手的一种防御技能 可一个舍弃了吟唱的断空 不可能拥有着这么强的威力 这一定是个假断空 抬头隔空 看着那边被暗道在了地上不断锤打 都依然摊出手来对准了这边的战场 载阵也是双目赤红了的咆哮了起来 骗子 你又欺骗了我们 下次就算是你在落入下风 就算是你当场被打死了 我们也绝对不会再对他们动手了 绝不 用脚都能想到 对方冒着这样的风险这样来一下 肯定是又得到什么好处了 听到了载阵的话 旁边也逐渐从凌乱的爆炸痕迹当中 回过神来的其他乱入者 也是感到了有些尴尬 然后有人试探地说道 真的不动手了吗 这么多的评价在这里 可这边才刚刚说完 那边骑在徐月威庄牧人上 锤打的初代和班合体牧人 便是一下被掀翻了起来 巨大的力量远远地掀起 直接落到了轮回者们后方 落地的震动和尘埃余波 将现场搅得一片混乱 没想到竟然还真的有余力 之前发问的那乱入者 脸上也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也太强了 太过分了 他到底把我们当作了什么 一点都不尊重人 二打一都被人家掀翻了呀 我们可真丢脸 闭嘴 初代哈哈大笑地将班扶了起来 重新站在了牧人之上 看向了对方和己方 几乎一模一样的数 差不多了 最后一记定胜负吧 班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不美好的回忆 一脸的木然 随后初代和徐悦两人 便是同时站在各自的 牧人之树头顶上迅速地结印了起来 仙法木盾 真树牵手 顶上画佛 仙法木盾 真树牵手 顶上画佛 巨大的动静 从大地之下出现 随后两道恐怖的身影 便是从大地之中缓缓地冒了出来 那是什么 假的吧 就算是开始那陨石 都能举起来的吧 爱马 这空间到底是怎么了 我们来到了一个假的忍村大战 就算是几位资深乱入者 看着那两道冒出来 犹如山月一般的身影 也是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被吊起来的空心粉 他们也是早已经生无可恋 赶紧干脆一点的 给我们一个痛快行不行 威装 虚左能呼 威装 虚左能呼 顶上画佛的恐怖身影出现之后 宇智波班和徐悦 也再次为各自的绝技之上 套上了各自的威装 原本就为压破人的顶上 画佛披上了铠甲之后 却变得愈发地 让人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犹如两尊天神一般 一蓝一紫 现在回去一个吧 我们看看情况 云影暗部不长 此时也是满脸的麻木之色 同样一脸麻木之色的 一位精锐轮回者 也点了点头 而后消失在了原地 为啥双方的交战 好像是在我们的两边 为啥看起来 我们好像在双方的中间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那密密麻麻的手臂 要是打出来了 他们两边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可能会死 赶紧想想办法啊 说好的有军呢 说好的队友呢 在阵抓住 三代雷影绘土的 衣领不断地摇摆 对着控制着绘土的 都说道 大佬们打出感觉来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可没能力插手 到这种程度的战斗当中来 都控制着三代雷影 也同样是一脸无奈的样子 不过 这群人本来也就是棋子 能抢救过来 当然也会抢救一下 如果不能的话 自然也不会勉强了 反正也已经试探出来了 这就是与智波月本尊了 威装 顶上画符 轰轰轰 破开了一层层气雾的掌机 开始迅速地对轰了起来 虽然没有对准地面 而是描像和同等高度的对手 但成千上万次攻击 引起的碰撞波动 将附近区域 全都轰成了真空状态 任何卷入的事物 都将化作粉末 第0933章 万无一失 大家振作起来 他们的交手地点 是我们上空 只是余波而已 我们还有机会 与多宫太郎 充分地履行着 自己的带领队职务 哪怕到了这种程度 也是在为众人打气 履行着自己的领队义务 并且率先投出了 一枚迎风而长的小碗 倒扣下来 将附近整片区域 都护了进去 虽然这高等的一次性护照 刚刚出现 就开始岌岌可危了 被余波掠过不满了裂痕 但的确是短暂地 稍微牵制了一下 这一下 也给生无可恋的 亲日同盟的轮回者们 带来了些许生还的希望 努把力好像还不会死的样子 而这时候 在北洋和忍界联军那一边 将他们控制住的 数界降临数目 也好像是受到了某种操控 开始不断地翻滚 一边控制住众人 但却又将他们护在了内部 抵挡着外面 犹如台风过境一般的余波 两道巨大的威装 顶上画佛互相的碰撞 短时间内也完成了成千上万的轰击 各自都开始逐渐地军裂破碎 似乎这种强度的对刚 双方都无法持续多久 也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的人影却是突然出现在了 与至波班和初代两人的身侧 出现的没有丝毫仙照 毫无道理 但两人也都立刻反映过来了是什么 飞雷神 仙法 熔盾 螺旋玩手里剑 完全契合的连招爆发 让被威装 顶上画佛吸引到了注意力的两位大佬 也有些猝不及防 一击之下 两人都被轰爆了大半身体 轰入了下方 磕磕 哎呀 好像是我们输了 只剩下半边身体 正在会图转身特性下 进行修复的初代 看着旁边只剩下下半身 脑袋还没恢复出来 没办法说话的般哈哈大笑地说道 似乎对于胜负都并不怎么在意 而也逐步重组了身体的般 脸色却并不是很好看 自己和牵手铸肩 合力二对仪竟然输了 忍者的战斗可不分什么偷袭不偷袭的 对方赢了就是赢了 两人的落地 让花费了浑身解数 才从之前时间并不长的余波中 存活下来的清日同盟轮回者们 也是感到了异常的震惊 不是吧 两位王牌竟然输了 输给了对方一个人 他果然之前隐藏了实力 太过分了 而另外一边被吊起来的无影 以及知道这两位存在可怕的人 此时也是感到了一阵难以置信 就算是经历过云影被拆的四代雷影 也没想到那个与制波 越能够强大到这等地步 当初的初代和班可是人界的神话 而对方竟然以一己之力 破除了神话 控制着绘图转生的兜 此时也满是震惊之色 依然还是低估了这位师兄啊 不过 时间应该是拖延到足够了的吧 就在他想到这里的时候 一道流光从天边闪过 起初都还在天边 但下一刻便是拖出了一道空气气道 迅速地出现在了诸人的上空 手握黑色的膝杖 矗立在天空 身上穿着白色的六道羽衣 还有眼中的一眉轮回眼 是掌门 成为了十尾人助力的六道掌门 虽然八尾和九尾还没被他抓到 但利用金角银角和八尾的尾巴 也成功弥补了不足 被他制造出了相对弱上一筹的十尾 不过 虽然不如正版的十尾强大 但查克拉本质上却是相同的 而且算起来前面七大尾兽 都是近乎于完整的情况下 理应要比其他尾十尾更强 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天空 哪怕是初代和语制波般的气焰 好像都被压制了下去 天地之间唯有他一人 看来拖延的时间是足够了 控制着三代雷影的兜 此时也露出了笑容 让原本见到了初代河般失败 再次绝望的清日同盟 也若一次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天上这个 也是小的底牌吗 难道其实这一个 才是真正的幕后大boss 赶紧再回去一个 真正的大boss出现了 不是与制波般 在阵低声吼道 立刻又一位精锐轮回者 响应了使命 随后 在阵 王公公 海军的两位少将 都是不约而同地发出了 低沉如叶消般的笑声 再强又如何 让你横扫四方又如何 被你利用刷了几次任务又如何 终究 我们还是通过分析 占据了大事上的优势 占据了先机 通过预判 看出了小的潜力 站在了小的一边 又一次 嗯 怎么又是又 感觉好像哪里有点熟悉 不过这次不一样了 这次一定是 已经是板上钉钉地控制了局面 对方之前 也就是和那两位王牌 表现出的实力差不多而已 只是因为能力的 诡异技高一筹 占据了上风 终究还是同级别的 现在拖延了这么久的时间 出来了这么一个拉风的存在 肯定是明显要超过 之前两位王牌一筹的 甚至之前的王牌 也因为会图转生的特性 再次地复活了过来 已经找不到输的理由了 听到他说的没有 之前的初代火影和雨智波班 都是为了拖延时间 为了拖延时间啊 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何等的匪夷所思 别说他们的振奋了 就算是忍戒联军当中 也都是感到了心中的沉重 之前他们就判断出来了小 是在拖延时间 先是十万白绝 又是会图转生 现在很显然 是他们拖延时间的战术成功了 而且在一些知识渊博的老古董眼里 也能发现 现在天上那个人的装扮和历史记载当中的六道仙人 近乎于世一样 完了完了 他们已经成功了 这恐怕就是之前那神秘强者所说的十伟人助力 拥有着仙人眼的十伟人助力 这就是六道仙人在世 宇智波月 我成功了 绕是现在的掌门 看着那边的宇智波月脸上都还带着些许激动之色 我的十伟绝对要更加的强大 汇聚了绝大部分完整的尾兽 我会亲自向你证明 我才是对的 掌门看着前方刚刚击退了既有二人组的徐悦 显然也是想要急于证明什么 我会亲手击败你 然后放过你 让你亲眼见证我所创造的和平世界 那有些语无伦次的话没有丝毫掩饰地说出 听得所有人似乎都感到了有些茫然 看上去好像是对手 可怎么听起来不太像的样子 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问题啊 那个年轻人是得到了六道仙人的能力吗 他说话好奇怪啊 牵手住间也是两眼茫然 让雨智波般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相比来说 他倒是隐约能够理解掌门的一些心理想法的 没想到当初选择的这个漩涡一族的孩子 现在也走入了这种误区 不过怎么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 我还有一只轮回眼到哪里去了 而他这边的想法都还未消下去 另外一边的徐悦便也出现了和掌门近乎于一模一样的姿态 缓缓地升起漂浮在了空中 卧槽 我另外一只眼睛怎么在他那里 诸多轮回者 Sigma 某三人 Omega 蛋 第0934章 吻了 呵呵 我就知道有问题 所以这一次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攻击那些土著 在镇看着同样向着天空漂浮而去 完全一样装扮的徐悦 眼中也露出了杰斯底里的疯狂 呃 虽然是因为冲击太大 导致一时间忘记了 但这次没有在攻击土著被对方利用了 用脚都能想到 他之前一直都还没有露出这最强姿态 肯定又是有着那肮脏的想法 无耻 一旦自己是在那个最终boss出来之前 再攻击了土著 天晓得他又会不会搞来什么奇怪的攻击来阻止我们 让人唾弃 小王爷英明 之前劝说过载阵的一位轮回者 也是露出了感慨的表情 没想到 小王爷所担忧的竟然是真的 这家伙真是太不守规矩 太不按套路出牌了 为了迎头小利 竟然就不断地冒险留下我们 还是在这种未知的神秘空间当中 看看 结果玩脱了吧 陪了夫人又折兵 现在也先不急 先看看她的表演 再震双手环胸凝视着天空 两人都是相同的装扮 恐怕能力方面也相差不大吧 虽然嘴上这样说 但这位北洋巨拨的实力 的确是突破天际 恐怕就算是放眼全球 也能属于顶尖层次 翻手就能够将我等覆灭 华夏的确是人才济济 哪怕被压制了这么多年 也依然还是靠着人口基数 一个又一个地冒出了这等强者 最后只能靠土著击败她 否则毫无意义 丁 正在天空交流对峙的两人 也不知道 互相说了些什么 没有丝毫征兆的 突然同时消失 然后碰撞到了一起 和之前的三人大乱斗 那恐怖的战斗场景波及不同 此时双方的碰撞 竟然没有散发出丝毫的波动 可越是如此 单单看到眼中 却越是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悸 特别是双方背后那些黑色的球体 不断地互相碰撞 更是每一次都让人心跳漏掉一排 明明没有丝毫动静 也没有丝毫波动 看上去只是速度够快的流光而已 但却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湮灭质感 直到一个黑色球体被其中不知道是谁的一人 用黑色膝杖挡住打飞 落入了一座山体之上 看着那直接平白消失的缺口 也是终于让人有些明白了什么 看上去攻击平平无奇 微能不显 但却好像能够抹杀一切所触碰到的东西 没有强大忍术的华丽 但却是化腐朽为神奇 反扑归真 从其黑色的颜色来看 恐怕不单单是能够湮灭物质 甚至连能量甚至光线都能够全都化为虚无 越是这样平淡无奇的展示 也越是让所有观战者感到了害怕 就连初代脸上都露出了惊讶和凝重之色 这种攻击 我恐怕都没有太好的应对方法 喝肤浅 携视了初代一眼 与智波斑莫名就感到了一丝优越感 而这时天空之中也再次出现了声音 果然 虽然在量方面我占据优势 但这方面你的确也不在我之下 天空之中不断和徐悦对轰 招式能力各种相近的六道掌门 似乎是也反映了过来什么 随后竟然利用所有的求道欲 对徐悦进行拦截 短暂地和他分离了开来 但可惜 伪劣的终究是伪劣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实为所代表的真正意义 伴随着嘴里的咆哮 大地之上便开始浮现出一颗巨大的花苞 一种恐怖的气息 弥漫在了整片天地当中 这 其实才是真正的神术 四颗巨大的奇异球体 浮现在了花苞四周 是实为伪兽玉 四颗伪兽玉刚刚浮现 那所蕴含的恐怖能量 那种无穷无尽好似 能毁灭一切的力量 也让下方的其他人 都感应到了这一股暴虐的能量 W W卧槽 这是什么鬼东西 哪怕最近一直都在颠覆 对这忍村大战的认识 可为什么颠覆的速度要这么快 我们根本就适应不过来 我们是友军 是友军啊 云隐暗部部长 再次地抓住了 附身在三代雷影身上的 都不断地摇晃 而都也只是沉默不语 他虽然得到了许悦的提示 和大蛇丸大人 一起破译出了这了不得的秘密 但本身却也没有见到过 完全没有想到 会恐怖到这种程度 这种力量 如果对方愿意的话 恐怕足够毁灭世界了 这是 两人都拥有着这种层次的实力对吗 太夸张了吧 强行将部分神术召唤了出来 六道掌门也感受到了一阵异样的虚弱感 那是生命力流失的感觉 和教授给自己时的说法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过无所谓了 只要能够赢了眼前这个人 扑斥 可就在此时 他的胸膛便是被一道手掌所捅穿 趁着他利用囚盗狱全力抵挡徐悦 同时召唤部分神术的虚弱刹那 防御力最为薄弱的时候 确实被带徒抓住了 这有利时机完成了偷袭 并且还利用自己血轮眼的力量 将他带入了自己的神威空间当中 你 六道掌门侧头看着身后的带徒 脸上全是难以置信之色 为何刚刚瞬间 自己的力量全都消失了 抱歉啊 你的利用价值已经结束了 十尾不完整 强行召唤神术对人助力会有着巨大的负荷 也正因为如此带土 才是让掌门打头阵 利用给对方身上加的料 以及这防御力最薄弱的时机 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然后便是挖去了轮回眼 这个可装备式眼睛 塞入了自己空出的眼眶里 对方失去轮回眼 镇压开始抱走的尾兽力量 也被迅速地导入了体内 击败与制波月的人 是我 而也会由我来亲自主导这个计划 伸手将掌门甩到神威空间的地上 与制波带土抬手 便将八尾的痕迹也抽了出来 消失了这么久的时间 原来是和爵一起去寻找八尾人助力去了 并且也成功地得到了八尾的完整力量 画作的十尾人助力也更加强大了几分 随后 他便再次利用虚化的力量 重新回到了现世 站在了天空 以心六道的姿态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中 这种眼花缭乱的变化 让轮回者们完全是猝不及防 这是什么鬼操作 最终大boss被幕后大boss 偷袭夺取了力量 卧槽 再回去一个 这才是真的幕后大boss 逐渐反映了过来的亲日同盟 便是再度做出了安排 不过心中也稳了不少 开始看到那北洋巨波 与对方打得难舍难分 还感觉有些吓人 而现在这个明显比 刚才那个更狠了许多 嗯 现在恐怕也能够占据上风了吧 如果幕后大boss 还要更强一个层次的话 想到这里 不少轮回者的眼神 也都再次描向了 那被树界控制住的土著强者 不自觉地咽了口口水 这次 总不会再出现什么意外了吧 第0935章 没想到 带土君 没想到你 还是动手了 徐悦见到前方第一次正面 出现在自己面前 不再躲躲藏藏的带土 也似乎是 发出了些许叹息的声音 呵呵 没错 是又一次站在了你的面前 而这一次 我也是有了十足的把握 才站在这里的 看着前方的徐悦 与制播带土的眼中 也充满了复杂的神色 而天空中 两人没有掩饰的话语 也落在了下方所有人耳中 卡卡西更是完全难以置信 哪怕失去了全身力量 被控制住了 都不由叫了出来 带土 你没死 你这是在干什么 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会是带土 怎么会 带土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一定是假的 是冒充的 本来轮回者们都还在奇怪带土是谁的 但听到了卡卡西的话后 所有人眼中也出现了一丝恍然 等等 卡卡西的血轮言 好像就是来自于一个叫做与制播带土的家伙 是个与制播一族的吊车尾 纯纯脆脆的背景版角色 结果原来这个人才是幕后大boss吗 哈哈 他透露出了这么重要的信息 赶紧再回去一个 哪怕我们这次团灭在这里都是血传 清日同盟的轮回者们 脸上全都露出了振奋的神色 没想到啊没想到 这幕后大boss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带土 名字只是一个称呼而已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所谓的希望可言 而我也将重塑世界 形成一个真正完美的世界 与制播带土听到了下面卡卡西的呼喊 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一直盯着前方的徐悦 怎么样 与制播月 我再给你一次加入的机会 以你的实力 也的确有资格 配合我一起启动月之眼计划了 然而他的话才刚刚说完 整个人便是突然急速到飞坠落而下 直接轰中了下方 准备再一次对人界联军动手的轮回者们 而这一次和前面一直柔柔和和的并不太相同 仅仅带土的一次高速坠落 因为带出的速度和力量形成的冲击 就出现了清日同盟大片轮回者的死伤 死状凄惨 没大没小的 要叫前辈 站在空中与制播带土原本所占之位 徐悦的表情也显得很是平静 刚刚轮回者们对剧情人物动手了 但 这次再也没有触发任务了 恐怕是已经触发了空间的反喜钱机制 因为清日同盟的轮回者们 大多数也已经逐渐明白了自己在利用他们 在双方主观意识上都已经同步的情况下 任何可能导致刷钱的行为都会被制止 哪怕没有提前商量 仅仅只是知道和默契都不行 就像自己故意让他们触发自己的触发任务 然后回头故意失败 也无法让他们得到奖励也是一样的 既然如此 那也的确也不用太在意这群家伙的小命了 最后能够活下来的人再给一次选择的机会就是 而之前出场霸气无比的带徒 近乎于瞬间便是被击溃 击倒在地 还顺势地抹杀了不少队友 这落在清日同盟的轮回者眼中 也是完全地无法理喻 目瞪口呆 不是吧 这次过分的有点过头了好不好 前面明明每一次都是拿出很勉强的样子 好像是好不容易才就下来的 但这一次的动作也太过火了 卧槽 有没有搞错啊 这不是幕后大boss吗 完全没有胜算可言 完全没有看到希望 不说清日同盟这边的轮回者们 崩溃而绝望的内心 哪怕是北洋这边的友军轮回者们 内心也都是崩溃的 有没有搞错啊 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 那我们被吊在这里这么久 又是为了什么 怎 怎么可能 同事实伪人助力 自己还是已经接近于完全体的实伪 但却被对方一击击溃 之前一拳下来 他甚至感受到自己体内的伪兽力量 都要被打出去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力量 为何会有这等差距 扑啊 亮呛着站了起来 与制波带土不由再次吐了口血 感觉力量暴走 有点镇压不住了 自己辛苦这么久 准备这么久 算计这么久位的又是什么 这时他抬头 也看到了对方另外那一支之前 被发烧遮挡的诡异眼睛 一支神秘朦胧的眼睛 虽然形象完全不一样 但却明显地让人感觉到 这丝毫不比旁边轮回眼要差 这就是双方力量差距的原因吗 那是 转生眼 六道仙人弟弟的眼睛 由白眼转化而来的另外一种仙人眼 徐悦轻描淡写地开口道 让本来就心生绝望的 轻日同盟轮回者们也再次心中一动 然后在在阵的手势之下 再次偷偷地回去了一个情报员 是啊 之前不是已经说了吗 哪怕我们全都死在了这里 靠着这种劲爆的情报也是赚了的 结果那家伙膨胀的厉害 竟然随口又说出了如此重要的情报 呵呵 哪怕现在就当场被你打死在这里 我们也已经无所畏惧了 借助这情报 投入足够的资源 说不定我们能够制造出一个和你一样的强者 就底蕴和积累来说 不管是蜻蜓还是日国都是要远超北洋 你们能做到的 我们没理由不能做到 甚至能做得更好 感受着身体的震荡 感受着体内查克拉的暴动 代徒也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然能够强到这种地步 此时 体内庞大的查克拉反倒是成了一种负担 毕竟他只有一枚轮回眼 而且这枚轮回眼还并不属于他 不过终究自己也还有着自己的优势 伴随着一声咆哮 大地之上那原本冒出的花苞 便好似受到了什么力量的催化一般 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暴走的力量全被注入到了神术当中 一颗直达天际 顶天立地的巨木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中 哪怕是一路起起伏伏 受到了如此多熏陶的轮回者们 此时都依然还是感到了新的意外 没想到一击被击退的这家伙 竟然还有着后续手段 不愧是幕后大boss 只是就在此时 再次强行催化了神术 想要将神术吸入体内 进行稳定的与制波带途 还没来得及进行下一步动作 却是发现自己忽然无法移动了 却是黑爵已经依附到了他的身上 你要干什么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竟然被黑爵控制住了 带途也是又惊又怒 当然是榨干你的利用价值了 神术可不能给你 黑爵的沙哑声音发出 下一刻带途便自己完成了手中的结印 外道 轮回天生之术 原本和初代 正在旁边观战的与制波般 身上的绘图便犹如纸片一般的纷飞 眼中原本的纸片 轮回眼也一一剥落 与此同时 被控制住的带途 也再次用出了血轮眼的虚化能力 将自己和与制波般 同时带入了神威空间当中 又一次似曾相识的画面闪过 所有轮回者心中 也出现了一丝明雾 看来 幕后大boss也要换班了 要换成终极大boss了 没错 其实终极大boss 还是与制波般 第0936章 接受挑战 真是要感谢你 不然我恐怕还得自己想办法来削减带途的力量 重新从神威空间当中出来的与制波般 换上了轮回眼和带途的血轮眼后 也完全转化成了六道般的形态 看向徐悦的眼中 依然还是充满了他的傲天气息 和带途不同 与制波般是轮回眼的真正主人 能够发挥出完全的力量 现在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你的那只眼睛其实也是我的 与制波般很是平淡地说道 随后将自己的计划徐徐到来 布局多年 算计一切 在年老体衰的时候将轮回眼找到了暂时寄放之处 就是为了等到现在的复活 而此时计划也已经成功了大半 与制波般一直在这边滔滔不绝 完全忍不住自己的嘴巴 听得清日同盟的轮回者那是如痴如醉 转了转了 这个忍村大战的终极boss可真是大好人啊 不单单帮我们对付了北洋的人 而且还会透露出这么重要的情报 哈哈 原来 这就是你的力量来源吗 那真是抱歉了 马上 那也将就会是我们军团的了 班 牵手助肩 见到与制波般的变化 哪怕在会图转生之下 也依然是面色凝重地开口道 只是因为处于被引导控制的状态 他也只能开口 而不能做出什么 随后下一刻 他便是被黑棒贯穿了身体 定在了原地 助肩 你的气量也仅限于此 随后 与制波般便是将视线停留到了徐悦的身上 面带张狂地说道 那么来吧 让我看看你到底能够发挥出多少轮回眼的力量 让我看看你那所谓的转生眼是否能有轮回眼强大 又让我看看你的时尾和我的差距 扑 可话都才刚刚说完 他脸上便被徐悦一拳打中 整个人都在天空当中倒飞了出去 完全没有意料到徐悦的速度 这并不是飞雷神 飞雷神的启动自己一直有盯着的 不会给他机会的 这完全就是纯粹的体数和纯粹的速度 白色羽衣之下 红色的蒸汽从徐悦身上散发而开 停留在之前与制波般的所在之处 八门顿甲之阵 红色蒸汽 很好 然而 依然还是话都还没说完 便是直接被徐悦完全轰飞 不断地在天空之中乱窜 打飞的速度 还没徐悦移动的速度快 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活靶子 这时候被抽干力量 完全无法动弹的凯 也是惊声说道 是八门顿甲之阵 开发极限透支生命的禁术 用完之后越会死的 该死 一边说到这里 他一边也想要挣脱 然而 浑身的酸软 查克拉空空 却是没有丝毫的办法 只能在地下眼睁睁地 看着天空之中的战斗 只是他这边的话 却是再次让所有的轮回者 都竖起了耳朵 本来看到这终极BOSS被打得乱飞 而心中沉重的轻日同盟轮回者 顿时一下就松了口气下来 没想到啊 没想到 竟然是一种会带来死亡的能力 看来应该是这终极BOSS的实力 超乎了他的意料 逼得他只能拿出这种能力了 当然 既然会用出来 很可能对方应该还拥有着类似于重生十字章这种 可能当场复活的道具 但这种道具绝大部分当场出来都会受到巨大的负面效果 就算击败了这最终大BOSS 回头恐怕还反过来会为我们制造一次机会 而且 哪怕真的最后我们失败了 这不是又从这些大嘴巴吐住嘴里得知到了一个新的重磅消息吗 放心 我懂的 又一位精锐轮回者含笑地掏出了卷轴 哼 这次任务到了现在 也的确是起起伏伏 让我们心脏都受不了了 但同样的 也因为一波又一波的情报冲击 让我们变成了哪怕全都死回去 都已经能够大赚的程度了 只要能够花费大代价 培育出一到两个这等强者 我们的所有牺牲也都将会是值得的 还能够得到军团的超高奖励 甚至有可能被选择进行培养的人还就是自身 你赢得了现在 但却输掉了未来 然而就在此时 血色的蒸汽覆盖了徐悦全身 并且喷涌地朝着四周覆盖而去 血色长龙拔地而起 哪怕是早已有心理准备 随时可以慷慨赴死当场去世 轻日同盟的轮回者们 也依然是感到了再一次的三观刷新 不是吧 按照麦特凯的话 这应该是体数吧 谁能告诉我 体数为啥会变成这样样子 叶凯 哪怕是六道班 见到了徐悦当前的一击 也直接嗅到了死亡的威胁 对方也有着和自己一样的模式 但却反过来纯粹用体数达到了这种高度 是不是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 但面对这一击 已经被打得稀里哗啦的般 也完全没有放弃的意思 虽然囚盗玉已经跟不上自己被打飞的速度了 但手中的膝杖还是能够勉强挡在前方 只是和凯不同的是 徐悦本身现在也是处于六道模式当中 他同样也有着与对方同源的东西 咔嚓 这股蛮横的力量之下 拳头上覆盖了一片黑色的徐悦一击 便将那坚不可摧的膝杖轰成了两截 没有丝毫悬念地命中到了班的身上 轰 除了脑袋外 班的整个身体都被完全地轰散 没留下丝毫痕迹 哪怕是堪比六道仙人的身体 也依然好似指弧的一样 而整个脑袋也被这轰击的余波炸飞了出去 如果不是现在的六道模式 都已经可以宣布死期了 啊哈哈 哪怕只剩下一只头颅 与制波班也依然狂笑了起来 好像刚刚打到的不是他一般 就战力而言 与我交过手的人当中 没人比你更优秀 我与制波班愿意称你为最强 一边咆哮着 他脖子以下的部位竟然开始凭空汇聚 凭空生成 好似不死之身一般再次地开始了生长 这种变化看在所有人眼里 都是完全地无法理解 不是吧 只剩下一个脑袋了都还能活过来 实力强到吊炸天 足够毁灭世界了 本身还有着不死之身 可这样的人依然还是被对方捶爆了 那红色争气也太可怕了吧 他没有继续追击 恐怕也是副作用要反噬了 没错 我们应该也是还有机会 远远看着那再次由森林变成了峡谷的战场 今日同盟心底灼一次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双修长手掌 却是捏在了与制波班那浮空的脑袋之上 完全没有人发现 那道身影是如何出现的 就连与制波班都感觉到了有点猛逼 只是他没有脖子了 脖子还在生长 连回头的能力都没有 但既然能够看到前方红色蒸汽正在减缓的家伙 那捏着自己脑袋的人并不是他 那又是谁 别看自己现在只剩下了一个脑袋了 但就算是牵手助肩没受到控制 以他的实力也不可能接近自己 到底是谁 不知道能够对我有什么评价 沙雅却充满雌性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一只手便是伸入了他的眼眶 将他的轮回眼直接扣了下来 而这时候 轮回者们和忍戒联军的所有人 也看清了来者的相貌 身上同样有着类似于双方的羽衣 眼中也是一枚轮回眼 只是那轮回眼稍微与他们两人有些区别 里面还有着六枚勾 来者的相貌也同样有许多人熟悉 是大蛇丸 第0937章 幕后黑手 我曹 我眼睛花了 大 大蛇丸 你嘛 坑爹的呢 不管是哪一边的轮回者 见到大蛇丸抓住了与之波般的脑袋 然后堂而皇之地扣下了眼睛戴上了之后 也都是满脸猛逼之色 他们认可大蛇丸很强 甚至之前青日同盟 这边与都公太郎带着一群精锐轮回者 都见证了大蛇丸 击杀土肥原贤二了 土肥原贤二可是老牌的资深乱入者 比在座的各位都强 甚至一个人挑战无影 可能都能全部牵制住 有着这一份实力 他们也都认可大蛇丸 作为以前大boss的身份 只是这不到一天的时间 各种神仙一个个地跳出来 从大boss到最终boss到幕后boss 再到终极boss 现在怎么又跳回到了大蛇丸身上 原来如此 原来他一直都隐藏得很好吗 一直都躲在角落里狗着 等待着眼前这最佳的时机 不用想了 现在与之波斑的眼睛都被扣下来了 boss身份又要换人了 由终极boss与之波斑 换成了纠极boss大蛇丸 快 再回一个 又换了 收到 一位精锐轮回者凝重地点着头 然后也默默地消失在了原地 这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你们一次性搞完好不好 我们心脏快爆掉了 大蛇丸老师 身上红色气流已经散去 看着前方安装了斑的眼睛后 同时拥有了两枚轮回眼的大蛇丸 徐悦也是很自然地笑了笑 我在旁边观察了很久 一直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而且你一直的表现也证明了我的看法 将眼睛安装上去 而后将与之波斑体内的食尾也吸走 然后将它恢复了半边的身体 丢到了牵手助肩旁边后 大蛇丸带着那独特的笑容 继续用那磁性的声音说道 每一次你看似到了极限 但总是能够再次拿出新的底牌 甚至之前与制播班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我 也依然被你打成了这样 但现在不同了 我得到了两枚轮回眼 而那石碑上的内容 我也同样看过了 自从自己的弟子超出了掌控之后 大蛇丸一直都是想要避而不见 前一段时间认为可以一战了 但被对方的石尾仁助力狠狠地教训了一下 而现在却不同了 先是他用出了那负荷极大的八门盾甲之阵 哪怕强行用六道肢体扛着 负担也绝对不低 从自己能够从容 夺取轮回眼 夺取石尾 而他没有阻止的情况上来看 就能够完全看出来了 反过来 自己得到了另外一枚轮回眼 同时还得到了近乎于完全体的石尾 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另外一边在地上面所有人也都在消化着大蛇丸言语当中所透露出的消息和内容 特别是青日同盟这边还在不断地利用频道讨论着什么 嗯 没错 看上去大蛇丸好像不是小这边的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们现在也已经转了 只要大蛇丸能够解决掉对方 我们还能转得更多 哪怕最后我们也死于他手 也完全无所畏惧 还在被黑棒插着的牵手住肩 看着掉在自己眼前 恢复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的与直播班上半身 也是自嘲地笑了笑 班 看来你当初咬我咬了一次狠的呀 依然还仗着从初代身上得到的仙人体进行恢复的般 也是再次用剩下的带徒眼睛瞪了他一眼 闭嘴 这一次自己恐怕是真的输了呀 没想到竟然栽根头到了这后背的手上 没理会下面其他人的各种想法 收拢了全部红色血雾的徐悦 看着前方满脸自信的大蛇丸 也是露出了一种微妙的笑容 大蛇丸老师 看过石板的你应该也知道 想要完美达成 最后目的的话是必须要有两眉轮回眼的 徐悦悬浮在空中 用一种闲聊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说道 在其他人眼里 他好像是准备利用谈话来拖延时间 拖延时间来进行恢复 不过大蛇丸同样作为骄傲的标准反派 他肯定也是会给予足够的交流嘴炮时间的 这是自然 几次机会你没能抢到轮回眼 这就是你的失败 否则 我也不能笑到最后了 你是输在了你的大意和自大之上 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年轻吗 或许吧 徐悦也并没有否认 耸了耸肩 似乎是有些无奈的样子 但我没有抢轮回眼 最主要的 还是另外一只眼睛我已经选好了 没必要再来一只了 所以月之眼计划 也一定要由你们来执行 他的话 让大蛇丸稍感不适地皱了皱眉 再度回顾了一下 自己是否漏掉了什么 但现在眼睛都到了自己身上 大部分的食尾力量也在 的确是没有遗漏了 才是 既然要你们执行 那自然还是要两枚轮回眼 可是我这枚又无法给你们 所以自然也只能考虑另外的那一枚了 说到这里 大蛇丸的脸色也稍微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 虽然他不愿意承认 但告诉自己那些秘密的人是对方 帮助自己吞噬了佐助力量 得到了那一份隐藏查克拉觉醒了轮回眼的人 也是他 而且他的确放过了自己很多次 完全看不出原因 看不到理由 之前的确是怀疑他是想要借助自己一起来对抗小 来对抗小的轮回眼 来对抗小那夺取了大部分尾兽的力量 可很明显 之前的战斗似乎又并不是这样 按道理来说他的确没理由给自己这样的机会 不管你怎么说也不管你有什么计划得到了整个世界最强力量的我 现在也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六道大蛇丸也重新平复了心绪 镇定了起来伴随着他的抬手 神树的树顶花苞也展了开来 并且继续地朝着天空延伸 似乎是准备对准月亮来点什么 仙人眼 仙人体外加十伟人助力 自己现在才是整个世界最强的力量 面对大蛇丸的话 徐悦并没有多少否认 看着他在自己言语制造出的压力下 开始加快步伐 打开花苞 准备施展月之眼 在月亮变成了血红 上面开始投影出轮回眼的倒影 而大蛇丸也准备去吃掉神树的时候 徐悦才是再次开口道 大部分老师是没有说错 不过需要稍微更正一下的是 话音还未落下 在大蛇丸抵达神树顶端的时候 徐悦便是伸出了手指 隔空一点 一道无形的划痕 便是直接贯穿了大蛇丸的胸腔 没有丝毫反应 亦没有丝毫抵挡 只是人界最强 完全贯穿之后 后半句话才是落入了所有人的耳中 低头看着胸前被贯穿的伤口 感受着完全被钉在空中的封锁 大蛇丸眼中也是充满了难以置信 这算什么老子的人界最强 竟然无法挡下一击 状态太好也不行 必须要给他出来的契机和机会嘛 你说是吗 后一句 徐悦便是对着已经被抓在了手上的一团黑影说的 正是黑绝 想要救出你的母亲吗 那就快去吧 大蛇丸被一击贯穿 直接钉在了空中 好像丝毫都一动不得 下一刻便是见到徐悦甩了一团黑影 丢向了自己胸前的伤口 同时耳中也再次听到了徐悦的话 那个 其实石碑上的内容是假的 都是这个黑乎乎的家伙篡改的 从一开始 你们所有人所执行的 其实也就是他的计划而已 他才是幕后黑手哎 第0938章 没搞错 黑绝此时的内心是茫然的 怎么回事 我怎么突然就到了与制波月的手上 还有自己怎么朝着大蛇丸飞了过去 好吧 本来大体上的确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的 只要能够完成月之眼计划 其实是谁完成的都无所谓 哪怕是与制波月都可以 可一路对到现在 与制波月都丝毫没有夺取 剩下那一枚轮回眼的意思 这种情况下 自己也不得不在带土被打爆的时候 控制住他 继续让与制波班上场了 相对来说 这应该是最稳的 他实力又强 经验也丰富 还是轮回眼的原本主人 配合上接近于完全体的实位 理论上应该是完全碾压与制波月才是 只是没想到的是 靠着八门顿甲之阵 与制波月却是把班打成了这个样子 好吧 到了这里 其实也无所谓了 八门顿甲之阵自己知道 其实也就是瞬间的闪光而已 与制波班虽然被打爆了 但能够迅速快速恢复 然后让他收尾 回收对方的轮回眼 完成计划就好了 可后面跳出来的大蛇丸 着实是让他两眼猛逼 怎么莫名其妙 多出了一枚轮回眼啊 不过他反应还是很快的 很快明白了 这是自己侄子的转世查克拉 没想到竟然在佐助身上 而且还被大蛇丸得到了 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相比于其他人来说 他可是一点都不相信 这个喜欢研究一心钻研的大蛇丸 可万万没想到 却真的是让他先得到了两眉轮回眼 以及趋近于完美的实位 成为了最合适的目标 可惜 自己缺少着偷袭的机会 就在他不断地思考 应该如何利用眼前的局面之时 那在自己看来都应该是得到了最强力量的大蛇丸 甚至都还没出手 便是瞬间便被宇智波月解决了 没错 是瞬间 没有丝毫反抗能力和反抗余地 好像他的力量在其面前 和寻常下人甚至是普通人都没什么差别 就算是见多识广的自己 都是完全无法理解 然后自己就莫名其妙到了宇智波月手上 然后莫名其妙地被丢向了大蛇丸 然后莫名其妙地落在了他被击穿的伤口之上 大蛇丸也莫名其妙地无法动弹 莫名其妙地自己就得到了这天赐良机 然后自己就顺手顺着伤口捅了进去 将自己与母亲的联系灌入了其中 而直到此时 自己才听到了宇智波月后面所说完的话 什么 他知道石碑上的内容是假的 他甚至知道母亲的事 他知道自己的计划 这怎么可能 不过感受着那传递而来的力量 很快黑爵心底也稳了下来 不管如何 自己的计划也已经成功了 母亲马上就要降临下来了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 看来 我的确也是小看了你 宇智波月 黑爵一边说着 一边也看向了旁边的大蛇丸 但你终究还是无法理解母亲的强大 也终究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一圈圈古怪的囊肿从大蛇丸伤口当中冒出 犹如橡皮泥一样 反过来将大蛇丸整个地吞噬了进去 让江应无法动弹的大蛇丸眼中 满满都是难以置信的 自己准备了这么久 准备了这么多 到头来竟然还是一枚棋子 成为了他人的嫁衣 怎么可能 没想到啊 只是伴随着囊肿的扩散 他的头颅也一起被包裹了进去 在天空当中形成了一道球体 看得下方的所有人再次使集体当机 好熟悉的画面 不要想了 这纠集boss又要换人了 要从纠集boss换成纠集幕后boss了 有没有搞错啊 一个捅一个 boss变更速度 战力上限提高速度远远超过了承受能力 原本号称人界巅峰级别的 无影都一直都在旁边打着酱油 变成了小兵 低于无影的甚至连小兵都算不上了 完全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凋点 却屁致连差好不好 还有 虽然不知道这纠集幕后boss到底是谁 实力怎么样 但刚刚来说 那个北洋巨峨是一鸡鸡穿了大手玩吧 的确是只用一鸡是吧 是吧 没看错吧 看得让人恨不得自挖双目啊 大家不要慌 反正我们也已经没戏了 多活一秒转一秒 多带个情报 就是转一个情报 不知不觉当中 年轻日同盟其他轮回者 也逐渐向着与都公太郎的态度靠拢 逐渐灵化 莫名其妙 变得越来越淡定了起来 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也成长了好不好 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再动摇我们的内心了 现在 就看看这最后出现的是谁吧 就算是一乐拉面的店长 都能够轻松接受 雪白的长发爆出 脱坠而下 那大蛇王画作的球体内外反转 一位美艳圣洁的身影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中 卧槽 究极幕后Boss竟然是个女的 到底是谁 查克拉的始祖 六道仙人的母亲 灰叶鸡 身体已经重新长出来了的与之波斑 此时用咬牙切齿的声音说出了这句话 如果不是自己被阴了的话 那现在成为她的饲料被她占据了身体的人恐怕就是自己了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狗屁的月之眼计划 狗屁的自己的意念 都是黑绝那家伙搞的鬼 原来都是她的阴谋 没想到这么多年 自己都走入了歧途 自己错怪了住坚 反倒是一直辜负了她的期盼 想到这里 与之波斑也是神色复杂的 回头看向了被自己插在地上的牵手住坚 看着斑回头看自己 初代愣了愣后 也是露出了招牌的傻笑 完全不知道班的意思 不过这时候只要微笑就好了 随着与之波斑的解说 所有人也都明白了灰叶鸡的来历 亲日同盟的人也都是冷笑了起来 很好 开始看到对方一击击败了大蛇丸 还真让人有些担心的 但现在看来应该是多余的了 这个女人是查克拉的十足 一届最强 终于出来了吗 灰叶鸡重新回归人界 感受着自由的芬芳 眼中也不知不觉地流下了泪水 明明什么都没做 只是站在了空中 但却莫名给了所有人一股巨大的压力 母亲要小心 那个人虽然是协助了将母亲救出来 但她很强 强得过分 不能大意 黑爵这时候 也缩入了自己母亲的袖子里 对灰叶鸡进行提醒道 而从脱离封印重回自由当中 回过神来的灰叶鸡 也已经抬头看向了前方的徐悦 发出了一声轻笑 自然不会大意 当初她给我留下的印象 可是很深的 什么 留下的印象 这不是查克拉的始祖 早早就被六道仙人兄弟封印了的存在吗 为何她也认识那家伙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什么 第0939章 肤浅 面对诸多轮回者的猛逼和疑惑 也就是张作霖 他们三人依然还是满脸的淡定 一副见过大场面的样子 好歹也是双方的领队了 他们的淡定态度 多少还是让轮回者们平静了下来 逐渐灵化 不说轮回者这边了 就算在灰叶鸡袖子里的黑绝 也感到了有点大眼瞪小眼 原来是母亲认识的人吗 所以才把母亲就出来的 搞了半天原来是自己人啊 而且看母亲这少有流露情绪的态度 莫非 再看向那边的语制波月 就连黑绝也感觉 她有点眉清目秀了 不过下一刻 徐悦的话便是打消了她的所有想法 出于尊敬 我允许你将全部的能力使用一次后 再由我来重新封印 看着前方千呼万唤使出来的灰叶鸡 徐悦也是抬手表示了请的手势 这种态度和话语 也明显是表明了敌对的立场 刚刚出来就说要再次封印 这显然也是戳到了灰叶鸡的逆鳞 很好 你的实力我是认可的 所以对付你我也必然会全力以赴 神术界降临 完全有别于寻常术界降临的使用 以那孤零零的神术为中心 瞬间便是散发出了无数的枝条 朝着在场的其他所有人包裹而去 并且同时蔓延向了忍戒联军的大部队方向 要全力以赴 当然要将查克拉集中起来 查克拉本就是一体的 本就全都是我的 卧槽 怎么先对我们动手了 这是什么鬼东西 北洋这边的轮回者还没觉得什么 他们本来就已经被抽干了 但青日同盟这边也很快步入了他们的后尘 而且还是化作残勇一般地被吊了起来 只露出脑袋 哪怕没有施展出无限阅读 也是利用物理手段将整个忍戒都与自己连为了一体 天之欲中 刚刚吞并了忍戒之后 灰叶基便是拿出了他的独特力量 相比于其他人的六道模式不同 灰叶基自己可是有着六个独立空间的 每个空间都是一个世界 都是属于他的主场 为了将自己的最大力量发挥出来 他也自然而然地要在自己的主场作战 一瞬间 整片天地便是斗转星移地变化了起来 化作了一片冰雪世界 正是他所掌握的六大世界之一 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最强力量 他将神术以及被神术吊着的补品也全都拖了进来 共杀灰谷 尸骨脉的终极能力爆发而出 所有碰到灰谷的存在 都将化为腐朽 直接凋零 所以被徐悦随手拍飞 撞到了清日同盟当中的灰谷 便是当着他们的面将被命中的队友化作了灰烬 消散一空 八十神空击 配合白眼的最强绝技 混合七种查克拉的血迹网罗 以仙道之力撼动天空 攻防一体 拍飞 又一票清日同盟化作了尘埃 膨胀求盗域 和求盗域拥有着相同属性 能够湮灭抹杀一切 无限膨胀 甚至能吞噬世界 毁灭世界 不断放大的黑球 以及与之前那小黑球 一模一样气息的感觉 让剩下被绑住的清日同盟轮回者们 也是呜呜地不断挣扎 能够接受死亡是一回事 但你能不能干脆点 后悔啊 没想到会反过来被有军束缚控制住 不然早点自裁算了 不过被这个打过来的话 那显然也没有以后了 隐约他们对于这能够毁灭世界的能力 也感到了一丝丝期待 与前面两次试探不同 这一次明显是来真的了 这种灭世级的攻击 就算是对方恐怕也挡不住了吧 我说过了 冲击量也就是人界最强 看到灰夜机也拿出了压箱底的能力 徐悦也觉得在他身上的分应该也差不多了 而我也差不多要反击了 话音落下 整片冰雪世界便开始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好像很快就要崩塌一般 随后一片朦胧的世界投影 在徐悦背后逐步地浮现了出来 咔嚓 完整的冰雪世界瞬间破碎 犹如玻璃碎片一般的碎末不断地朝着徐悦背后的寒冰神国投影坠落而去 被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完全吞噬 而那号称能够灭世的膨胀球盗域 也被徐悦摇摇虚握 隔空拖在了上空 随后 犹如黑洞吞噬恒星一般 反过来 划出了一道黑色的线条 稀溜地投入到了背后的神国投影当中 越来越小 直到消失不见 等等 你这是 灰夜姬知道徐悦很强 所以 她才准备拿出自己的最强底牌来应对 可没想到 才刚刚热身完毕拿出了真本事 下一刻便是毫无悬念地被直接破除 甚至她好似连手都没动 砸巴了一下嘴巴 徐悦也觉得味道不错 灰夜姬论体量来说 几个世界还是比较完整的 相当于 吞噬了一个小型世界一般 而这种小型世界 她还有五个 拿不拿出来 可是由不得你的 论空间权限的操控和使用 我可是远远凌驾于你之上 伴随着徐悦的一个响指 下一刻四周的世界便从破碎的冰雪世界变成了一片熔岩 随后再次破碎被完全吸收吞噬 住手 再次破碎 你这个强盗 又一个 骗子 你故意骗我出来 再一个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打个宝格 这种反复的空间变化一直进行 总共进行了六次 最后一次破碎之后 便是再次回归到了人界的原本世界当中 嗯 这里可不能吃了 我得留下来的 一口气吃了个饱 心满意足之后 徐悦也是将背后的神锅投影直接挥散 而连续失去了自己六个世界的灰叶机 此时也是泪眼婆娑 双目茫然地漂浮在了空中 满脸都是委屈的神色 在她衣袖里躲着的黑绝 那一张看不到表情的黑脸上 都是露出了双目滚圆的猛逼表情 等等 刚才发生了什么 母亲是成功被救出来了 但这才刚刚被救出来 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好像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而一直被神树吊着的所有人 也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天空中 不断变天发生的场景 斗转星移 昼夜交替 相比于眼前的场面 那些大boss不断变化带来的冲击 算得上一个屁啊 这个查克拉的十足 能够制造小世界的大能 出场逼格强无敌 拥有毁灭世界之能的恐怖 纠集幕后boss 竟然像是遭遇强盗的小姑娘一样 连自己的世界都被抢掉了 多少也是有资深乱入者了 当然是明白 能够独立制作出六个世界的boss可怕程度 可现在 这六个世界 却反过来 被那个北洋的怪物给吃掉了 一个接一个地吃掉了 好歹前面的变化勉强 还是能够推测一二 boss换得勤快 上线提高得够快 好歹也是属于能够理解范围的 但这一下 却是连理解都无法理解了 只知道不明觉厉 卧槽 我们要回家 拜托你赶紧结束好不好 对比于其他轮回者的反应 张作霖依然还是一脸的淡定 没见过世面的东西 真是丢人现眼 旁边满脸木然的曹坤 也是转头看向了张作霖说道 这场面你见过吗 没有 不过不也正常吗 被吊起来的张作霖 依然还是无所畏惧 连带着曹坤的表情 也逐渐灵化 想想 好像也是哦 没什么大不了的吗 而且 莫名其妙的 看着那群青日同盟轮回者们 一惊一乍的样子 就多出了些暗爽 之前被迫签订的耻辱协议 好像也算不得什么了 真是肤浅 第0940章 凉凉 这 这 现在怎么办 与督工大人 虽然早就失去了反抗能力 而且也早就有了赴死的决心 可到了现在 青日同盟的人 依然还是感觉到了茫然 感觉有些不对劲啊 现在已经不是如何回去 利用这情报刷好处的问题了 而是对手有着如此强横的怪物 我们拿什么赢 不是说这次任务空间 而是说以后 未来 这是完完全全地打穿了呀 不要心急 难道心急就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吗 不能 所以保持一颗平常心是很重要的 同样是被吊着 但与督工太郎 却是一脸的风轻云淡 此时天空之中 已经将要吃下去的都吃了 评价感觉也刷得差不多了的徐悦 也准备完成任务的最后步骤 自己的驻地任务是要求最终一切调回来 那毫无疑问 最后依然还是要将灰叶机封印好的 六道仙人都能够做到 对于自己来说 当然是更加没问题了 别说封印了 他们无法击杀的灰叶机 放在自己眼里 也并不是不能抹除 还有什么话想要留下吗 看着那边委屈巴巴的灰叶机 徐悦也算是绅士地询问了一下 不过只换来了那一双清澈的白眼 那应该是不需要说什么了 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讲道理的 那么回去吧 抄地暴天星 伴随着灰叶被封印 被重新送上天 那被神术界降临所控制住的所有人 也都松开了束缚 都坠落在地 结束了吗 没想到啊 包括初代和无影在内的人者们 此时脸上也都露出了感慨而复杂的表情 北洋这边除了张作霖和曹坤外的其他人 也是感到了有些恍惚和茫然 但清日同盟这边 便是再次心中移动 很好 精锐轮回者能够回的都集体回去吧 这里留下我们就是了 在阵有些叹息地说道 乱入者的逃脱卷轴出产较低 很稀有 在这种时候能省点就省点了 从性价比的差距上来说 通常使用逃脱卷轴主要也是为了情报而已 要知道敌人是谁 是栽根头到哪里 现在情报由精锐轮回者带就够了 就由我们来看到最后吧 这一次都被打通关了 总不会还有什么变故吧 伴随着一位为精锐轮回者的消失 现场最后还剩下了清日同盟 剩下的资深乱入者和乱入者 以及没有离开的十来位精锐轮回者 看着那十来位不愿意离开的日国轮回者 在阵也是感慨地开口道 你们帝国的武士道精神培养 的确是让人叹为观止 精锐轮回者的死亡可就真的代表着死亡了 这种时候都还有这么多人愿意留下来共存亡 云引暗部部长此时脸上也带上了些许感动的说道 是啊 都是帝国的栋梁 所以在没有必要要求的时候 你们还是都回去吧 这一次北洋出现了这么一个怪物 但我们也不亏 所以你们是带着荣耀回去的 去吧 回去吧 不要白白牺牲 只是那被留下的十几位精锐轮回者 却是齐齐摇头 摇得和电风扇一样 看得云引暗部部长和另外那位海军少将 两人都是既生气又感动 我们帝国还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你们怎么能够如此的鲁莽 我们留下来 其一是我们有重生权限 其二是要带回去的消息 已经带回去了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新的机会 但你们却不一样了 另外那位海军少将 也是一脸的痛心疾首 既欣慰又恼怒 看到他们依然还是摇摆着脑袋后 便只能立声说道 你们的命并不是属于你们自己的 是属于帝国的 不能就这么死在这里 趁着他在封印揪集幕后 BOSS的时候快走啊 走啊 这是命令 否则我便以帝国少将的名义 剥夺你们的身份 哪怕是死 你们也不是为帝国尽忠 是懦夫的行为 这种让人感动的画面 落在了在镇和王公公眼里 也是让眼角出现了些许湿润 真是一副感人的画面 如果我大清也有这样的有志之士 这样的有志之士能够多一点 何距他北洋 本来吧 也算是有了个台阶下才是 就算是在渔中的人 也应该会保留性命回去了 但这几位 却似乎依然是无动于衷 直到有人 似乎是被那位海军少将感动了 叹息地开口道 大人 我们不能走啊 哎 那欲言又止 但却无法说出后续的样子 让他们四位资深乱入者 也感觉哪里 好像有些不对 哟 还没走呢 这么节省的吗 而这时 天空之中 已经完成了灰叶机 打包黑绝风印升天的徐悦 也是缓缓从天空降了下来 落在了场地中央 吸引到了所有忍者 以及双方轮回者的注意 也立刻就让在阵他们 如临大敌地都转过了头 虽然知道自己等人的实力对比没有意义 但他们还算是 有着轮回者的基本警觉 既然都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那他们也自然不存在什么 从心和服软的话了 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在阵也是冷笑地说道 没错 就是节省 呵呵 阁下实力的确超群 放眼 全球也算得上是顶尖强者 但这又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和土著的大嘴巴 暴露出来的情报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这次我们全都死回去 也依然血转 云尹暗部部长也是紧接着说道 没错 你的力量体系 你的能力情况 已经全被我们摸清楚了 的确是强大 强大的过分 可是我们利用着这份情报 以我们的底蕴积累 再培养一两个你这等存在出来 也是办得到的 要动手就动手吧 会皱下眉头算我输 几人的表现都是一脸的傲然 丝毫不惧死亡 最大不过生死 连死都不怕了 放下了一切 我们又还有何好担心的 听到他们的话 徐悦也是点了点头 的确是多说了点 这个任务空间的人一个个都是矫情 必须得顺着点 也没办法 好像的确是我亏了 徐悦一边说着 也随意地挥了下手 而后一排被冰封的冰雕 便是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为了不漏人还真花了点心思盯着的 有着心思本来足够再去赚点支线的 亏了不少哎 来认领一下吧 应该没少吧 目瞪狗呆地看着那一排排熟悉的冰封面孔 场面一时间陷入了宁静 气氛有些尴尬 逐步回过神来的在镇等人的内心 顿时有一万头羊驼呼啸而过 前面的情报人员 加上之前回去的精锐轮回者们 竟然全都在这里 一个都不能少 卧槽 好歹回去一个呀 嗯 等等 还有一个人没在这里 没错 雪大人没 在抬头 便是看到了雪大人 那紧贴对方的火辣焦躯 都挤出了更加饱满弹性的弧度 对方的一只手也很不老实地顺着沟壑 深入了进去不断地改变着形状 好像里面还没有其他异物的样子 场面很诱人 让人血脉奔章 但却让所有人心头冰凉 比地上那一排排的冰棍还要让人冰凉 第0941章 叛徒 雪 你竟然背叛了帝国 对这位神社圣女 同样也一直暗生情愫地云引暗部部长 眼中也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其他人也都是满脸亥然 算起来 其实这一位才应该是对帝国最为忠心的才是 背叛帝国又怎么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雪抱着徐悦的手臂靠在他身上 不断地用自己丰满不断地摩擦 焦滴滴地说道 纸水那里还有这一发别天神美用的 自然也不好浪费了 在曹昆自己妥协了后 回头看看 自然是发现 也就是雪最为适合了 而且为了后续考虑 徐悦也是先找上他表明了劝退的态度 让他先签订一份不算重要的保密协议 签订自己这边付出的代价 便是本次任务空间当中不计杀他 自认为 占了便宜的他 当然是没有犹豫地签了 然后回头让便是别天神伺候 这种情况下 哪怕真的以后意外碰到了日国那边 有人发现了 他状态不对 也能够完全不用担心 他乱说什么 清日同盟这边 见到了连神社圣女都已经背叛了后 内心也是感到崩溃的 一直以来 他们都稳坐钓鱼台 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情报方面的收获 足够弥补损失了 可现在回头你却是说 我们付出这么多的代价 团灭在了这里 竟然连一丁点情报都带不回去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以 这又是如何办到的 竟然一直以来所有准备回去的情报员都是落在了他的手上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幻术 这一定都是幻术 真是好手段 竟然瞒过了我们所有人 小王爷在阵显得有些杰斯底里 疯狂地咆哮着 不过他这杰斯底里的话 却也的确是让青日同盟剩下的人 脸上露出了恍然 是啊 这里是忍村大战 这里的幻术可是相当优秀的一种能力 对方实力这么强 还能够搞定那个什么查克拉十足 那显然对于幻术的掌控也是极强的 一定是用的幻术 利用它远远超过我们的实力 用出了我们所看不穿的幻术 堪比现实的幻术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 哦 我就说嘛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你动的手脚 只是就在此时 已经重新洗白的与直播般 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插嘴了 前面他还无法察觉什么 但等到他进入了六道模式的时候 还是能够感应得更清晰一些的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似乎是这些消失的人 消失的时候 都出现了时空方面的扭曲波动 原来是全被捞走了 这边才刚刚自我认定 自我洗脑 想要走得安详一些 但回头便是全被与直播般的话 给粉碎了 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余地 好似原本将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 都强行被掰了出来 塞进了屁股 死亡并不可怕 但怕的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哈哈好吧 这次是你们赢了 你们赢得很漂亮 很彻底 不过一口气解决了我们这样的大部队 而你们几乎没付出多少损失 这也肯定会引起我们的最高警觉 甚至会引起其他列强的警觉 战略上 还是你们输了 这是你们 滑下先天上的劣势 他们似乎也是在做最后的呐喊 哪怕是输也想要一点最后的体面 哪怕之前最后遮羞布都被扯掉了 也想要最后一点尊严 不过他的话倒也没错 联合分割华夏吃肉 是当今国际上的默契 是不会轻易被打破的 如果再次出现了巨大的威胁 很可能就会有当年的重现 警觉 这应该不会 你们都是被大boss杀死呆 徐悦一脸的平静 然后手上捏到了重点 引起了雪的一次娇媚的喘息 这勾魂的声音 也算是让在镇探门反应明白了过来 是啊 这里他还有一个卧底在 到时候不是随便他怎么说 只有一个人活下来 就算是圣女 也一定会受到怀疑接受检测的 而你的手段 也不可能隐瞒得天衣无缝 云引暗部部长继续杰斯底里的喊道 可可 还有老夫 与多公太郎这时候 也是尴尬地抬了抬手 引来了所有人的怒目而逝 你这个叛徒 无耻 只是不论他们怎么嘴炮 与多公太郎也不再表示什么 逐渐灵化 我们的计划很完美 是有着情报员传递计划的 如果回去的情报员不够 只是 就在那位云引暗部部长 想要再说什么的时候 便是猛然回头 看到了那一直不肯回去 差不多都是面露尴尬之色的十几位精锐轮回者 满脸的难以置信 不管是用卷轴提前回去 还是延迟回去 在现实也都是瞬间而已 十几份的情报陆续传递 足够我们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雪伸出手指 在徐悦胸口画着圈圈 依然还是那娇媚的声音 但 但要是情报和事实不符的话 你们也很快会被识破的 肯定会要有记忆成像进行辅助的 依然还在垂死挣扎 似乎是死都想要死的安详一些 嗯 没事 已经打通关了 以后这个任务空间也只会出现间隔越来越久 记忆成像 当然也会安排真实的插图 安排出的情报 也足够你们填几波进去送了 记忆成像也无法无限制地抽出来 当然也得配合文字说明的 分成十几个人来进行安排的话 主体大事上用真实的情报配合一些致命的小陷阱 那是完全没问题 实在不行 用幻术和现实宝石再配合他们一下制造点画面 也没有丝毫难度吗 这可是他们集体叛变 甚至是敌我双方都能够互相完成配合和印证的 不会的 不会这么快消失的 不会的 哦 本来可能不会这么快 不过我的驻地任务刚刚已经完成了 这里也将成为我的牧场 一个被打通关 打成福利副本的任务空间 轮回空间会逐渐安排降低频率并逐步移除 而显然 徐悦将其完全转化后 肯定会大大加速这个过程 轮回空间死要前的性格 显然不会再从这里漏多少了 剩下的那点次数 就让他们再填入进去送点好了 无限阅读 可不是假的 都已经安排得这么明白了 也是最后击溃了剩下这几人的所有心灵防线 这一次不单单损失惨重 而且还因为中出了叛徒的关系 还会带回去误导的假情报 说不定又是轻日互相拖后腿 导致失败 加大缝随的情报 不单单自己等人都亏进去了 连带未来也亏进去了 而且重生过后 自己几人都还会对他们带回来的情报信以为真 并且为此而努力 这是想要鞭尸啊 还有什么要比这还要绝望 还要令人崩溃的 所以说 既然都已经没有希望了 那不如你们也考虑一下加入他们如何 没有直接把他们摁死 而是还稍微动了动嘴皮子 显然徐悦也是准备顺手捞一波 多捞一条试转 没捞到也不亏 只是显然 哪怕是内心已经崩溃了 但他们毕竟没有被徐悦 类似于与都公太郎那样 抓到短板和弱点 骑马在镇 王公公和两位日国海军少将 对于本势力的忠诚度 还是摆在这里的 很自然的 也加入了整整齐齐的排列 死不瞑目 最后也就是捞到了 仅剩的自由之意 另外一位乱入者代表 本来就是墙头草 而且还被这样完全击溃了内心的防线 所签订下来的协议 可是比曹昆他们还要苛刻的多 也多少算是有这么点用处 毕竟多活着出去几个 可信度也会越高 清日同盟这边收尾了之后 徐悦回头便也是来到北洋这边 余英他们几个 倒也已经完全签订完了保密协议的 多少都是队友 徐悦本来也并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 试一试 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 放回去也就放回去了 无伤大雅 毕竟好不容易顽强地活到了现在 也怪不容易的 只是当他才走到几人面前 空心粉便早已经拿着一张黑白遗罩走了出来 那熟悉的遗罩是他大哥空心面的 还是徐悦帮忙画上的 此时脸上满是沉重 似乎在悼念自己故去的大哥一般 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答案已经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我将会效忠于您 一边带着鬼畜的表情说完 一边他便是直接将手中的遗罩折断 这可是我大哥的遗罩 大哥生前是个体面人 那就道个别吧 这年头腿大的才是王道 将遗罩折断之后 他便是直接以这折断的画板发誓 立下了一份感慨激昂的效忠协议 有点嫌弃地接过了协议后 徐悦少有地犹豫了一下 不过还是收了下来 虽然废了点 但好歹也是个乱入者了 乱入者当中的咸鱼 也是乱入者吧好歹 然后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反正也签了保密不是吗 随后 徐悦便是在空心粉满脸猛逼的状态中 对其他几个摆了摆手 我可是个好人 第0942章 回归 蛮横的强行打通整个火影 对于后续的收拢工作完成的 当然也会相对顺利 轮回者们的问题解决之后 徐悦便开始了驻地空间的接收事宜了 各种驻地空间条款 条条框框的都列举了出来 总体来说 这驻地空间更加趋向于的是对军团的帮助 内部的物资类可以自行组织土著开采 并且运输出去 不过 活影本身单论物资来说 最有特色的也就是引爆符 查克拉导体金属以及傀儡了 甚至制作傀儡 以及将查克拉导体金属制作成特制冰刃 还得收取一定的成本费用 忍住卷轴什么的并不是认可的原装技能 无法进行拷贝 同理的还有初代细胞和其他血迹线界 但 作为驻地任务本身 当然也有着其无与伦比的独特性 首先便是在支付费用的情况下 可以类似于乌尔齐奥拉和科亚泰 他们这样的将忍界的成员 当作轮回者的形式进行招募 并且徐悦有能力安排其他人 进入到驻地当中进行开采 因为徐悦本身在忍界的名望 以下令的形式 足够让进入的轮回者 抹去大部分通用技能的好感度 潜质 直接以成本价学习到超高性价比的能力 甚至血迹线界 通灵术的契约卷轴 也能够以最低的价格完成签订 这种驻地空间 对于任何一个军团来说 都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 能够让军团整体实力完成质变的提升 是一个可持续性 不断提升团员能力和潜力 并且能够轻松组成同质化的团队和军团 对于集团军类型的作战当中 拥有着统一规划的能力 毫无疑问能够大幅度地增加综合实力和强度 而且还能够配合高级军团的军事和军阵 形成爆炸级的战力 哼 没想到刚刚出来你就把忍界给统一了 这的确也算是维持了和平了 自来也被徐悦放出来后 感觉到眼前的沧海桑田也同样是有些感慨 反抗又无能为力 那自然就只有接受了 而且接受下来后发现 好像这样的确也不错 各国互通有无 不用再互相戒备 人界一体化 形成人界命运共同体 以他的年龄和见识来说 自然还是能够接受这一点的 毕竟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哈哈 算是吧 名人和左柱这两个家伙 可是谋划着挑战我几次了 站在一处山巒之上 看着下方那正在为自己雕刻的雕像 徐悦的语气也显得很是轻松 大蛇丸被灰叶鸡吃掉了 左柱被大蛇丸吃掉了 不过这些也都不是事 两个人都是很能狗的人 想办法把他们重新抽出来赋予身体就好了 带土掌门也被重新拉了一把 甚至灰叶鸡自己也重新把它放出来了 七纵七情之后 他也老实了下来 任命地把神树种子交给了自己 老老实实地待在人界过日子 至于统一人界后少数有些转不过弯来的死脑筋 徐悦也是认可他们的造反事业 不过约法三章 只能够挑战自己 自己也一直会给挑战的机会 一旦赢了自己后 就是他们说了算 名人和左柱哇哇叫的和自己打了几次后 再加上发现了人界的确是越来越美好了 自己是很少管事的放养 也反过来出现了名物 似乎是通过脑补明白了自己的苦衷 所以也全都算是平定下来了 目前来说 还需要自己在这里等待着的 便是那几乎遍及了整个人界的神像建设 虽然火影当中因为战乱的关系 人口数比不过现代 但好歹也是一介人口了 培养培养他们的信仰 来加持自己的神国 当然也是很有益的 这可是源源不断持续性的 算得上对驻地空间 对于个体实力帮助最大的一个地方了 伴随着这最后一块的雕像完成 徐悦也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回归 毫无疑问 这一波是直接把火影的钱力都榨干了 除了支付吞噬灰液机空间的成本费 以及神树果实的钱之外 还剩下了三个SS剧情点 不枉费 她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来压榨 每个boss都没放过 不过收获虽多 可现在徐悦可以花钱的地方却是更多 还未完全熟悉的现实宝石 就继续花费了数个S级 以及一个SS级 投入了进去来完成与空间宝石的持平 同时开通信仰通道 再将现实宝石完美融入自己 目前体系也再次花费了一个SS 最后那一个 则是在给自己按上了一次限制器 不过虽然这一次S级以及以下的剧情点 也花费了许多 为上面那些消耗垫了地基 但因为青日同盟轮回者们的慷慨帮助 在冥想式和训练式都用完 该生的生该融的融了之后 S级的剧情点还剩下了四个 A级剧情点十二个 这可是最近几次任务后 少有还能够有结余的情况了 必须要再次感谢对方的努力和慷慨 要用的话 其实这些也能够用掉 比如能力熟练度方面 就是一个永远都填不满的天坑 但毕竟这样使用率相对偏低 而且自己目前的能力也平衡了下来 不宜打破平衡 所以倒也暂时留了下来进行备用 毕竟下一次任务是惩罚任务 有点小钱钱 打底也更稳点 天知道会碰到什么惩罚任务 一切都完成 准备就绪了之后 徐悦也回归了现实 北洋军团参谋部一处专门安排的特殊仓库当中 几道人营也是先后陆续出现 任务空间的确是一瞬间 不过回来后多少也得去轮回空间处理一下收获 以及做一些准备的 任务空间结束后 轮回空间内和现实时间可也是同步的 类似于眼前这样几乎同步出现的现状 那当真是异常的少有 说明了大多数人都几乎没有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 而是乖乖的在这里等待 进入任务前 他们也都是在这里碰了面底 还在因为即将进入任务合作谈笑风声互相了解 结果回头现在再次出现 却是一瞬间的都陷入了沉默 面面相去的互相对视了一眼 看来不错啊 回来了这么多 精锐轮回者死伤也不大 再除了徐悦外 都只是简单稍微处理一下就出来的情况下 一直都在这里守护着 想要第一时间了解到消息的参谋部次长陈怡 也是露出了笑容 作为可以和张作霖还有曹坤都几乎平起平坐的袁世凯迪系 他有着相当丰富的情报分析经验 只一眼就能够了解一个大概 其他不说吧 最起码这次任务没什么损失 不过看他们出来后都并没有多振奋的样子 那估计收获也只有一半 可能并没有和清日那边硬刚 也无所谓了 对方的实力本来就是远超几方派出的力量 没有合适的机会浪战的话 反倒是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一次本来也就是当作脚屎棍觉悟的 对方也都是老手了 估计很难被抓住机会 不过只要自己这边摆了出去 他们采取的手段肯定也会闻许多 一些可能得到的好处都会失之交臂 无形地制造出了这一份压力也就够了 保存到了实力也好 反正不亏 来来 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庆功宴了 陈一笑呵呵地说道 其实在他们进入任务之前 就早就准备好了这次饭席 主要为的就是等到任务完成 来了解一下进度和情况 毕竟有张作霖和曹坤两位大佬进去了 自然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出来了就直接硬邦邦地询问的 饭桌上谈话才方便吗 不过这边同时在这特殊仓库完成任务的所有人 包括轮回者还有乱入者 都是眨巴了眼睛互相对视交流了一下 最后由张作霖笑呵呵地说道 等等吧 许悦他好像还在轮回空间处理事务 等他出来大家一起去吧 第0943章 汇聚 陈怡听到了张作霖的话之后 也不由表情愣了愣 徐悦是吗 他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也很深刻 在没有签订核心契约 没有加入任何派系的情况下 一己之力爬到了这种地步 的确是难能可贵 开始没见到 还以为他死在了任务空间当中 还说有点可惜的 毕竟死亡一次的虚弱期不短 会大幅度地影响潜力 既然张作霖这么说的话 那就应该是没事的 看来他应该是在这次任务当中 起到了不错的作用了 这倒是难得 毕竟之前给他下任务 也就是一步贤棋而已 并没算给予太大的期盼 他潜力虽然高 有很大可能未来 能够进入资深乱入者的领域 真正地成为当权者 甚至同自己平起平坐 但目前来说寻常乱入者的实力 介入这种层次的漩涡 还是勉强了点 普通的正常任务当中 寻常乱入者足够成为 让人膜拜的大佬 毫无疑问的带队者 军团大多数任务队伍的核心 只是这一次对方出动的力量 着实太强了点 所以在让这位潜力很高的 新秀进去之前 才是第一时间给予了他命侠这种稀有道具 张作霖这是真的很看重他 想要提携这小子啊 也是了 当初这小子可是利用过他的羁绊 救过张作霖的 会对他另眼相看 也是理所应当 或者说也正是因为那一次的契机 张作霖奖励了他S级的剧情点 才是他能够成长到这等地步的关键原因 不管是这位潜力的新秀 还是张作霖都是值得自己给这个面子的 说的也是 自然还是要等一起来的 我们 陈次长应该已经结束了吧 什么情况啊 人过来了吗 而这个时候 另外一道声音便是从外面传了进来 这次的任务事关重大 这种地方可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进来的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只有陈一一个人镇守在这里 少轩还就是你姓子吉啊 去饭桌上等就是吗 陈一见到来者后 也是露出了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 不过这次就战损方面来说 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比对方出动的队伍 只有一位乱入者的损失 所以心情还是比较轻松 这时 那位开口说话之人 也已经踏入了仓库门内 留着厚厚的八字胡 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小礼帽 宽宽的额头 最醒目的还是他的背后挂着一条鞭子 在这北洋军团之内 留辫子的人可是异常之少的 不过因为个人习惯问题 对于留辫子的人倒也不会有偏见 不然不就和蜻蜓那边反过来一样了吗 再加上他的地位和之前陈一的称呼 自然而然一个人名便是浮现了出来 张勋 同样的北洋大佬 一进来看到了这么多人回归 他也是微微一惊 一丝一色在眼中一闪而逝 随后颇为急迫地说道 看来是收获不错啊 回来了这么多人 既然都来了 那还等什么 走啊 还有人没来 等到齐了一起去 陈一耐心地说道 是谁啊 怎么没有一点集体意识 这么重要的任务结束后 还只想着自己的那点东西 听到陈一的话 张勋似乎是明显有些不满 同时似乎也隐约带着一丝心急 对他来说张作霖和曹坤两个 足够让自己忌惮的家伙在这里 其他人任何一个自己 都能够有抨击的资格 他也没必要为了那种人掩饰什么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呵呵 还真是好大的威风 有脾气去你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发去 别来这里瞎比比 只是张勋话音刚落 曹坤便是不音不扬地说道 一下就让张勋炸毛了起来 曹坤 你什么态度 我难道说错了吗 这么重要的任务完成之后 回来竟然还想跑去轮回空间交椅 万一他一直没买到东西呢 我们就一直等吗 旁边的陈一 见到这边突然吵了起来 虽然感到了有些意外 但却也知道其中的内情 如今直系资格最老 甚至在整个北洋都是老资格的逢国张必关苦恋 想要摆脱敌人的阻击 独自完成晋级 已经很久不管事了 直系的事物主要都交给了曹坤负责 不过毕竟曹坤是刚刚上任 虽然在吴佩福的协助下稳住了局面 但有些老派还是不卖他面子 甚至想要别一别苗头 争夺一下这直系的控制权 张勋就是其中跳得最欢的那个 而且也的确有着这份实力 手中掌握的力量可以说仅次于曹坤 甚至个人实力上面还隐约略高一筹 只是你们好歹表面上做点功夫好不好 没想到这就直接当着自己的面对起来了 可以说现在他们已经并不是那个等不等人的问题了 而且已经到了双方根本利益的矛盾之上 好了好了 两位给我个面子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去宴席 我特地安排人在这里等徐悦 到时候把他接过来 陈怡也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开始祸悉泥 几个军阀互相别苗头 可以说是袁世凯刻意为之 不过他希望的是良性竞争 而不是恶性竞争 不行 必须要 曹坤满口回绝道 不过还没说完 徐悦的身影便是浮现了出来 他又没真去买什么东西 只是把自己的收获都消耗分配一下 冥想式和训练式的时间 可也都是一瞬间的 其实算起来也并没有用掉多少 怎么了 徐悦刚刚出来后 张作霖和曹坤他们这边 便是全都安静了下来 嗯 的确是签订了保密协议 连暗示都不能有的 但见到这一位 就是忍不住要肃静 乖乖做好 不过张作霖 他们是没说话了 但张勋 却是一脸蠢蠢欲动 显然就准备开口 说些什么了 但就在此时 陈怡却也及时地 将场面挽救了回来 好了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就来吧 不要让大家久等了 这次可是来了不少人 显然 陈怡开口了之后 张勋还是要卖他这个面子的 只是他没有反应过来的事 这次出来的所有人 包括曹坤和张作霖 在内看向他的背影 都是带着一丝微妙 不知道 应该说是作孽 还是说是运气好 应该算是后者吧 这次北洋的手笔 虽然没有青日那边大 但也是绝对不小了 不单单是张作霖和曹坤 这两位大佬亲自出马 还邀请了少有的团结 在身边的援军 所以在他们进入任务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不少 空闲的大佬 来到了参谋部等待消息 和他们同级别的重量级也有 而后直接都到了餐厅当中 开了几个圆桌 毫无疑问 陈怡、张作霖、曹坤和张勋 他们的身份 是肯定要做手桌之上的 而除了他们外 还有着另外两位北洋的 实权大佬在座 婉系大佬段祺瑞 以及一副儒生 装扮同属婉系的徐世昌 对于张作霖和曹坤这两位来说 当然也是希望自家的大爷 过来坐在一起 不过显然徐悦是懒得 来搞这么多麻烦 交给他们自己去应付好了 按照自己交代的事做就行了 体现他们价值的时候 到了 自己过去反倒是会添加变数 随后 直接和鱼英他们几人 以及新收的狗腿子 空心粉 做了另外一桌 而张作霖和曹坤两人 显然也不敢因为一些不愉快 来打扰到自家大爷的用餐 曹坤在张勋几次阴阳怪气的 在他们自己桌上 寒沙摄影的时候都是果断地引开了话题 以其他的视同对方对了起来 一路遮风挡雨 愣是没有让人干扰到老板用餐的雅兴 不过显然 被自己手艺养雕了的徐悦 对于眼前的美食 并不算是有多少兴趣 而是一边随便地应付一边神游天外 嗯 按照时间来说 法国那边应该是会有些动静了 估计在进入惩罚任务之前还会有点事情要做来着 第0944章 下个台阶 装什么装啊 你们的确是幸存率很高 但天晓得是不是一直归缩在牧业啊 以羽帅的身份和能力 护住你们在牧业高枕无忧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手桌之上 张勋对着曹坤冷嘲热讽 而且他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针对曹坤 话语当中隐约还对张作霖带上了些许吹捧 或许张作霖论实力来说算不得最顶尖 但那一份空间能力的独特性和高权重 却一直是独领风骚 很多时候都能够做到其他人无能为力的事 在没有利益冲突之下 张勋也是选择了拉拢 甚至他都还在计划着要不要和张作霖结成儿女亲家 张勋一期实切为他生下的九子五女 而张作霖也有着六个女儿 都是有能力拿儿女结亲当作拉拢筹码的人 身份上双方合作也是合则两立 如果能够让张作霖帮自己掌控了直系大权的话 两大派系合力将会在整个北洋都变得举足轻重 只是他这边明明是拉拢张作霖打击曹坤 等到他的话说完之后 张作霖却是搭了搭眼皮平淡地说道 我们这次做的事虽然不多 但好歹也给予了敌人很惨重的打击 结果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的 哈哈 雨帅 我说的当然不是你 为了保护大家 你应该也是缠经节律费尽心机的 我说的是某些靠着你不思努力的人 张勋已经算是带着很明显的痕迹 吹捧了张作霖一句 甚至已经可以说是放低身段了 矛头指向很是明确 因为这次任务有两位举足轻重的大佬参与 所以饭桌之上当然也是先谈笑风声 再来慢慢了解内情了 而且因为回来的人数太多太全 所以其实在座的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 这次的队伍可能退缩了 所以没有人愿意得罪人的最先主动提出询问 免得引起两位大佬的误会心声不满 以至于到现在还并不知道任务空间当中的具体情况 不过没关系 不知道也能推断出一个大概吗 所以张勋才会一直逮着曹坤猛烈轰击 人家张作霖是在牧业有身份的 不论如何他都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回来了这么多人就是功劳 出了问题的话 自然就能将帽子扣在你曹坤头上 本来就正在和张勋因为另外一件事互对的曹坤 听到他说张作霖缠经节律费尽心机 也是嘴角抽搐了一下 是啊费尽心机的把老子拉下水了 虽然现在想想好像也不错 但当初我的确是被逼的 是啊我们的战果的确也只是一般 也就是引动了一下土著们对他们的围攻 引动了一下他们自己的内讧 放了两个资深乱入者和一个普通乱入者回去 真的是没做出什么成果 曹坤一脸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面带讥讽地说道 要完成老板的任务 将和对方一起安排好的过程抖路出来 当然也要自然一些 不能降低逼格太急迫了 眼前这张勋跳出来使劲地做到是刚刚好 而曹坤的话说完也是让所有人表情一愣 似乎是有些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 这家伙是不是恼羞成怒了 说话都有点口齿不清了 到了他这种程度不至于还会醉酒吧 说啥胡话呢 说得好像是青日同盟那边的人逃了一样 不过回头看到张作霖也是一脸平静的表情 在那边喝茶 这几位也开始逐步地回过了未来 最后由陈怡试探地开口道 所以说 你们其实安排了一次对他们的行动 利用土著一起完成了一次伏击或搅乱 打败了他们某支任务队伍 然后逃走了两位资深乱入者和一位乱入者 陈怡的话说完之后 其他人也都是神色微动 似乎真可能是这样啊 不然曹坤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底气了 没想到不单单我们没什么损失 好像还真给对方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在双方出动的力量相差 如此悬殊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这一点 还真是难能可贵 这让张勋的表情也一下就拉了下来 青日同盟那群废物可真不行啊 明明老夫之前就告知了他们情报 甚至在这种审核严格的队伍里 还帮他们安插了一个精锐轮回者级别的眼睛 结果竟然还是被阴到了 这是何等的可耻 这让老夫如何下得了台 不是架在火上烤吗 张勋之所以胆敢这么的肆无忌惮 敢准备开始利用这次机会发难 最主要的也就是 他对这次的任务心里有数 可奈何合作方不给力啊 喝这倒是没想到啊 不过也是靠了羽帅的身份功劳吧 张勋还是耿着脖子 皮笑肉不笑地开口 不过显然语气已经软了很多 在等着别人给自己递个梯子下台 所以继续的 不知最后战果 到底留下了对方多少人 又是破坏了怎么样的一个任务 这次就算了 等找到台阶下 再随便找出点败笔嘴硬一下就行了 只要能够拉拢到张作霖 加上之前和合作方交易得到的好处 要先下 曹坤应该不是很难 如果不是吴佩芙那混蛋的话 自己早就做到了 哼 明明都已经这么强了 明明都已经自立门户了 都还回来爱手爱脚 闲得慌吧你 只是 就在张勋这边 心中不断盘算着什么的时候 曹坤脸上 却是逐渐露出了幸灾乐祸的愉悦表情 那还真是抱歉 让你失望了 我所说的 并不是他们哪一次任务当中 回去了这么多人 而是他们进入到这轮回空间的所有人 最后也就只回去这么点 什么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不要乱开这种玩笑 老曹 注意说话 都是自己人还没什么 传出去就不好了 段祺瑞 徐世昌 陈一几人文言后 差点都跳了起来 随后连忙开口道 还以为是曹坤被张勋刺激的不行 满嘴跑火车了 不过涉及这种重大的事项 还是正在汇报的酒宴上 话还是不能乱说的 看中两人的身份 给他们面子是面子 可规矩也有着规矩 而随后曹坤也在张勋 再次开口之前 讥讽道 我可没有乱说 你们没看张作霖这家伙也没开口吗 虽然我们只是起到一个引子作用 最主要还是 他们自己内讧和土著的强大实力 但就结果来说 他们的确没回去多少人 损失惨重 回头看看曹坤 再看看漠不作声淡定喝茶的张作霖 再看看另外桌子上 闷头吃菜的其他人 所有人也开始逐渐明白 恐怕曹坤并不是乱扯了 作为老油条 曹坤不可能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 出现如此明显的事物 露出把柄来给张勋捉 真的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陈一连忙急吼吼地问道 大佬的矜持 全都丢到一边去了 开始不这么直接 主要还是因为以为收获不大 不想得罪人 想要委婉 矜持一点地等他们 自己慢慢说出来 可结果没想到 突然给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刺激 不说开口的陈怡 段祺瑞 徐世昌两人 也都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一直都是尖酸刻薄地 抓住曹坤猛对的张勋 也好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 一下憋了起来 虽然很不愿意相信 很不愿意承认 但他也觉得 曹坤不至于连续两次 在这个问题上胡扯 因为清日这么大的损失 是瞒不住的 也是隐藏不住的 北洋在对方那边 也同样有着卧底的安排 打听这么点消息 还是完全没问题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废物啊 真是一群废物啊 本想着借助这次机会 狠狠地打击一下曹坤 他保命能力没张座林墙 还有着自己的情报支持 以及案子说不定就死了呢 就算没死 任务的失败 也会让他脸上无光 打击他原本就没站稳脚的威望 方便自己趁机发难上位 结果什么都准备好了 就连自己的就职宣言 都已经润比了多次 就一直等着 这次任务结束了 可为何变成了这个样子 还特默想着 等人给自己递梯子 递个头啊递 这是要给我递绳子了吧 卧槽 W W 第0945章 远方来 对于这次任务的说辞 还有记忆画面 当然也早就被安排得 明明白白了 在这次任务空间里 北洋也是手段进出 用尽了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 趁着对手内讧 借助土著的力量 给他们来了下狠的 而后便是躲了起来 躲在了远处 在四战的时候 也正因为躲得够远 所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逃离 而相应的日国那边 因为距离太近了 所以完全反应不过来 他们便只见到 只有两三人逃走了 其他的都被一棵巨大的树 给吊住了 这个情报如果泄露出去 也正好能够和日国那一边 相互呼应 黑着脸离开了宴席 连话都没有再多说一句 掩面而走的张勋 成功地承担了 这一份传递消息的重任 在清廷那边的北洋眼线 也大体上把对方的消息 传递了过来 同样地协助了北洋这边 进行消息的再次验证 互通有无 毫无疑问 这种消息是掩盖不住的 而且也无需隐藏 本来就是已经撕破脸了 北洋自然是将这次的胜利果实 搞得国内轮回者们 仁尽皆知 想要换取中立人士的支持 同样清廷则是不断地谴责北洋 说他们玩音地影响了大局 而且坑害国既有人 让两国关系交恶 日国甚至在考虑使用武力报复 如果再次拖入了国战 就全是北洋挑逝惹来的国 难道忘记的甲午一战的惨痛教训了吗 反过来 北洋当然也能够以丧权辱国的大义队回去 双方舆论官司打得很是惨烈 而且 如今各大代言人军团战队的信息 也明朗了起来 北洋这边就是土耳其烤肉店 日耳曼之鹰和意大利面馆三家 其他的除了法国还没表态外 都已经选择了清廷 似乎大部分列强已经达成了共识 还是清廷更好操控一些 北洋之所以还能简陋三家 最主要还是 他们在华一直在遭受打压的关系 可并不是因为北洋的魅力 而除此之外 还有着类似于富甲天下 华南商航等等的中型军团 也都各自被迫地选择了战队 局面逐渐形成了两极对抗的明朗态势 至于法国那边 也是双方都在进行着表面的努力拉拢 不过法国 由被当代队前来支援的援军队伍 都已经潜伏在了北洋当中 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几个最高层才清楚 如今 法国不表态的理由也很充分 首先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太愿意违背西方列强共同利益的态度 好像不准备打破默契 但却又因为和英美闹了点矛盾 有些放不下身段 所以看似还在那里扯皮 法国的代言人军团也一直都表现得很矜持 不过双方对此都是表现得相当的自信 北洋不用说了 援军都已经到了 蜻蜓那边则是只认为 法国再和英美闹小脾气迟早会回到怀抱的 反正也只要你表个态 让代言人军团参战就是了吗 应该是很稳的 而这种关键时刻 法国拥有着最纯正皇室血统的雪丽殿下 即将访华的消息传来 也是为这原本就诡异的局面 投下了一枚石子 掀起了一片波澜 据欧洲传来的内部消息 本次雪丽殿下来华 是准备与华夏某一方进行联姻 以巩固法兰西在远东的利益 对于这手笔 各方面也不得不说一声符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法兰西那个一直赖着不走的老家伙 这一步走的的确是精妙 借着与英美闹别扭的名义 一直代价而沽 而本身的确也是算得上一股举足轻重的重要势力 回头在这关键时刻 还下了狠心的将那位法兰西最为高贵的鲜花 派往了华夏 那一位可是拿破仑大帝的嫡系后裔 这可不能看作是普通的联姻 而是绝对有着足够保障的 比起一些将联姻玩出花来 但说舍弃就舍弃的对象来比 这一份联姻的分量毫无疑问是极重的 这消息的传出 自然而然的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空间的轮回者之间也传出了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听说了吗 那位雪莉殿下不但身份高贵 而且据说美得让人窒息 好像因为这个安排 法国那边的许多年轻天骄都快造反了 真不知道谁有这样的好运啊 这么尊贵的身份也说牺牲就牺牲啊 哎 皇家无情 还听说以前她长辈都是信誓旦旦的说 一定会让她嫁给她自己认可和喜欢的人的 好像这次也是带上了这样的先提条件吧 说全让雪莉殿下自己挑选 哎 明显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唬人的 不然不可能会这个关键时候安排过来的 最后也只会妥协于利益 如果不是这样我直播吃屎 这呼啸掀起的浪涛 连围观群众都如此关注了 清廷和北洋自然而然是更加重视 一些认为自己有机会的年轻一辈 更是都摩拳擦掌了起来 好一个孔雀开平的盛宴 如果能够成为这一位重要的联姻对象 那毫无疑问将会获得巨大的加分 特别是清廷宗室 现任清皇光绪虽然实力强横 手握国运 但却并无子嗣后裔 所以这联姻对象的面移下就广了不少 特别是其中的纯亲王之子溥仪 庆亲王之子宰镇 庄亲王之子朴婿 都是炙手可热的热门人选 不管是身份还是实力又或者天赋 都绝对是拿得出手的 北洋方面的话 除了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外 其他的便是集中在了袁世凯的儿子这边 长子袁克定 次子袁克文 这便是北洋这边呼声最高的三人 很显然 虽然北洋最高层的少数几人 是明白事情的真相 也知道徐悦在里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却也绝不会放过眼前这难得的机会 表面上看应该是做做样子 但实际上 当然也是想要狠狠地挖墙脚 最好试到自己碗里来 对于那波涛暗涌的场面 徐悦自然也并没有怎么在意 细节上的变化无所谓 只要大事按照需要的走就行了 要是真偏了 掰回来就是 天津港 这座重要的港口 极为少有的出现了管制现象 附近的海域也化作了近航区 原本充满了煤灰的码头之上 显然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冲袭 虽然无法完全清除那些顽固痕迹 但也变得干净和爽朗了许多 此时远处海面 一艘梦幻般的战舰 便是悬浮在海面之上一两米的高度 高速破浪而来 整个过程都是无声无息 犹如海上幽灵一般 看着那梦幻的战舰 看着战舰上挂着的国旗 所有在码头等待的人都是神色一阵 终于来了 此时这并没有空间权限的普通码头之上 可谓是热闹非凡 各大势力以及围观群众都是汇聚一堂 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布置空间权限 才是把迎接的登陆地点选择在了这里 这样才能确保已经积怨已久的双方 不会在这里闹出矛盾直接打起来 也是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 第0946章 叙事待发 犹如宇宙飞船一般的平滑流线曲线 没有任何喷射口 直接在海面上一个飘移 自然地缓缓降落在了码头之上 早已准备好的红毯和仪仗队也已经就绪 这一次对方也算得上是半正式的访问 加上其独特的身份 完全能够得到足够的迎接规格 伴随着飞船的停稳 光滑的曲面之上 便是凭空出现了一道开口 而后向下形成了楼梯 正好抵达了红毯之上 作为这一次负责接待的肃亲王善奇 以及北洋陈一两人 便是并排走上了前 同时 由双方各自派人接待 显然也都是互相妥协的结果 两边都担心对方会故意滥场 所以 这一次的默契达成的 还是相当的顺利 至于为何是让老一辈的人迎接 也同样是双方各自内部那些 有机会的追求者们 互相竞争导致的结果 如果这时候主要接待人员 是竞争者之一 那毫无疑问 先天上的优势就太大了 互相打破头地争抢过之后 那干脆结果就是谁都不准上 大家各凭本事 公平竞争 不过当戴着小礼帽 一身盛装的雪莉 踏出了舱门 出现在了现场人员眼中的时候 哪怕是两位负责迎接的老一辈 对其魅力也感到了有些惊讶 真人比照片上的冲击还要大上几分 的确是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 连两位前辈都发出了感慨 在警卫县之外的其他围观群众 则更是许多都发出了惊叹之声 之前倒也有听到小道传闻 但没想到现实比传闻还要更过分 就算是普通的围观群众和一仗队的人 眼中都露出了沉迷和茫然的神色 那些自认为有机会的竞争对手们 则更是压不住心头的兴奋和炙热 利益、地位、权势、美人 只要成功一次就能够同时得到 有几人心中已经有了 势在必得的决心和自信 能够自认为有机会的 都绝对是属于天交级别的存在 在扎实的背景衬托和帮助之下 天赋和实力都是属于一流 这些个一直以来也都是同级别无敌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傲气和自信 而这时 肃亲王也已经对雪莉的到来表达了欢迎 并且代表着青皇给予了问候 等到他这里结束之后 才是由陈一开口道 雪莉殿下远道而来 一路上舟车劳顿甚是辛苦 我们已经为您安排好了歇息之处 感谢 雪莉冷淡地点了点头 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现 不过在这种半正式场合当中 好歹还知道要表示谢意 随后一行人便是坐上了迎接车队 开往了迎宾馆的方向 而这里也将会是雪莉大部分时间的落脚点 除了会去帝都一次面见青皇以外 他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这里 当然他过来还有着想要领略一下华夏风景的目的 所以也会给他人制造那一点的机会 真是漂亮啊 可惜不是我的菜 站在徐悦旁边的张雪良 一脸玩世不恭的表情 肆意地点评到 最近他正处于一次热恋当中 除了热恋对象以外的人 估计都不会怎么在意 这一次他会被安排为以重任 还是军团的高层们 想要广撒网赶鸭子上岸的 先不说谁能成功吧 就说首要的目的是要留在北洋当中 所以合适的年轻人肯定都得上了 哪怕那几位少数知道真实情况的高层 没有刻意地进行其他安排 按照正常的程序和筛选后 连徐悦都同样也在要努力的名单之内 只是排名靠后而已 可以说只要有条件的都安排上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清廷 好了 走吧 我送你到迎宾馆 那里也已经为你开好了自己的房间 你自己好好把握吧 哈哈 只是带着过来玩的心态 凑完了热闹之后 张学良便是带着徐悦上了自己的车 而后司机也没带亲自开车 将他送了过去 一边开车还一边随意地同徐悦聊着天 我老爸很看重你呀 一直让我多和你亲近点 看来上次你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 好好表现哦 希望这次你能成功 其实我觉得我希望应该蛮大的 徐悦坐在副驾时 看着外面的风景 很是无所谓地说道 哈哈 有自信是好 不过不要低估了对手啊 说实话你的条件很好 但放在这群人当中 却也显得很平凡了 好了 到了 记得帮我打掩护啊 我老爸问起你来的时候 你就说我也在迎宾馆找机会 我先撤了 将徐悦丢到了迎宾馆门口后 张学良按了按滴滴 便是又绝尘而去 之所以丢下司机 当然也就是想要这时候方便独自行动了 似乎是他现在找的这个对象身份不太合适 担心过不了家里的官 一直都还是处于暗中行动 毕竟对张学良来说 现在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如果没有个掩护的话 被发现了肯定会有很麻烦的 那洒脱的性子 的确很难让人生出恶感 论清合力来说 张学良的确有着天生的统帅才能 嗯 当然了 初代也同样有着天生的统帅才能 转动着手上的钥匙 从张学良交给自己的文件代理 抽出了一打竞争对手的资料之后 谈了谈这份厚厚的资料 徐悦也是摇着头走进了迎宾的大门 为了安全起见 这里同样是没有利用道具和权限进行空间权限覆盖 不过即便如此 附近的安保措施也依然做得很全面 穿过旋转门 进入那金碧辉煌的大厅 徐悦也随便地看了看手上的资料 将这些印入了脑海 有些让他意外的是 张学良给出的资料当中 竟然还有几个日国人 不知道是日国利用了什么办法 说服了清廷 也安排了几个他们国内的年轻俊杰 参与了这次计划 只是没住在这迎宾馆就是 这里被清廷和北洋的包场了 不过即便如此 也足够证明了 他们知道自己主动出击寻找机会 那种任何机会都不放过的精神 的确也是值得学习的 徐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确实听到了一声略显耳熟的声音 回头便是看到了圣西尔军校的布里特 也就是一直都在努力 通过自己和孙林邀请雪莉 出来玩的那位大少爷 看来之前传过来的消息说得没错 法国的年轻一辈中的确是炸锅了 竟然还有人千里迢迢地追到华下来了 而且既然他出现了 那显然很可能不是个例 不知道戴高乐和那个会流星一条的约翰逊 会不会过来 红颜祸水 祸国殃民 古人成不欺我 第0947章 败家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布里特在确认了徐悦之后 脸上也是露出了苦笑之色 很显然 徐悦会出现在迎宾馆 加上他所知道对方的潜力和实力以及年龄 那很可能也是北洋所安排的竞争者之一了 是啊 你们有几个追过来了 徐悦道也没有丝毫尴尬的意思 依然还是带着那温和的笑容 布里特接触了一段时间 他还是了解的 不至于随便做出迁怒别人的事 嗯 虽然迁怒了也没事就是 该来的都来了 不过在这里还能够遇到也算是缘分了 找时间聚一聚吧 到时候去帝都的火车上搞个沙龙 布里特也很快地调整好了心态 而且在他看来 徐悦的确是属于威胁程度较低层次的 毕竟当着雪莉的面红颜知己 就已经出现过两个了 其中还有一个是明确表示的一太太 现在出现在这里 对自己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一国他乡的 哪怕帮自己收集点情报都好啊 行 到时候叫我吧 我看到熟人了 过去一下 随后 徐悦便又看到了另外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同在圣歇尔军校留学 担任了当时会长的唐宝朝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军人 当初一起在海上遭遇了袭击的时候 对方的表现也算是可圈可点 他出现在这里倒也是情理之中 虽然可能和自己一样 也是排名靠后 实力和天赋在眼前这一群人里 只能算一般甚至偏下 但好歹他也有唐少姨 这么一个大佬作为唐叔的 徐悦 你也来了呀 还有布里特少爷 另外一边 唐宝朝也已经看到了走过来的徐悦 同时也看到了他原来所在之处的布里特 而后同布里特隔空打了个招呼 回头便热情地拍了拍徐悦的肩膀 这次我是被我唐叔强行安排过来的 还真有些不自在 还好有你这么一个熟人 唐宝朝很显然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 他是一位很传统的军人 各种风格都是比较严肃和古板的 结果被安排过来了这么一个任务 的确也是有些为难他了 对了 你几号房间 我放完东西来找你 在这里怪不自在的 唐宝朝手上还提着一个行李箱 应该是换洗衣物了 不过在一楼大厅的人的 也只有他一个人带了这么个东西 能够被安排到这次任务的 哪一个不是前呼后拥 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准备 就有着充分的安排 其实唐宝朝论身份来说也不算差了 但他一贯的作风 却是直接自己拎了这么一个 影响形象的笨重箱子过来 307是 本来徐悦来到这里 也是同样准备再随便观察一下情况 有机会也会顺手煽风点火的 所以也没什么不好说的 307 只是唐宝朝听到之后 却是显得有些惊讶 我是402 还是我唐叔帮我安排了一下的 据说那位殿下就是住在三楼的301 所以三楼的房间应该是很难获得的才是 现在算起来都是算提前接触的 其实他应该是前往地东面见过青皇之后 才会正式安排介绍年轻俊杰 现在待在这里的都是想要提前抢占仙计吧 听到了唐宝朝的话 徐悦首先便是想到了 是张作霖或者曹昆安排的 但随后又觉得不对 他们应该是不敢擅自乱作主张的 不过很快他便是想通了问题 哑然地笑了笑 估计是张学良那家伙把他的房间同自己调换一下 过来帮忙了 307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道声音却是从一旁传了过来 只见一位身着休闲西装的人影大步地朝着两人这边走了过来 满脸都是笑容 兄弟 换个房间怎么样 我出任务点和你换 一个A级 这一下听得徐悦都稍微感到有点意外了 一个房间而已 不是吧 现在就算是以自己的情况 只要和自己的目标没有冲突碰到A级任务 都会去主动做一下的 结果这家伙仅仅只是为了换一个房间就出了这么大的价格 这可还真是豪气 换 连顿都没顿一下 徐悦便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反正我今晚是住301的 307空镇也怪浪费的 哈哈 爽快 你这个朋友我曹世松认了 曹世松听到了徐悦答应了下来 也是哈哈大笑 而旁边的唐宝巢也是对徐悦提醒了一下说道 这是曹坤曹大帅的儿子 这个坑爹仔 徐悦看着一脸转了的表情 生怕自己反悔过来 同自己交易的曹世松 内心也是少有的出现了一丝古怪的情绪 他老爹都没他这么好气吧 真是后生可畏 哟 我们的曹小帅可真是好气 一致千金呢 什么时候再来玩两把 也因为曹世松那风风火火过来交换的姿态 也让原本小透明的徐悦和唐宝巢两人 这边引来了诸多的视线 随后 一位穿着贝勒服 留着长边的男子 便是一脸调侃和讥讽的表情 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如今 北洋和清廷也算得上是撕破脸了 双方立场上本来就是处于对立的 再加上这两人明显也认识 甚至可能还有着冲突 配合着一次不错的契机 被找上来似乎也是理所应当 忠泉小王爷 上次小爷我虽然输了不少 但也赢得了美人 我觉得你那个刚刚到手的小妾也不错 既然你想要留在这里追求雪莉殿下 那不如就让给我吧 我们来上一把 你压人 我压任务点 如何 曹世松看到了来者后 对他的讥讽丝毫不以为意 反倒是吊锒铛地回敬了一句 这不经过脑子的话 让忠泉杀了他的心都有了 你神经病吧你 虽然在座的许多人都有着小妾或一太太 但这种时候肯定都是藏着掖着 不会拿出来说话的 结果这二愣子倒好 你是想要和我同归于尽一起出局吗 这边突然冒出来的好戏 毫无疑问也是再次扩大了吸引力 不管是清廷还是北洋 又或者是其他国际友人 不少都在远处时不时地瞥了这边一眼 不过就算是清廷和北洋的人 也丝毫没有上前帮助曹世松和忠泉两人的意思 都是带着些许戏血和幸灾乐祸 出现在这里的都是竞争对手 就算是自己人也乐得多看一些对手出局 好好好 忠泉被憋得说不出话来 连说了三个好字 随后便是快步地掩面而走 开玩笑 还留在这里真的想和这家伙同归于尽吗 万一雪莉殿下等下出来了 或者她的侍女什么的发现了 自己就可以判定直接出场了 那个败家子不在乎 可自己要在乎 诶忠泉小王爷为何要走啊 到底答不答应啊 考虑清楚后随时欢迎你过来找我啊 别忘记了 在忠泉掩面而走之后 曹世松都依然在后面高声吆喝着 整个一起爬 徐悦也不得不心中摇头 或者这就是他败家子式的脚侠吧 在圈子里有着这种名声 别人连踩都不愿意踩了 第0948章 渔翁 晚上的301很热闹 动静也很大 不过作为迎宾馆 隔音效果当然也是相当出色的 虽然没有使用轮回空间权限 但这迎宾馆建造的材质 却是使用的空间特殊物品 在其他人不使用权限的情况下 显然也不可能发现什么 今天去帝都 已经全部穿戴整齐 并且将所有痕迹都收拾干净的雪栗 用那红宝石一般的眼眸盯着徐悦 似乎是在陈述着一件事实 之所以要自己收拾 自然是侍女什么的都被她支开了 而徐悦听到了她的话之后 也显得并没有多少在意 一如既往的温和道 以你的身份 既然是公开的过来了 那自然还是要去见一下 我大清最后一人青黄的 只是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已经处理干净残留的雪栗 却是少有的带着郑重的表情 帝都你不要去 和张作霖他们有些不同 雪栗到现在对徐悦的印象 也就是天赋不下于自己的小情人 论实力上来说还未成长起来 陷入到这种漩涡当中会缺乏自保能力 帝都是蜻蜓的主场 以你现在的身份一路跟过去的话 肯定会有麻烦的 别说上一次战斗当中已经撕破了脸 还给蜻蜓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哪怕是现在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在有着大量北洋天骄前往帝都的情况下 都同样是冒着巨大风险的 哈哈 放心 这一点北洋当然也会考虑清楚 不会有问题的 安心 我可也不是弱者 很显然 雪莉是拿徐悦没什么办法的 一直以来的相处都很是被动 根本不懂得拒绝 见到他还想要再说什么 徐悦也是很自然地用东西堵住了他的嘴巴 为了点营养早餐 既然叫我们都过去 这次去帝都估计不会太平静 唐宝朝到401室敲开了徐悦的房门后 表情似乎是显得有些凝重 嗯401便是原本曹世松的房间 花了一个A级和徐悦换掉了307 其实这也很正常 因为在三楼的雪莉是不可能上四楼的 307有着很大的偶遇机会 但401理论上却是零 现在算起来 在座的所有人都还为何雪莉正式认识的 四楼的只能掐点到楼梯口的时候来进行偶遇 就像现在四楼楼梯口蹲着的那一排 等待着什么的家伙一样 嗯 那个中拳小王爷也在这其中 而且还霸占到了第一的位置 不断地朝着楼梯口探头探脑 竖着耳朵聆听着什么 而挤在他后面的那一坨人也并没有抱怨 都是面色凝重 呼吸稳重地静静等待着 莫名地就达成了这一种默契 没办法 四楼的先天劣势太大 只能靠着自己创造机会了 不太平就不太平吧 我们好像不会利用特殊再去进京 这种情况下 就算是在自己主场 蜻蜓要在县市发动这么大一次规模的行动 刚刚开局就已经亏了一半 北洋也肯定会有准备的 说不定袁世凯亲自过去呢 徐悦笑了笑 似乎是没怎么在意 真有大动作的话 说不定这次可以见识见识那些高级军团的战略级底牌了 徐悦和唐宝朝两人显然都是置不在此 和中拳小王爷 他们这一坨人的目标不太一样 都是来应付任务的 所以也很自然地越过了他们朝着楼梯下走去 对于这两个不愿意寻找机会 直接离场的家伙 那一直都躲在墙壁之后观望的一群人也是巴布的减少一些竞争对手 只是当唐宝朝和徐悦两人刚刚下完楼梯到达三楼的时候 这的开门声传来 一身盛装的雪莉便是恰巧走出了房间 而它的开门声似乎是发令枪的信号一般 这边才刚刚走出来 302到307的房门便是在几秒的误差之内先后打了开来 六间房间的住客也都是恰巧一副要出门的样子 307之后的其他三楼房间 也在后面陆陆续续地全都大可来开 好像整个一层楼都想要同时出门一样 哪怕这座迎宾馆的走道很宽敞 但这一下也显得有些拥挤了起来 和雪莉殿下还真是巧啊 最先开口表示是302的袁克定 温文尔雅成熟稳重 他也是袁世凯的长子 不过在他才刚刚打完招呼 还没有说出后续的时候 后面一位身穿贝勒服的人影便已经抢先开口了 雪莉女士 下午我也有急事要入京 还恰巧就是一辆火车 这一人徐悦却也是见过 正是之前忍村大战里见到的宰镇小王爷 年龄上他是要偏大不少 不过也正因如此 在实力上他也有着优势 对于强大的轮回者来说 年龄并不是问题 很显然 这位宰镇小王爷也是有些心急了 上一次任务是死回来的 也是从几位幸存者嘴里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虽然利用了积蓄减免了部分虚弱惩罚 但短期内也依然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原本的优势也变成了劣势了 加上宗族内本来的竞争 他现在的确是急迫地需要这次机会 需要这次奥远 而这边他有些失礼地打断了他人的话之后 徐悦立刻也听到了背后咚咚的下楼梯声 钟泉小王爷加上他们身后的一群 也急匆匆地下来了 会和三楼靠后的那些房间 直接形成了一股洪流 本来偶遇倒是没什么 但突然一次性出现的人太多之后 这画面却是莫名有些滑稽 好吧 国情可能不太相同 对于这群家伙来说 大部分或许根本就没有追求女性的经验 以她们的身份和实力 还有目前华夏的情况 大概都是等着伺候的那种居多 类似于张学良这样懂得套路的是少之又少 就目前表现的情况来说 许多人还不如21世纪的小学生 一个个都好似发情的孔雀 相当的直接 不过好歹三楼靠前的另外几位 还是明显地反映了过来什么 感觉到了气氛不对 并没有再蹚入这浑水了 就像是正常的离开一样 很自然地错开了 这明显会出现减分的区域 密流朝着徐悦和唐宝朝 两人这边走了过来 似乎是准备下楼 虽然演示得很好 但显然这四人脸上 也都带着些许尴尬 甚至原本应该算是两两敌对的四人 好像一下找到了共同语言一般的尬聊了起来 擅长昆曲的袁克文以及擅长京剧的朴旭两人聊起了华夏传统文学 拜家子曹世松还有那位看上很最年轻 但却莫名透出了一股虚弱感的溥仪也好像一下地投机了起来 四人一路谈笑风声地错开 那谁也不服谁的区域 来到了唐宝朝和徐悦两人的面前 路过时每个人都还含笑地对他们两人点了点头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向清冷的雪莉似乎也是对这有些乱糟糟的场面表示出了厌烦 直接无视了那一群孤孤鸟一样的家伙 带着些许不耐地朝着徐悦这边走了过来 上午带我去逛逛 下午上车 来到了徐悦面前后 似乎便是随手挑选了这个最顺眼的 一把扯住了他的衣袖 便是朝着楼下走去 这种变化 让原本有些乱的场面一下就平静了下来 甚至连机智先走一步的那四位都是表情僵硬了一下 我曹 我们乱站到了一起 结果反倒是便宜了这围观的小子 这算不算是渔翁得利 第0949章 四爷 安心地在雪莉背后提着袋子 看着这个时不时会好奇一些天朝独有小玩意儿驻足观看 或者直接买下来的家伙 徐悦也算是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所有女性的共有特性 而让他感到有点搞笑的是 在他们两人身后 那一群人并没有距离多远的一直都掉在后面 似乎是发现了自己这么个心威胁 所以互相之间的矛盾也都暂时压了下去 只是有些意外的是 他们似乎并没有上前打断自己两人逛街的想法 也没有再强行制造出偶遇 明白了那其中的短板和不可行 反倒是布里特、戴高乐以及约翰逊 他们三个从法国远道而来的家伙 在路上加入了徐悦他们两人的队伍 变相地成为了徐悦作为东道主 带他们领略一下华夏的风采 加上中午直接吃了点特色小吃 下午也是准点地登上了前往帝都的火车 5.带着浓郁的白色蒸汽 这辆天津直达帝都的专车也缓缓地离开了车站 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煤烟味 在乘坐非全线的当代交通工具之下 相比而言的感受体验又再次回归到了当前节点的应有水平 哪怕车厢内环境再好 服务再周到也远远没有高铁的舒适 不单单速度慢、没空调 而且现在的铁轨技术也让车厢内时不时会出现不明显的震动 不是吧 他竟然还能陪着一起喝下午茶 这到底谁啊 真是便宜他了 我知道他是叫徐悦的一个新秀 有资格成为竞争者的人 这一次也同样都登上了这辆火车 只是并不在一个车厢而已 而且毕竟是专车 每一节车厢都是私人定制式的奢华版 整辆火车也都是为了他们这一群服务 北洋和清廷的人也都分开了不同的车厢 一节车厢内看上去更类似于酒吧的样子 相对很是宽敞 沙发把台应有尽有 都是三三两两地聚集着 本来北洋的人还想着等到上车后 把那家伙叫过来问问情况的 不过没想到他竟然直接就一直待在了贵宾的车厢里 那几个跟过来的法国佬好像也跟他是熟人的样子 不过再怎么 徐悦最近也是有不低的名气了 在有人说出了他的身份后 大多数也都听说过 而后开始详细地了解其资料起来 哦 难怪 这小子原来在法国待过 看样子应该是那时候有过交情 好在从个方面来说 他都是属于威胁程度较低的那一层次 先手输给这种人 倒也没什么 还好不是呼声最高的那几个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谁直接过去把他叫过来吧 反正我们这边都是自己人 无论是我们这边 谁赢了都可以说是成功的 只要赌好蜻蜓那边就行了 再见到了对方待在前面车厢 就没准备回来到北洋车厢之后 也有人有些按耐不住了 相比于蜻蜓那群小王爷们 我们北洋也是占据了这优势的呀 这相关的信息当然是要共享了 而且应该可以让他代为引荐一下 这样的效果应该会更好 是急是急都是为了我北洋的大忌 那不知哪一位愿意过去 嗯能够将他叫出来的人 我们下一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也让他优先 没错 相比于蜻蜓那边 北洋的这群轮二代们 还是相对更加轻松一些 认为自己这边优势很大 而最后再共同都同意了 如果有谁能成功把徐悦邀请过来的话 下次会共同给他优先机会 还是有人坐不住地起身了 我来吧 相信这个面子还是要给我的 一位奶油小生站了起来 带着些许自信地说道 元四公子出马 那自然是守道秦来 我们就在此功后加音了 见到他站出来 其他人倒也都给予了祝贺声 不过 袁克定和袁克文这两位兄长 却是反过来都隐约露出了一丝不屑 相比于他们两人来说 袁克瑞不管是天赋还是实力 都有着明显的差距 现在也就是属于拥有着乱入者实力的精锐轮回者 和唐宝朝还有徐悦都是属于同一层次的 而且和他们不同的是 作为袁世凯的儿子 他所消耗的资源 肯定也是要比常人多得多的 这纯粹是努力以及天赋方面的差距了 最关键的是 他们这位小老弟还没有一丁点的自知之明 甚至幻想着自己父亲推翻清廷后 自己做皇帝 然后自比为雍正 嗯 雍正也是老四 甚至还私下里雕刻了黄四子的印章 整一个放大版的中二青年 而且身边的人都已经被渗透了个干净 都还没怎么察觉 有着这位小老弟冒头 他们两人当然也是乐得等结果 反正也不是自己两人得罪人的事 父亲可是亲自叮嘱过 要注意这一位新秀的 这次的任务可以进行试探尝试 但如果事不可为 就必然要果断放弃 然后全力帮助这一位 不管如何 能够被父亲单独拿出来叮嘱的人 怎么也有些特点 从语调上来看 显然都是北洋高层更加看重那一位从法归国的新秀 认为他机会最大 自己等人只是抱着万一成功了呢 的姿态去尝试 可能的确是希望自己两人能成功 但概率上还是认为对方的机会最大 确保最终是北洋的人获得这次机会是大前提 所以才是给自己两人下达了这样的指令 或许就是因为他的留法经验 提前就认识了对方有关吧 虽然有些不能理解 也很不服气 甚至不满 但对于父亲的叮嘱 他们是绝对不敢忤逆的 不过看样子 老四大概是没有得到这一份叮嘱 或许就连父亲大人也是觉得 他就是个凑数的 扶不上墙吧 和这也正合我们的心意 来到了雪莉的专用车厢面前 袁克瑞再次整了整自己的衣领 随后露出了一份自己最完美的笑容 优雅地敲了敲门 在得到了允许被侍女打开了门进来后 也是四下看了看 看到了法国一行人和那位北洋新秀 正在一起喝下午茶 不过聊天氛围虽然很热烈 但他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雪莉女神 好像有点不合群 并没有怎么加入话题的样子 短时间能够做出这么多判断 也已经是这一位中二青年的极限了 随后直接笑着对徐悦招了招手说道 徐悦老弟 我们北洋的兄弟们有个小句 你也过来参加一下吧 停顿了一下 想了想这样可能不够烘托自己的身份和逼格 无法体现出自己的高贵和能力 他还继续补充了一句 对了 我叫袁克瑞 我爸爸是袁世凯 众人 第0950章 敲打 虽然袁克瑞是中二了点 但在座的所有人也依然无法无视 袁世凯这三个字 就连一向清冷的雪莉都是点了点头 做 然后袁克瑞便是打了鸡血一般地忘记了之前所答应的事 屁预屁预地进入了这次简单的下午茶 同样地开始了谈笑丰盛 老四怎么还没来 等待了许久之后 袁克文皱眉似乎是有些不耐烦了 这位袁二公子好歹是做过青帮帮主的人 性格方面可也是有些急躁的 而这时候 袁克瑞也终于是带着徐悦进入了北洋的车厢 让其他也同样有些不耐烦 或战靠或坐着的几位竞争者也都是神色一阵 终于是来了 怎么这么久 一直表现得很稳重的老大袁克定 在他带人进来之后淡淡地问道 虽然袁克瑞实力和天赋相对在场的人来说并不强 但他本身的身份在这里 能够直接质问他的人 也就是他在座的两位兄长了 而袁克瑞多少也有点怕自己这位长兄的 听到他那貌似平淡实责斥责的话 也是尴尬地辩解道 这可不是我的问题 毕竟我是过去请人的 态度当然也要好一点 当时他正在和那群法国客人聊得很投入 所以等了这么久 没有丝毫犹豫和迟疑 一个锅就直接摔到了徐悦头上 同时还暗地里瞪了徐悦一眼 似乎是在对他进行提示和威胁 是这样吗 袁克定依然还是一脸的平淡 淡淡地扫了徐悦一眼 让在座的其他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沉重的压力 有一位爵士强者的老爹 不管是身份加成 还是他本身被调教出的实力 都让他成为了在场所有人当中的主心骨 如果不是相对年龄上较大 和那位在镇小王爷年龄差不多 那他的机会应该是最大的 现在的情况虽然其他人敢在这次任务当中同他争 但这种聚会的时候还是都会不自觉地以他为首 虽然仅仅只是目光扫过 但徐悦也感觉到了这家伙的实力 比七仔镇来说都还要墙上不少 在资深乱入哲理应该也属于上游了 不过论天赋来说 还是真不如雪莉 张学良和陈少宽这些 是啊 他说的没错 中途离开可不怎么礼貌 说吧 各位有什么事 徐悦丝毫没有否认 轻而易举地将那锅接了过来 一脸笑盈盈的表情 看上去就很老实的样子 既然认错了 那这次就这么算了 下不为例 端起了茶杯 用茶杯盖履了履后 袁克定很是淡定地抿了一口 似乎掌控着现场一切的话语权 他可也是用行动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人 不管是野心还是姿态那都是有的 旁边的袁克瑞 也是偷偷地对徐悦竖起了大拇指 似乎对他敢于承担下来 感到了很满意和赞扬 不过反倒是徐悦脸上带了一丝疑惑 认错 我们的理解是不是哪里有些差异 随着他的话说完 在场所有人也都不由顿了顿 刚刚不是认错吗 那他这样说出来 是觉得让我们等着是理所当然 我曹 其他人也慢慢明白了他的想法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 不过这时候 却也都没说什么 扫的也不是自己的面子 自然乐得看戏 就算是袁克定也有些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回答 这么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谅了我们这么久 还觉得理应如此 这一下也让他逐渐发出了低沉如夜宵一般的笑声 哈哈 年轻可真好啊 立下了大功 得到了奖励 这一次又准备抱得美人归 好 很好 有气魄 谢谢 连过奖都不说 徐悦直接一声谢谢 将这些赞扬全都借了下来 噎得这位袁大公子半死 随后便是脸色变得阴沉了起来 他这里可是有着父亲的叮嘱 所以还真不敢把对方怎么样 但本以为这小子应该自己机灵点懂试点的主动 将手中的牌交出来 可没想到竟然是由言不尽 你 注意你的态度 袁大公子 在袁克定即将开口之前 徐悦便是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其他人这样还情有可原 但如果你乱来导致失去了这次机会 那就交由你自己去和你父亲解释了 这听上去无厘头的话语 放在其他人耳里有些莫名其妙 但听到袁克定和袁克文两人耳中 却是完全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你威胁我 袁克定双目瞪圆 不怒自威 哪怕是在现实 都依然拥有着一股骇人的卫视 如果你认为的话 徐悦很是礼貌地笑了笑 并没有过度地纠结于这个问题之上 可偏偏袁克定一时间 还真拿他没有丝毫办法 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 他干脆撂担子了 那最后的板子毫无疑问 也会打到自己身上 这家伙怎么敢如此对待自己 就算是他的大靠山 很是欣赏他的张作霖 对比起自己来说 也就是实力上略胜一筹而已 地位上那缝隙首领的身份 对比起自己袁大公子的身份 也高不到哪去 可恶啊 这家伙完全不按照常理出牌 本以为能够懂得讨好张作霖的家伙 应该会是一个懂眼色之进退的人 可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愣头青 这是完全被美色和当前利益冲昏了头脑 完全不考虑后果了呀 该死 凭什么这种好处要交给他 他何德何能 好好好 先任由你放肆 将来有的是机会 哼 显然相比于那位原家老四来说 老大和老二还是要靠谱得多 懂得取舍 不过也正因为靠谱 所以对付起来也要简单得多 随便的嘴皮子 碰一碰就能把他们对到墙角 反倒是 如果刚刚是那位四爷在蹦跋的话 还得采取一些更激进一点的方法 这种突然的反转 落在其他人眼里 也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袁克定虽然不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但有着一个绝世老爹 他在这个圈子里 还是当之无愧的头把交椅 可打了几句哑谜之后就沉默下去了 看来这位抱着张作霖大腿 崛起的新秀比想象当中还要更能干些呀 嗨徐悦 还记得我吗 我就是昨天和你换房间的曹世松啊 而在当之无愧的第一沉默了下去之后 其他人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随后便是由和徐悦打过一次交道的曹世松率先开口了 那带着滑稽充满了喜感的脸 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 但的确也还是让徐悦有点印象的 毕竟人家的老爹是跟着自己混的 而这家伙又这么能败家 找机会还是顺手敲打一下吧 别把他爹给榨干了 我出钱买你的情报 成交 榨干其实也可以 让自己来榨就是嘛 直接找张作霖和曹坤 他们要钱什么的怪不好意思的 现在这样就没多少压力了 第0951章 叙事待发 曹世松一个人出高价 单独购买了徐悦的情报 简直就是哄抬物价 本来其他几人也都在考虑 是不是合力给出点好处 来购买一份情报 这样虽然会有点小支出 但也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下嘛 他应该要给点面子的 几个人凑起来 每人的花费应该都不要到一个B级 哪怕到了他们这种程度 B级剧情点也不是说放就放的 在任务空间里 碰到了可都会努力去做 要付出的要有对等的价值才行 眼前就很适合嘛 可特莫的哪里来了个傻子 竟然一个人直接独家将情报垄断了 你这么败家 你家大人知道吗 面对那得到了独家情报 笑嘻嘻好像赚了的曹世松 其他所有人都一阵无语望天 只是很快 袁克瑞也偷偷地向徐悦招手 似乎也想要完成什么 批外交易了 你之前为了我怒怼我大哥的诚意 我已经接受到了 我认可你的这一份忠诚 像是你这么有眼界的人 真的是不多了 袁四公子一开口 绕是徐悦的心境 都不由转头多看了他一眼 本以为是个和曹世松一样的青铜 结果 这 这家伙到底是脑补了一些什么 看着袁克瑞那一脸欣赏赞扬的表情 还有那特地摆出来的雍容姿态 看来 传言果然不许 这家伙是真把自己当四阿哥了 面对这等存在 就算是徐悦都是无言以对 招惹不起 拱了拱手后 便是直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车厢 看得袁克瑞眼中精芒一闪 若有所思 这是他在为我出谋提醒我什么 是在暗示我要折服吗 果然英雄所见略同 交通工具用的是传统火车 就是为了降低可能出现意外的概率 如果真还有人在这种时候 利用特殊权限覆盖道具 进行覆盖和拦截的话 覆盖整辆普通火车所需要支付的费用 也会再次上一个台阶 为战先败 所以 一路上火车 还是伴随着鸣笛声慢悠悠地抵达了帝都脚站 这就是帝都吗 不管是德国还是法国的首都 徐悦都去过 但那两国国都虽然也都给人以厚重质感 能够感应到那防护监测大阵 可对比与华夏帝都上方那浓郁至极的国运 却还是天差地别 这不单单是三国积累的差距和不同 也同样证明着如今掌控国运的清廷对国运的把控正在衰减 以至于在外也能直接感应观测到 法国和德国的国运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都被把控得很老稳 才是 而且 徐悦还从帝都上方的国运之中 感受到了一股衰败感 的确不愧是将一守天狐打成对三的我大庆 迎接的车队也早已经抵达了车站 而车站也为了这专列特地进行了封锁 如今也只有他们一行在使用 只是看着眼前的车辆数目 北洋这边的一行 脸色确实显得有些难看 这明显是没有准备他们的 这是刚刚过来就被给了个下马威 毕竟这里是帝都 行程安排的确是清廷说了算 想要故意恶心人 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哎呀 你们北洋的办事处 没有单独安排车辆吗 那可真是可惜 从清廷那专属车厢下来的载阵 看着脸色阴沉的北洋一行 也是露出了一种遗憾的笑容 要不这样吧 我们再到处搜罗搜罗看看 有没有马车 差不多在他话音刚刚落下 几位挂着鞭子 带着良貌的驻战士兵 便已经是牵了好几辆马车过来 摆在了前面的车队后方 明显是准备多时了的 普通的马车 对比当前时代 已经算奢华的汽车 那当真是有着明显的对比 就是摆明了告诉他们是故意的 徐悦的情报 对于清廷的人来说 当然也有掌控 特别是在镇 通过双方透露出的情报结合 几乎可以确认 自己的死就和这家伙 利用羁绊剧情人物算计有关 自然是将能收集到的资料 都已经搜罗齐全了 知道他可能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认识了包括雪莉在内的几位法国贵客 先手上落后了北洋一筹 那自然要借助主场优势补回来 这种姿态 让北洋所有人都同仇敌忾 表情都甚是冷漠 反倒是徐悦依然还是无所谓地笑着说道 我不坐马车 哈哈那可真抱歉了 我们临时吊也吊不过来 要不你们在这里等着先 仔镇没有丝毫掩饰自己讥讽的态度 不了我和雪莉挤一挤就行了 雪莉那边歪了歪头 便是示意自己的小侍女下车 腾出位置来 不得不说 雪莉的态度不单单是让北洋和清廷的 这两拨人吃了一惊 就连布里特他们三位国际友人 都是瞪大了眼睛 我曹 小老弟 怎么肥四啊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 说好的没威胁呢 雪莉虽然一向对你们的态度不错 但还不至于到共乘一车的程度吧 我们都没遇到过 等等 这是朝廷贵客 就算贵客不介意 你又如何能如此失礼 在镇检只要爆炸 怎么能够这样 布里特也连忙说道 要不和我们挤一挤吧 反正都是大男人 无所谓的 我不喜欢和男人挤在一起 怪恶心的 雪莉一口气就回绝了两方 还有 不是都撕破脸了吗 为啥还朝廷朝廷地挂在嘴边 难道还期待我们对清廷有什么尊重 还不嫌丢人吗 轻描淡写的两句话 直接要把在镇点炸了 扫了一眼 在镇他们那炸毛的反应 上车后徐悦也是稍微思索了一阵 看来不是他们了 不过的确也是 这对清廷来说没有丝毫的益处 虽然治国方面菜得抠脚 但他们的政治艺术也不可能会犯这种错误 那个老妖婆的手腕也是不可否认的 有了徐悦这么一打岔 哪怕后面清廷又变出了几辆车 也没打消他和雪莉挤在一辆车上的行为 不管是北洋还是清廷 又或是法国的几位 都已经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这个原本估算是无害的小老弟 竟然利用我们的无事 已经将好感度刷到能同车而坐的地步了 这可是比所有人都领先了一大步 追都好难追了 可是人家雪莉殿下都没意见 众人还有什么办法 清廷的命令不听 而北洋这边甚至理论上还得帮扶他一把 自然也没人能阻止得了他 只能想办法开车快点 先进城抵达目的地再说 伴随着车队的启程 远处一座小山丘之上 也有两人放下了自己的望远镜 柳生老师 真的要采取这种办法吗 一位年轻俊朗的男子 恭敬地对旁边一位两鬓发白的中年男子说道 如果你们几人的机会够的话 我自然不愿意采取这等下策 可惜清廷也在防备我们 根本就没有给你们一丝一毫的优势 你们的机会太低了 但不是还有机会吗 为何不再等等 年轻男子依然还是有些疑惑 再等就怕我没有出手的机会了 袁世凯已经入京了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第0952章 风平浪静 大型军团就是积累够多 车里枕靠在雪莉弹性的大腿上 徐悦也是享受着她那如葱般的手指 为自己揉着太阳穴 前方反过来将司机赶下车 代替了司机位置的可爱小侍女 都是一边开车一边嘴巴都变成了O型 似乎完全不理解 自家小姐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而就在两人都有点疑惑 徐悦为何要这么说的时候 忽然间一股夹杂着死亡的惊悚感 却是同时浮现在了两人的心头 浑身寒毛树立 殿下小心 正在开车的小侍女 连停车都没来得及停 直接撞碎了驾驶椅 朝着雪莉身边护来 张开手挡向了一个方向 从车窗向外看去 便能够见到一位身披缩衣 头戴斗笠 腰挂太刀的浪人 正从天空缓缓踏云而来 只有自我舍弃 才能看见真实 伴随着那浪人从云端走来 他的声音也回荡在了天际之间 然而 能够听到他声音 看到他的人 却只有雪莉车上的三人 整辆车都好像被从世界当中 剥离了开来一般 后方所有车辆都处于了 完全静止的状态 全都化作了黑白之色 车上所有人 好像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全都冻结 而渐渐地 这一片空间当中 便是诞生了一缕缕的剑意 随后逐渐不满 充斥在了整个空间当中 当剑意出现的刹那 强如雪莉 还有她那位实力不算弱的 小侍女两人 也都同时被冻结了起来 好像四周空间都被凝固了一般 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此时 那道人影也正好走了下来 走到了车门之外 隔着车窗看着里面雪莉 那精致绝美的脸庞 那缩衣斗笠男子 也是发出了一声叹息 红颜易逝 烟花易冷 真是可惜了 不过能够死在我这一招之下 也算是你死得其所 伴随着她的叹息 她的手也逐渐握在了腰间的剑柄之上 虽然安排的那几位 并不是完全没有一丝机会 但帝国不允许出现意外 不管是北洋还是清廷完成了与法国皇室的结亲 都绝不是帝国所愿意看到的 之前之所以还会安排人参与进来 仅仅也就是丢个烟雾弹而已 为了一击必杀 为了不留下任何痕迹和破绽 为了尽可能的缩小范围 降低权限消耗 才会由自己亲自出手 愿你下辈子不要再入皇室 朴实无华的剑芒闪过 速度并不算快 但在这绝对静止的世界之下 也能够说是无上限的速度 速度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可言 就算是到死 他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杀的自己 也不会有痛苦 然而下一刻 一脸风清云淡的柳生有急 却是瞳孔都收缩了起来 在自己制造出的绝对剑语当中 除了自己之外 竟然还有人能动 怎么可能 这是剑23吗 不过感觉不太像啊 你应该柔和了自己的东西进去吧 了不起 在他将剑招展完之前 自己打开另外一边车门 自己下车 然后又绕到了前面 走到了剑招之间 再将对方的兵器 从手上取下来 转动着手上的太刀 徐悦脸上也少有的出现了一丝赞叹 这个家伙出现在这里的 其实是一道灵体 或者说是原神 他的肉身还在远处的山丘之上 利用了一道极度狭窄 仅仅只是将自己这辆车包裹进去的权限道具 开启了空间权限 让这里变成了战斗区域 而后再支付了高额开启费用的瞬间 便是进入了这原神出窍的超强剑招状态 完全将整片时空都完成了冻结 进入了一种介于真实与虚幻 介于生和死之间的独特诡异状态 有很明显的剑二十三气息 但又脱离了剑二十三本身的桎 融入演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倒不是说这一招一定比剑二十三好 而是说这一招最适合它 这是一个真正走出了自己道路的强者 真正的制强者 如果没有自己在这里的话 它恐怕能够从容不迫地杀人 再从容离去 所有人都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最后也不会知道凶手是谁 你是谁 柳生有吉是一位真正的爵士强者 哪怕震惊于对方 破开自己见招的强大 却也依然很快地恢复了自己的心境 用一种平稳而淡然的 与其开口进行了询问 当年虽然输在了袁世凯手上 但哪怕是那时尚未完善的这招 他都无法如此破除 从我最擅长 最正面的角度破除 他与其平淡 似乎只是在陈述着一件什么 他这一招很强 但同样也有着弱点 当年 他们七人围攻袁世凯 那犹如霸王在世的宿敌 完全是靠着蛮横的力量 震荡到了自己的肉身 才强行破除的 而配合自己的同道们攻击 自己这一招也是成功率先计上了他 可没想到现在 在旁边观望了这么久 你不会没有一点我的资料吧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还是有点名气才是 我在空间方面也是有点自信 这么说怪伤心的 徐悦把玩着他手中的冰刃 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不是伪装吗 对于这等强者的话 柳生有极相信他不会无聊地骗自己 那不知能否放我回去 我可以答应回去之后 终身立志于终日和平事业 冷静 果断 强大 精准判断 柳生有极个方面来说 都当真是相当出色 没有侥幸心理 没准备自己帝国的年轻人 可以成功 而是求稳地直接弹刀刺杀 将这位法国高贵的皇女击杀当场 一出手就是最佳的位置 也是自己最强的招式 泰山压卵地完成雷霆一击 被制止后 也同样没有抱有什么侥幸心理 没有脑补对方 击败自己是靠什么运气 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双方的差距 同时也已经立刻明白 当年一个袁世凯 就打到了日国无法再次扩大战果 不得不认同那一份和平协议 现在却来了个更狠的 仅仅这一冒头 就能够将我们精心准备多年的计划 全部打乱 如果帝国无事 他还继续强行来的话 恐怕最好的结果 都是和华夏两败俱伤 无法超越当年的收获 已经没有这一份必要了 所以 柳生有吉所说的话 是完全出自于真心 也是郑重的承诺 但下一刻 把玩这太刀的徐悦 便是重新将太刀弹了出去 刀柄直接将柳生有击 整个元神之躯都完全撞碎 啊 以后等我想要和平的时候 再去找你吧 嗯 在日国找你 逐渐消散 一直蔓延到脑袋的柳生有吉 在元神完全溃散之前 也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本想要化解帝国这一次劫难的 看来是失败了 希望 哼 伴随着元神的溃散 那缓慢倒飞 撞碎了元神的剑柄 也是速度逐渐加快 好似将整个静止空间都震荡了起来一样 轰隆隆地从缓慢到闪电 直射那远处的土包而去 将剑柄弹开之后 徐悦也轻笑了一声拍了拍手 随后再次拉开了车门 回到了雪莉 大腿伤躺上 同时本来被那侍女撞碎的车座 也再次被现实扭曲恢复了原状 那小侍女也再次回到了司机驾驶位上 一切复原之后 原本的冻结世界也宣告破碎 车队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般继续地朝着前方行驶而去 哎 奇怪了 刚刚怎么了 那有些迷糊的小侍女 抓着对比她来说 巨大的方向盘 脸上露出了一丝茫然的神色 那种建议空间的压迫 不是她所能够记忆下来的 就算是雪莉都只隐约有所察觉 好像刚刚是发生了什么 远处商丘 被剑柄贯穿 与柳生友吉尸体连在一起的那位年轻人 嘴里不断向外涌出内脏碎片 整个人也眼神空洞地跪了下去 双目一片茫然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0953章 惩罚任务 柳生友吉的实力 在轮回者当中都毫无疑问 是最顶尖的 哪怕是资深乱入者面对她 都会被轻而易举地秒杀 甚至能够达到 让旁边人都无法察觉的地步 所以 这么一位绝世强者的陨落 当她在日国的重生之地出现之后 也是引起了一片哗然 失败了是吗 以你的实力 恐怕是袁世凯亲自动手了 那老狐狸也愈发地狡诈了 而且竟然能够留下你 让逃脱的能力都没有 看来这段时间 她的实力也再次变强了 选择柳生 有吉来进行这一次的行动 毫无疑问 也体现了日国对雪莉的重视 和一些新秀与天骄的威胁不同 一旦雪莉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联姻 这代表着华夏能够直接多出一个老牌列强成为盟友 这是日国所绝对无法允许的 在挑人的时候 也是斟酌再三 才是由柳生有吉这位老牌大佬 自告奋勇 前往了华夏进行行动 她的能力 不管是进行刺杀 还有刺杀后的撤离 都是相当优秀的 可没想到 依然还是栽在了华夏 袁世凯吗 脸色惨白 刚刚从一个类似于洋水池的池塘中爬出 身上都还布满了粘稠液体的柳生有吉 也是低声地呢喃了一句 本以为见招大成 就算不如也能够自保 看来还是太小看你了 那我们派去的那几位年轻人如何安排 刚刚得到消息 你的弟子也已经在他的重生之地出现了 不过其他几位应该还没事 你报备的计划上有说明 你应该是在华夏帝都郊区进行伏击的 当时的协助人员便是你的弟子 而其他人现在正在帝都之内 通过简单的一些说明 和对方行动之前汇报回来进行报备的问题 大体上也能够判断出现在的状况 推导出很多消息 现在你的安全问题是当务之急 在恢复之前 务必不要离开神社 在这里静心修养 至于在帝都的那几个小家伙 那就给予他们最大的权限和资源 务必要破坏本次中法联姻 让他们分好组 交替跟随那个女人进入任务空间 实在不可行的话 那就协助清廷的人 柳生有急死得很干净利落 在日国的知情者当中 也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不过这种级别的存在 不管是位置还是生死 都是绝对的机密 就连在帝都的那几位日国代表 都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 好像是取消了原本的暗杀计划 给予了他们新的命令 对于这种命令 他们当然也是乐得接受的 而北洋的代表和雪莉在接下来后 也是平安入城 因为袁世凯的入京 也为帝都带来了一种诡异的平衡 清廷方面 倒是也没办法动什么手脚 一切也都进入了这诡异的平静当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下一次的惩罚任务 也即将到来 惩罚任务吗 那可真是可惜 没办法和我们组队了呀 布里特一脸可惜 实则暗爽的表情说道 徐悦已经能够和雪莉同坐一车了 这件事也为一直都很乐观的布里特 敲响了警钟 哪怕还没发展到那一步 可这也足够证明 对方在雪莉心中的好感 已经要超过自己不少了 而这一次 因为都在华夏的关系 所以雪莉 组队的最佳对象 当然就是我们几人了 那就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和我们组队了 戴高乐也是乐呵呵地 拍了拍徐悦的肩膀 不得不说 从上一次重生的负面状态当中 完全正脱出来了之后 戴高乐的实力进步速度 那是相当之快的 似乎靠的就是雪莉所提供的动力 为他带来的紧迫感 另外一边的约翰逊 则是目光一直都落在雪莉 身上没有一看 根本就舍不得少看一眼 那就感谢各位的好意了 放心 惩罚任务我也做过几次的 只要不贪心的话 最起码不会亏本 而且哪怕再糟糕 也不会丢掉小命 不是吗 徐悦扫了带着些许 担忧神色的雪莉一眼 笑着解释了一句 那可不一定 我听说法国有个家伙 就是在一次惩罚任务当中中标了 好像背上了一事都还不清的债务 他可也是一位老牌乱入者 你也要注意 不要中了空间陷阱 布里特再次提醒了一句 嗯 谢谢你的提醒 那么 今天就此别过 同三人告别之后 徐悦也前往了北洋住京的办事处 那里有安排好的房间 这法国三人组 或许现在还并不清楚 那为长者安排的计划 但既然 他们已经来到了华夏 那等到关键时刻 这一份力量 也算是能够为我所用 所以就请努力提高自己的实力 增加一点自身的砝码吧 坐在北洋住京办事处 大厅的唐宝巢 看到了徐悦进门后 便是面带严肃地走了过来 估计你可能会有点麻烦了 为何这么说 徐悦见到唐宝巢也是笑了笑 因为你和雪莉殿下的亲密 让其他那些竞争者 都有些排斥你 虽然或许明面上不会做什么 可小动作肯定不会少的 没事 我不怕小动作 徐悦的回答 也是让唐宝巢感到了有些无语 这家伙竟然比自己还要耿直 不过也是了 以前在社团的时候就听说过 这家伙是个老好人 做事正派 真不知道 怎么在轮回空间 这种地方混到现在的 这种轮回者可真是稀少 不过也正因如此 所以才值得交往 自己也不太喜欢那些虚伪的家伙 耿直点有什么不好的 随后唐宝巢似乎是又想到了什么 对他提醒道 还有 你这次任务是惩罚任务吧 因为上一次是双方大批次的使用指定权限进入 所以这次惩罚任务 估计都还能碰到不少熟人 还是清日那边的人更多点 所以 事不可为的话 扣点小钱 保平安就是了 不要中了陷阱 说完后 便是严肃地看向了徐悦 似乎在做着提醒 让徐悦一脸的意外 惩罚任务里面 都是摸着石头过桥 和轮回空间斗智斗勇 他们竟然还会搞小动作吗 那是自然 从来不要怀疑他们的不择手段 那真是让人唾弃 太可恶了 伴随着这样的交流中 徐悦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将门刚刚关好后 四周的画面便是直接定格 随后轰然破碎 丁惩罚任务 寻找宫藤新一 任务中死亡将直接导致任务失败 扣除任务费用 失去本次任务空间所得与记忆 不消耗重生权限 任务限定 本次任务为随机区域安排 每一位轮回者将会获得容貌偏离 能力枷锁 肉身调节 容貌偏离 容貌认知出现混淆 无法单凭容貌识别其他轮回者 能力枷锁 在不付费的情况下 大部分能力无法使用 肉身调节 根据参与任务轮回者的能力不同 按照指数比例换算 最高不会超出人类极限 限定解除条款 一 可通过持续付费解除能力限定 但一旦对任务空间造成任何影响 都将是程度额外扣费 二 遭受能力限定解除者的攻击可自由反击 但反击不得波及他人 否则按照损坏程度不同进行额外扣费 本任务空间可带出能力 一 真相 只有一个 通过细微观察与推理 有几率识破任何伪装类权限 破绽发现越多 推理越完善 则几率越高 二 黑影人 通过伪装身份 隐藏细节 散布诱导信息 有几率 无视任何权限的侦测能力 进行伪装 隐藏得越好 被识破的几率越低 第十五卷 科南世界的 第0954章 开局 惩罚任务啊 生命风险上来说趋近于零 但扣钱的风险却超过了九成啊 出现在一处办公室当中的徐悦 坐在靠椅之上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感慨的神色 每一次惩罚任务 空间都有办法 让所有轮回者乖乖地按照规则 在这些普通世界当中送钱 这一次更是提前就将两份可获得的独特能力 直接标明了出来 不管是真相 只有一个 还是黑影人 那种无视权限的特性 都可以说是相当实用的能力 哪怕对于自己来说 都是有用的 目前 自己的隐藏权限是一个S级别的道具 绝大多数时候 的确是够用了 但随着自己的地位提升 受关注度提升 迟早还是会失效的 至于SS级别的任务点 用在隐藏权限上 就目前来说还是有些浪费的 这种情况下 如果能够得到这两份能力 那倒是也不错 随后 徐悦便是张握了一下手掌 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力度 嗯 很弱 握力大概也就是200多公斤的样子 普通人的极限级别吧 其他方面的属性大体上也差不多 百米九秒左右 各方面都是人体极限的样子 不过好歹 体力方面好像没啥影响 也就是说自己大概能够以时速40km左右的速度跑个一天一夜 而且冥冥中还有一种感觉 如果只要自己付钱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打破这一层桎 不过显然 只要神志清醒的话 进入惩罚空间都不会进行这些不必要的消耗 真想要任务空间里称王称霸完全可以去物美价廉的享受空间 而随后 徐悦也得到了这一次任务当中的身份安排信息 综合名望这东西 哪怕是惩罚任务当中也是能够发挥出作用的 佐藤悦 26岁 警示厅警备部部长 警闲警示长 平淡无奇 有一个姐姐叫做佐藤美和子 平淡无奇 手上掌管的警备部也就警备第一课 警备第二课 灾害对策课 警卫课 警户课这五个课 各课的规模也是平平无奇 比如警备第一课里 也就只有一支叫做SAT的特殊集袭部队和九支机动队 警户课负责保护首相之类的安全 在警示厅的上司有朱星登志夫 副总监和白马总监 评级的搭档也有不少 比如小田千敏郎刑事部长 小田千敏郎刑事部长所管辖的警示厅刑事部搜查一课课长 叫做松本清长 松本清长的搜查一课下 有一个强行犯搜查三系的组长叫木木十三 而且作为空间安排身份 能够强行自然化 别人不会对自己的年龄和资历出现什么疑惑 柯南的背景还是处于九十年代 网络刚刚兴起 手机都还是翻盖手机 主线任务对于徐悦来说 自然是没有丝毫难度的 公腾心一是谁 在哪里 对其他轮回者是一头问号 但对自己来说 直接提起那小不点就是了 不过 想要搞到那两份特殊能力的话 还是要花费点心思的 特殊能力只有描述 没有获得方法 但大体上还是能够推测一二 真相只有一个 可能是需要通过侦探手段来破案 并达到某种程度 黑影人可能就需要 通过各种柯南氏密室案件来进行了 当然 具体还要看实际情况 说起来的确是有那么点头疼的 拿起报纸 没有意外地在上面 看到了公腾心一的消息 是云霄飞车杀人事件 哦 报纸还是昨天的 也就是没有意外地 在轮回者们进来的时候 咱们的抗日英雄 公腾心一同学已经凉了 变成了死神小学生柯南 而随后 徐悦便是召开了一次警备部的内部会议 认识了一下自己手下的几位课长 毕竟自己肯定得做甩手掌柜的 以后具体的事物就要靠他们了 会议的气氛整体上来说 当然是和谐的 领导放权下来 对于各位课长来说 当然是好事的 散会之后 在办公室把玩着手上的配枪 感应到空间的信息提示 徐悦脸上也略微出现了一丝惊讶 这警用配枪的伤害并不高 就是普通的枪械伤害 但却有着命中人行敌人后的绝对流血能力 不过根据射击的部位和目标实力不同 流血的时间也会不同 但总之肯定要流血就是 特别是在本次任务空间当中 还会附带临时致死概率 惩罚任务里的这些道具 还真都是稀奇古怪的 大体上安排完了工作计划 并且也已经对这古怪空间 有了些了解后 徐悦便也直接提前下班了 到了她这种级别 可绝不是一直待在办公室工作的 老姐 我来混饭吃了 没有乘坐专车 而是靠着地铁来到了佐藤美和子家后 徐悦也是拍了拍她公寓的房门 伴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 房门被打了开来 露出了一张脸 茫然好像没睡醒的翘脸 睡衣有些歪斜的滑落 露出的半边精美的锁骨和圆润的相间 你怎么来了 几点了 还没下班吧 我好不容易休一天假啊 自己去泡泡面去 见到了徐悦后 佐藤美和子白了她一眼 随后便是又穿着睡衣 抱着枕头哒哒哒地回到了客厅 直接缩在了桌下面 睡在了踏踏米上 根据身份上的安排 徐悦和佐藤美和子的关系很好 不过 作为姐姐混迹了这么久 也就是混到了一个颈步补的颈衔 而自家老弟 却好像是开挂了一样 火箭提升 根本就看不懂地 爬到了那个高度 虽然因为是空间安排的关系 什么太年轻 梅姿力之类的疑惑 也会自动从他们脑海中抹除 自然而然地接受这设定 但作为要强的佐藤美和子 作为一位姐姐 被老弟甩了这么远 也当然是感到了姐姐的威严 遭到了挑衅 所以态度上 当然也会没啥好脸色给 好吧好吧 我自己来动手好了 看着那乱糟糟 打着马赛克的厨房 徐悦也不由翻了个白眼 随后便是撸起袖子 准备先把老姐的好感度刷爆管 咚 将空空如也连汤水都没有的面碗 放在了桌上 佐藤美和子 凝视着徐悦郑重地说道 以后就住在这里吧 我需要尽我做姐姐的责任照顾你 说完缓打了个宝格 可我这段时间放权下去了 准备到处实地调研一下 调研恐怖袭击 灾害和暗杀发生的可能性 正好也想要多了解一些凶案现场 如果你求我的话 啪 没有丝毫犹豫 佐藤美和子便是五体投地地败了下去 第0955章 案件 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啊 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我感觉亏了好多 佐藤美和子饭后一副亏大了的样子 咸鱼一般地躺在榻榻米上 不愿动弹 而徐悦也在大体上估算现在的进度 虽然时间在柯南 这恐怖时间轮回的世界当中算不上什么 但剧情极数还是能够判断一下的 洗衣机出事的当天晚上 就遇到了阿力博士和小兰回家 正好碰到了富豪千金绑架事件 这件事应该已经过去了 自己想要充分开发出那两份能力的话 很显然一直跟着那一栋死神 小学生走势能够更加轻松点的 理论上 佐藤美和子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是神秘狙击者杀人事件 已经是一百多集了 不过以柯南里的古怪时间体系来说 佐藤美和子 现在也依然是在木木警官手下当差 只是前面阶段没出现这个人而已 从他今天闲鱼放假的样子来看 估计正巧前面的那些个案件 他都刚好错过了 也就是说今天理论上应该是有案件才是 既然你答应了要听我的 那就也要协助我的一些工作 正好你不是刑事部的人吗 带我去去案发现场观察一下 来感受一些犯罪的提示 方便我做好警戒和预防工作 既然决定了要报警柯南的小腿刷案件 那徐悦自然也要解除佐藤美和子的咸鱼状态 啊 今天我休假啊 明天带你去好不好 吃饱喝足后的咸鱼 似乎是有些想要粘在榻榻米上不动 行 我也不逼你 你休息一天 我就少做一天饭而已 等我换下衣服 开着自己的红色马自达 佐藤美和子也在轮休的这天 带着徐悦前往了自己的办公室 一路上也是不断地有人向他打招呼 并且对于他身边的徐悦也都有些好奇 因为级别差距太大 而且也不门不同户不同属的关系 所以 徐悦的身份并没有被佐藤美和子的同事们认出来 佐藤桑 今天你不是休假吗 闲不住 过来看看 佐藤桑 这位帅哥是谁啊 你男朋友吗 我老弟 带过来增长点见闻 佐藤桑 不得不说 佐藤美和子在他们系的人气 那是相当高的 只要是未婚的男性 似乎都会着重于关注徐悦的身份 不过在听到了是弟弟后 便也都放松了警惕 而来到了佐藤的办公室后 整个下午也都是相当的正常 一点突发事件都没有 大多都是在整理卷宗或者审理之前的案子 徐悦也在这个时间段 同办公室的其他人打得火热 大家看他是佐藤美和子的小老弟 也都很是关照 特别是高牧更是不断地同徐悦套近乎 高牧在柯南里出现的时间算是比较早的 21级里就开始成为背景板登场 不过102级里才正式出现名字 只是今天 在下午都过去了 他们都准备下班的时候 徐悦都愣是没听到有什么案件的发生 这倒是有些意外了 下班了 一起喝一杯吧 高牧笑哈哈地对着徐悦说道 哈 吃什么吃 外面的都不干净 回去吃了 不过 徐悦还没开口 另外一边在办公桌上 趴了一下午的咸鱼 便是先炸毛了起来 听得高牧满脸的猛逼 不是吧 左腾桑不喜欢吃外面的东西 从未听说过啊 加个夜班吧 徐悦回头看了左腾美盒子一眼 让她有一种抓狂的感觉 老娘的假期啊 有案子加班没话说 但明明是没有要加班的事 你就把老娘定在办公室 是想要搞事吧 买点食材来这里 我随便料理一下就地解决就是 我去买 本来一肚子牢骚的左腾美盒子 便是直接站了起来 一脸的严肃 一副谁也别和自己抢的意思 看得旁边几位同事 也都感到了有些茫然 他们倒是从左腾美盒子 还有徐悦嘴里知道了 徐悦这段时间 都想要增加一些社会阅历 特地来这里跟班的 只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会这么发痕 而高牧也是两眼茫然的 被左腾抓壮丁地去买东西了 左腾君 你以后是都会来跟班吗 都会在这里吃吗 能搭个火吗 一次性塑料盘都快舔干净了的高牧 双目发直地看着前面的徐悦 似乎也是明白了 为什么左腾小姐不愿意吃外面的东西了 为什么我没有这么一个小老弟 如果 只是徐悦这边还没说完 木木警官便是从办公室内冲了出来 今天值班的人跟我出去一趟 有刑事案件 终于还是来了 原来是晚上发生的呀 木木警官挣了正帽子 也同样发现了外面的徐悦 听到左腾美和子介绍过后 似乎也感觉哪里有些耳熟 好像听说过什么 但随后又放在一边了 案件优先 作为警部补 而且还留在了现场的左腾美和子 当然也要跟着一起出警了 由他们直接接手的案件 肯定是恶劣的刑事案件 很可能还死人了 而果然 在上车后 听到木木警官的话 也都确信了这一点 刚刚接到报警 在知名影星冲野杨子家里发现 有个男人被杀害了 听到这里 徐悦心头也闪过了一丝了然 明白了是哪个案件了 这个案子里 柯南就已经开始获得 他的神奇小装备 并且开始认识了少年侦探团的三人组 啊哈哈 木木警部 我已经保护好了现场 并且做出了初步的调查 只是来到了现场后 木木警官便是率先听到了一个有点耳熟的声音 然后看到了一个有些眼熟的身影 正是毛利小五郎 不过现在的毛利小五郎 还没进化成沉睡小五郎 也没有被柯南连累到死神附体 所以木木警官看他更多的 还是以以前的老同事 眼光来看的 怎么是你 不要把案子越搞越乱就好了 木木警官看向毛利小五郎的眼神当中 充满了嫌弃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黑历史 而一直仗着左藤美和子的关系 跟在后面的徐悦 也第一时间锁定了 那正在案发现场到处晃荡 观察着什么的小屁孩 其实看上去还是蛮可爱的 让人看了忍不住想要捏一捏他的脸 第0956章 试探 抱着生无可恋的柯南坐在沙发上 揉着他的脸 徐悦也在遭受着木木警官的抱怨 毕竟自己是跟着美和子过来的外人 不过看着自己一串似 抱着柯南 同时拴住了偷偷跟过来的 不美他们三人的帮助下 还是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能管理好现场的熊孩子也是个功劳 你可真受小朋友欢迎啊 毛利兰看着徐悦用几个小零食 就成功打发了不美三人组 还抱住了柯南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好奇 听木木警官说你不是警察 不 我是 徐悦扯了扯怀里柯南的脸 顶着他的死鱼眼 和毛利兰随便地撩着 可是他刚刚说 我和他不是一个部门的 这次是跟着我老姐过来 多收集一些经验的 徐悦再次简单地解释了一遍 听得他怀里的柯南嘴角一阵抽搐 还真是随便的理由啊 竟然为了增加经验而来凶案现场 他是以后也准备调来刑事部吗 不过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不靠谱的家伙 竟然也是一个警察 而不等着柯南胡思乱想 徐悦便是率先发声说道 警部 刚刚山岸荣先生 好像口袋里面藏了什么 徐悦的声音 不单单是让经纪人山岸荣心害欲绝 也是同样吸引到了 木木警官和柯南的注意力 刚刚柯南被抱着的角度 也同样发现了他的小动作 只是还没来得及去了解 竟然就被旁边这家伙叫穿了 郝敏锐的观察能力 看来他说 他是警察是所言非虚了 山岸先生 你到底藏了什么 木木警官也同样吃了一惊 不过他还是选择了相信徐悦 毕竟这是自己得力不下的弟弟 没有理由欺骗自己 而且在自己发问之后 山岸荣那慌张的表情 也没有瞒过他这位老行真 随后 他们便是从山岸荣手上 发现了冲野杨子的头发 随后 嫌疑人矛头一下 就锁定到了冲野杨子身上 这头发是在死者手上发现的 那么 不对 不是这样的 柯南在听到木木警官的开口后 也是心中焦急 虽然还没有完全看穿关键 但他却可以确认 凶手肯定不是冲野杨子 警部 死者中刀是背部 他应该没有能力 抓住凶手的头发才是 而这时候 抱着他的那位警察先生 也再次说出了他心中的想法 让他不由回头多看了一眼 只是一回头 便是看到了对方 盯着自己那大有深意的眼神 小朋友 你说 我说的对不对啊 呵呵 叔叔好厉害哦 柯南不得不肉麻地 发出了自己的同声夸奖 真怪 徐悦伸手在柯南头上按了按 揉乱了他的头发后 也是随手将他放在地上站了起来 本来的话 还有另外一位持则幽子的耳环 在沙发底下的 事情和他也有那么一点关系 不过对于整个案件的侦破来说 要不要他在场也并不是关键作用 况且 自己也想要来进行一个验证 警部 我大体上已经明白了案发的经过 徐悦的起身 也是让旁边的柯南吃了一惊 而因为前面两次正确的提示 木木警官倒也没有再对这位不速之客有排斥了 哦 是吗 难道你也是一位侦探 不 我是警察 只是部门不同 徐悦随手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封面 向木木警官展示了一下 就警察的证件来说 外皮还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里面会有着不同而已 这让木木警官也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 左藤美盒子的弟弟也是警察啊 但从来没听他说过啊 刚刚各位已经了解到了死者的身份 是冲野杨子小姐的前男友 所以 冲野杨子小姐委托毛利事务所调查的跟踪事件 也可以宣告破案了 就是死者干的 在死者的身份被查出来了之后 事情的发生其实就能够大体上捋顺了 前男友 不甘心的尾随 高温的空调 尸体旁边的水渍 以及那木制地板上的凹痕 前因后果以及自杀的证据 全都一一展露 再拿凶器的刀柄和凹痕对比吻合一下 也直接认定了这死亡事件的真相 让在场的警察都心服口服 哎呀 左腾老弟 这次可还真要感谢你了 木木警官很是诚恳地对徐月道谢道 称呼也变成了左腾老弟 如果不是对方的话 这个案子可还真会很麻烦 说不定还会冤枉好人 而且再怎么对方也是一位警察 由一位警察帮忙解决了案件 总是要比民间侦探来得好 一边想到这里 他便是又横了 正在给冲野杨子大献殷勤 不断安慰他的毛利小五郎一眼 同样的 柯南对于这位新出现的年轻警察 也是感到了一种息息相应的感觉 对方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多少 但刚刚却是比自己都率先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真是了不起 不过他自信如果自己不是小孩的身体 也能够有着大人的行动权限的话 自己也不会输给他就是 还说不得你啊 能够升官这么快果然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左腾美和子靠近了徐月低声地对他呼气道 不管如何掩盖 真相都只有一个 我只是将真相说出来了而已 而徐月也是谦虚地笑了笑 同时感应着那一种诡异的感觉 刚刚自己体内似乎多出了什么东西 虽然没有形成技能 但应该就是和那真相 只有一个或黑影人的能力有关 也有可能两个能力 都是依靠这东西来成型的 或许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 就能够选择激活某个技能 而且这次的事件当中 也一直都没有发现轮回者 嗯 上次任务当中的轮回者有很多 不过柯南里也是现代社会 几十亿人口 天知道他们被安排在了哪里 不过 龚腾心仪毕竟是一位名侦探 只要不太废的话 多少他们也能够慢慢追寻这痕迹 来到这里才是 对了 木木警官 虽然可能和案件无关 但我刚刚还发现了这一个耳环在沙发底下 不知道是不是冲野杨子小姐的 等到接收到了那股古怪的经验之后 徐悦又用手帕将池泽幽子掉落的耳环给拿了出来 这是池泽幽子小姐的耳环 怎么会在这里 冲野杨子也有些吃惊地说道 哦 这样吗 虽然案件已经破了 各方面证据都已经说明了死者是自杀 但毕竟是死人的现场 为了稳妥起见 木木警官还是安排了池泽幽子过来 而后又补全了他在这个环节当中起到的引导作用 当这个环节也完成之后 徐悦体内的经验值更是再次暴涨了一截 就那股感触的量来说 新增长的量比之前破案的量都还要更高 而且高出许多 原来如此 感受着增量的变化 徐悦也有了一丝名物 看来如果能够完美地将案件还原 所获得的奖励比只是找出凶手要高很多 这大体上也能够为自己后续的行动提供一些参照了 好了 今天也这么晚了 我就先回家了 告辞了各位 弄明白了大概后 徐悦也向着诸位摆了摆手 还单独对柯南也摆了摆手 还有我们的小侦探 下次再见了 说完 便是扯着佐藤美和子回家了 他今天本来就是休假 而且 案子也已经了解了 后续的收尾工作 自然也不需要他出面了 呵 只要能抱紧柯南的小腿 还怕没案件吗 第0957章 情人节 这小腿不好抱啊 看着手上的报纸 徐悦也是揉了揉脑袋 柯南完全是流窜作案 走到哪里案件 就发生在哪里 又因为这个世界的古怪时间线 也不太方便率先进行蹲点 在养于一般的日子里 他们先是少年侦探团 利用一个藏宝图 揪出了金币大道 回头又在新干线上发现了炸弹 让自己只能在新闻里跟啊 不过天天催促着佐藤美和子去上班 也还算是有些收获的 终于在情人节的这一天 得到了新的案件报案 其他的事件不太好推测时间 不过这一个倒是明确的 有着时间的限定了 就是情人节杀人事件 哎 刚送我巧克力就发生了凶案啊 真是一种不祥的预感 能不能不吃啊 徐悦拿着佐藤美和子那 要打马赛克的巧克力 脸上一脸的嫌弃 让佐藤美和子 直接抓狂地勾住了他的脖子 死命地开始勒紧 要是敢少吃一块 你就死定了 可可一礼的我才敢吃啊 不然姐姐送的 你在乱想什么 你这个变态 手上的力道不由又加大了几分 姐弟俩的亲密样子 让旁边的高木 也看着满脸都是羡慕 不过 毕竟是发生了案件 所以 也不可能任由他们胡闹下去 在木木警官那边准备好了后 便是一同下去上车 前往了现场 而徐悦也再次地跟班一同前往 相比于上次来说 这一次木木警官对于徐悦跟过来 却是没有一丝意见和排斥了 反倒是在车上就进行了一点简单的咨询 很快众人便是乌啊乌啊地抵达了一处和氏庭院当中 充满古风的和氏风格 在配合上精心的打理 都能够看出这家的主人身价和品位都很是出众 死的人是我的儿子揭穿课言 请各位警官一定要为他做主啊 一位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妇人 在见到了警察们的到来后 脸上也露出了悲伤的表情 眼角挂着泪水 太太还请节哀 我们一定会将真凶绳之以法的 木木警官斩钉截铁地说道 死者是一位帅气的年轻男子 是一座医学大学的大学生 也算是这家子的大少爷了 不管是颜值还是身价都是相当的出众 也受到了许多少女的追捧 而这一次情人节的聚会上 也有着女孩向她送巧克力 而跟在后面无所事事的徐悦 也利用这陈述案件的空闲时间里 找到了小兰和柯南 同时还在他们身边 看到了另外一位青春少女 应该就是园子大小姐了 嗯 毛利小五郎也似乎是接到女儿的电话赶过来了 突然冒出来还吓了木木警官一跳 趁着那边木木警官抱怨毛利小五郎的时候 徐悦也来到了小兰和柯南旁边 又见面了 小兰小姐还有我们的小侦探 徐悦脸上一直都是挂着惹人好感的温和笑容 加上本来就帅气的脸庞 让旁边的灵木园子不由瞪大了眼睛 而后不断地用手肘撞着小兰 用谁都能听到的悄悄话说道 小兰你怎么认识这么帅气的一位警官啊 是不是 那种渐渐的笑容 哪怕不开口说完也大概能明白她想要说什么 这毫无疑问是引来了小兰的连忙否认 还有地下那小屁孩的不满 来 小侦探 我来得比较晚 不太清楚具体经过 你来给我说说 不理会那边正在打闹的两个闺蜜 徐悦也是蹲下了身来 继续抱起了柯南一边扯着她的脸颊 一边笑嘻嘻地说道 这让柯南不由想起了上次被支配的恐惧 连忙不断地挣扎了起来 小兰姐姐和园子姐姐都是受到了死掉的大哥哥 克炎和那边那个鸡肉大哥哥 若松两人的邀请过来的 一起参加的 还有那个胖哥哥 还有那边的阿湘和阿美姐姐 毫无疑问 柯南的观察力是一等一的 在被徐悦的不断拷问下 也是不得不将大体的情况介绍一下 中间送巧克力和送烟的顺序也说了出来 而这时候 毛利小五郎也是率先开始指认凶手了 所以 凶手就是阿美小姐 因为当时死者是吃了你的巧克力而倒下的 那时候能够接近凶手的也只有你 毛利小五郎的一脸自信表情 显然也说明了凶手不是阿美了 已经从柯南这里了解清楚了经过 将自己等下的推理能够圆回来后 徐悦也没有多准备耽误时间 而是咳嗽了一下的开口道 我想 凶手并不是阿美小姐 我从柯南小朋友这里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死者的人缘并不是很好 在场有杀人动机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因为有过上一次的精彩表现 所以这一次徐悦开口后 也吸引到了大多数的视线 就连柯南都是心中一惊 这家伙竟然只是从自己这里通过言语 了解了一个大概 就有发现吗 而毛利小五郎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也是心中一方 上次对方的推理 他可也是在场的 这家伙的确是有几把刷子 可能自己是哪里太草率了点 然后立刻补救地说道 可可 我只是说有可能 其实我也觉得 没有人会用这么明显的下毒手法 所以 其实真正的犯人就是你 直到先生 那戴着黑矿眼镜的胖胖土肥猿 在听到了毛利小五郎的话之后 也是心中一惊 随后便是冷笑了一声 相当爽快地承认了下来 没错 就是我下毒毒死他的 他是个人渣 他欺负阿湘 随后他便是直接碎碎叨叨地 将他的备胎修养都说了出来 无非是他喜欢的是阿湘小姐姐 结果 阿湘小姐姐喜欢帅气多金的课研 而且 课研反过来 也并没有接受这一份好意 让他极度地致闭分离 丧失理智 然后一时冲动 做出了这样的事 因为都是医学院的学生 所以 毒药什么的也好搞 当场查出了罪犯 并且当场认罪 证据确凿 毫无疑问 也是让木木警官很满意的 看向毛利小五郎的眼神 都柔和了许多 而毛利小五郎 更是已经露出了自己标准的笑容 舌头都射出来了 挑衅地看了徐悦一眼 似乎对自己的英明感到了很满意 对于侦破案件什么的 还得要我这种名侦探来啊 可还没等到他再继续开口说什么 徐悦便已经抬了抬手 打断了他以及那一位置必分离的死胖子念叨 那个 虽然对你的处境有些同情 另外你也的确是犯了罪 但毫无疑问 人并不是你杀的 徐悦一边说着 一边便是走向了检验人员 从他们手上提起了一个透明袋子 指了指里面分开了绿嘴的香烟 说道 因为死者是摘了绿嘴吸烟的 你的毒素并没有影响到他 这不可能 一直觉得是自己亲手解决了憎恨对象的指导 反倒是不相信这个结果 而毛利小五郎这时候也帮腔说道 可能是他摘除绿嘴的时候 手上沾了吧 不然除了他还能是谁 那个年轻的警察竟然嫉妒我的推理 还在这种犯人已经认罪的情况下乱说话 真是太可恶了 就连木木警官也是皱了皱眉头说道 没错 左腾老弟也不能排除毒素渗透进入了前面 的确不排除这可能 而我之所以这么说 只是因为另外一个嫌疑人的嫌疑 要更大的多而已 随后 徐悦便是款款而谈 好似亲眼所见一般的将死者的伯母 也就是他现在的养母下毒杀害养子 想要获得遗产的案件全部解剖了出来 他先是在咖啡当中下毒 又在甜点当中放解药 所以中标的便只有不爱吃甜点的死者一人 至于证据 只需要通过咖啡杯上的残留 以及排水口进行监测就行了 而且他还想要顺手陷害阿美小姐 第一个到达了现场 将巧克力掉包了 现在换下来的巧克力就放在自己身上 毫无疑问 完备的证据链加上杀人动机说出来 只需要检测一下就能直接完成实锤 也是立刻让死者的伯母内心防线崩溃 同样当场承认了下来 哇 好酷哦 比起你家那位来说也一点不差吧 园子不断地撞着小兰 再次变回了她的花痴脸 好像只要是帅气小哥哥 她都会变成这样 让旁边的柯南也不由露出了死鱼眼的表情 这个死八婆 而这突然的反转 也再次让木木警官不由高看了这位左腾老弟一眼 差点就抓作人了 甚至被冤枉的家伙都觉得是自己杀的 左腾老弟还真是了不起啊 这次谢谢你了 面对木木警官的感谢 感受着经验值的提升 徐悦也是谦逊地笑了笑 哪里 运气好而已 而且柯南小朋友观察得很仔细 我是靠着他告诉我的过程才发现一点的 观察这么敏锐的小朋友 可是很适合成为侦探哦 徐悦一边说完 也再次歪头含笑地看了那边 正在傻笑 想要糊弄过去的柯南一眼 已经两次偶遇 勉强有借口和缘分了呀 那下次直接休假跟着你走 也有点理由了呢 一直跟着左腾美和紫笑吕 远远没有跟着你高啊 而被徐悦那大有深意的眼神 瞄到了这一眼 柯南也是心中一阵发毛 只能不断地傻笑着 这家伙的眼神是怎么回事啊 感觉衣服都要被扒光一样 第0958章 缘分 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怀疑我了 不是吧 自从情人节案件结束后 回到毛利事务所 柯南都是有些心不在焉的 那位年轻的左腾警官 推理能力太强大了 竟然能够通过自己提供的 支言片语 如此精准地找出真相 自己难道在他面前 暴露了什么吗 借助小孩子的身份作为掩饰 自己的确也能做很多事 但同样的 自己的一些举动 似乎也会显得有些反常 和正常的小孩不一样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才是开始关注自己了 说实话 自己的一些行为漏洞不小 如果有这么一个 推理能力强大的人 盯着自己的话 那除非真的做小孩子 不然 叮咚 而这时候毛利事务所 也迎来了一位客人 此时 龚腾新一家的住处之外 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正被人推着移了过来 最后停在了他们家门口 老板 这里就是那位名侦探工 龚腾新一的家了 我们花费了不小的功夫 才调查到的 推着他的一位西装男子 带着些许妖宫的姿态 说道 可可可 就是这里吗 你干得很不错 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咳嗽了一阵后 浑浊的眼中 也闪过了一缕兴奋之色 很好 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 正好出生地就是日国 而且因为综合名望的关系 自己开局就成了一个小老板 手上也有点积蓄 手下也有几个可以使唤的人 所以这么快就找到了那个龚腾新一的身份 知道了是一个高中声名侦探 甚至已经打听到了他的住处 站紧先机 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切 简直就是送分 或许评价不会很高 但一个惩罚任务 自己还有什么好奢求的 毕竟这次虽然开局身份不错 但莫名其妙开局就是个残疾人 简直逼了狗 虽然上一次任务当中 自己是被击杀了 失去了记忆 还进入了虚弱 可惩罚任务当中的判定 应该不会参考死亡虚弱造成的影响啊 结果却是连自理能力都没有 所以能够完成任务久 可就在他想到这里的时候 哒哒充满节奏的撞击声 便是传入了耳中 抬头顺着声音的来源看去 便是看到了一个双手腋下 拄着拐杖 瘸着一条腿满脸烂窗的流浪汉 也正缓慢地迎面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对方看到自己的时候 显然也愣了愣 而后用审视的目光不断地打量着 让这位老者也是心中一动 阁下也是来完成任务的吗 本来以为我很惨了 结果还有个更惨的 这就放心了 那拄着拐杖的男子 见到轮椅上的老头 也不由吃笑了一声 随后也不再回应和理会 继续搭搭地离开了此地 任务地点已经确认了就行了 而且也能够确认的是 对方也是轮回者 因为相貌偏移的关系 双方都无法看穿对方的身份 也并不想要看穿对方的身份 现在两人就是两个残疾人 如果摆明一下身份 发现是敌对阵营的 那就尴尬了 是对还是不对呢 拿拐杖敲死他吗 倒不如默默分开 反正两人都是已经抢夺到了先机 知道了公腾心意身份和住处的精英 惩罚任务吗 没必要闹着抹僵 各自默默地拿点好处就是了 轮椅向南 主拐向北 都是头都没回 莫名地带出了一种悲凉 而又庄严的气氛 骑着自行车路过了这条街道 前往毛利事务所的徐悦 见到了两个这样的家伙后 虽然暂时code能力无法使用 但也完全能够确定 这两个家伙是轮回者了 不错啊 就找到主线了 真是想要恭喜一下 从两人还能够勉强行动的状态来看 这次空间安排的肉身调节 果然不是线性的呀 不然上次任务里的那些货色 应该是能吊着一口气摊床上就不错了吧 不过你们能够行动 也真是太好了 也就这样 徐悦骑着自行车 来到了毛利事务所 刚刚来到这里 便是看到了正巧下楼的四人 柯南 小兰 毛利小五郎 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中年大叔 看到有不认识的人出现 也直接让徐悦眼中一亮 这肯定是又有案子了 柯南 果然不会让我失望 见到徐悦出现在了眼前后 几人也都有了不同的反应 左藤警官 左藤叔叔 怎么是你小子 毛利小五郎还有柯南 显然对于徐悦都有些不欢迎的情绪 只是柯南伪装的更好点而已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难道他真的怀疑起自己了 只是因为 注意力都放在了徐悦身上的关系 柯南 确实没有发现 身后 凝视着自己的毛利兰 嗯 没错 毛利兰开始对柯南有所怀疑了 还已经积累了好几个问题 特别是刚刚紧紧通过客户的手指 就分析出了对方外科医生的身份 那种姿态和自信 更是和龚腾心意一个母字印出来的 不管推理能力和智商再高 龚腾心意也终究是个高中生 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总有时候有空挤不住忌忌 特别是刚刚变小没多久 还不适应的情况下 马脚和破绽也是更多 落在最熟悉他的毛利兰眼里 加上女生的直觉 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怀疑 没什么 休假了怪想念柯南军的 过来看一看 哈 看这小屁孩的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领走好了 每天白吃白喝的 毛利小五郎对于柯南 也是满脸的嫌弃 现在他父母可还没有 给生活费过来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 反过来 小兰确实有些发怒了 在他吼过一句后 毛利小五郎也成功地缩了下去 小兰的姿态落在徐悦眼里 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哦 小兰开始怀疑了呀 那旁边那个和以前自己 有着差不多味道的家伙 就是那个外科医生了 应该是他不断地收到了旧玩具的关系 过来找侦探帮忙的 这次案件解决之后 毛利兰的确是已经察觉到了柯南的身份 靠着他找博士利用变声器打电话过来 才成功解决了这次小麻烦 真是有趣 徐悦那盯着柯南的玩味笑容 让他也不由一阵浑身发毛 而后便是又被徐悦随手捞到了怀里 布娃娃一样地抱了起来 正好今天休假 有案子的话 我也一起参观参观吧 见见咱们的名侦探破案 激发我的一点灵感 在毛利小五郎拒绝之前 徐悦便已经先握住了他的手 一打钞票 从握手的手掌心里贴了过去 让原本满脸怒火和嫌弃的毛利小五郎 请客间就露出了一种带着闲尸气息的笑容 第0959章 暴露 呵呵 柯南依然还是一副死鱼眼的表情 生无可恋地被徐悦抱在怀里 之前徐悦塞钱的动作 他也看到了 没想到这家伙为了找案子 竟然都到了私自贴钱的程度了 这一点都不合理 他果然可能是发现了什么 而回头过去 依然还是看到了对方那和自己对视的笑眯眯眼神 对比与柯南在这边疑神疑鬼 全部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徐悦对于旁边时不时盯着柯南 看的小兰也是感到了有些有趣 现在才刚刚变成小还没多久的工藤新衣 的确还是太嫩了点啊 这个案子的小川医生 这两年都在不断地收到一些旧玩具和一笔钱 而最近更是突然收到了一笔2500万的巨款 所以我们怀疑是有人想要买他的什么东西 现在可疑一点的就是他挂在医院办公室的一幅古画 大概值2000万的样子 既然收了钱 毛利小五郎也是充分地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 一边开车一边对旁边的徐悦简单地说明了 之前所交流的一些具体情况 而徐悦也是满脸恭敬地说道 今天最主要的还是依靠毛利明侦探了 我还是吸取经验为主 徐悦可是先后迅速地破了两个案子的 手段干净利落 被这么年轻有为还有钱的后辈推崇 毛利小五郎脸上也是充满了笑容 只是被徐悦抱着的柯南却是感觉有点扯 一脸的不相信 然后他的脸就真的被扯了起来 扯成了柴犬一样 小川医生又有人送花来了 在抵达医院之后 一位护士便是抱了一束千牛花走了过来 今天是2月19日 天气还很冷的 根本不是千牛花的季节 这是温室特别培育出来的 花也是每年都送的吗 哪怕感觉有个人在怀疑自己了 但在碰到了案子和信息后 柯南也依然忍不住作死的行为 开口询问道 迎来了旁边小蓝犀利的目光 啊 是啊 但花每年只送一次 就是2月19号这天 小川医生也是点了点头 而后毛利小五郎便已经在旁边 脑补出了一出暧昧的桃色新闻 每年都送花 莫不适 那永泰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呢 柯南再次问道 是12月 那能不能查看一下小川医生以往的病例呢 说不定是治好的病人感谢呢 因为徐悦一直一言不发 毛利小五郎又一直问不到点子上 碰到了案子想要揭穿真相 一直推理隐犯了的柯南根本就忍耐不住 原著当中这时候也是明明小蓝都已经发现了 都开始叫她心仪试探了 但她依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在作死道路上越坐越远 如果不是后面靠着变声器强行员 估计可能已经被恼羞成怒的小蓝打死了 而徐悦也一直都在一边静静地观察着这小两口表演 这次的确是一次很好的契机和一次很好的机会 就让洗衣机你开始自己的表演吧 很快小川医生便是带着他们前往了档案管理的地方查看病例 而后又因为毛利小五郎想要去看看那两千万的话 叫小川带路过去了 徐悦也顺势放下了柯南跟着走了过去 咦?他没察觉到异常吗? 难道他认为也是话的问题? 柯南看到了徐悦的离开 心中不由感到了一丝诧异 本来他觉得以左腾景观的推理能力 应该能够察觉出这肯定和买化没有关系才是 连千牛花都是温室培育的 不可能会费这么大功夫 在见到了几人都离开之后 柯南便是一下又跳到了桌子上 开始不断地翻看起病例档案 靠着他的智商和记忆力 翻看得速度快得惊人 根本就不是小学生的表现 让躲在门口偷偷看着里面情况的小兰 心中充满了震惊 愈发地确认自己心中的想法 而后便是悄悄开门慢慢走了进去 靠在走廊拐角的徐悦 听到了开门的动静后 也是嘴角挂起了一丝笑意 大侦探就继续坐下去吧 完蛋 要被小兰发现了 这可不行 一旦那些黑衣人知道后 就算小兰也有生命危险 得意洋洋地在小兰面前卖弄推理能力 找出了两年前2月19日的8个病患 并说明了自己的理由后 小兰随口一句不愧是新衣儿 就让柯南膨胀到尾巴炸上天了 直接答应了下来 反应过来后 面对小兰那想要杀人的眼神 才是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此时正被对着小兰 随手抽了一台掌上游戏机 在那边无聊地玩着 一边拼命地思考着对策 但很快 游戏机通关之后 野智的名字出现 却让她感到了哪里有些眼熟 奇怪了 这种游戏机通关 不是都会用自己的名字吗 小川医生的儿子叫永泰啊 突然间 一到闪电便是贯穿了她的脑海 这个名字我见过 随后她也不再理会小兰的怀疑 再次控挤不住忌忌 扯出了病理 看到了上面的名字 2月19日的8位患者之一 就有这个小孩 而且显示的是死亡 完了完了 这不可能是患者的感谢 这一定是患者亲人的报复行动 而报复行动 为什么还要打钱过来 加上留下那个 想要买东西的字条 答案也呼之欲出了 对方想要买永泰的命 小川医生的儿子有危险 小兰 快去把小川医生带到这里来 快啊 完全还无法适应 现在小孩子身份的柯南 当即便是又用上了 工藤新衣的口吻 而小兰也没多说什么 直接跑出了房间 只是刚出房门便是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不用去了 我已经通知了小川医生和毛利先生他们了 刚刚他们已经打电话去确认 永泰被别人接走了 所以现在正在赶过去找人 随后回头便是看到了 那正靠在走廊墙上的徐悦 而后看到了徐悦抬了抬手上 另外一台掌上游戏机 既然都是旧玩具 那自然是会留下使用者的痕迹 毫无疑问 电子产品是最容易缩小范围的 小川医生对这位患者也有印象 这时柯南也从档案室中跑了出来 正好看到了徐悦 摇晃着手上的掌上游戏机 随后便看到了 对方歪头看过来的玩味眼神 并不是什么事都要讲明确证据的 最开始只需要怀疑找到问题 而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就对了 太过刨根问底的话 可是会耽误很多时间哦 小侦探 第0960章 接受挑战 原剧情当中 这次的犯人 也就是比毛利小五郎他们早了一步而已 而这一次徐悦提前说明了问题后 自然而然地让毛利小五郎和小川医生 两人同时来到了凶手面前 永泰 助手 看着自己的儿子 还有后面那个已经举刀的中年男子 毛利小五郎和小川医生两人都不由大喊了出来 只是因为他们的出现 也明显地让凶手更加急切了许多 直接举起了手上的屠刀 带着柯南和小兰根在后面 抵达了河岸上方 看着下面草坪上发生的情况 徐悦也不由挑了挑眉毛 本来原著当中是柯南正巧找到了一个足球 踢过去打飞了对方的刀 不过这一次看来是有些来不及了呀 还说让柯南再在小兰和自己面前展现一下球技的 不过无所谓了 前面的那些因素已经足够了 一边想到这里 徐悦也一边随手抽出了自己的手枪 瞄都没瞄随手便扣动了扳机 砰 被子弹击中的刀刃 直接震开了那中年人的手掌 而后弹飞了出去落在了地上 此时附近所有人都在出现的枪击声中 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日国可也是枪支管理 很是严格的国家 跟着徐悦的小兰和柯南两人也都吃了一惊 特别是柯南 这么远的距离下 对方利用手枪随手一枪 竟然就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这么小的刀刃 将兵器击飞 看他那随意的表情和无所谓的样子 这一份枪法下绝不是普通的警察 巨大的枪声直接把永泰吓猛了 而那位原本被永泰感动而放弃了计划 最后得到了原谅的犯人 也是不再敢动他 被枪描着了呀 再动就是死好不好 这种情况下 加上直接用了枪 这位犯人也受到了警察的逮捕 不过有些意外的是 小川医生以及永泰 依然还是选择原谅了他 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后 毫无疑问是能够获得减刑的 左腾老弟 这次你又立功了 都出现了枪击和持刀绑架 毫无疑问又是轮到了木木警官出马 在现场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后 也是一脸感慨地来到了徐悦面前 哪里 凑巧而已 徐悦面对木木警官也依然是面带笑容 而木木警官在看了看徐悦和小兰之后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 那好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有现场的笔录就行了 没你们什么事了 一边说完 还一边压了鸭帽颜挥手离开 似乎不想打扰到他们两人一样 让似乎也明白过来的小兰 不由脸色一红 被徐悦拎着的柯南更是一阵抓狂 张牙舞爪的似乎是想要下来 哟 吃醋了吗 只可惜 柯南这张牙舞爪的形象 被徐悦悠悠的一句话直接冻结成了冰棍 而后便感受到了背后小兰那杀人般的目光 完蛋 完蛋了 小屁还学什么大人啊 就算是你心意哥哥 拜托你保护好小兰 也不是这样的 而随后 徐悦的一句话 便是让小兰和柯南两人同时表情一愣 心意 心意怎么了 你认识她吗 小兰忍不住问道 当然 毕竟是名侦探 帮了我们警戒很多忙 我们可是好朋友 前两天刚见过一次 最近好像在办一个保密度很高的大案子 徐悦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保密度很高的大案子 是啊 所以 这段时间连电话都不能打 不过等到案子告一段落了后 估计会第一时间打给你吧 徐悦和小兰在那边随口地聊着 让被她提着的柯南脸上 也是露出了苦笑之色 小兰这里 的确是还能够想办法糊弄一下敷衍过去 但对于一个推理能力 不在自己之下的警察 却是估计要很难办了 不过听到了徐悦答应了小兰的邀请 去毛利事务所做客后 还是让柯南心中一动 似乎是还有机会 我回来了 借口踢球出去了一段时间后 柯南便是又回到了毛利事务所 看着那边正在和小兰有说有笑的佐藤警官 心中不由有些忐忑 不过应该能够瞒过去吧 毕竟她手上没有实际的证据 一时间 她就莫名想到了 对方对自己所说的话 并不是什么事都要讲明确证据的 最开始只需要怀疑找到问题 而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就对了 话这么说是没错 但我现在给你一个 我不是新衣的实际证据 一定也能够打消你的怀疑 叮铃铃 电话铃声响起 小兰向徐悦告罪了一声后 便是起身去接 而后便是惊喜地发现 竟然是新衣的电话 本来哪怕徐悦帮着圆了一下 她都依然还在怀疑柯南的 但现在来说 似乎是自己太神经质地想多了 柯南明明就是个 喜欢推理的小屁孩嘛 对吗 是新衣的亲戚 有这种爱好 似乎也正常了 在小兰电话里 和阿丽博士开始聊起来了后 徐悦却又再次出现在了柯南的身后 突然一下将她从沙发上捉了起来 而后贴着她的耳朵说道 是找谁帮忙的呢 让我想一想 是阿丽博士对不对 大概是什么变声工具吧 不过真不可思议 又能开发出让人变小的药丸 又能开发出这么方便的变声器 还真是一位有本事的博士呢 那玩味的话语和耳边的热气 让柯南的寒毛一下就树立了起来 不是吧 这样你都依然还怀疑我 啊哈哈左腾哥哥可真会开玩笑啊 哪里有什么变成小孩子的药啊 柯南死皮赖脸的卖萌 然后试图糊弄过去 反正你没证据 我就是不承认 现在小兰刚刚和新衣通过电话了 就算你说告诉她真相都没用 哦那我觉得小兰小姐很可爱 我准备追她了你也无所谓嘛 徐悦的话让柯南表情一带 不过还是选择相信两人的感情 才认识几天 你竟然就想要挑战我们十几年的青梅竹马 可是小兰姐姐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呀 没事又没结婚 今天给你露一手 随后徐悦便是带着 让柯南感觉发毛的笑容 将她放了下来 小兰 你继续打电话吧 借你家厨房一用 事情就是这样的 如果被黑衣人知道我还没死的话 知情人都有会有生命危险 房间内 柯南老老实实地跪坐在徐悦面前 将事情的经过 土豆子一般的全部倒了出来 然后抬头用可怜巴巴的大眼睛 盯着盘膝坐在面前的徐悦 看上去委屈兮兮的 哦 还有这样一个组织吗 他们的手法让我感到了有点熟悉 徐悦皱眉说道 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让柯南也是表情一动 随后问道 真的 可是 以他们的手段 应该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才是 做事都一直很小心 不过是你的话 还真可能发现什么 在哪里 什么时候 呃 不是我经历过的案件 我只是说作案手法和我掌握的一些机案卷宗有些相似 放心 我会安排人手帮你查一查的 你先安心待在这里吧 徐悦按了按柯南的小脑袋 让他又有些郁闷地坐了下来 没用的 普通警察恐怕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可能打草惊蛇 还会连累你同事的安全 咦 我没和你说过吗 徐悦看着柯南低落的样子 不由露出了一丝笑容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左藤悦 警示厅警备部部长 反恐 反暗杀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柯南 第0961章 美术馆 警 警备部部长 警示厂 柯南看着面前笑嘻嘻的徐悦 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可是名侦探 对于警察的了解当然也多了 知道这其中的分量 完全是没想到啊 前面几次案子他都是跟着打酱油的 对木木警官也表现得很尊敬 还是那位左藤警官的弟弟 可这家伙的警衔 却是比木木警官高三个级别 真是人不可貌相 不过因为徐悦一直表现出来的能力 柯南虽然有些吃惊 但也接受得很快 毕竟空间安排的身份 自然而然会让他人忽视年龄和资历 只看能力 那真的要谢谢你了 这个组织真的很恐怖 柯南呼了口气 莫名都感到轻松了一些 是吗 将心中的压力和肩膀上的担子 愤出一点来多好 徐悦再次一把将面前的小屁孩抱了起来 开始揉链着他的脸蛋了 哈哈 咱们的名侦探可真好玩 一脸死于眼表情的柯南 满脸都是生无可恋 徐悦当然也不可能 一直待在毛利事务所 在帮他们做了一顿晚餐 然后和柯南谈谈心之后 便是宣告告辞了 而这一次 毛利小五郎和毛利兰两人对徐悦的态度 明显也是再次提升了一个阶梯 毛利小五郎更是不断地握着他的手表示 随时欢迎他的到来 当然了 既然徐悦是留在毛利事务所吃的晚饭 当他到家之后便是看到了 已经扑倒在桌面上 好像已经凉了的佐藤美盒子 本来好像已经变成尸体的佐藤美盒子 在听到了关门声后 耳朵似乎是动了动 然后突然间便好像浑身都涌出了力量 带着眼中的红芒直接扑了出来 然后一把夺走了徐悦手上打包回来的便当 双手化作幻影地撕开了包装 一头栽进去 闷头吃了起来 直到全部吃完之后 才是将头抬起 呼了一口长气 又活过来了 你今天自己出去逛竟然都能够碰到案子 我怀疑你被温神附体了 吃完饭后 佐藤美盒子也对徐悦抱怨了起来 然后便是露出了一丝渐渐的笑容说道 还有啊 你是不是想要追求毛利侦探的女儿啊 人家才高中生哎 不过好像是顺产型的 这种话听到徐悦而理 也感到了有些无语 而后随意地说道 其实我是对柯南有些兴趣 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小鬼 什么 虽然姐姐我的观念算是很超前了 不是会戴有色眼镜的人 但需要告诉你的是 你的这种行为是犯罪 是犯罪懂不懂 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 佐藤美盒子一脸崩溃的表情 让徐悦有一种呼他一脸的冲动 可惜盘子都被舔干净了 真没啥好胡的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下一次柯南碰到的案件是美术馆杀人事件 这件事应该是从美术馆出现盔甲会走路的传闻开始的 只要盯着那个消息 然后找上门去就行了 倒也没必要一直跟在事务所 徐悦并没有养育多久 就直接在报纸上看到了米花美术馆的中世纪美术展上 出现了会走路盔甲的新闻 据说还是两位首页的保安亲眼见到的 老姐我们去美术馆逛逛吧 反正是周末 你该不会是看到那个骗人的新闻想要去的吧 哈哈这明显就是骗小孩子的把戏 你这个笨蛋 佐藤美盒子一边刷牙一边嘲讽道 我可是刑警 刑警没有周末 不是在办案就是在休息 今天我是不会出门的 随便你 反正我今天都不会回来吃饭 穿戴整齐的佐藤美盒子 乖乖地坐在了驾驶位上 系好了安全带 要不是看你一个人怪可怜的 我才不会送你过去呢 一边说完便是已经挂好了当位 然后一脚油门便是踩了下去 硬是将马自达开出了跑车的感觉 很快就到了纳米花美术馆的门口 不得不说 这种老旧的美术馆 就算是有着那种灵异事件的传闻 也不会有什么起色 进出的游客依然很少 你看 我就说这是美术馆的营销伎俩 只可惜这种肤浅的手段太容易被别人看穿了 甚至可能起到反效果 一身便装显得青春时尚的佐藤美盒子挽着徐悦的手 看着冷冷清清的展厅 撇了撇嘴说道 嘴态度会嫁不出去的 老姐你已经28岁了 徐悦一刀暴击就直接终止了话题 将佐藤美盒子变成了雕塑 都可以直接摆进美术馆了 没想到还有不少残疾人都喜欢来美术馆呢 随后徐悦还在展厅内 扫到了两位有些眼熟的身影 一位是坐着轮椅的老者 被背后的一位壮汉推着 还有一位拄着拐棍满脸烂窗的流浪汉 在人少的博物馆内显得很是显眼 现在正有一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在那位流浪汉面前说着什么 有可能是提供帮助 也有可能是担心 他会摔倒在博物馆引来麻烦 多少都是老资历了 这两位既然能够最早地找到 宫腾新一的身份和住址 那显然收集信息的能力也是比较出众的 每日报纸肯定是必看 是看到了说美术馆出现了灵异事件 所以想要过来试试水看看有没有任务吧 佐藤哥哥 佐藤姐姐 佐藤警官 哟 你们也在这里啊 柯南可能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就在徐悦稍微观察了一下那两位疑似轮回者的家伙后 柯南 小兰和毛利小五郎这流窜团伙便也来到了美术馆 并且看到了俊男靓女很是显眼的徐悦和佐藤美和子 咦 你们也来了呀 难怪这小子今天吵着要来这里看看 佐藤美和子见到了小兰他们后 也是眼中忽然一亮 随后便是刮着下巴用一种不怀好意的眼神不断地打量着徐悦和小兰 诶 是佐藤哥哥说要来美术馆的吗 小屁还柯南敏锐地察觉到了佐藤美和子化里的意思 然后用警惕的眼神盯住了徐悦 正常情况下 他是对自己和小兰的感情和很自信的 但奈何这家伙做菜会下毒啊 就连自己都无法抵御 而今天 小兰这么反常地来博物馆 真的仅仅只是因为那个传闻吗 然后为何身居高位的佐藤警官也会来到这种无聊的地方 真的是很可疑啊 一边想到这里 他便是伪装成普通小孩子屁颠屁颠地跑到了徐悦旁边 然后被徐悦顺手捞到了怀里 自投罗网 感受着脸颊上那熟悉的触感 柯南也是露出了标准的死鱼眼 同时压低声音说道 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不守信用 啊 你想多了 我只是看到了新闻想要过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灵异事件而已 实不相瞒 灵异事件也是我负责处理的 第0962章 凶暗 灵异事件你个头啊 柯南毫无疑问是标准的无神论者 一脸的嫌弃 但要防范于未然 不是吗 徐悦耸了耸肩 并没有什么在意 而后徐悦便是抱着柯南来到了那位和工作人员 发生了些许争吵的瘸腿流浪汉旁边 你好 请问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是需要我帮忙的吗 那流浪汉横了徐悦一眼 催了一口说道 老子特地过来就是为了看那个传说中的盔甲的 他竟然跟我说没有 这是欺骗 老子过来一趟容易骂我 那位开始正在同他耐心解释的员工 也是面露苦笑之色 先生 实在是抱歉了 我们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另外一道有些不耐烦的声音 便是从旁边传了过来 有什么好抱歉的 反正再过十天 这里就要关门了 随便他有什么想法 一个叫花子 让他进来都怕弄脏了地板 赶紧轰出去 随后一位一身 华贵名牌的中年人 便是在几人的簇拥下走了过来 满脸不耐 看着那拐棍瘸子的眼中 满是嫌弃之色 真中先生不要生气嘛 反正也快要闭馆了 让大家都看看也好 而此时 跟在这位老板后面的一位老者 也是霍悉泥地说道 似乎是想要化解矛盾 哼 随便你了 反正到时候 你就要带着这些破铜烂铁滚了 冷哼了一声后 那叫做真中的老板 便也不再理会 静止离开了这里 小兰他们几人 这时候也走了过来 看着那离开的大老板眼中 也充满了不满的神色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没办法 前任老板公司倒闭 不得不出售美术馆 是真中先生买了下来 比人是这间美术馆的馆长 欢迎各位来此参观 那位老者脸上 也露出了无奈之色 哼 我管你们美术馆 还有几天可开的 我就是过来看那盔甲的 盔甲呢 信不信 我在这一躺下就不起来了 那主着拐杖的流浪汉 将拐杖在地面上 敲得咚咚作响 声音干燥得可以 看得徐悦眼中微微一亮 虽然是个瘸子 但力量还不错 估计是哪个资深乱入者了 而且混得这么惨 开局的综合名望并不高 大体上可以锁定为 蜻蜓那几位主要吃资源上来的 盔甲的展厅在地域之间 但最近那边都在维护 实在是抱歉了 馆长委婉地拒绝了 那流浪汉的要求 而徐悦也适时地 对那位轮回者开口道 先生 你刚才的话我可是听到了 可以将你的行为 当作是敲诈勒索 一边说完 徐悦便是一边掏出了自己的警官证 随后耳边便是传来了熟悉的空间提示声 丁执法 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将对方逮捕 可获得对方支付费用的一半费用作为报酬 与此同时 那位流浪汉耳边也传来了几乎相同的声音 丁因为民处犯了法律被执法者发现 现可以支付两个B级剧请点费用 免除此次牢狱之灾 听到了这话之后 一下就让那流浪汉的脸色变成了猪干色 有没有搞错啊 老子是残疾人好不好 怎么能够这样子 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 怎么现场就有个警察 他其实做事都有分寸的 态度恶劣点怎么了 你们真报警的话 到时候在警察面前装可怜就是了 这是未来世界 我来过几次了的 警察都会同情弱势群体 可没想到特末的现场就有着一个警察 本来开局变成了这样一幅场面就够糟心了 所以一直来脾气都不太好 没想到现在变得更恶劣了 可恶啊 自己虽然实力不错 但综合名望还真没怎么刷到过 主要还是依靠公理的支持 不然肯定都能好过很多 一时间 这也让他陷入了犹豫当中 要不要支付这笔费用呢 B级剧情点对于他来说 虽然不算是很重要 但也不是说舍弃就舍弃的了的 谁家任务点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早知道会这样 就不嘴贱了 不过很快他便是得到了空间的再次提示 丁在完成了主线任务后 本次任务当中 非解除限定的额外支出可以回收 得到了后续提示后 他顿时就感觉到稳了 工腾新衣的家都已经被自己摸到了 那还怕什么 只要有点耐心蹲点就行 就算他去旅游了 就算他出国了 也迟早会回家嘛 不是吗 我负了 这 这位警官 刚刚我态度是差了点 但也是受到了欺骗 你看 我都已经这样了 要不就算了吧 支付完费用后 他便是按照了空间提示的话语 进行了回复 而同样得到了提示的徐悦 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开始不能压榨太狠了 不然豁出去 不要惩罚任务的收获了 也会头疼的 现在舍弃任务的损失 对他们来说 完全算不了什么 要一点一点慢慢地来 这一点 自己还是有点惊艳的 而随后 几人便是正常地 在这米花美术馆当中 进行了观赏 那两位轮回者 似乎同样不死心地 还在这里等待着 中间也发生了 美术馆馆长 和一个叫做 挖田的员工的争吵 原因是 那个员工处理美术品时 没戴上手套 大地之间 天空之间 海洋之间 不得不说 米花美术馆的藏品 还是很多的 直到来到了 最后的地狱之间门口 才是发现 原本放在这里 禁止入内的牌子 已经被移开了 诶 记得四点钟的时候 这里都还不能进去啊 是清理完成了吗 小兰一脸好奇地 看着那漆黑的入口 随后变好似 是完全不知疲倦 一般地继续说道 既然都已经到这里来了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呗 反正是最后一个馆了 小兰的话 让左藤美和子 毛利小五郎 和柯南三人脸上 都露出了崩溃的表情 唯独徐悦赞同地说道 我也是这么说的 既然都来了 不看完 有些不圆满啊 那么 今天晚上 我请大家吃大餐 相比小兰来说 徐悦的打气 顿时让所有人 都是满状态原地复活 是啊 既然都来了就要看完 不能白白浪费啊 我也想要看地狱之间 洞里满满的三人一下 便从徐悦的后面 走到了前面 而紧接着 伴随着咚咚咚的声音 从那漆黑的通道中传出 也瞬间让包括小兰在内的几人 都停下了脚步 而后便是看到了 那个瘸腿流浪汉 拄着拐杖 从里面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看到外面的几人后 他似乎也是感到了有些意外 而后用那独有的干燥声音说道 里面死人了 有一具尸体被挂在了墙上 这轻描淡写的样子 好像在诉说着一件很普通的事一般 既然死人了 这就不得了了 而此时 另外一道声音 也从几人的身后转了过来 却是那坐在轮椅上被壮汉推着的老人 他一出现 便是用了一种询问的眼神 看向了那个主拐瘸子 只是那瘸子 却是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直接冷哼了一声 便准备离开 不过很快便是被徐月拦了下来 抱歉 你不能走 既然发生了凶案的话 那第一个发现了尸体的你 必须要留下来 这时 毛利小五郎和柯南 也快速进去地 查看了一下情况 出来后 便是凝重地点头说道 之前那个真钟大老板死了 他死了 管我什么事 我进去的时候他就死了 我还腿脚不方便 不可能是我干的 这是那个 会移动的盔甲杀的人好吧 是灵异事件 你们警察在这里有什么用 被拦下来的那瘸子 显然是显得很是恼怒 大嗓门直接嚷嚷了起来 只是他这样 却更是惹来了怀疑的目光 现代社会了 还有人相信灵异和鬼怪之说 这家伙很可疑啊 这种怀疑的目光 更是让对方气炸 一群无知肤浅的凡人 这明明就是灵异事件好不好 你们没见过 不代表着世界上没有啊 更稀奇古怪的老子都见过 第0963章 快刀斩乱麻 见到旁边这耿着脖子 口口声声说是灵异事件的瘸子 徐悦的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这次事件差不多吧 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呀 新一 你注意盯着这家伙 我进去检查一下现场 徐悦蹲下来 对柯南叮嘱地说道 随后便是对文升为过来的工作人员 亮出了自己的证件 现在这里发生了凶杀案 集合所有的工作人员抵达现场 并且关闭美术馆停止进出 一边说着 他便是一边戴上了手套 朝着地狱之间内走了进去 这举动引来了那主拐瘸子的一阵冷笑 呵呵 灵异事件刚刚发生 可能都尚未结束 这时候一借凡人进去 那是找死 之前可就是这个警察 害得自己浪费了两个B级剧情点 虽然事后能够补回来 但也怪恶心的 作为穿梭无尽空间的轮回者 原本对着这种凡人的土著 就有着先天上的服饰感 现在他更想要看看这警察的结果了 不知道看到那场面会不会吓尿 怎么又是你们 木木警官看着眼前熟悉的流窜团伙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有些微妙了起来 不管是佐藤姐弟 还是毛利小五郎他们三人 最近这段时间的出境率好高啊 所以说 现场已经做了初步的勘察是吗 佐藤老弟 徐悦可是有警察的身份 完全可以保护现场 并且有资格直接进入进行初步调查的 加上他之前几次表现出来的推理能力 各方面都对他比较信服 包括柯南在内 没错 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四点半左右 而且我观察了一下 这展厅当中还有着防盗录像机 虽然录像机的视角比较狭窄 但刚巧死者的死亡位置应该被拍摄进去了 哦 那麻烦馆长调用一下录像出来 木木警官脸色一阵地说道 如果有录像 那嫌疑人就能够轻易地锁定了 不过这时候 徐悦确实又为他浇了一盆冷水 录像只能够看看被杀的情况 我估计凶手应该是穿了某件铠甲行凶的 现场有着少量的僵直血迹脚印 而且杀人的方式应该是模仿里面那一张天罚的油画 同时前段时间这里出现铠甲会走路的新闻 应该就是凶手进行的模拟 哪怕还没有看到录像带 徐悦便已经将自己分析出的推理一一讲解了出来 本来的话 杀人后能够从容躲避视线 很可能是熟悉美术馆的内部人员 但因为有着前几天的灵异新闻 所以也不排除是外面的人进来踩点过了 随后徐悦便指出了 现场几处并不明显的斜脚印 鉴定来看 的确是穿着某种僵硬的金属靴子 只有那种硬硬的全副式盔甲才能走出这种印记 特别是在录像画面播出来 完全印证了徐悦的推测之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片哗然 看向徐悦的眼神当中都充满了敬佩与惊叹 哪怕是柯南都又多看了这位大哥哥几眼 这速度太快了吧 这是 洞察能力和推理分析能力简直逆天 哦 死者在死之前好像拿到了纸写上了什么 但表情好像不太对 仅仅一次观看录像 徐悦便是又立刻找出了其中的可疑点 暂停下来后 指着死者看着那纸张后的表情说道 如果推测没错的话 这可能是某种诬险 利用白纸上已经写好的名字和一只无法写出痕迹的笔放在旁边 对死者说纸上有凶手的名字 所以死者才会这么吃惊 并且丢掉了那支笔想要毁坏纸条 只可惜这时候被凶手打断阻止了 根本连纸张都还没拿出来 徐悦便是再次断定地说道 这种反应速度和观察能力 配合那瞬间推倒完成的推理 让旁边的柯南一阵头皮发麻 他虽然也发现了不妥 也知道了有问题 但才刚刚准备开始调查 对方竟然就已经把推断结果说出来了 难道真的和他发现自己身份时说的那样吗 其实有时候不要讲证据的话 能够大幅度地提高速度 不,不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那还是什么推理 甚至连定罪都无法完成 只能是假设 柯南这边还是头皮发麻 旁边那位洛河馆长 则更是脸色惨白了起来 身体都有些忍不住出现了颤抖 好在这时候 徐悦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道 馆长年事已高 肯定已经做不出这种 将人举起来的杀人事件了 可以暂时排除嫌疑 身体不太好的话 就先进屋休息休息吧 被徐悦这么一说 馆长都是表情一愣 不过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前往了一处休息间休息 因为徐悦表现出来的自信和一贯正确 所以在场所有人 也都下意识地认定了这个说法 另外一边 纸条也已经从受害者手上拿了出来 上面赫然写着的就是馆长二字 不过因为之前徐悦的推导和提醒 随后还是很快发现了纸条上的划痕 哼 凶手在这里露出了他的又一破绽 真中先生是知道馆长的名字的 如果真是 他写的话应该是写洛河 而不是馆长 或者说就因为这两个字 可以排除许多工作人员的嫌疑 罪犯很可能是美术馆外的人 同时那一套行凶时所穿的盔甲 也已经从一处休息间当中被搜了出来 甚至在现场 到处寻找都未曾找到那一只被被害者丢掉的圆珠笔 那么 现在其实也已经很明显了 罪犯为了将笔无法书写的证据抹除 事后脱掉盔甲 还进入了现场 将笔带走了 以我们发现案发现场的速度和进度来看 他并没有时间进行处理 笔还在他身上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已经一贯正确了 在徐悦开始进行了引导之后 所有人也都顺应着他的思路完成了转移 没错 就是这样 现在笔应该都还在凶手身上 而且凶手应该是有机会抵达现场的人 只要对所有嫌疑人进行搜身就行了 哪怕是以柯南的推理能力 也并无法发现什么破绽 而是认为了理所当然 因为本身这推理的全部过程就是正确的 不可能 这是灵异事件 是什么东西把这笔放进了我口袋的 我是瘸子啊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那主拐瘸子一脸震惊的表情 看着从自己口袋里搜出来的铁证 似乎是完全无法理解 老子都变成这个惨样了 都能成为凶手 这盔甲本身是全身铠 就有着固定的作用 类似于一只 录像中行走 本来也很僵硬 只要你体魄足够健壮的话 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而又能借助掩护轻易洗脱嫌疑 当然 大家也可以先测试一下 这位先生的体力 免得冤枉好人 徐悦指了指那金属铠甲 摆出了一副固定的样子说道 这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而几位警察上前准备 先控制住嫌疑人的时候 他一直挣扎的样子 好像随时都可能挣脱一样 作为一位资深乱入者大佬 虽然被空间限制得很死 甚至变成了瘸子 输出功率有着限制 但体力毕竟还是摆在那里的 他的力量之前徐悦靠近的时候 就已经测试过了 是普通成年人的程度 虽然断了腿 但因为体力的关系 他能够一直爆发出 普通成年人极限的力量 就算是强壮的警察 也只能控制他一时 体力消耗后就压制不住了 原来如此 难怪之前真钟先生 对你的态度这么差 你们是提前认识的对不对 见到对方在警察手上挣扎的样子 徐悦再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似乎是想通了什么 有着他这么一引导 小兰也是惊声说道 是啊 开始真钟先生说 要把他赶出去 不要弄脏了地板的 而且这位先生 还威胁说不让他看盔甲 他就赖在地上不走了 很好 又一记实锤 直接把他敲猛了 加上他本来就是 第一个抵达的案发现场 还一直口口声声地 说什么灵异事件 这嫌疑已经是突破天际了 哪怕是柯南 都是用犀利的眼神盯上了这个瘸子 虽然看上去有些神经质 嘴里也一直胡说八道地念叨着什么 但现场的所有证据都已经指向了他 会将现场布置的河南油画一样 应该也只有这种神志不正常的人会做吧 冤枉 我是冤枉的呀 你们这群愚昧的凡人 完全不知道自己大祸临头了 你们都会被那盔甲害死的 都会 被戴上了手铐 戴上车 那家伙都还一直挣扎着 贴着车窗咆哮了起来 脸贴在车窗上都变成了大饼的形状 上面满是猙獰 而当他被带走之后 一股远超之前几次破案的暖流 也涌现在了徐悦体内 嗯 和之前的经验值是相同的东西 但数量上要多得多 超过了之前所有的总和 果然 所谓的光明和黑暗都是两位一体的 当你凝视着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注视着你 没有意外的话 最后的评价也能提升不少 再加上如果那家伙 愿意付钱免除牢狱之灾的话 这一把好像收获还不错 第0964章 预约 因为徐悦快刀斩乱麻的直接将罪犯找了出来 证据 动机 行凶能力 全都一一列举 根本就没给柯南多少反应的时间 这次事件当真是结束的相当的愉快 虽然离开美术馆后 柯南隐约觉得哪里有些不妥 似乎是忽略了什么 但在被徐悦下了点药 抱了衣服后 还是将全部的烦恼都遗忘了 整个人都漂浮在了弹踏的海洋里 感觉飞上了天空 飘飘欲现 自从吃了佐藤景观的食物后 以前我吃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毛利小五郎一脸销魂的倒在椅子上 领带和衣服都全部解开了 一脸陶醉和回味的表情 那还真是抱歉了 而同样沉浸在魏蕾的回味当中 毛利兰则是对她老爸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莫名地就让毛利小五郎打了个寒颤坐了起来 可可我的意思是说 小兰 你可以向佐藤景观学习学习啊 毛利小五郎求生欲望很强烈 并且学会了转移话题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就是怕心意同学吃醋 徐悦随意地扫了已经回过神来的柯南一眼 笑着调侃道 一下让小兰也脸红了起来 同样也打消了本来有些心动的念头 是啊 心仪那个笨蛋知道了的话 肯定会误会什么的吧 放心 我这段时间比较闲 有空的话就来你们事务所混混 徐悦给他们来了个安心的笑容 让旁边舔着盘子的佐藤美盒子 也不由吃味地撇了撇嘴 有点奇怪啊 看这小子的样子 好像真对小兰没多少兴趣 难道真的 想到这里 她不由看了旁边小可爱的柯南一眼 一 房 房不胜房啊 这是 本来徐悦都是琢磨着赖上柯南了的 但这家伙操作简直爆炸 一个不留神就和毛利小五郎他们 跑去了奇遇县观赏天下第一业绩活动 然后就又破了个案子 有点大意了 没有去查阅一些地方节日 不然这一次应该是赌得到的 后面的话 没记错的话是一个足球绑架事件 这一次还有他们小两口吵架的 就懒得参与了 倒是后面呢 叮铃铃铃 do 就在徐悦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的手机便是响了起来 为是佐藤大哥吗 我是心一啊 柯南小声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过来 噢 真是难得呀 既然给我打电话 不是你们小两口吵架了吧 徐悦很是随意地说道 我倒是遇到一个案子 不过已经快解决了 但就是怕解决后被小兰发现什么 那边柯南一直都是压低了声音 好吧 你报地址 然后我过来 如果借用名义的话 借用我的就是了 别用你自己的呀 徐悦随意地回了对方一句 也让柯南愣了愣神 是哦 左藤警官那边的推理能力这么强 我直接把案件破了 算在他头上就是 反正他的声音也已经记录好了的 想通了后 他便是坐在厕所里 拨通了亮子小姐的电话 嗯 现在他正在处理的是一个球队主力队员的弟弟 被另外一个球队负伤的主力球员绑架的事 因为是关键的决赛 受伤的那位主力 对自己受伤的时机很是自责 所以才脑袋一抽地选择了这种蠢事做 算起来 两队的主力其实都是息息相应的 而且最后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和影响 被绑架的小孩还在和绑匪开心地玩游戏的 所以徐悦开车到了最后解救现场后 也就是负责收尾了一下 同时严厉警告了绑匪一下就算是了结了 而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哪怕自己就是过去收了个尾 也获得了一点点的经验值增加 虽然不多 但的确是感觉到了 看来这个经验条应该是重在参与才是 也就是说 很可能上一次美术馆事件后 那两个在场的轮回者应该也能够得到一点点感觉 明白获得这两种能力的方式和方法了 既然都已经抵达了现场 徐悦也准备开车把柯南和小兰送回家 顺便说道 对了 上次米花美术馆那个凶手被保释出去了 徐悦的话让柯南和小兰都是吃了一惊 她是杀人犯吧 这也行 她鉴定出了精神疾病 没办法 徐悦耸了耸肩 其实实际情况是对方向空间付了钱 然后由空间运作安排将她放出来了 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和什么理由 外人接受能力都会很快 对了 我又休假了 下次有什么有趣的案子 带我一起去呀 路上伙食我负责 前面只是为了引出点话题而已 后面这句话才是徐悦最主要的目的 下一个案子可是直接以信件委托的方式 邀请毛利小五郎过去的 钉都不太好钉 嗯 就是在徐悦刚刚发出了邀请的第二天 便是接到了小兰打来的电话 他们接到了一份奇怪的委托 是去一个小岛上的 顺便还可以去看看岛上的风景当作旅游 问徐悦去不去 时间是下个礼拜 月圆之夜 这有啥好犹豫的 当然要去了 我也要去 左藤美和子诈师一样的 从榻榻米上坐了起来 睡衣都从肩膀上滑了下去 我也在休假 我也要去 你又想丢下我 你一定是想要饿死我对不对 看着左藤美和子娜反应激烈的样子 徐悦也是不由嘴角抽了抽 真的是自己乱作作孽的呀 这家伙担心食物是一方面 最近一直推敲着什么 似乎是真的把自己当作有恋同体了 不就是看到柯南 有去想要欺负一下吗 就正常来说自己的心理状态 还是只会对和胃口的女性发情的 这家伙最近天天问一些测试变态的事题 还时不时地色诱一下来进行测试 简直爆炸 老姐 勾引亲弟弟的你 才更像是变态好不好 闭嘴 如果还让我看到你抱着柯南捏他的脸 我就打断你的手 哦 渡船离开了码头 朝着目的地航行而去 而正靠在甲板上的徐悦 却是莫名地感到了背脊一寒 回头过去 便是看到了左腾美和子那痴人一般的眼神 这家伙这是干嘛 我又没 感受着手上那熟悉的柴犬触感 低头一看 便是发现自己想事情的时候 又顺手把柯南捞了起来 此时柯南正顶着一副死鱼眼 生无可恋地看着大海海面 真只是顺手而已 毕竟碰到柴犬的脸 谁都想要捏一下嘛 会上瘾的 第0965章 月光 月影岛 这次毛利小五郎接到的 委托书上所说明的地点 而委托书也显得很是奇怪 是靠着报纸上的字 剪下来 拼凑而成的 下一个满月之夜 月影岛上将再次开始有影子消失 请你调查原因 麻生归二 这个委托最奇葩的事 也不等毛利小五郎答应下来 委托费用的50万 便已经打入了他的账号 虽然有几个案子都被徐月截胡了 但因为柯南光环的防不胜防 其实毛利小五郎如今的名气 也还算可以 只是没以前显眼了 月影岛算得上是 比较偏僻的一个岛屿 属于归东京管辖的伊豆群岛 不过这种未曾全面开发的岛屿 本身环境也算得上是不错了 月影岛上的人不多 也就是有一个小村子 充满了一种乡村悠闲感 阿哈哈左藤景观会议起来 可真是让我们原本枯燥的行程 变得丰富起来了 下船之后 毛利小五郎用他那独有的笑声 拍打着徐月的肩膀说道 口水自动分泌 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变态 这里的原生态环境 食材肯定也很丰富 我会就地取材 给你们尝尝新料理 徐月笑得很是阳光 莫名就给人一种信任感 当他说出新料理的时候 就算是另外几个家伙 都不自觉地开始吞咽口水了 本来并不爱好口舌之欲的几人 愣是被徐月培养成了吃货 既然是接受了委托 那就先将委托人找出来吧 这种小村子人不多 其实我们直接去村上的办事处 问一下就行了 徐月见到几人 似乎都陷入了什么迷之幻想 便也主动地开口道 是啊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回过神来的毛利 小五郎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似乎是想要挽回一点 自己的颜面 只是当几人抵达了村上办事处后 却是被工作人员告知 根本就没有麻生归二这个人 真的没有啊 查也查不到 我也是新来的 只能看记录说话 你们这样问我也没有办法 那位办事人员满脸苦笑的表情说道 不过随着他看到一位身穿棕色西服的人出现后 便是眼睛一亮地站了起来 主任 这几个人想要寻找一个叫做麻生归二的人 但我实在是 什么 麻生归二 那被他叫做主任的男子 一下听到这个名字 不由一脸地震惊 而毛利小五郎也趁机将自己 接受了委托的事说了出来 不可能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的 因为早在十二年前 麻生归二就已经死了 这劲爆的消息一说出来 本来是满脸不耐烦的毛利小五郎 顿时便好似吃了一只苍蝇一般 我曹 好不容易说 接受一个委托出来捋个油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可怕了起来 被一个死人邀请 听起来就渗人 很快 一行人也从这位主任的嘴里得知到了具体消息 麻生归二是一个钢琴家 在十二年前的一次演唱会后 突然将一家人都锁在了家里 伴随着熊熊烈火一边弹着月光一边葬身火海 本来如果正常情况的话 这能够当作一个恶作剧 可明明委托费都已经提前致富了 这就不能简单对待了 而且寄过来的信件之上 也是月影岛的邮票 或许是麻生归二的某位朋友 想要请你调查一下他的死因吧 因为有徐悦在 倒也不要柯南靠着麦蒙来提示了 说的也是 毛利小五郎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所以我们应该找一直住在村上 对村里事务都比较熟悉的村长 来了解要好一点 嗯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好像在公民馆办公 我们去问下路吧 嗯嗯 好 在徐悦和毛利小五郎的一问一答中 也轻易地确定了随后的方向 而后几人便是就近来到了村上的诊所 询问起了这里的医生来 前景诚实美人医生 这才九几年 东亚三大邪术便已经开始发挥出恐怖的力量了 虽然徐悦现在完全有能力直接把他揪出来 阻止他犯罪 但显然 这对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 大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后 便是随着众人前往了他指出来的公民馆 那 刚才你看城市医生的时候 眼睛都直了 是不是动心了呀 其实 我觉得 医生这职业也不错 他看上去也很漂亮的 而且 能够静下心来支援这么偏远的地方 左藤美和紫搜的一下 就来到了徐悦身边 为他做起了思想工作 让徐悦也感到有些无奈 而这时 一辆拉票的选举车辆便是路过了他们几人 看上去似乎是村长即将选举了 什么 麻生归二 这不可能 即将卸任的现任村长黑颜陈次 以及同样在村长办公室的一位村长候选人 川岛英夫两人听到了毛利小五郎说明的来意后 脸上也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本来应该是竞争对手的两人 莫名地对视了一眼 而后由黑颜村长开口说道 今天晚上是我们前任龟山村长的三周年法事 我们也实在抽不出时间 要不等法事完了再说吧 言语间莫名就带上了送客的意思 这种反应一点都不正常 很容易的就引起了柯南的怀疑 他也朝着徐悦看了一眼 徐悦对他也是点了点头 似乎是做着无声的交流 前任村长似乎是在村里微信不错 加上本来就是小村子 乡里乡亲的 所以三周年法事上村上来的人还是很多的 毛利小五郎一行作为外人 当然不好参与这种法事 只是待在了公民馆的大门玄关处看风景 而徐悦则是靠在柱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柯南见到他这样 便是屁颠屁颠地摸了过来自头罗网 一边脸上被扯着 一边压低了声音地说道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有一点吧 不过估计和委托没什么关系就是 徐悦手上不停很是随意地说道 那告诉我是什么呗 柯南出卖着自己来取悦对方 就是为得得到消息 这里是伊豆群岛 而且越营岛的位置有些微妙 这公民馆还是靠海面向太平洋 我之前逛了下 那个有钢琴的房间侧门打开 就是紧邻海边 徐悦说着一些莫名的话 让柯南都有些没反应过来 随后徐悦便是低头看了 这小不点一眼继续说道 作为名侦探你或许是对案件的侦破更加敏感 但作为警察 我发现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走私地点 抬头看着徐悦在月色下映照的脸庞 柯南也是心头一震 月光钢琴曲回荡在耳边 久久不息 第0966章 开始 是月光 徐悦皱眉发出了提醒声 让回过神来的佐藤美和子和柯南 两人都是心头一惊 之前可是已经知道了 12年前的死亡事件 还有三年前前任村长死亡的时候 都有着月光曲的伴奏 好好的法事 突然出现了这种声音 当然瞬间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就连反应慢一拍的毛利小五郎 也感觉到了事情 哪里有点不妙 而后便是由徐悦带头直奔钢琴室而去 大门打开 便是发现了村长候选人 人气最高的川岛英夫 浑身湿漉漉地倒在了钢琴上 那诡异的月光曲还依然在播放当中 诅咒 是钢琴诅咒啊 现任村长的秘书平田和名满脸 都是惊恐地指着没有人操控自己发声的钢琴 尖叫地叫出了声来 而徐悦则是一边叫毛利小五郎他们维护好现场 一边随同佐藤美和子走了进去 戴着手套从钢琴后面提出了一台收音机 人已经死了 徐悦提出收音机的时候 佐藤美和子也已经确认了受害者的死亡 我们是警察 我姐姐还是刑警 所以各位请先不要离开 我们有点事要询问一下 确认了情况后 徐悦便开始安抚起众人来 有谁见到川岛先生是什么时候离场的吗 徐悦发出了询问后 川岛的竞争对手之一 现任村长黑炎便是开口说道 我确认他是说出来上厕所的 而这时 徐悦也已经来到了尸体面前完成了检测 死亡时间大概半小时之前 死因是窒息 身上有着海水 地上有从侧门拖进来的痕迹 初步判断是从海边被人溺死再拖进来 具体的死亡情况需要进一步尸检 极短的时间内 徐悦便是直接将大体情况捋顺了过来 让所有人都明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好吧 要进一步尸检的话 还得等尸体送到东京去 这里的条件不允许 这里是海外群岛 所以晚上恐怕支援的警察也无法抵达 大家先登记一下就回去休息吧 明天来问话 完全以警察的身份掌控了现场后 徐悦便是随口将接下来的事一一做了安排 一直精神紧绷 参加了法事的众人 也都是在这种安排和安抚下松了口气 而后陆续离开了公民馆 等到他们都离开后 徐悦才是叹了口气地说道 事情有些麻烦了呀 怎么了 柯南见到徐悦都这样开口 也是心中一惊 他初步也同意了徐悦之前的说法 这种案子 其实嫌疑人已经能够锁定在参加法事的这群人里了 缩小了范围 再加上排除法一个个排查 迟早是能够将真凶找出来的 记得委托书上说的话吗 用的是影子开始消失 是开始 得到了徐悦的提示后 毛利小五郎立刻又将那委托书拿了出来 看到了那几个原本不起眼的字后 脸上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难 难道说 没错 如果不快点将凶手找出来的话 恐怕还会有人遇害 今天我就住在这里保护现场了 随后徐悦便是提议地说道 那我们也待在这里吧 大家一起 那行 我来准备点夜宵 哪怕是现在的凶案现场 哪怕是刚刚发生了凶案 在徐悦开口 说出了这句话后 几人都依然还是不约而同地咽了口口水 原本完全失去的食欲 也觉得一下饥饿了起来 好香啊 你们在干嘛 在徐悦随便在海边撸了点烤鱼出来 回来带给了众人 开始狼吞虎咽之后 一声有些耳熟的声音 便是从门口传了过来 随后便是看到了前景城时 那靓丽的身影 推开了门 将翘脸伸了进来 哇 你们哪里搞来的烤鱼 好香啊 我还说担心你们饿肚子 帮你们带了点便当过来的 一边说完 前景城时便是一边提了提手上的购物袋 似乎是显得有些沮丧 没事 一起来吃吧 便当给我加工一下 徐悦吃下一条烤鱼后 便是对着城市医生伸出了手 将他手上的便当接了过来 而好奇地拿起了一条 烤鱼小小地尝试了一口后 前景城时翘脸 瞬间便是红润了起来 随后 嘴里伴随着烤鱼的香气 一起发出了一声声吟 而后又迅速地捂住了嘴巴 两眼水润水润的 哈哈 很好吃吧 左藤警官的手艺 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 毛利小五郎 一边迅速地啃完了自己手上的烤鱼 一边舔着手指说道 对左藤警官今天验尸的时候 也判断得很准确 还有着这样一份厨艺 还真是有才啊 前景城时用一种敬佩的口吻说道 只是眼神有些涣散 不知道心中在想些什么 而就在这个时候 靠海的窗口一道人影 却是一闪而过 立刻引起了里面几人的警觉 左藤美和子和毛利小五郎 两人一马当仙地迅速冲了出去 朝着那人影追了过去 而柯南一边跟在两人的屁股后面追过去 一边对小兰和城市说道 小兰姐姐保护现场 城市医生麻烦去通知一下左藤哥哥 等到徐悦提着处理好的便当回来的时候 毫无疑问人已经追丢了 他自然知道那个人是谁 只是现在还不方便直接抓现行而已 所以才会特地找借口暂理 不然自己的体能迟早都会暴露给他们看的 这要是当着自己的面能逃跑也不太好装 好了 现在外面这么黑 对方也是本地人 想要追上自然很难 不要自责了 明天东京的支援也该到了 反正困在这岛上是跑不掉的 见到无功而返回来的几人 徐悦不由安抚了他们一阵 或许是徐悦的料理加成 又或者是今天的确是太累了 几人还是先后很快地进入了睡眠 怎么又是你们 木木警官看着眼前的熟悉作案团伙 总感觉自己的眼皮直跳 哈哈 没想到这里都还是属于东京馆啊 木木警官又见面了 毛利小五郎很是熟练地打出了招呼 而木木警官看着这个瘟神 再看看左腾姐弟这两位被传染的姐弟 也是感到了一阵头疼 好好的休假就休假啊 怎么一休又休到命案现场来了 这是做的什么孽啊 第0967章 技巧 排查工作第二天开始启动了 所有昨天在法事现场的人都被留了下来 进行了单对单的询问 单从现场的情况来判断 就已经可以排除不少人的嫌疑 因为有许多人是法事从头到尾都未曾离开现场的 没有作案时间 而这其中 最为惹人怀疑的便是岛上的一个无业游民 西本健 他在被询问的过程中一直都是一言不发 情绪显得很是紧张 这位西本健还是被害的川岛先生 从小玩到大的玩伴 最后结果是两个玩伴 一个变成了无业游民 一个则是成为了村上最出名的企业家 杀人动机什么的也是成熟的 不过当然 怀疑只是怀疑 根据询问来说 有作案时间的人除了他以外还有另外六人 分别是现任村长黑岩 村长候选人之一的清水证人 村长黑岩的女儿黑岩令子 村长黑岩女儿的男朋友村泽周一 村长黑岩的秘书平田和明 以及村一前景城时 这成长的询问时间也一直进行了一天 到了傍晚的六点半 奇怪了 西本健明明已经结束了 询问这么久了 为何还不离开 徐悦用一种疑惑的语气说道 也转移了柯南的注意力 随后在两人的注视下 看了看手表的西本健也离开了大厅 朝着厕所的方向走了过去 柯南这时候也立刻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 他直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只是当他到了厕所之后 却是意外地发现西本健并没在里面 这时徐悦也走了进来 有些意外地说道 看来是没在这里了 这么说是去二楼了 厕所之外就是楼梯 之前他过来的方向的确是有死角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月光第二章的声音也从广播当中传了出来 让人大感不妙 随后徐悦便是带着柯南冲了上去 而后便是看到了广播室打开的门 以及摊坐在门口的西本健 等到过去之后 便是看到了里面已经被杀害的黑岩村长的尸体 死不瞑目地倒在了那广播台上 而此时磁带当中还在播放着月光曲的声音 扫了一眼现场后 徐悦也是眼神微动 感到了有些满意 看来因为自己的出现 诚实 大美人的计划也开始出现了些许改动了 原著当中利用第一位被杀害的川岛 逼得随行的法医带着尸体前往了东京进行尸检 然后自己接过了法医的工作 从而炮制了第二次杀人事件当中的时间差 不过被地上一份已经干掉的血迹乐谱给找出了最大的破绽 那时候他想要利用不在场证明洗脱自己的嫌疑 却反过来留下了最直接的杀人证据 熟知剧情的徐悦 在之前川岛被杀害后 故意现场验尸做出的精准判断 显然也是成功地打消了诚实医生的想法 迫使他第二次杀人事件的时候 没有去花额外的心思做小动作了 这也导致了小动作做得越少 留下的破绽反倒是越小 嫌疑人有这么多 只要他能够一直伪装成女神 那其实算起来 最后也不会怀疑到他头上的 没必要多此一举 死亡时间在半小时之内 不过行凶时间却是无法预料 徐悦戴着手套走进了现场 进行了简单的判断 死者头部有被中击的痕迹 背后的刀伤并无法立刻致命 在让死者进入了慢性死亡后 行凶时间的范围可以延伸很广 不过磁带当中的空白时间是半小时 所以行凶时间理应 最多也不会超过这个时间 徐悦四处张望了一下 对现场的情况也是点了点头 嗯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出手 打消了他那个念头的关系 所以他也没有再利用磁带反面空白面 来进行时间的延长了 因为是磁带的关系 可以进行手动调节 所以半小时之内 什么时候都可能按下开关 让声音这个时间段响起 与死亡时间也相互吻合 不是我 不是我 是黑炎叫我上来的 西本见一脸崩溃的表情 然后你就把他杀了 是不是 川岛先生死亡那里 你的嫌疑也很大啊 毛利小五郎一脸肯定的表情说道 只是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却是开口出来 打断了他说明了新发现的线索 现场又留下了乐谱 而且我对比了一下第一次的杀人事件来看 如果将乐谱对应的钢琴键化作罗马拼音的话 大体上是能够拼写出凶手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的 在第一次杀人事件的时候 钢琴上有着一份乐谱 而第二次杀人事件的时候 诚实虽然没有再用血书写了 但还是丢下了另外一份乐谱 解读出来就是 明白吗 下一个就是你 以及罪孽的怨恨 在这里消除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我发现能够读懂这乐谱意思的人 应该不只是我 旁边的柯南心头一惊 我曹他不会把我扯出来吧 因为西本剑先生应该也能够看懂 所以才会一直这样的恐惧 徐悦后面这句话 倒是让柯南表情一愣 他倒是发现 西本剑精神状况不正常 但难道他是看懂了乐谱的意思吗 然后才会害怕 害怕什么呢 他为什么又不说出来 这时 柯南也差不多可以将西本剑的嫌疑排除了 总感觉他一直在认为 被杀的可能是自己 是啊 我当然看得懂 是他 是麻生归二回来了 是他回来了 被徐悦点名了之后 西本剑完全没有否认 反倒是陷入了精神崩溃的状态 不断地喃喃自语 不过这时候 村里的住村警察也来到了现场 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所说的话 怎么可能 当时在火灾之后 找到的尸体通过骨头和牙齿 可是已经对比出来了 死者就是麻生归二先生 整个大火中只有保险箱里的乐谱保存了下来 乐谱 徐悦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 柯南也是心中一动 不过因为有徐悦在表面上顶着 所以他也是不动声色 没有冒险地发表声明看法 反正到时候跟着佐藤哥哥去就行了 是啊 我记得存放在仓库里 仓库的钥匙我知道在哪里 走吧 我陪你一起去拿 那乐谱上说不定会有线索 徐悦果断地说道 而柯南也跟在了后面 嚷嚷着我也要去 然而 找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这位年长的住村老警察 却都没能把仓库钥匙找出来 脑门上急得直冒汗 如果找不到 那就只能强行开锁了 我恰巧也知道一点这种技术 走吧 估算的时间差不多后 徐悦便是对那老警察和柯南说道 你不早说 柯南摆了徐悦一眼 内心对他疯狂地吐槽 嗯 弄坏了别人的锁不太好 徐悦露出了腰间的手枪 然后又将衣服放了下来 让柯南满脸都是死于眼的表情 呵呵 这就是你的开锁技术啊 第0968章 青天大老爷 悠哉悠哉地和柯南 还有那位老警察前往了公民馆的仓库 而刚刚抵达仓库门口的时候 柯南便是听到了隔壁房间出现了闷哼声的动静 那边好像有情况 是放钢琴的房间 而就在他话音刚刚落下的时候 便是感受到了一股飓风从身边刮过 只见人影一闪 徐悦便已经出现在了那钢琴房的门口 甚至连开门都没有开 伴随着啪啦的声音 那木质的房门便被整个地冲碎 木屑飞溅 看上去完全就是一头人形凶兽 那突然爆发出的速度 还有那轻而易举直接撞碎房门的冲击 让柯南看的眼镜都掉了下来 不是吧 平日里一直挂着温和笑容 看上去柔柔弱弱的文职警察 怎么会这么暴力 你不是做办公室的老大吗 刚刚那速度百米都能近十秒以内了吧 专业运动员恐怕都很难达到这种标准 还有那冲破房门的力量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怪物 比学了空手道的小岚还可怕 连一直接受着小岚洗礼的柯南 都受到了如此的三观冲击 里面刚刚打晕了村泽周一的平田和明 更是直接吓傻 连逃跑都忘记了 直接被那凶兽一般的恐怖身影 反简按在了地上 丝毫动弹不得 啊 手断了 手断了 贴在地上无法动弹的平田 和明满脸涕泪直流 平田和明是之前死亡的黑岩村长秘书 而被他打晕的村泽周一 则是黑岩村长女儿的男友 这边突然爆发出了这样的动静 当然也是要把木木警官他们叫来 来到了现场后 便是看到了被徐悦所控制住的平田和明 左腾老弟 怎么回事啊 我们刚刚来到仓库 就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然后我就过来把他抓住了 旁边的周一先生 应该是被他打晕的 徐悦轻松地说道 我不是说这个 抓人的事 柯南已经和我说了 我是说这门 木木警官满头黑线地看着 那好像被怪兽冲破的木门 这也太夸张了吧 哦 我怕犯人逃跑 所以用力有点过度了 那你身体没事吧 没事 我好歹也是一名警察 这点伸手还是有的 话音落下 在场包括左腾美和子在内的所有警察 都是嘴角抽搐 怎么感觉 你好像对警察的伸手有什么误解 而警察们都来了后 徐悦也松开了 对一直嚷嚷着手断了的平田和明控制 由其他警察上前考上了他 被松开的平田和明 更是直接哭了出来 搜查一下吧 总感觉他出现在这里有些不对劲 更别说直接打晕了周一先生 徐悦很是平淡地说道 然后警察们就从平田和明身上搜出了一串钥匙 啊 那是仓库的钥匙 住村老警察这时候也站了出来指着那个钥匙说道 我说 怎么找了这么久没找到 原来是被平田和明先生拿走了呀 哦 钥匙是他偷的吗 莫非是想要偷仓库里的东西 结果正好被周一先生发现了 徐悦有些疑惑地说道 而一直都在抽气的平田和明 此时则是满脸猛逼 我啥时候有了这么一串钥匙在身上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不过 钥匙就钥匙吧 手好痛啊 比起现在受的伤 还有自己极力想要隐藏的事物 这偷一串钥匙什么的事 简直毛毛雨呀 还说不定能够转移一下视线 受到了之前徐悦怀疑的提醒 心思已经活络起来的平田和明 便是忍着剧痛 倒抽冷气地说道 真 真是万分抱歉 因为最近手头有些紧 又趁着岛上出了这样的大案子 所以想要来仓库偷点值钱的东西来卖 没想到被周一先生发现了 我也是一时冲动 哎 希望周一先生没事 平田和明一脸痛哭流涕的忏悔姿态 配合他那老实木娜的外表 还真有那么一点说服力 但现场当中的徐悦 还有人群当中的诚实两人 却都是眼神变得有些微妙了起来 哎 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其实如果手头紧的话说出来 大家也都会帮助你的 好了 我们先把那乐谱找出来吧 看看有什么线索 那村上的老警察 唉声叹气地说道 然后接过了递来了钥匙 来到了仓库门口 插进去 将门打了开来 嗯 迎面而来的就是西本剑 被吊死在仓库里的现场 开门迎面一具尸体欢迎 差点没把这老警察吓尿 偷你妹夫的东西啊 浑蛋 偷命吧 因为角度不一样 其他人倒是无法知道 这老警察看到了什么 一起围过来之后 也都是心中大惊 而后便不约而同地用审判的目光 看向了那边正在跪地忏悔的平田和明 莫名感受到了这一群冰冷的眼神 平田和明也似乎察觉到了 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劲 曾 怎么了 可 昨天晚上在窗外的人是不是你 徐悦随意地开口道 还没有立刻揭露真相 是 是我 当时我就想要偷点的 平田和明还是满脸猛逼 好吧 木木警官 交给你们了 徐悦耸肩说道 明白了 左腾老弟 木木警官的脸也逐渐严肃了下来 连杀三人的特大杀人案件啊 还好凶手当晚就抓住了 你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 我真的就只想要偷点东西而已 平田和明似乎也逐渐明白了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显然 警察们也已经不会给他反应的时间了 他身上的钥匙 以及他亲口承认的话就是铁证 这是犯案现场 人赃并货 容不得他抵赖 等等 我没杀人 我是冤枉的呀 被押到仓库指认现场 看到了西本剑的尸体后 平田和明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否认了起来 那么 钢琴下面的海音粉末又是怎么回事 这时 徐悦也提起了几包装着白色粉末的塑料袋说道 这个 见到徐悦江藏在钢琴下面的毒品拿了出来 平田和明也是脸色大变 这种心绪赶落在了办案老警察眼里显然也是再明显不过了 不要看了 就是你了 没想到竟然还牵扯出了毒品走私的案件 这下好了吗 连杀人动机都出来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次毒品走私案的主要成员 应该也包括了死去的三位死者和三年前死去的前任村长 甚至包括十二年前死去的麻生归二 或许就是利用那乐谱上的信息来传递消息 以钢琴作为渠道的 所以 西本剑才能够看得懂那乐谱上的信息 在凶手认罪了之后 徐悦也逐步地将这件事的起因都一一解析了出来 有理有据 完全就是真相 乐谱不找一下吗 说不定里面有原因和理由 当初的麻生归二应该就是被他们杀害的吧 柯南这时候也适当地发出了声音 找一下也好 徐悦并没有反对 只是无论在仓库里怎么找 都未曾找到那一份十二年前的乐谱 不过 毕竟是十二年前的东西 太容易遗失了 仓库又不是什么绝密档案室 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唯独在徐悦他们都离开乐营岛后 回到家中的麻生城时 才是看到了 放在了自己书桌上的乐谱 是他父亲给他留下的乐谱 乐谱上有着一张 同样由报纸剪切字拼凑而成的纸条 城市小哥哥 杀人贩毒的罪犯 不值得自己赔命 按照父亲的遗愿好好活下去吧 小侦探留 第0969章十亿 部长 有大案件 从月营岛回来 徐悦也是短暂地休息了一下 然而还未清闲几天 来自于警示厅的电话 却是直接打到了他的手机上 东京出现了特大银行抢劫案件 涉案金额高达十亿元 是准备从总行运送到各个分行的运钞车被截了 诶 这么快啊 将手机挂断之后 徐悦也略微感到了一丝意外 果然柯南里面的时间线就是乱的 不过这个案件本来在动画剧情当中也算是一个bug 在初期因为定义是儿童动画 所以淡化了酒场的存在 直到辉员要出现的时候才在一百多集临时加了一个剧情 算了 能够接触一下也行 闲鱼了这么久也应该要旅行旅行本职工作了 喂 白马总监 这次抢劫事件可能涉及组织严密的爆孔团伙 我申请介入一下 红色的敞篷跑车在街道上飙行 在十分钟之内便抵达了被抢劫的银行门口 而因为反应的迅速 这个时间警车都也才刚刚抵达没多久 随后熟悉的木木警官近乎于和徐悦一同下车 左腾老弟 你刚刚赶过来的 木木警官下车也看到了跑车上的徐悦 看着他的车对比了一下左腾美和子的马自达 也感到了有些违和感 这真是姐弟吗 感觉差别有点大啊 是啊 接到了消息这里发生了特大银行抢劫事件 所以过来看一下现场 将车停在路边按下车钥匙 徐悦表情很是平静地说道 随后便是看到了银行内部走出来的毛利小五郎一行 嗯 他们是过来存个钱 然后就碰到了这么一出好戏 看得木木警官都是嘴角一阵抽搐 怎么又是他们 是你们抢劫的吧 我曹 持枪抢劫银行还高达十亿元 这可是特大案件了 甚至都已经不单单是刑事部门的责任了 在调查出事件真相 准备对罪犯进行逮捕的时候 说不定还得申请警备部进行配合抓捕 以防遭遇激烈反抗 毛利小五郎这位老不下真是越来越可怕了呀 左腾哥哥 柯南看到了徐悦 便是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他可是知道徐悦身份的 这一次对方来到这里 应该不单单只是过来破案的问题了 是没有把这件事当作纯粹的抢劫事件来对待了 嗯 给我说说情况 当时你应该在场的吧 徐悦的表情和态度显然比平时要严肃了许多 语气当中也显得更加平淡 当时我记下了车牌号码 在报警的时候已经告诉警察了 然后我还发现了有些地方显得不太自然 我是听到枪声就朝着停车场过去了 但我过去之后罪犯就已经开始搬运钞票了 应该是开枪打破了窗户后里面的警卫就直接打开了车门 还有啊那种漆黑玻璃后面一枪没打中人 而是打中灵钱袋也太巧合了 柯南的观察能力毫无疑问是一等一的 仅仅才刚刚开始 便是直接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不过锁定是锁定了 可他的推理也全是违心的 是有罪定论 但实际上手上却还没有任何证据 空能怀疑却并没有什么卵用 警卫吗 徐悦扫了一眼 那正在被问话的警卫案警 没有实际证据的话 他身上的漏洞再多也并没什么用 最多只能明确侦破方向而已 而这时 这个银行的经理 便是对一位刚刚回来的美貌收银员 发出了警告声 广田雅美 你看看你 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人到哪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发生了多大的事 我中午换班出去吃午饭了 实在是万分抱歉 听到了声音后 徐悦便是转头看向了 那穿着银行制服 身材阿娜像帽靓丽的女子 这是广田雅美姐姐 为人很好很温柔的 还帮过我们忙的 乐于助人 柯南看着徐悦看向了广田雅美 便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听到柯南这带着好感的话语 徐悦也能够明白她 为什么对广田雅美会另眼相看了 因为这个女孩气质和相貌上 很多和小兰都有些类似 而她也是辉原哀的姐姐 公也明美 这一次也是她第一次正式参加组织上的任务 以前的话 她虽然受到了监视 但也是过着普通人生活的 是她的男友赤井秀一行动失败被暴露了身份之后 组织想要除掉她 才是给她安排了这么一个任务 这次案件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我估计可以请公安部的同事们帮帮忙了 应该很快会有结果的 打量完了公也明美之后 徐悦便是随意地对着柯南说道 让柯南都不由愣了愣 警示厅的公安部已经算得上是情报机构了 正常的抢劫案件是完全不需要他们出动的才是 就和普通的抓捕行动也根本不需要警备部出马 不过随后柯南也是瞳孔一阵收缩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有些惊诧和骇然地抬头看向了徐悦 而这时 徐悦也才刚刚挂断了找公安部帮忙的电话 你是说 有可能吧 由徐悦开口发话 和木木警官开口发话的动员效率完全是两个层次的 木木警官这边 刚刚才是跨部门联系交通部进行协助 回头便已经得到了通知 案犯的车已经被找到了 甚至见识客的人都已经抵达了现场 这效率就算是木木警官都吓了一跳 而后便是火急火燎地带着毛利小五郎上了车 等到他们上车之后 连徐悦的车尾灯都已经看不到了 坐在徐悦车上的柯南 此时才隐约感受到了 这位佐藤警官手上所掌握的能量 这效率也太高了 佐藤部长 车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痕迹 盛放现金的箱子都打开来了 也同样没有痕迹 唯独只留下了头套和手套 而头套上似乎留下了口红的印记 我们正在化验 徐悦抵达了现场之后 已经到场的见识客客长山田 便是小跑到了徐悦面前 对徐悦行了个礼后 向他介绍现场情况了起来 这一次案件可以说在徐悦的推动下 已经联络了警备部 公安部和刑事部三个部门的合作 调查工作是公安部负责 所以这么快就找到了涉案车辆 而现场鉴别便又交给了专业性最强的刑事部见识客 作为见识客的客长 虽然和徐悦不属于同一部门的 但也肯定会认识这位警戒大佬了 见识客虽然划分在刑事部 但很多时候都得帮助其他部门处理一些问题的 提着那装着黑色头套的袋子一看 看到上面的口红痕迹 再把袋子打开来秀了秀 徐悦便是随意地说道 假的 口红太明显了 是画上去的 而且位置太低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下巴 头套上也没有沾染气味 徐悦的果断 让这位山田客长也是面露敬佩之色 不过化验还是要化验的 得看看他们想要给我们留下什么信息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木木警官和毛利小五郎 也已经乘坐警车来到了现场 木木警官到了现场 看着见识客的客长后 也是满脸都是惊讶之色 挺着肚子走了过来行了个礼道 没想到山田客长都亲自过来了 这次事件真是麻烦您了 见识客与搜查一客 同属于刑事部 对于这位山田客长木木警官 还是认识的 只是平日里 接触的很少就是 一般要进行见识和化验什么的 也不适合这位客长打交道 自己的顶头上司 松本清长客长 才是和对方评级的 可怎么感觉 对方和左腾老弟 在这里交流的时候 显得有些小心翼翼的呢 好了 这件事我会去处理的 你们继续工作吧 见到了木木警官 他们过来了后 徐悦也没有再停留什么 虽然现在 自己就可以把工艺明美带回去 但这对自己也没有丝毫好处 酒厂劳模勤酒 也是时候可以找机会见一见的 第0970章 劳模 下手好果断 看来还是有些低估他们了 本来还想要放长线钓大鱼的 徐悦狠狠地拍了下桌面 让水壶都跳了起来 让过来找徐悦了解情况的柯南 都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啊 确定是那个组织的人了吗 柯南显得有些焦急 本来他可能还没有这么上心的 但在徐悦点出了问题 知道可能牵扯到 让自己变小的组织后 还是让他有些幻师幻德了起来 所以直接偷偷跑来找徐悦了 他相信徐悦这里 应该能够第一时间 掌握到有用的线索 应该确认无误了 只有这个组织 是带着这样的风格的 徐悦一边说着 一边给出了几张现场相片 分别是之前怀疑过的 那名警卫案警被射杀的画面 还有一位赛车手 被种私狼被射杀的画面 这两人就是三位劫匪当中的两位了 其中案警是早有怀疑 甚至安排了人手在他附近监察 看是否能够找到他的同伙 结果没想到他的同伙竟然如此凶残 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 便被射杀了 徐悦用一种恼怒的语气说道 让柯南也是心中一静 看来自己的小心果然是正确的 这个组织对付自己人 竟然都是如此的狠辣 竟然直接灭口 至于那个死在自己家里的赛车手 更是从他家里搜出了地图和计划 还有一只口红 徐悦敲了敲桌子平静地说道 是广田雅美小姐的同款口红吗 柯南的反应速度也是相当的快 直接推测了出来 没错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们是想要让广田雅美直接背下黑锅 而他这位劫匪当中的最后一人 也很可能会被灭口 徐悦脸色显得有些凝重 我已经安排人去了他家里 发现已经没人了 而他本人也已经在今天早上辞职了 慢了一步 徐悦继续敲着桌子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那他家在哪里 我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柯南有些焦急地说道 而徐悦也没有隐瞒 直接报了一个地址给他 看着急匆匆离去的柯南 徐悦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笑意 智商和推理能力虽然强 但终究还只是中二青年啊 随后 他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装备 走出了办公室 一处废弃工厂外 广田雅美 嗯 或者说工也明美 将车停在了门口 而后 自己走了进去 看着手表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哟 很准时吗 一声带着些许轻飘和桀骜的声音 从仓库大门传来 随后两道黑衣人影遍 已经出现在了门口 都是黑色的风衣和帽子 一位金发桀骜 一位满脸横肉 琴酒 福特家 酒厂最尽职尽责的两大员工 看到了来者后 公也明美 也是迅速地抬起了手枪 瞄准了对方 我妹妹呢 当初说好的 只要我完成了这次任务 就放我们姐妹自由 哈哈 这可不行 你妹妹她可是组织重要的科研人员 琴酒咬着烟头 很是随意地说道 似乎丝毫不在意 对方用枪描着自己的样子 慢悠悠地将自己的枪掏出来 同样指向了公也明美说道 好了 你机会只有一次 把放钱的位置说出来吧 不可能 如果不放了我妹妹 我是不可能告诉你们的 他们两个已经被你们杀了 是不是 公也明美没有丝毫的妥协 只是显然 她握枪的手有些颤抖 完全没有开枪的觉悟 自然 这一直都是组织的形式风格 你又不是不清楚 琴酒将话说完 旁边魁梧憨傻的福特家 也是附和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了你机会只有一次 却没有好好珍惜 琴酒似乎是显得有些叹息 至于你藏钱的地方 我们当然也已经有线索了 不就是保险柜吗 琴酒的话刚刚说完 公也明美脸上的表情 便是变了变 已经从她脸上 读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之后 琴酒便是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碰碰钉 两声枪响之后 吓得闭起了眼睛的公也明美 却依然还是站在了原地 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让福特家和琴酒都不由愣了下 等等 刚刚是两声枪响 琴酒瞬间改变了 枪口朝着仓库另外一个方向 掉转而去 眼中刚刚出现了一道模糊的人影 便是瞬间扣动了扳机 碰碰钉 又是两声枪响 琴酒此时才是瞳孔收缩 发现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是吧 它是开枪 直接拦下了自己枪口射出的子弹 这怎么可能 这不科学 其实手枪来说 每一枪的弹道都会有误差和出入的 这怎么可能连续两次都变成了子弹碰子弹 而这时后宫也明美 也已经从惊吓中反应了过来 然后试探性地对着琴酒扣动了扳机 碰扑 低头看着自己肩膀血流如注的弹孔 琴酒有句MMP要讲 撤 先后两次的交锋 琴酒已经完全明白了双方的巨大差距 子弹打子弹 闻所未闻好不好 这是开挂 是犯规 可他这边才刚刚转身 又是一枪便是落在了他的脚前 在地面都形成了一道弹坑 反手想要还击的刹那 又是一枪 手上的手枪便是被击飞 击飞到空中的时候 还被捕了一枪飞得更远了 趁着对方枪口上移的时候 琴酒没有丝毫犹豫的朝着仓库门口的掩体 但交锋到了现在 却一直都在对手的玩弄和掌控之中 自己甚至连他的相貌都还未曾看到 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对手 其实 以对方的实力 第一枪就可以完全杀了自己的 但他却是选择了 就下攻也明媚 到底是什么关系 难道是两年前那个叛徒 不可能的 对方的实力自己也清楚 比起这要差得远了 老大 怎么办 同样握着一把没有了扳机的手枪 福特加也是满脸茫然 他应该没有准备杀我们 这次的任务失败了 撤 琴酒的选择也很是果断 面对这种正面的疯狂碾压 哪怕对手只有一人也不得不认怂 借助着仓库的复杂地形和掩体 直接和福特加两人选择了撤退 而等到他们离开之后 发射了跟踪器 跟着工也明媚的柯南 也成功抵达了现场 看着平安无事的雅美姐姐后 她也是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雅美姐姐你没事吧 柯 柯南 在家里遇到了一次柯南 还手刀敲了她一下的工也明媚 看到柯南出现在了这么危险的地方 也是吓了一跳 随后便是将手上的手枪放了下来 刚刚有枪声是幕后的黑手出现了吗 他们想要杀了你 然后将所有的黑锅都丢到你身上 柯南急切地说道 随后不断地观察着四周 不用看了 已经跑了 而这时候 徐悦也已经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本来他都考虑过世事 这个时候把琴酒打死了 酒厂会不会直接倒闭 不过因为接到了触发任务的缘故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人家活得也怪不容易的 还是放他一马吧 这时公也明媚也知道了 刚刚是谁救下了自己 谢谢你刚刚救了我 不用谢我 你本身也犯了罪 不过因为你及时悔悟的关系 如果愿意成为污点证人 协助我们对付这个组织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减轻对你的指控 徐悦缓缓来到了两人的面前 歪头看了公也明媚一眼 刚刚我听你们提到了你妹妹 如果你愿意活在我的监控下的话 我可以答应你将你妹妹就出来 而旁边的柯南看到了徐悦出现后 也终于是松了口气 总算知道开始为什么有多道枪声了 对于这位的枪法 他也是见识过的 行动能力也是见识过的 所以哪怕他只有一人 击退对方一个小队都完全在情理之中 现在也终于算得上是安全了 第0971章 绑架 大哥 那到底是什么人 趴在一处高楼之上 用望远镜看着之前仓库所在地集结起来 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队伍 福特加也不由咽了口口水 如果不是大哥反应快 拉着自己果断撤退了的话 那现在自己两人就将要面对 全日国最精锐的特战部队 SAT的单兵装备和训练程度 可是比自卫队还要更强大 只是因为功能和需求的关系人数少了点 那武装到牙齿的单兵装备 还有那训练有素的成员 如果慢了一步的话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不管是什么人 这次的任务都已经失败了 工也明媚 只能以后找机会再除去 不过还好他知道的情报不多 琴九看着远方的仓库 脸上也显得很是阴沉 SAT什么的倒是其次 自己不会给他们抓到包围自己的机会 但之前那全面碾压 完全没有丝毫还手于地的阴影 才更是让他感到了一种无言的压力 一直以来 对于个人战力 他对自己都是有着充分的自信的 不管是面对国际刑警还是FBI 没有谁能在自己手上讨到便宜 最多也就是实力相近同一个层次而已 可这一次 这是他唯一一次连争斗的想法都不敢再升起的存在 哈 祝 祝一起了 就 这么快 佐藤美和子 看着徐悦带回来的大美女 脸上也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自己一直以来都担心自家老弟染上了什么怪痞 所以对于他谈女朋友什么的是乐见其成的 可没想到速度会这么快啊 喂 以前见都没见过面的 现在就直接带回家了 太可怕了 想到自己的小棉袄就要被别人穿走后 也莫名的有点吃味 不过终究还算是纠正了他那个不良的癖好 这也算是可以接受的了 好吧好吧 你也老大不小了 不过还是要注意节制点 佐藤美和子百出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表情 随后将功也明媚也赢了进来 哦 他是我要看守的犯人 是我们正在调查的一个组织成员 看看能不能以他为诱饵 将对方引出来才暂时由我保护的 徐悦脱鞋进屋了后 也是随意地解释了一下功也明媚的身份 在听到了他竟然是前部九十亿元抢劫事件的劫匪后 佐藤美和子也是不由吃了一惊 不是吧 你把他要过来自己单独看守了 没办法 敌人太狡猾了 如果看守的人太多的话 那就没有机会了 而且功也明媚也已经喜心革面了 有他配合的话 就算是我一个人也是没有问题的 徐悦很是无所谓地说道 开始的时候 公安部还想要将他接过去进行协助的 不过被徐悦施压 要了过来 毕竟调查那个组织的主力 仅仅只是公安机动搜查队的人 平白比自己低了一级 这个案子自己也能够扯得上扁 态度又强势 公安部的大佬也不愿意同自己闹僵 给您添麻烦了 公也明媚对佐藤美和子鞠了一躬 很是歉意地说道 态度也摆得很端正 而不断上下打量着 公也明媚的佐藤美和子 也是心不在焉地挥了挥手 既然他相信你喜心革面了 那我也相信你 你事后有检举和立功表现 被抢劫的钱也都找了回来 还愿意继续协助寻找线索的话 那我当然也是要支持的 不过 听到佐藤美和子说道 不过 公也明媚心中也是有些忐忑 这位佐藤警官的姐姐大人 不知道还会有什么要求 我的晚饭呢 和两位大美女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日子 也很是惬意 反正自己只需要负责做菜而已 食材 洗碗 卫生 洗衣等等 其他全部家务都有人包了 过着没修没骚的日子 有着徐悦的料理治疗 就算是一直都担心 妹妹安危的公也明媚 此时也都心情愉悦了许多 而且比起完全不怎么会整理 有女汉子性格的佐藤美和子来说 公也明媚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家务小能手 直接把佐藤美和子都养懒了 而这段时间 公也明媚虽然是活了下来 但组织却似乎完全失去了 对她的猎杀计划一样 别说暗杀什么的了 连跟踪都没有 似乎是完全将她放弃了一样 因为辉元本身是组织的研究人员 同她姐姐的见面也是周期性的 所以如今都尚未知道 公也明媚叛离了组织 援助当中 她也说明了是被瞒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知道这件事 然后拒绝继续研发药物 才被关起来的 所以距离这家伙的出现 似乎还有一段时间 那么接下来 就在徐月捋了捋那越来越烦乱的柯南市时间线 已经有些没有头绪了的时候 柯南的电话便是又打了过来 左腾哥哥 我发现了有人在屋顶上逼迫别人练习来副枪射击 好了 不用再捋了 大概明白是什么个情况了 把地址告诉我 没有任何疑问 徐月直接应下了柯南的请求 朝着他所说的地方走去 原住里发现了这个事件的少年侦探团 是选择了报警的 只是木木警官并不相信他们 看在毛利小五郎的面子上 才是到了现场草草地检查了一下 直到发现了那件物证计算器上的指纹 和失踪的一位警察相同后 才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柯南显然也是知道自己的年龄劣势 原住当中报警 那是万不得已没有了办法 现在有机会直接联系知道自己身份的警察 当然还是选择了这一条 就这样 徐月便是带着公野明美 这美美的脱油瓶 抵达了那一处荒废的大楼 就是这里吗 以河道作为目标 被人逼迫 大概是想要利用他杀什么人吧 单脚踩在屋顶的护栏上 看向了下方的河道 徐月若有所思地说道 而不美 他们三个小家伙 见到了这位很友善的熟悉警察叔叔 也是感到了很开心 因为这位警察叔叔相信了我们的话 这个计算器是我现场捡到的 应该是他特地留下来的 因为他似乎发现了我们的观察 柯南用小手帕包着一个计算器递给了徐月 上面写着一串莫名其妙的数字 XXXX162 就是不知道信息的意思是什么 是时间 房间号 地点 感觉有点杂乱 柯南面对这串数字也是感到了有些头疼 而徐月看了看后便是将计算器倒了过来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要倒着看的 那些数字倒过来也能够显示意思 变成了291HC 应该是新开通的平成特快 然后徐月便是发现了包括柯南在内的所有小鬼 都是满脸猛逼地看向了自己 少年侦探团的三小更是眼睛都变成了星星状 一串这么杂乱的无序数字 竟然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整理出了线索 简直变态 而徐月看着他们的眼神也是歪了歪脑袋 啊?难道有点做过头了吗? 应该没有吧 原本柯南不是也找出来了吗? 我也就是快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啊 第0972章 挂 嗯 原本这计算机在柯南手上把他头发都愁白了 好不容易才是在最后关头看穿了真相 利用直升机才赶上的 远距离头盔抽射才解救了人质 而这一次才刚刚落到徐月手里 扫了一眼 就直接看穿了关键 柯南感觉自己要爆炸了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难道是因为身体变小 我的脑子也跟着退化了吗? 不得不说 徐月这开拳图透视的玩家出现 就算是柯南这种职业玩家也是完全惹不起 可信息大概是把握到了 但具体哪个地点却还需要一一排查 我先调查一下被胁迫的人是谁吧 徐月咳嗽了一下后 便是开启了下一步进度 拿起了手中的电话 对他们几人说道 能够被胁迫到用来进行狙击 那肯定是用枪高手 而用枪高手最多的不是警察就是运动员 而经过了徐月的询问之后 最近还真有一位用枪高手和他的女朋友度假回来后失踪了几天 至今都还未联系上 恰巧的是 这用枪高手竟然是徐月手下的人 不过想想也正常了 徐月手上的力量针对的就是各种劫持事件 对于狙击精准度恐怕比战场上还要高 这种用枪高手分在他手上才是正常的 被绑架的警察叫做山步浩一 射击比赛获得过第一名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在他们度假回来的时候被劫持的 以他女朋友为威胁 威胁他射杀什么人 这可还真是 徐月缓缓地呼了口气 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让抬头看着他的柯南也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旁边的公野明媚也是为那几个劫匪默哀了起来 他才是真正现场接触过徐月枪法的人 子弹碰子弹见过没有 反正他见过 通过信息知道了时间 知道了列车 毫无疑问要在这条线路上找到对应的位置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徐月直接带着自己人出马蹲守 在劫匪们压着山布浩义和他的女朋友出现的时候 便是瞬间两枪打爆了押送人质的两个绑匪狗头 根本连给他们威胁的反应时间都没有 抹除一切安全隐患 另外几人还没反应过来 便是见到了从四周突然窜出 只过来的十几把长枪枪口 然后便是乖巧地放下了武器 默默地举起了手 这种情况下人质在自己手上都还能拼一下 结果两个同伴直接被爆头 这还拼什么拼啊 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就是绑架了两个人而已 有没有必要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啊 哟 山布浩一 你可真给我丢人啊 明明是负责解救人质的 结果被绑票成了人质 徐月将枪插回了腰间 没事人一样地走了出来 好像刚刚两枪爆头的人不是他一样 万分抱歉 佐藤部长给您丢脸了 同时万分感谢部长将我和惠里救了出来 不然 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再次感谢 山布浩一鞠躬一鞠到底 而他的女朋友 此时都还未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刚刚开枪了呀 而且还直接打死了两个人 还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作为一位普通女孩 当然更多的是感到了害怕 旁边的其他机动组的成员 对于部长亲自裹断的两枪 也是更多地感到了佩服 他们是应对这种事件的专家 自然知道绑匪劫持了人质的情况 是有多麻烦 要保证人质的安全 可选条件真的不多 之前看到了目标人物出现 远处的狙击手都还在不断地叫正中 这里部长就已经正面瞬间将问题解决了 部长不愧是部长 毫无疑问 经过了这次劫持狙击事件 徐悦的亲自出手 也在他手下的行动队员当中 换来了偌大的威名 以前作为纯粹的领导 他当然也能够指挥得动人 但肯定没有现在这样的威望和便利 比如 现在就算是有着什么不方便 和擦边球之类的事 也可以直接吩咐下去了 特别是山布浩怡这一位行动能手 更是成为了心腹 只要不太过分 一些违规的事 他恐怕也会答应下来 而这次的事件也已经完全调查清楚了 其实就是一个日本黑帮犯事太多 被一位检察官控诉抓走了老大 其他人气不过想要暗杀这位检察官 才形成了这次的事件 日本虽然是全世界唯一承认黑帮合法性的国家 但黑帮的行动也要在法律的约束框架内 这一次这个鬼虎帮显然是踩到了不该踩的红线了 一夜之间便是完全除名 也就在徐悦这边稍微抽出了一点时间 凝聚凝聚人心 维持一下自己在警备部的存在感的时候 柯南那边便已经再次先后破掉了两个案件 一个是他们少年侦探团找猫咪的时候 发现的一个弟弟将哥哥杀死在浴室里 然后又冒充自己哥哥企图糊弄警察蒙混过去的案子 还有一个便是一个古董收藏家 请毛利小五郎帮他查妻子外遇的事件 结果遭到了一位抵押了传家宝 在他这里的见到高手杀害的案件 毛利小五郎沉睡的名侦探之名 已经开始逐步地流传了出来 哦 这么说你前男友是FBI的人 他们也在调查这个组织咯 公野明美和佐藤美和子 还有徐悦三人一起同期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在徐悦料理的攻略和一直尽职尽责的保护下 也已经放下了最后的防备 开始将赤井秀一的情况也说了出来 那其实你突然被组织安排了这样一个任务 事后还想要进行灭口 其实很可能就和这有关 徐悦敲了敲桌面很是随意地说道 而佐藤美和子这时候也是忍不住地开口 切 要我说你那个前男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应该是知道你的处境的 也应该明白利用了你之后你的下场 哼渣男 听到佐藤美和子的话 公野明美也只能苦笑地摇了摇头 感情的是谁说得准呢 其实他早就知道赤井秀一是FBI的人 也知道他在利用自己 但却一直没有说而已 这一次也就是见到佐藤姐弟两人为人的确很好 而且也是官方的身份 肯定不会伤害身为FBI的赤井秀一才同他们说出来的 不过近距离经历过了一次死亡之后 以前那种感情倒也是感到淡忘了许多 而另外一边 徐悦也在思考着什么 公野明美在抢劫之前发过邮件给赤井秀一的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应该会很快赶回日本 就是不知道柯南这古怪的时间线 他啥适合回来的就是 其实想一想 这家伙才是柯南里的人生赢家呀 长相帅气 能力超群 漂亮的老妈 老妹 前前任和前任 嘖嘖 不知道身上的点数有多少 第0973章 婚礼 啊 你又参与了劫持事件啊 接到柯南打来的电话 徐悦的回应也是有气无力的 柯南果然是防不胜防 才说手上的事情差不多搞完了 可以来陪你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结果回头他就把自己给甩了下来 几个小朋友碰到了百货商场的劫持案件 然后靠着他们几人齐心合力 直接把劫匪搞定了 现在是脱困之后同自己打的电话 你为什么要说诱啊 我也就碰到过一次劫持事件吧 柯南在电话那一头的声音显得有些奇怪 而这时 徐悦还隐约从电话那一头 听到了小兰的声音 应该并不是和柯南说话 大概是和原子 说是去参加松本老师的婚礼 要穿什么衣服 嗯 很好 打个电话的功夫 大概就确定了下一个案件了 嘖嘖 结婚竟然请柯南 这也真是想不开 不过人家老师结婚的婚礼 自己也没什么理由 等等 她老师好像是松本清长的女儿吧 形式不搜查一课的课长来着 自己虽然不是她的直属上司 但不请自来地参加个婚礼什么的 也是可以的吧 左藤警官 小兰看到了一身正装的徐悦出现后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 今天是她中学音乐老师的婚礼 所以才是和原子两人一起过来参加了的 然后还有赖着一起跟过来的柯南 可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左藤警官 对于左藤警官 小兰现在也算是蛮熟悉了的 虽然说每次碰到都是因为案子 但对方那一手料理真的是让人无法忘怀 想到这里 就算是小兰也不由咽了口口水 哦呀呀呀 我看到了什么 小兰看着英俊帅气的警察先生咽口水了 林木源自躲在小兰旁边 捂着嘴渐渐地笑着 让旁边的柯南又在骂他死巴婆了 不过这一次柯南倒也没乱吃什么肥醋了 因为看到了对方后 自己也在不自觉地分泌唾液 没办法都快养成条件反射了 哟 没想到在这里都能够看到你们啊 你们和新娘还是新郎认识 意外见到了熟人后 徐悦便是朝着这边走了过来询问地说道 新娘子是我们中学的音乐老师 小兰也没有隐瞒什么 让徐悦撇头看了柯南一眼 不过只换来了她的死鱼眼 我也是新娘这边的 她父亲算我同事吧 徐悦收回目光后点了点头说道 哎 松本老师的父亲是警察吗 小兰这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消息 旁边的圆子甚至是柯南都是瞪大了眼镜 一脸八卦的样子 当然 好了 我们先进去吧 我和新娘本人不熟 和你们在一起也自在一些 随后 徐悦便是在小兰他们三人的带领下 进入了宴会会场 并且直奔新娘的化妆间 打开门之后 一道身披婚纱的倩影 便出现在了几人眼前 曼妙的身姿配合那洁白的婚纱 所形成的视觉冲击 让柯南他们三人 都有些发呆了起来 好漂亮啊 啊啦 这不是小兰和圆子吗 怎么 龚腾心姨那家伙没来吗 还想要在她面前 显摆一下我的婚纱的 松本小百合看着小兰和圆子后 捂着嘴笑着说道 让柯南不由自主地 露出了死于眼的表情 然后便被徐悦给捞了起来 凑着她耳边悄悄地说道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里面有故事 什么呀 就是不知道 她为啥看我不顺眼 在初中三年的音乐课上 欺负了我整整三年 柯南小声地对徐悦抱怨着 而这时候 土豪园子也掏出了自己的数码摄像机 准备对新娘开始摄像 这个年代拥有数码摄像机的人 可是相当稀少的 随后 松本小百合的大学同学 也是这次新郎的前女友一美 便是带着松本小百合最喜欢喝的柠檬茶 进入了化妆间 啊 还是你最懂我 松本小百合喜滋滋地将柠檬茶接了过来 插入了吸管 她是因为小时候时常被欺负 有一个青梅竹马每次都会保护她 然后偷家里的柠檬茶给她喝 所以对柠檬茶有一种执念 她之所以喜欢欺负宫藤新衣 也是因为她的脸和自己的青梅竹马很像 而那个名字都不知道的 初恋其实也正是这一次的新郎 只可惜 也就在这个时候 大门便是再次被推了开来 一位脸上带着刀疤 看上去凶神恶煞的魁梧身影 走了进来 这满脸横肉的凶恶状 刚刚进来 就让小兰不自觉地挡在了新娘前面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进来到这里 园子也是尖叫地说道 小兰 不好了 快把这大猩猩赶出去 看着两人如临大敌的样子 徐月却是笑了笑打断了他们的戒备 别担心 这可是新娘的父亲 也是我的同事 松本清长 听到了徐月的话 园子和小兰 两人都不由脸上出现了一阵恶然 这么凶神恶煞的老爸 竟然生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 不是亲生的吧 而因为被小兰和园子的动静 吸引了注意力的松本清长 此时才是看到了房间里存在感并不高的徐月 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 左腾部长 没想到你也过来了 真是怠慢了 松本清长很是严肃地说道 虽然算起来都是一个系统里的 但因为不是自己的直属上司 所以他并没有邀请对方 没想到这位全日国最年轻的警市长 竟然也主动过来参加了女儿的婚礼 不过看到他和自己女儿两位学生在一起的样子来看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关系才过来的 小兰 左腾老弟 而这时候木木警官滚原的身体 也从松本清长魁梧的身躯后面冒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情况也感到了有些惊讶 咦 自家老大怎么感觉好像认识左腾老弟的样子啊 部长 哪个部长 阿木木警官 你也在这里啊 小兰他们看到了木木警官后 也是感到了有些惊讶 不过因为之前徐悦都说了新娘的父亲是同事 所以相对接受的也比较快了 随后便都陆续打招呼了起来 只是此时的松本清长却是感觉有点猛逼 甚至都有点忘记接待客人和把木木他们几个年走了 等等 刚刚我是不是哪里听错了什么 左腾老弟 有些茫然的松本清长 转头看了看正在和小兰他们谈笑风生的木木警官 又看了看另外一边显得很无所谓挂着笑容的徐悦 总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对劲 第0974章 敏锐的观察力 木木 你和左腾部长很熟悉吗 等到这边招呼打完之后 松本清山压低了声音 对木木警官说道 啊 左腾老弟吗 他帮我们破了好几个案子 推理能力超级棒 课长 你叫他部长 他是哪个部门的呀 健康管理本部还是通讯指令本部 又或者是运转免许本部 木木警官这时候也回过了神来 想起了前不久十亿元银行抢劫案件当中 见识客的客长似乎对左腾老弟的态度也不错 也是吗 左腾老弟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 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他姐姐左腾美和子 现在也已经坐到了警部补的位置了 可以当做自己的接班人 培养了 左腾老弟拥有着警部的警衔 绝对不会让自己意外 健康管理本部是警视厅总务部下属的机构 通讯指令本部是警视厅地域部下地域指导课下属的机构 运转免许本部是交通部下属的 因为都是偏向于后勤类别的 所以左腾老弟能够担任部长或副部长并不奇怪 而听着木木十三在这边好奇地询问 松本清长则是嘴角一阵臭畜 是警被布 听到了自家课长的话 木木十三也不有两眼 有些茫然了起来 似乎在绞尽脑汁想些什么 警被布下有哪个机构是可以称之为部长的呀 好像没有吧 警被布部长 哦 是警被布部长啊 木木十三露出了一丝恍然大悟的表情 然后便是脸色僵硬了起来 警 警被布部长 嗯 警被布部长 吞咽 回头看着那边正在和小兰他们谈笑风生的佐藤月 木木十三不由 感到了浑身一阵发毛 木木警官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 小兰似乎是感受到了木木警官的目光 有些好奇地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 刚刚我听到那个凶凶的伯伯说佐藤哥哥是警被布部长 扯了扯小兰的裙子 柯南一脸天真呆萌的表情说道 只是显然 小兰和原字两人可都不会关心警示厅里的部门差别 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 警被布 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是看管器械仓库吗 应该不是吧 两人唧唧鼓鼓 似乎是有些不确定 看得旁边的柯南都只能干笑呵呵了 好了好了 今天是我结婚哎 你们怎么把这里当做办公室了吗 出去 出去了 而松本小百合 此时则是开始有些不耐烦的感人了 开始将他父亲向外推了出去 徐悦也同样被归纳为一个类别 一起跟着撵出去了 让还能混在房间里的柯南嘿嘿直笑 你们两个也真是的 那家伙来头很大的哎 松本小百合有着这么一位父亲 好歹对于他们警示厅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楚的 自然是明白警被布部长几个字的含义 看着那两个一脸呆萌的学生 便是同他们科普了起来 这么说吧 我父亲是搜查一课的课长 他的警衔是警示 他在向上一级就是刑事部副部长的警示证 而你们那位佐藤警官 则是比这还要高一级的警示长 同时也是和刑事部评级的警背部 松本小百合一脸笑嘻嘻的表情 看不出来啊 你们随便带个人过来 还就是个大人物呢 这么开始说明后 就算是小兰和原子的后知后觉 也开始反应了过来 小兰的爸爸毛利小五郎 以前就是在木木警部手下办案的 而木木警部又是松本老师父亲的手下 这样算一下的话 好像真的高了好多 日国的阶级观念是相当强的 不过因为徐悦的面具性格随和 所以被推出门后 和同事们的交流也还算融洽 只有木木十三有些双目茫然 浑浑噩噩的 感觉像个两百斤的胖子 只是在一边愉快交流的时候 徐悦也在一边考虑着什么 嗯算起来的话 自己的出现对剧情应该是会产生不算小的影响了 其一 松本清政这次并没有再接触他女儿的柠檬茶了 其二 等下园子出去拿电池的时候 摄像机是否还能够将柠檬茶罐录下来 他放下的第二瓶柠檬茶罐 是否还能够和松本小百合的那一罐重合 松本小百合是否还会拿错 多方面因素只要出现了一个环节的误差 可能就会失去那决定性的证据 既然这样的话 那这一次案件也可以进行另外一种尝试看看了 一边闲聊到这里的时候 徐悦也看到了一群人正推着一名新郎打扮的家伙 朝着新娘的化妆房走去 随后便是借口去凑凑热闹 暂时告别了这群同事 因为身份差距摆在这里 其他人倒也不太适合一直跟着徐悦 又是柠檬茶啊 你还真喜欢喝哎 徐悦推门进入房间的时候 也恰巧看到了这次的新郎 高山俊艳正将一罐柠檬茶拿在了手上 徐悦推门进来的时候 还吓了他一跳 似乎正在收回什么东西 旁边的松本小百合脸上原本的笑容 也变得有些勉强了起来 他应该是看到了自己的未婚夫 向饮料里投入了什么 不过原本剧情当中 他哪怕是发现了 也依然义无反顾地将柠檬茶喝了下去 女人的脑壳还真是完全无法理解哎 在高山俊艳下毒完成后 松本小百合便是默默地将那一罐柠檬茶又抢了回来 同时脸上也再次浮现出了笑容 就是喜欢啊 没办法 一边说完 便是一边突然抱住了自己的未婚夫 主动而又热情地亲吻了上去 顿时给现场的其他几位造成了大量真实伤害 看得脸都红了 好了 你们先出去吧 等一下我自己过来 亲吻完成后 松本小百合整个人都似乎是看开了许多 情绪也带上了些许亢奋 然后笑着让其他人都出去 面对房间主人的感人 小兰她们自然也是要听从的 今天是人家的婚礼哎 她最大了 哎 这样真的好吗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徐悦确实开口了 让在场所有人都顿了顿 就算是亲眼看到了 你也准备喝下去吗 真的值得吗 要你管 松本小百合原本爽朗的笑容 不由微微一变 而后瞪了徐悦一眼 便直接拿着那一瓶柠檬茶 对着嘴巴喝了起来 只是还没递到嘴边 便是直接被徐悦握住了手腕拦了下来 结婚当天 当着新郎的面握着新娘 光滑的手腕刮蹭 这放在谁眼里 恐怕都有些无法接受 高山俊燕也立刻开口喝吃道 你干嘛 放开小百合 一边说完 便是一边激动地走了上来 而徐悦的举动也是让小兰和原子 他们两人感到了相当的奇怪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一出狗血三角恋 当场抢婚 唯独柯南是皱眉了 他相信 佐藤那家伙 应该是不会无缘无故 做出这样事的人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放开 这倒是没问题 不过你确定不会后悔吗 徐悦似笑非笑地看了高山俊燕一眼 刚刚我已经说了 你在柠檬茶里下毒的画面 他已经看到了 没感觉他有些反常吗 就算这样 他还是准备喝下去 你不觉得要说些什么 你 你胡说些什么 高山俊燕 脸色一下就变得难看了起来 同时看向松本小百合的眼神当中 也充满了难以置信 他看到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喝下去 第0975章 新案件 徐悦直接出面阻止 制止凶案的发生 这也还是第一次 他也想要看看 这么做的话 获得的奖励是多还是少 前面的案件当中 拿来测试没必要 而这一次 因为自己的蝴蝶效应 本来就发生了偏转 所以顺势而为的话 反倒是无所谓了 小百合 高山俊燕看着自己的未婚妻 脸上也是露出了极度复杂的神色 什么 下毒 而这时候小兰和圆子才是后知后觉的发现了哪里有什么不对劲 反倒是柯南并没有感到太意外 佐藤 他可不会无缘无故 做出这样的事 果然是 发生了什么吗 只是就算是柯南 也没想到 竟然是下毒 而且还是即将结婚的新郎 给新娘下毒 但不管如何 看新郎的表情也知道了 佐藤并没有冤枉他 发现小兰 圆子和柯南的眼神都逐渐变得不对劲之后 高山俊燕也是惨笑了一声 呵呵 没错 就是下毒 我要报复松本清肠 我也要让他常常失去了至亲的痛处 当年就是他追击罪犯的时候 导致犯人发生了车祸 撞上了我母亲 而他下车后 竟然只顾着去追赶犯人 而放任我母亲受伤倒在地上 如果当时他送我母亲去医院的话 我母亲也绝不会死 伴随着高山俊燕把话说出来 其他几人的脸上也逐渐改变了表情 不得不说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的确是值得同情 但这却并不是你可以加害他人的理由 特别还是自己爱人的理由 徐悦很是平静地说道 爱人 不 我只是利用他而已 我一切都只是为了报复 高山俊燕看着那边沉默不语的松本小百合 嘴里依然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 是吗 那你为何不直接用情话误 而是用氢氧化钠这种能够抢救回来的毒药 还有 或许你并不知道 但你小时候 那一位一直保护的小女孩 就是你的未婚妻 看到她这么喜欢喝柠檬茶 难道你还没有一点察觉的吗 不得不说 开全途的徐悦 对于双方的内心把握和实际情况的掌握 都已经达到了极致 在她的嘴顿之下 哪怕是心中充满了仇恨的高山俊燕 最终也跪坐在了地上 一脸的茫然 放下了仇恨 另外一边的松本小百合 就更不用说了 哪怕是对方递过来的毒药 她都准备喝下去的 在听到了对方的动机和理由 还有看到对方最终放弃后 也是蹲下来抱住了自己的未婚夫 两位当事人都已经全部放下来了 围观者自然也只能给予祝福 而后由徐悦将那瓶有毒的柠檬茶倒掉了 这样也好 柯南其实还是有些纠结的 这次的麻生成 时刻没有当着她的面自杀 还未曾对她形成这么重大的心灵冲击 明白 哪怕是对待犯人 也要留有一线余地 不能太过犀利 所以本来说 她还是倾向于让对方去自首更好点 毕竟本来是未遂 再加上自首的话 判刑也不会有多严重 不过终究还是最后自己看看了 毕竟没造成什么后果 而且当初也是我们警戒对不起她 所以这一次也就算了 徐悦拍了拍柯南的小脑袋 然后又将她捞到了手里 话说 她那位音乐老师也蛮喜欢扯她脸的 果然 这是会上瘾的 最终这件小插曲也就只有小兰 源自 还有柯南和徐悦几个知情人 他们也都有默契地一起保密 没有将事情透露出来 婚礼还是如期圆满地举行了 而且在婚礼现场上 作为新人的 双方都明显是放下了心中的负担 表现得都完全超越了平常 稍微有点让徐悦不太满意的是 这次被自己中途终结 导致没有发生凶案 给予的经验值却是并不多 甚至不到正常的一半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其他的需求的话 以后还是等到案件发生后 再破好一点 哪怕要形成完美犯罪的加成 也还是等到事情发生后 再来进行处置 也因为这次案件 在木木警官面前表露了身份 以后 估计没有那么容易自然地 去蹭案发现场了 不过有柯南在 只要盯紧他 还怕没有案发现场 最后事实证明 柯南是防不胜防的 在徐悦和左藤美和子 还有公也明美三人过着没凶没骚的同期生活时 柯南陪着毛利小五郎去和委托人见了个面 就破了个电梯杀人案件 去个鬼屋 然后又是鬼屋杀人事件 去个电视剧拍摄现场 就又是一个杀人事件 乘坐个邮轮 就是邮轮杀人事件 不过对于错过的案件 徐悦倒也没什么感觉 要劳逸结合嘛 实在是柯南这家伙太能来世了 但他这边稍微休息了一阵 柯南却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在徐悦镇和公也明美在客厅电视前玩游戏的时候 柯南的电话便是打了过来 忽竟然主动打电话过来了 那显然肯定是有麻烦了 因为电话铃声导致游戏输掉的徐悦 常常地呼了口气 是这样的 最近有个犯人越狱逃跑了 而那个犯人正是毛利叔叔抓进去的 本来我还觉得无所谓 但在赛马场的时候 我看到了他 柯南似乎利用的是赛马场周边的公用电话 所以四周的声音比较吵 这种事情他一个小孩子说出来 哪怕是报警都没用 甚至哪怕是小兰和毛利小五郎 这么说也没多好的办法 毕竟只是怀疑有被人盯着 什么事都还没发生的 听到了柯南这么说 徐悦也大概是明白了怎么回事了 咦 这个案子 还的确可以介入一下的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那个越狱出来的家伙 请了个职业杀手 想要干掉毛利小五郎 结果那美女杀手出车祸失忆了 和公也明媚打了个招呼之后 徐悦也抵达了柯南所说的地址 可她才刚刚到了这里 便是又接到了柯南的电话 嗯 他们出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受伤的女士 送到医院了 正在进行检查 等到徐悦赶到的时候 检查也刚好结束了 确诊为失忆 徐悦来的时候 毛利小五郎 正在对病床上的真夜保证自己 一定会帮她找回记忆 左腾哥哥 最先发现 徐悦的当然是观察力敏锐的小屁孩柯南 她一脸乖巧地打了招呼后 小兰和毛利小五郎也都转过了头来 柯南和小兰现在是都知道了徐悦的职务 不过显然 小兰也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老爸 大概是觉得 没必要特地去说明这件事吧 这也导致了毛利小五郎的态度 依然还是那种吊锒铛的样子 特别是最近连续破案 换来了偌大的名声 整个人都膨胀了 自己的推理能力不在对方之下 哟 左腾老弟也过来了呀 都叫了柯南这小鬼不用叫的 毛利小五郎咳嗽了一声 摆出一副我才不需要保护的样子 但既然出门戴上了小兰这五粒超群的保镖 显然也是口贤体正直就是 第0976章 反抗 失忆 徐悦看着床上的真夜小姐姐 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外的表情 经过锻炼而显得匀称的身体 成熟的气质和身段 加上娇好的脸庞 这的确是一位大美女 起码比90年代的动画画风药 好得多 大体打量了一下后 徐悦便也没什么在意的 直接来到了她面前 在她有些疑惑的时候 直接伸手 捏住了她的手臂捏了捏 然后又在身上到处捏了捏 因为处于失忆状态 又刚刚接受完检查 真夜也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旁边另外三位也是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 等到都回过神来之后 却是惹来了真夜的一声尖叫 还有毛利小五郎的呵斥 你在干什么 啊 我就是看一下她的身体情况 不是失忆了吗 方便找出身份来 徐悦没有多少在意地解释了一句 那你也不应该这样吧 这 这 毛利小五郎在一边好气啊 为啥自己没想到这一招 太过分了 身体锻炼的相当出色 而且并不是纯粹的运动类 而是走实战和格斗的方向 身体素质达到甚至超越了大部分女警的标准了 徐悦瞬间给出的推断和判断 也是让其他几人露出了恍然的神色 算是真的相信了她之前 在真夜小姐姐身上的摸索是为了推理了 而且 有些奇怪的是 她手上有着现状的伤痕 应该是经常会接触铁丝细线之内的东西所造成的 一边说完 徐悦还一边拿起来了真夜的手 指了指她手上的痕迹说道 让柯南也点了点头 这家伙果然是个怪物啊 叫她来肯定是没错了的 不管是战斗力 枪法还是她的推理能力都属于一流 不愧是这么年轻就坐上了如此重位的人 现 真夜有些茫然的看着自己手上的痕迹 轻咬红唇 随后便是突然一下抱住了脑袋 疼 头好痛 因为她突然的反应 徐悦也不再刺激她了 而是向医院要来了她的一些随身物品 有着警察的身份 医院当然是全力进行配合 不过其中线索最有用的也就是一张 不知道从什么书上撕下来的书页了 这应该是圣经 大概是被她拿来记录什么了 嗯 上面还有着印记 9.13最后的晚餐 还有这圣经有可能是某个宾馆里的 柯南心里刚刚有了个思路 大体上才做出判断的时候 徐悦便已经先她一步地将线索给完全说了出来 这也得到了柯南的认同 其实真夜小姐身体上并没有什么伤害 那不如我们就在附近找找 这种书页应该不是廉价宾馆能够有的 趁着时间还不长 别人还认识她的时候 徐悦此时也引导着给出了提议 不过在他们刚刚踏出医院的时候 伴随着一阵轰鸣 一辆红色的轿车便是朝着正在过马路的毛利小五郎和真夜 两人撞了过去 没有丝毫减速和刹车的痕迹 很明显就是刻意的 真夜作为一位职业杀手 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也有着躲避的本能 轻松地躲开了那撞击 毛利小五郎虽然看上去蠢了点 但好歹伸手也是还不错的 虽然狼狈了点 但也同样躲了过去 不过就在她刚刚避开了撞击后 便是忽然感受到了一股迎面吹来的颈风 差点眼睛都睁不开了 转头过去便是看到了佐藤月娜矫健的身影 直接追上了起码40码速度的汽车 一个轴机敲碎了车窗 然后直接伸手进去 将人拎了出来 拎出来时还不忘顺手打下方向盘 让汽车撞到了旁边花坛上 而后便是将手上那还没反应过来的家伙 摔在了地上 摔得七晕八速的半天没回过神来 这恐怖的行动能力 看在后面其他人眼里 全有一种傻眼的感觉 我操 刚刚发生了什么 柯南知道这家伙很强 身体素质和怪物一样 但也没想到能够强到这种程度 刚刚百米冲刺的速度 都要破世界纪录了吧 这是 被摔在地上的逃犯汤田 也是浑浑噩噩的双目茫然 这是怎么了 我在哪里 我不是应该还在车上的吗 发生了什么 伸手将他伪装的假胡子 扯了下来后 大概观察了一下 徐悦便是开口道 那 这就是你们嘴里的那个叫做汤田的逃犯吧 还自己开车撞人报复 倒是有点血性啊 徐悦一脚将汤田踢到几人面前 很是随意地说道 将人踢飞的一脚 显然是有着足够力道的 汤田感觉自己骨头都要被踢断了 啊 痛死我了 我 我骨头要断了 我要告你们 就算我是犯人 你们也不能这样对我 汤田似乎也接受了自己再次被抓的事实 但作为一个小心眼 他抓重点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哪怕疼得嗷嗷叫 也是开口威胁了起来 柯南之所以会打电话给徐悦请他过来帮忙 最主要的也是这家伙被抓捕了之后 都还开口威胁他们要报复的 所以知道是他越狱后 有点心里没底 那你告我啊 徐悦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来到他面前又踩了他一脚 看得柯南都是嘴角一阵抽搐 呵呵 这种无伤大雅的小问题上 对方还真就是为所欲为的 可恶啊 为了报复 我竟然还将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等着老底坐穿吧 毛利小五郎这时候也爬了起来 看着同样躲开 来了的真夜也算是松了口气 左藤警官 你可真厉害啊 这种高速奔跑没有办法借力的情况下 竟然能够一走击碎车窗 另外一边小蓝也反映了过来什么 不过他的注重点显然和其他人不一样 击碎车窗的能力他也有 但作为练家子 他当然也清楚 那必须要有能够承受反作用的借力点才行 这种速度奔跑下 本来就应该是全力了才是 换做自己就不可能做到 大概要抓住车子后再用脚来破坏吧 多练练就好了 我们还是先把这家伙送进监狱吧 真夜小姐这边也得抓紧时间帮他找回记忆的 许悦显得很是无所谓 所谓正常人巅峰 可是全方位的 自己任何一块肌肉能够爆发出的力量都是常人的极限 可不像那些专业运动员为了某种运动单只锻炼部分 这样柔合在一起的爆发力加上自己的战斗发力水平 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在轻松不过了 爆发一击打出几吨的伤害还是没问题的 那正在地上疼得抽搐的汤田 在听到了徐悦的话之后 也一下停顿了下来 而后看了那正在抱着头喊疼的真夜一眼 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音笑的表情 呵呵 你们等着吧 我还会报复你们的 然后便是又被徐悦踩了一脚 而且这一脚还有点重 连手骨头都踩断了 换来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都叫你不要反抗了你 还要反抗 被打伤了可怪不得我 一脚踩到底还转动了两下的徐悦 嘴里依然还是抱怨的声音 听得柯南他们三人 都是莫名打了个寒颤 太凶残了 原来用嘴骂人也是反抗吗 第0977章 就一次 汤田被过来的警察带走了 哪怕是手都被踩碎了 都半昏迷快 失去意识 倒在了担架上 但在即将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 他都还回光返照地挣扎着 用沙哑的声音继续重复了一句 我会报复你们的 说完之后便是昏了过去 赛入了救护车 这家伙可真是的 毛利小五郎在救护车和警车离开后 也是催了一口 不过他还是知道 今天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回头对真夜说道 真夜小姐 我们还是继续去宾馆找一找吧 在真夜点头同意后 几人便开始准备原本的任务起来 而在寻找宾馆的时候 却还意外地发现了一起车祸现场 这让徐悦和柯南都停了下来 然后由徐悦上前 询问了一下在场的交警 得知车祸发生的时间是三个小时前 也就是距离发现 真夜没多久之前 是不是因为这场车祸 导致了真夜小姐失忆呢 虽然外表没有明显的伤痕 但可能是在公交车上 脑袋撞到了前面的座椅 形成的轻微脑震荡 徐悦的话说完 也得到了其他几人的一致认同 而真夜在看到了巴士和车祸现场之后 也有些发呆 似乎想起了什么 随后为了继续触发他的记忆 几人便又登上了相同的巴士 直到真夜记起了一处标志性建筑 才是下车 嗯 这里找一找有没有9-13的牌号 然后看看有没有叫做最后的晚餐的店铺 徐悦试探性地说道 然后就真的找到了9-13位置上的最后的晚餐 在看到了这里之后 用于光描向了真夜的徐悦 也确定他已经是从失忆当中恢复过来了 只是因为职业杀手的本能 又下意识地选择了隐瞒 装作了迷茫状 只是虽然找到了这点 但好像这店铺里面却是没人 而门又并没有锁 几人进去后也发现 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打扫了 稍微有点乱乱的 铺满了灰尘 四处地翻找之下 还在一个抽屉当中发现了一份资料 资料最面上的照片赫然就是毛利小五郎 看得真夜瞳孔微微收缩 而其他几人也感到了有些奇怪 奇怪了 这里怎么会有爸爸的资料 小蓝一脸的疑惑 啊哈哈 是因为我名侦探的名气 所以想要请我来破案吗 毛利小五郎翻看着自己的资料 有些臭美地说道 越说越觉得可能 随后故作潇洒地回头看向了真夜道 真夜小姐 你是有什么难题 需要找我这位名侦探解决的吗 现在难道还没回想起来吗 这个 真夜伪装地扶了扶额头 做出在努力回想思考的样子 我好像有一点点思路了 不过最好是一个人和你待一会儿 听到了真夜的话 毛利小五郎脸上 更是露出了那标准的射舌头笑容 啊哈哈 这当然是没问题了 小蓝 柯南 你们先回去 左藤警官 也麻烦你回避一下了 我需要帮助我的客户 毛利小五郎转头 便是露出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让徐悦的嘴角一阵直抽 而柯南也是脸上一直都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这一次因为徐悦的插手 加上早早地将汤田给抓进去了 使得真夜无意识暴露的信息和证据还有点少 让这位需要根据线索来进行推理的小侦探 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好吧 走了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徐悦很是随意地笑了笑 然后便是牵着柯南就准备走 听到了他的话 小蓝也没准备再留下来陪老爸了 甚至毛利小五郎都不由顿了顿 咽了口口水 那个我也没吃晚饭 记得给我多留点 多留点哦 没问题 小蓝 能不能拜托你先带着柯南去买点食材回事务所 我有东西落医院了回去拿一下 回头走路到一半的时候 徐悦便是忽然对小蓝说道 然后把柯南的小手塞到了他的手上 好啊 小蓝没有什么在意地直接答应了下来 但柯南却是心中一惊 这家伙是发现了什么吗 找出了自己那不对劲的感觉原因 一想到这里 他便是开始不断挣扎了起来 想要跟着徐悦一起去 柯南听话哦 不要去妨碍左藤警官了 不然带着你他回来的速度就会变慢了 难道你不想早点吃到他做的料理吗 小蓝发现了柯南的挣扎 笑着将他抱了起来 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感觉到背后的柔软 原本还在挣扎的柯南 瞬间便是火山爆发头上冒出了蒸汽 脸也变红了 抬头便是看到了徐悦似笑非笑的眼神 好吧 这家伙还是很可靠的 事情交给他吧 回头再问他就是了 撇开了柯南和小蓝之后 徐悦便是迅速地打开了手上的追踪器 寻找起毛利小五郎来 既然都已经发现了柯南的身份了 阿丽博士那里一些实用的小道具 当然也可以要一些过来 一处破旧的废弃厂房当中 隐约传来了谈话声 哎呀 真夜小姐 这里荒废了很久了呀 估计都没什么人来的 你带我来这里 到底是 哎呀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要误会我了 毛利小五郎用一种糟糕的语调 似乎是在半推半就地拒绝着什么 然后便是瞬间被钢丝勒住了脖子 说不出话来 甚至发生了什么都不清楚 只能本能地在脖子上抓着 似乎是想要解除掉这钢丝绳 但显然都是徒劳无功的 直到他大脑缺氧 开始出现昏迷症状的时候 一道寒光闪过 真夜手上的钢丝绳 便是瞬间被削断 毛利小五郎失去意识的身体 也开始倒了下去 倒在了地上 可不能再让你勒下去了 不然真死了 得到了触发任务完成提示的声音后 徐悦也缓缓地从阴暗当中走了出来 是你 真夜看到了徐悦出现后 脸上也露出了戒备的神色 在自己完全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远距离切断了自己的钢丝绳 加上之前对方逮捕汤田时所看到的情形 都给了他莫大的压力 不用担心 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否则也不会用这种手段来找你了 瞥了一眼昏过去的毛利小五郎 徐悦很是随意的样子 你有什么企图 企图 歪了歪脑袋地看了看 真夜小姐姐 徐悦也是很无所谓的笑了笑 也没什么企图 只是想要就一次这个男人而已 另外 如果你厌倦了杀手这个行业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在我手下办事 第0978章 聚会 收服真夜 还是稍微费了一点徐悦的精力的 毕竟他肯定是不会在这种惩罚任务当中 浪费点数使用特殊能力 所以也只能用传统能力了 全靠对人体构造的了解 以及如今身体对比普通人的强大 才是在昏迷的毛利小五郎旁边完成了驯服工作 随手收下真夜办事 其实也是顺带 这一次本来主要的是看就下毛利小五郎这重要角色的奖励的 多出一个能够暗中干脏活的助手 也算是可以了 最起码配合着狙击案当中就下来的三不浩一 两人一鸣一案 便能完成对龚腾新一家的监视 既能够找出疑似轮回者的存在 也能够顺带地看看酒场那边的进度 而且和三不浩一不同的是 真夜是能够直接安排杀人任务的 虽说只要跟着柯南就不怕没有案子 但终究有一些案子就算是知道会发生 也不太好插手进入其中的 比如毛利小五郎的同学会什么的 还有一些连警察都没来就直接解决掉案子的 以及柯南去咖啡厅见丈母娘什么的 不过养了柯南这么久 他倒也还算会回报 因为毛利小五郎如今换来的名气 所以业务量也大大的增加了 在帮助了四井集团的大小姐找回了宠物犬后 便是接受了他24岁生日晚会的邀请 还可以带家属去 这可是大集团的晚宴 想到平日里吃了徐悦好多食材 这一次毛利小五郎也想到了要回报一二 便决定借花献佛把徐悦也带过去了 嗯 没想象当中好吃啊 看着平日里都不会想要花钱去买的高等料理 喝着高级红酒 毛利小五郎却是如同嚼辣 完全没味道啊 感觉除了食材好一点都是各种缺陷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虽然都是高等的珍贵食材 但对比齐佐藤烹饪出的平民料理 却都是完全没有可比性 也就是酒稍微好点 不过既然来了一趟 还是平日里吃不到的珍贵食材 那当然也不能放弃 想到这里 毛利小五郎便是继续开动了起来 让小兰连忙将柯南还有徐悦向后扯了扯 似乎是想要离远点装作不认识她的样子 而此时四景集团的董事长 也正巧向众位客人介绍起了毛利小五郎 这位名侦探了 他那扫荡食物的光荣形象 也落入了所有人的眼中 让四景董事长都感到了有些尴尬 也就是毛利小五郎脸皮够厚 还能够当作没事而逝的 不过整体上来说 这次的宴会还是宾主尽欢 24岁的四景丽花大小姐 也是吸引了整个宴会 除了徐悦外所有未婚男士的注意 毕竟谁娶了她 谁就能成为下一任的四景集团总裁 不管是她的美貌 还是她所能够带来的价值 都是无法抗拒的 只是可惜 好好地过个生日 竟然请柯南来吃饭 真是作孽啊 什么 车都坏了 那怎么回去啊 四景丽花听到了下人过来 说有几辆车的车胎都被戳破了 也是感到了很是不满 宴会的举办地点是一处山庄 环境很好 但距离市区确实很远 被戳破的都是法拉利和保时捷之类的豪车 一些普通的代步车倒是没有出什么问题 不过 以这位大小姐的娇蛮性格 却是完全不愿意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 挤在别人的车里回去 那算了 反正这个山庄的环境也还不错 我和米沈一起住这里好了 四景丽花看着毛利小五郎租来的车 满脸都是嫌弃的神色 啊 那你们就两个住在这荒郊野岭的山庄 也太危险了 我也留下来吧 四景丽花的追求者 二阶堂优次开口道 随后 另外几位也毫不示弱 最后留下了一大群人 嗯 作为追求者的一只龙 二阶堂优次 五条修 还有被四景丽花的父亲拜托留下来照顾她的长者六田将司 以及本来就看守山庄的家政婆婆七伟米 还有一位三传集团的年轻社长 本来是不愿意留下来的 似乎是不想去追捧这位大小姐 对她的刁蛮不敢冒 不过确实被四景丽花威胁 如果不留下来就取消与他们公司的合作 被迫留了下来 嗯 除了这七龙珠外 也就是徐悦他们四人的流窜团伙了 他们是因为徐悦和毛利小五郎都喝了酒 不方便酒后驾车也暂时休息在了这里 满满当当的十一人 不过这山庄的房间足够多 也足够大 之前还能举办宴会的 现在只有十一人反倒是显得很是空旷 哎有钱人的世界还真是搞不懂哎 徐悦双手靠在脑后 坐在沙发上似乎是发出了感慨 不就是车差了点吗 竟然就留在山庄里住 很危险的呢 柯南就坐在徐悦旁边 听到了他的话后 也是忍不住悄悄地说道 你也觉得有问题吗 自然这么多车都爆胎了 应该不是寻常的恶作剧吧 徐悦很是无所谓地笑了笑 只希望不要死人就好 就在徐悦这边说完的时候 那边的七龙珠便已经开始约徐悦他们一起来打牌了 不过因为四锦丽花现在身上还是参加宴会的礼服 所以准备回去换一下 由七尾米这位老婆婆陪着一起回房间了 哼 真是个任性的大小姐 我受不了她了 唯一算是被逼着留下来的三船唾液 脸上露出了相当不满的神色 她之前是说想要开着毛利小五郎的车带着他们几个走的 但被四锦丽花用手掌中的金丝雀来形容 以断绝生意往来未威胁地逼着留了下来 四锦丽花显然就是那种被宠坏了的大小姐 认为全世界都要围着自己赚的那种 虽然的确是有着自己的资本 但性格上却很是恶劣 当然了 面对这种有相貌有身价的大小姐 舔狗还是不会少的 一只 二阶堂和五条都表现出了资深的舔狗姿态 面对三船的抱怨只有着一阵嘲讽 其中二阶堂还相当自满地说道 亨制四锦小姐的姻缘早就在两年前就确定了 你们是没有机会了的 不过在争论了一段时间后 作为事件主角的四锦丽花一直不出现 还是让他们也兴致缺缺了 孔雀开屏没人看有毛意思 随后便都遵从于本心的开始 聚在一起开始玩牌 可伴随着牌局的进度和时间的推移 这里服唤的时间也太久了点吧 哪怕是大小姐还要化妆什么的 这也时间太久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米沈带我们去房间找一下 第0979章 凶案 没有 来到原本四锦丽花所在的房间后 却是发现房间内已经空无一人 本来如果是平时的话 这还显得没什么 但再加上柯南在这里的话 不是 是在加上所有车胎都被戳破的情况下 显然就是有问题的 是有人有预谋的做了些什么 大家分开找找吧 不过山庄很大 空房也很多 几人也没有放弃的朝着其他房间找了过去 然而整个山庄的房间都找了一遍后 依然还是没有找到四锦丽花的身影 难道是在外面树林里 是被绑架了吗 有人提出了怀疑 四锦丽花是四锦财团的继承人 如果有人想要绑架她勒索赎金的话 这一点都不会让人奇怪 既然山庄里找不到人 那自然而然的也要向外面树林里找了 有可能是大小姐自己出去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有绑匪 如果是绑匪的话 那外面的车胎可能也是他们所戳破的 就这样 一群人便是陆续冲入了山庄外的树林 开始分开寻找了起来 然而 最终他们并没有找到四锦丽花大小姐 而是在回来的路上 发现了被逆在喷泉当中的二阶堂优刺 二阶堂 优刺 发现了脑袋浸在水里的二阶堂后 几人迅速地过去将她扶了起来 然后平放在了地上 只是当徐悦和毛利小五郎 先后将手指放上了她的脖子后 便是同时摇了摇头 人已经死了 刚死没多久 初步断定是溺水身亡 有挣扎痕迹 应该是被从背后偷袭 然后将头按入了水里 徐悦可是职业级的 一边指出各种痕迹线索 一边嘴里迅速地做出了判断 比起半桶水的毛利小五郎精准多了 看着其他几人惊讶的表情 旁边的柯南便是恰当地补充说道 左腾哥哥是一位警察 现在出现了凶案 我们报警吧 四警姐姐也可能出现危险了 只是当众人回到山庄后 确实发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似乎是线路故障 而移动电话又在这山庄里没信号 再回头 连毛利小五郎那辆车的车胎都已经被戳破了 该死 凶手这是想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山庄里面 毛利小五郎抱怨地说道 而此时作为长者和前辈带队的六田姜思 便是适当时候的开口说道 大家先不要惊慌 本来就约定了明天上午老唐会开车来接我们下山的 我们只要等到那个时候就好了 不过他刚刚说完 徐悦便是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不过我估计凶手不会安静地让我们等到明天 什么意思 徐悦警察的身份 还有毛利小五郎名侦探的身份 在这里可是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起码下意识地让其他人都会更加相信信任他们 如果凶手的目的仅仅只是杀掉二阶堂的话 为何要做得这么复杂 又为何要切断我们与外界的联系 所以他还会继续动手的 听到徐悦这么解释 其他人也觉得很有道理 那怎么办 我们总不能就这样被动地等待着吧 被强迫留下来的三传拓 也显得有些烦躁地说道 要不我们两个两个一组 将整个山庄都检查一下 小朋友就跟着侦探先生好了 微胖的五条修也给出了一个建议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分开来将整个山庄能够葬人的地方都找一遍的话 也很可能将凶手直接逼出来 就算没找到 大家待在山庄里也会更加放心一些 可以 不过大家一定要保持最高的警惕 担心遇到凶手的袭击 出现问题旧球员 距离都不远 我们都会赶来的 就这样 一行人也算是初步做出了决定 两个两个一组 也能杜绝对方一次性地 让人连球救都发不出 其他人都距离不远 算得上是万无一失了 剩下的九人分成了四组 柯南这小脱油瓶 跟着毛利小五郎这一组三人 其他每组两人 最熟悉环境的七尾米老婆婆 则是配合战斗力最高 还带着枪的左藤警官 就这样 衣柜 壁橱 床底 各种能够葬人的地方 都翻找了一遍 就是没有看到凶手的痕迹 花费了一个多小时后 才是各自又回到了大厅 气氛也显得更加沉默了起来 好了 大家不要这么压抑 我去给各位泡杯咖啡提提神 七尾米婆婆也履行起自己的职责 前去泡咖啡了 小兰则是跟着过去帮忙 而之前那紧张的气氛下 现在骤然一下放松了些许下来后 所有人也陆续选择了去上厕所 一个个先后离开了大厅 最终只留下了徐悦和柯南两人 那 悦 你有线索了吗 在四周没人的时候 柯南也放下了伪装 露出了思索之色的说道 没有 不过大概可以确定 凶手其实应该算是屋内的这几人之一 徐悦坐在沙发上 轻声说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他们之间本来就有什么问题 但一直没告诉我们 就在柯南和徐悦互相交换情报和线索的时候 大家也都陆续回来了 七维米和小兰也将咖啡都带了回来 忙碌到了现在 大家也都显得有些疲倦 面对能够提神的咖啡 就算是柯南这小屁孩都没有拒绝 对了 之前听你们说 各位都是一个游艇俱乐部的成员是吧 那不知道两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喝咖啡吗 当然是要配合着闲聊的 徐悦一边用一种审视的眼神 环顾众人 一边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只是听到了徐悦的话后 除了毛利他们外 其他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 显得有些不自然和悲伤了起来 最终有老成的六田江思开口道 两年前发生了一件悲剧 还是不要提了 但是之前二阶堂说了 四锦丽大小节的对象 在两年前就确定了 我对这个比较在意 说不定是线索 徐悦脸上开始挂起了笑容 让柯南也是神色一动 默默在旁边竖起耳朵听着 听到徐悦这么说 六田江思才是沉默了片刻后 开始组织语言了起来 说明了两年前的那一次悲剧 那一次他们一起出海到一处岛屿上游玩 但却是碰到了暴风雨 而当时四锦丽花小姐还在一处礁石岛上 而这礁石岛在涨潮的时候是会被淹没的 所以当时他们之中的另外一位成员八重子便是带着救生衣和皮滑艇前往了营救 只是最后却只有四锦大小姐还有二阶堂获救了 八重子的尸体在三天后才找到 而八重子也正是七维米婆婆的孙女 大概听了一下这描述后 徐悦便是轻笑了一声 或许还真的有些联系 当时获救的人是二阶堂还有四锦大小姐 而今天这两人却是一死一失踪 这太过于巧合了 听到了徐悦的话 其他几人也都不由愣了愣 如果没猜错的话 或许当年八重子的死并不是意外 他既然出海救人 显然自己也会戴上救生衣的 很可能是并不知道需要救援的人是两人 所以除了自己的外只戴上另外一件 结果你们也看到了 徐悦话没有说完 但却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 最终的结果是 二阶堂和四锦两人都有着救生衣 而前往救人的八重子 却是被淹死在了海里 不然的话杀人的方法有很多 没必要选择费时费力的逆死 徐悦越是这么说 才是让众人越是沉默了下来 似乎 这就是真相 旁边的柯南 也是眼镜上反射出了一道精芒 左腾 我果然没看错你 这一次就比一比看我们谁能更快一步 第0980章 积累 被你这么一说 凶手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 三船拓也脸色阴晴不定地说道 我也只是说可能 当然也不能排除是外面还有着凶手在潜伏 徐悦并不否认 而这时候 小兰却是开始打哈欠了起来 似乎是感到有些困了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零点了 加上今天的劳累和刺激 犯困也是正常的 那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吧 七维米婆婆指了指大厅的沙发说道 这种时候 当然也不敢让小兰一个人去睡在房间里 还是睡在这里好点 小兰似乎也是困急了 三两步来到沙发面前 倒下便是直接睡着了 而就在小兰刚刚睡下没多久 这边还没讨论出一个所以然的时候 突然间啪哒一声 整个大厅的灯便是同时熄灭 跳闸了 不好 难道是有人切断了电源吗 果然还是外面的人吗 五条羞在黑暗中显得很是慌张 大家冷静 我们都在一起是不用担心受到袭击的 毛利小五郎站起来说道 不过还没说完便是听到了玻璃的破碎声 有什么人打碎了玻璃 在外面 一只龙也反应了过来说道 随后三船拓也便是一马当仙地朝着山庄外冲去 同时嘴里还一边吼道 不要让我抓到你 等等 三船不要一个人这么快 其他人显然也不能让三船 这冲动的娃一个人冒险 全都跟着冲了出去 就连七尾米婆婆都迈着小短腿出去了 只有徐悦停了下来 然后默默地坐在了熟睡的小兰面前 真是的 这么简单就会被引开 一个个也太耿直了 不过小兰也真可怜 这次明明都出现了变数 随机抽取 还是让她抽到了那一杯下了药的 伸手摸了摸小兰的脸蛋 然后又像捏柯南一样的扯了扯 徐悦发现小兰竟然没有柯南好玩 不过下药的量似乎是很充分了 这样竟然都不会醒 在树林里追了半天 最后发现七尾米都跟上来了后 柯南也是心中一静 这么说小兰现在是一个人睡在客厅 如果这时候凶手袭击小兰的话 想到什么糟糕的情况 柯南不由感到了一阵不寒而栗 随后迅速地朝着山庄的方向跑去 该死 这小孩的身体太慢了 万一慢了怎么办 不过当她费尽千辛万苦地跑回了山庄后 看着靠着沙发翘着二郎腿的徐悦 却也是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左腾这家伙还算是靠谱靠得住 小侦探 丢下自己的女朋友就这么跑了 可是会孤独一生的 看着柯南回来后 徐悦也是白了她一眼 你没发现小兰她困意来得太快 也睡得太死了吗 虽然没去检查 但我也可以断定 玻璃应该是利用某种机关打碎的 听到徐悦的话说完 柯南也是心头一静 你是说凶手准备对付小兰 小兰是被吓药了 什么时候 咖啡吗 柯南的能力当然只需要一点就通 徐悦只提醒了一句 她便迅速地推导出了全部的后续 就算徐悦是开挂玩家 也不得不佩服这种职业玩家 那停电呢 只是这一次因为徐悦的影响 停电的时候 柯南也在大听 所以没有听到那微波炉 那旋钮到位的钉声 所以还未曾发现停电的原因 你没觉得停电的时候 有一股暖风吹过来了吗 再次得到了线索 柯南便是迅速地将空调遥控器找了出来 看到了上面的12.30 然后又跑去了各个房间 都找了一遍 发现全都设定的是12.30 全部自动12.30开机 自然而然的是跳闸了 所以哪怕人在大厅也做得到这一点 该死 那他给小兰下药 是准备袭击小兰 如果不是你在这里的话 说不定 想到什么画面后 柯南也不由握紧了拳头 而这时候 其他人也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而后也听到了许悦简单地将情况说明了一下 什么 小兰小姐是被下药了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 咖啡是米婶做的 她也是八虫子的奶奶 但是 当嫌疑出现在了七维米身上后 回头看着她那矮小老麦的身体 所有人也都摇了摇头 这小身板是不可能将二阶堂按在水里的 当时有挣扎痕迹 可没有下药 哼 我是不要和凶手待在一起 我回房间了 三船拓也脸色一变 便也不管其他人直接离开 而六田匠司因为年龄偏大 所以也不得不先告退 前往房间睡觉 但其他人这个时候 却是选择了待在一起 一起等到天亮 等到其他人来山庄 然后报警 这一熬便是几个小时 直到早上七点天蒙蒙亮的时候 米婶才是再次前往了厨房 为大厅的几位泡起了咖啡提神 一晚上没睡觉 就算是柯南河 毛利小五郎 都感觉到了精神有些萎靡了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米婶尖叫的声音 却是引来了所有人的注意 随着声音一起赶了过去后 便是发现了卫生间里 脑袋被按在浴缸里 浑身湿漉漉的四井丽花 虽然四井丽花失踪到现在早就有预感了 但在发现了她的尸体后 还是让在座的所有人都有些无法接受 这种时候初步的验尸工作 自然又只能交给徐悦这位警察来进行了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是两小时之前 手腕和脚腕都有被捆绑的痕迹 嘴上有被胶部封住的印记 应该是受到过长时间的限制 徐悦迅速地说出了死亡的现状 而两小时之前 大多数人都是在大厅打牌 强行熬夜等时间 只有三船拓也和六田将司两人 是分别回到了自己房间的 呵呵 凶手就是你吧 六田将司 三船拓也回头 便是指向了六田将司 但同时也被六田将司对撕了起来 应该是你才对 因为人不是我杀的 两人的互相指责 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很是凝重 而柯南这时候 也开始到处查看起了情况 看着浑身都浸湿的四井丽花 再抬头看着连接龙头的花洒 一道闪电便是从脑海一闪而过 原来如此 呵呵 左腾 这一次是我先一步找出了答案 终于是我赢了一次 现在只需要 大概我已经明白凶手是谁了 能拜托各位将身上的外套都丢过来吗 柯南那边刚刚兴奋地直打摆子 回头便是听到了徐悦那扫兴的话 让他不由又露出了死于眼的表情 明明是我先的 徐悦作为现场唯一的警察 在这种凶案现场还是很有威信的 伴随着他的话 所有人也是自觉地将外套脱下丢了过来 很好 大概上也明白凶手是谁了 柯南扫了一眼后 也点了点头认同了徐悦的话 是谁啊 快说啊 三传拓也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那就是一只龙先生 这一次徐悦也是考虑了一下的 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冤枉其他人 虽然想要做的话也做得到 但因为这件事本身就缺乏着决定性的证据 而且一晚上待在山庄的时间太久了 有被柯南识破的可能 所以还是没有进行尝试了 零点保底奖励就够了 自己又不是贪心的人 开什么玩笑 你说是我杀的 那证据呢 你都说了死亡时间是一两小时前 当时我可是和你在一起的 一只龙既然搞出了这么麻烦的杀人手段 自然而然是准备顽抗到底的 没什么 利用这花洒和浴缸就能够做到 把四锦丽花小姐固定在浴缸里 然后再慢慢放水在里面就是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当时全山庄寻找凶手的时候 浴缸应该是你检查的吧 那也只是你的猜测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的衬衫会在袖子的中间部分打湿 徐悦指了指 她脱掉外套后 衬衫上湿润的部分问道 让一只龙脸色不由大变 这是只有脱掉外套 撸起袖子并且伸手 进入到较深的水里 才可能沾湿到的地方 就是你将四锦丽花小姐 从浴缸里脱出来的时候吧 如果仔细检查的话 还是能够查找到浴缸里的胶带痕迹的 而且 多少我也帮你将当年八重子的死因找了出来 伴随着徐悦连续的轰击下 一只龙的内心防线也终于崩塌了 直接跪坐在了地上 而伴随着凶手的认罪 熟悉的经验也再次涌入了体内 这一次和以往不同的是 似乎涌入的经验打破了体内积累的平衡 一种旋之又旋的感觉出现在了心头 如果自己愿意的话 已经可以将某个技能兑换出来 但这只是能够兑换 按照那种感觉来说 自己完全还可以继续地积累下去 选择不对换 要是没有意外的话 那显然是积累得越多 最后兑换出能力的效果就越强 这还要考虑吗 当然是先存着 反正已经抱上了柯南的小腿了 我要刷报 第0981章 右拐 山庄的杀人事件当晚结束 第二天一大早来到山庄接人的老仆 便是顺带地将犯人和两具遗体都带下了衫 至于痛失爱女的四警财团总裁有什么感想 却也不是徐悦他们几人能够左右的了 毕竟算起来他女儿也是杀人凶手 早上回来后 徐悦也得到了真夜的报告 龚腾心一家附近的确经常有一些残疾人出没 而且残疾人的数目也越来越多了 能够拖着残疾之身移动的 恐怕最少都是拥有大老水平的站立 能力也是摆在这里的 陆陆续续都找到龚腾心一的线索 也是理所当然的 本来的话 这也不需要真夜特别地进行汇报 但在近几天 一直都在附近徘徊的残疾人却是突然少了两个面孔 怀疑是前两天夜晚一群进入龚腾心一家里的黑衣人动的手 知道了 继续监视吧 得到了这消息后 徐悦也感到了有些哑然 应该是挥远过来验证新衣的情况 并且发现了缺少了新一小时后衣服的这一次事件了 也不知道是他们发现了这群残废的可疑 还是这群残废里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可疑 总归是撞上了 这结果如何自然也不言而喻了 而就在徐悦稍微开始 去了解了一下那群蹲点的轮回者时 一位意想不到的来客却是找上了自己 胖胖的身材 秃顶的地中海 白色的大马褂 是阿丽博士 这可是稀客呀 阿丽博士的大名我可是听柯南说了很多次了 不过今天才算是正式见面吧 将阿丽博士迎入了家里后 公也明媚也乖巧地为两人泡上了茶 然后安静地退出了客厅 留给了两人交谈的空间 啊哈哈 我也是听心仪多次提起过你的 能够让心仪对你的推理能力如此推崇 我也早就想见上一见了 阿丽博士对于徐悦自然也是神交已久 她的一些小装备也被柯南送给过徐悦的 这次冒昧来访 也是有事相伤 心仪这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 终究也无法瞒过太久 所以我考虑了一下后 还是告诉了她的父母 今天他们两人 也将从国外回到日本 阿丽博士说到了这里后 徐悦也大体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应该就是江户川柯南右拐案件了 龚腾心仪那一对同样没长大的父母 为了测试一下 她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 专门请阿丽博士过来进行了一次演戏 而因为徐悦的出现 知情者明显多了一人 所以阿丽博士也准备请徐悦配合一下 毕竟她已经从柯南这里知道了徐悦的身份 万一玩脱了让柯南找到了这位左腾部长球员 那就才真是悲剧了 面对这种好事 徐悦自然而然的便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随后便是开车带着阿丽博士前往机场接人了 左腾警官这段时间犬子全靠你照顾了 比人龚腾优作 一位温文尔雅的英俊中年人在机场对徐悦伸出了手 旁边一位美艳女子也对徐悦欠了欠身 我是新衣的母亲龚腾有希子 不得不说龚腾有希子不愧是演员出生的 完全看不出已经有一个高中生儿子了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一种成熟诱人的风情 两人对徐悦的态度和感官可谓都是相当好的 自家儿子惹上了一个棘手的组织 而且还是杀人不眨眼的那种 这种时候旁边有一位警戒高官的存在提供保护 那当然也能让两人安心许多 援助当中他们是更加倾向于将新衣带走 一起带到国外去的 不过这一次因为有着徐悦的关系 倒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想法了 当然以这对父母的恶趣味 必要的试探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他们提出计划之前 徐悦便已经率先将原本剧情当中 所有的测试步骤都说了出来 听得龚腾有座大为满意 不愧是阿丽博士说得到了心意推崇的家伙 简直和自己肚子里的蛔虫一下 许多想法都是不谋而合 这就是天才们的共鸣吗 这让他看徐悦的眼神也更加顺眼了起来 又拐计划的实施很成功 柯南被既放在毛利事务所也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以来都没有父母来进行联系 多少也已经有点不自然了 这次龚腾有西子装扮成江户穿文带的出现 很自然地就让小兰和毛利小五郎相信了他的身份 至于柯南本身 则是怀疑对方是那黑衣组织的成员 完全不敢暴露 也不敢将小兰他们牵扯进来 如果这时候自己反抗暴露了自己公腾新衣的身份 很可能小兰他们都会被直接灭口 只能自己想办法逃脱 因此 他唯一的选择 也只能乖乖地同江户穿文带 一起坐车离开了毛利事务所 大神 你到底是谁 柯南面无表情地说道 乱说什么呀 当然是你妈妈 你胡说 我妈 龚腾有西子 听到对方说出了这个名字 柯南心中也出现了一丝了然和沉重 果然是那个黑衣组织 那个十九岁出道 就获得了各项大奖的美艳明星 二十岁和知名作家龚腾幽坐坠入爱河 然后选择极流永退的传奇 我说的对不对啊 龚腾新衣 自卖自夸了一阵后 龚腾有西子伪装成的江户穿文带脸上 也露出了阴冷的笑容 不过对于这一点 柯南倒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一边不动声色地同对方交流着 套取着足够的信息和情报 一边也是在想着对策 然后趁着一个红绿灯的时机 开门逃脱了出去 他已经跑了 大概会来联系你了吧 徐悦接到龚腾有西子的电话后 也是表示让他放心 那你去阿丽博士家附近等一下 我把他叫过去 这边徐悦才刚刚挂断电话 柯南就利用自己小孩子的身份 在街边一处报刊亭卖萌 打出了公用电话 毫无疑问联系的人 就是拥有着警察身份的佐藤岳 援助当中知道他身份的只有阿丽博士 他不得不在阿丽博士家旁边蹲点 但这一次显然最佳的选择 是能够直接提供帮助 甚至可以给那组织致命一击的徐悦了 佐藤 我被那个组织发现了 他们冒充江湖川柯南的母亲 将我带离了毛利事务所 柯南在电话当中低声说明着事情的经过 让徐悦也发出了凝重的声音 你选择跟着离开毛利事务所是正确的 否则很可能会将毛利侦探 还有小兰牵连进来 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长眼 这样吧 我人还在外面 你先马上去阿丽博士家躲一下 我现在就赶过来 听到了徐悦的话 柯南也没有多想其他的 这时候的确是躲在阿丽博士家最好 对方很可能会在能够接触警察的地方 做出埋伏 而阿丽博士知道自己身份的事 他们应该还不知道 虽然距离自己家近 但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然后 他就一脚踏进了宫藤有西子的陷阱 被他捂着脸抓走了 第0982章 真相 从昏昏沉沉中醒来 柯南依然还感觉到了脑中的疼痛 不过逐渐恢复意识后 还是立刻让他惊醒了 不好 自己应该是被抓住了 随后他便发现 自己已经完全地被捆绑了起来 隔壁房间还传来了谈话声 除了那个女人外 还多出了一个男人 完蛋 完蛋了 因为他醒过来发出的动静 隔壁似乎是准备过来查看一下 让他再次装作了昏迷躺在了地上 看来 要笑还在 毕竟是个小孩子 神秘的男人开口 也让柯南稍微松了口气 同时脑海中也迅速地运转了起来 现在唯一庆幸的就是 自己已经将情况告诉了佐藤月 以他的能力和权力 开始重视起来了后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提供帮助 但可惜的是 留给对方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虽然自己承认 对方的推理能力很强 各方面的能力也都是超群的 但没有足够的线索 要将自己找出来 却是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的 自己能不能撑到那时候都难说 必须要想办法自救 利用破碎酒瓶的碎片割断了绳子 然后伪装出从二楼跳楼 跳到雪地里的样子 自己则是躲在了地下的酒窖当中 成功地又续了一波 听到外面的对话 那神秘的男人和那个女人离开后 他才是松了口气地重新冒了出来 然后通过他们留下来的一些蛛丝马迹 得知到了米花宾馆的消息 米花宾馆三十 很好 这次看我把你们一网打尽 既然是有着这样的线索了 让柯南也很是振奋 随后便是再次卖蒙骗电话 打通了徐悦的电话 只是这一次那边却是传来了 龚野明美的声音 让柯南忽然心中咯噔了一下 明美姐姐 佐藤哥哥呢 就在前不久 佐藤警官追查犯人的时候 遭到了埋伏 重枪负伤了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中 龚野明美忧愁的声音 让柯南如遭雷击 脑海中不自觉地闪过了 佐藤月的脸庞 还有他经常捏自己脸颊的触感 怎么会这样 以他的身手竟然都中枪负伤了 该死 一定是那该死的组织 都怪自己 是自己连累了他的 想到这里 柯南也不由露出了一丝惨笑 而后挂断了电话 连这种级别的警戒高官 都敢直接袭击 这个组织已经没有底线了呀 自己不能再牵连更多的人了 事情也必须要交由自己解决 就算是失败了 也就在自己身上终结吧 也就是带着这样的心绪 他连阿力博士也不再联系了 直接闷头赶到了米花宾馆 用尽浑身解数 查找到了线索 是停车场上的30号 后面加了一个1 确定为301室 而后又利用从小朋友那里 骗来的口香糖 还有前台的送餐车辆 成功地混入到了房间之内 不过可惜 姜还是老的辣 功腾心意 可是功腾幽做一手调教出来的 最终还是被他发现了门上口香糖的痕迹 而后把他从柜子里揪了出来 用枪纸着了他的头 如果是想要利用你那奇怪的手表的话 那还是放弃吧 在抓到你的时候 我就处理了一下 让他失灵了 沙哑低沉的声音 让柯南的心沉到了谷底 那么再见了 功腾心意 砰 一个小锡盘打中了柯南的额头 让他心如死灰地倒了下去 然后又发现了哪里不太对劲 把小锡盘从额头上拔下来后 看着这玩具枪也是满脸猛逼 啊哈哈 柯南 你刚刚的表情可太有趣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熟悉的声音便是传入了耳里 然后便是被随手一捞 脸上便又传来了熟悉的触感 让柯南脸上表情一下就变成了死鱼眼 呵呵 亏我还因为你负伤抢救而伤心了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那么眼前这另外三人 首屈一指的推理小说家 龚腾幽作 龚腾幽作臭屁地解除了伪装 对着柯南眨了眨眼睛 旁边那胖胖的大神也撕掉了伪装 露出了下方的美艳身影 哈哈 连自己的儿子都没能认出来 看来我还没有退步嘛 随后博士的脑袋 从一个伪装人偶当中钻了出来 混蛋们 被耍了 不用生气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预言和可能了 你父母也是担心你的安全 现在你也向他们证明了你的能力 看着正在沙发上生闷气 不理自己父母的柯南 徐悦也劝了两句 不得不说 徐悦的话还是比较有用的 让柯南也放下了小脾气 另外 你想要继续住在小兰家里的话 没有你父母的配合 可不行 还有你的身份户籍什么的 我也帮你办了个新的 完全合法合规的哦 徐悦对着柯南说道 说到小兰的时候 还是让这家伙脸上有些羞红 果然是年代不一样啊 都高中生了 还是清纯小男生哎 而为了安抚一下柯南的小脾气 也算是为他父母接风洗尘 徐悦也准备亲手下厨 好好犒劳他们一下 这一次还特地买了一些高等食材 下药比平时更加劲爆 吃得一个个都衣裳爆裂 宫藤有西子 还算是添加了许多养眼的福利 让宫藤优做脸都绿了 不过这东西可真好吃 因为徐悦的厨艺体现 让本来急着走的他们 也赖在日本多赖了几天 随后是因为柯南报复的陷害 被出版社的人围堵了后 才是逃难一般地逃离了国内 临走时 还继续将柯南送到了毛利事务所 并且留下了一千万的抚养金 让见钱掩开的毛利 小五郎口水都流出来了 小兰 柯南这孩子好像很喜欢你呢 就麻烦你多照顾照顾了 宫藤有西子绝对是亲妈 轻而易举地就将别扭的柯南给卖了 另外一边 一处漆黑的小屋当中 只有一条胳膊的土肥原贤二贤熟地利用 这仅剩的一条手臂 再次将一份报纸的部分区域 裁剪了下来 贴到了墙上 放眼望去 满墙都是宫藤心仪破案的消息 恐怕宫藤心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上过这么多次报纸 要从所有的旧报纸当中 将这些信息一条一条地找出来 这也绝对是一件大工程了 而最后贴上去的那一条 便是宫藤优作和宫藤有西子 在机场被出版社的人堵住催稿的花边新闻 看着最后这一条新闻 让土肥原贤二脸上也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随后便是起身 一瘸一拐地走到了大门口 将门打了开来准备营业 门外招牌上 赫然写着特高侦探社 第0983章 情报 在柯南诱拐案结束后 徐悦很明显地对柯南加大了监管的力度 就是命令真夜多盯着点 如果见到一个大板口音的黑皮高中生 找上了毛利侦探社的话 就通知一下自己 这个世界可是有着轮回者的 他们也在寻找新衣的线索 算起来的话 自己已经尽可能地减少了宫腾新衣的影响了 有几次援助当中 柯南用宫腾新一名一破的案 都是替换成了自己的名字 所以对于轮回者而言 便会发现 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宫腾新衣就不见了 但即便如此 柯南变回来的几次事件 自己还是要介入一下的 嗯 将他变大的希望 全部都灭杀在摇篮里就对了 乖乖地当柯南多好 变大了就不好玩了 而真夜也没有让徐悦失望 在柯南又破获了两三个案件之后 便是向徐悦汇报了 有一次大板来的年轻黑皮 找到了毛利事务所 接到了通知后 徐悦自然而然地 是直接出门前往了目的地 以自己当前刷出的好感度 想要上门拜访是完全不需要提前打招呼的 而且他们也都会很热情地欢迎 在徐悦抵达了毛利事务所后 还未敲门 就听到了里面的片段推理声 他打电话给你 说明很关心你 但却又不曾问你的近况 反倒是 不断是说出自己的情况让你不要担心 显然 他应该对你的近况很是了解 说明他可能时不时能观察到你 或者近期了解过你的情况 听到这声音 让徐悦稍微在门口顿了顿 虽然还未曾见过福布评次 但显然作为一位高中生 他不可能说出这种沧桑沙哑如 油腻中年人的声音 里面还有人 随后 徐悦便是敲了敲门 顺手直接打了开来 扫了一眼里面的情况 嗯 毛利小五郎 小兰和重感冒的柯南一个不缺 然后一个戴着棒球帽压低了帽颜 看不清相貌的黑皮年轻人 另外一个 则是一位有点薄的独臂中年人 不用说了 肯定就是某位轮回者 说不得呀 搜寻线索的能力堪称一流 竟然被他摸到了毛利事务所来了 而且 之前他的推断也说得很是精准 原著当中 福布评次也是说明过类似的推论的 虽然断臂跛脚了 但却还是恐无有力 身体比普通人还要健壮一些 外加这一份情报分析能力 很显然是某位资深乱入者大佬了 扒拉一下上次任务当中遇到的人 嫌疑人范围显然也是迅速缩小了下来 曹坤和张作霖两人都是那种 大大咧咧的匪气性格 不会这么细腻的 符合条件最大可能的恐怕就是 日国那位情报部门头头土肥原贤二了 当然了 与都公太郎的可能性也不低 同样也是搞过情报的 不过 与都公太郎同自己签订的契约约数里 可是要比曹坤和张作霖还要强一些 所以如果 是他自己会有感觉的 心中大体上将对方的情况 推断出了个七七八八后 徐悦并没有过多地将视线停留在他身上 仅仅就是正常看到了残疾人后多看一眼的那种 恰到好处了 表现出了些许同情 随后有些奇怪地说道 今天这里可真是热闹啊 怎么 有委托吗 我似乎来的不是时候 徐悦刚刚进来的时候 土肥原贤二也是用犀利的眼神 上下打量了他一阵 不过听到了 他这自来熟的话 再看到了他浑身上下完好的样子 还是没有再多看了 嗯 似乎和这边的土著很熟悉 身体健全 也是另外一个土著了 就和这个黑皮家伙一样 这可不是委托 阿揪 柯南一副死于眼的眼神 就想要说明一下 但随后便是因为重感冒打了个喷嚏 啊 小鬼你感冒了呀 我这里带来了一点特效药 就当做麻烦你们的报酬吧 腹部评刺笑嘻嘻地从背后背包里 拿出了一瓶被包装得严严实实的瓶子 拿出一次性杯子倒了一杯出来 直接递给了柯南 不过还没等到柯南说谢谢接过去 徐悦便是率先夺了过来 然后皱眉地嗅了嗅 好重的酒味 这是高度酒吧 哎呀 真是厉害 这是一种来自华夏的白酒 老白干 腹部评刺丝毫没有在意地 将酒瓶上的遮挡撕了下来 让小兰一下勃然大怒 你竟然给小孩喝酒 这是犯罪 不过显然 腹部评刺对此没有丝毫的在意 反倒是吹起了口哨 一副没事而事的 她父亲可是大阪警戒的头头 论级别算起来 可是比徐悦还要高一级的 自然是不会在意这种小事情 自我介绍一下 腹部评刺和宫藤心意一样 也是一名高中生侦探 通常都有关西腹部 关东宫藤的说法 最近也是听说她失踪了 所以过来看看 腹部评刺也说出了自己过来的目的 就是想要和宫藤心意比较一番 而另外一边的土肥原贤二 也是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听说过你的大名 的确是和宫藤心意齐名 不过最近关东最杰出的侦探 却是眼前的毛利小五郎阁下 土肥原贤二可是做过很多调查的 甚至一开始腹部评刺都还在她的怀疑目标里面 因为虽然黑了点 但她的相貌和宫藤心意很相似 直到将腹部评刺以前的一些破案经历 也全都找出来了 发现双方甚至有同一天在东京和大阪同时破案的经历后才排查完成 所以眼前也是一口就说出了服不评刺的一些经历 而同样也因为最近毛利小五郎一军突起成为了关东首区一指的名侦探 所以她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过来想要排查一下 因为自己去他们递单高中打听过 毛利小五郎的女儿就是宫藤心意的女朋友 过来之后也发现果然没有让自己失望 宫藤心意竟然还时不时地会联络着事务所 这是目前最为接近目标的情报了 而且根据毛利兰说出的些许线索 她也断定出了宫藤心意应该并没有离远 很可能是卷入了什么麻烦的事件当中 正在极力地隐藏甚至躲避着什么 这一点前一段时间前往她住宅的那一群黑衣人 就可以轻易地证明 也还好自己反应快 不然肯定也和另外两个倒霉鬼一样撞他们手上了 这次过来果然是成功重新找到了宫藤心意的线索 可以逐步缩小范围确定她就是躲在附近了 这可还真是幸运啊 能够在这个纯粹的平凡世界 甚至空间为了压制 我们都将我们变成了残疾人的世界里 利用这么短的时间收集到眼前的线索 推进到现在的进度 也算是自己尽力了 有时候这种平凡世界 还真比其他任务空间更加麻烦呢 不过抱歉 终究还是难不倒自己 这种任务可是纯粹比拼的是自身能力 战斗力已经没多大用处了 而恰巧 自己就是这种有能力的人 哪怕不使用战斗力 也依然能够混得风生水起 靠着自己的情报收集能力 情报分析能力 还有推理能力 自己已经夺取了先手 此时我已经站紧先机 第0984章 天助我也 随手将手上的老白干倒掉之后 徐悦也显得很是随意地看向了土肥原贤二 既然这一位是来找心意鄙视的高中生侦探 那不知道阁下又是哪位 回头又看了徐悦一眼 土肥原贤二沉生说道 在下土肥原 也是关东的一名侦探 最近刚刚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 所以想要过来 请教请教大名鼎鼎的毛利侦探经验 毛利小五郎 显然是完全听不得马屁的人 开始被福布评刺无视了这么久 左一个关西福布 右一个关东宫藤 一点都没提自己的名字 现在突然碰到了一个自己的粉丝 给自己长脸 而且开始他推断宫藤心仪 那小子情况的推理也说得不错 算是有点能力的小侦探 这让毛利小五郎 心里也是犹如吃了蜜一般 直接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你可真有眼光 放心 我会指点指点你的 看你这个样子 平日里生活也不容易 见到毛利小五郎 露出了这种卖老底的表情 又撇到了土肥原贤二眼里 那嘲讽和鄙夷的眼神 徐悦也是叹息地摇了摇头 想要让毛利小五郎扛雷 接住柯南 给他带来的名誉 瞒过普通人是可以 但显然是瞒不过 福不平次和土肥原贤二的 不过没事 自己不也是过来了吗 自己可以帮他扛啊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了重重的敲门声 随后一声带着些许严厉的女声 便是传了过来 到底是要让我按多久的门铃 既然有人在的话 那能不能劳烦你们抽时间听我说两句 闻言看去 便是看到了一位雍容华贵的中年女子 从衣着气质来看 应该是有些身份的 这突然碰到了案子 也是让土肥原贤二眼前一亮 他已经初步摸索出了 这次空间获得特殊能力的渠道了 应该是需要通过推理来破解案件 算起来 这次的特殊能力 对于情报人员的自己来说 不管是哪个都是相当的实用 所以他才会自己开个侦探事务所出来 就是为的这两项能力 只是自己名气还没出来 碰到的大多都是一些找阿猫阿狗的小事情 连调查外语都没接到过 获得的加成太慢了点 没想到这里刚刚来到毛利事务所 竟然就碰到一个 哪怕跟着去蹭一蹭 多少也会长点的 而他这边心中打着小九九的时候 毛利小五郎也开始接客了 这位夫人实在是抱歉 您请坐 有什么委托的话也可以直接说出来 我叫石村公江 是一位外交官的妻子 这次过来是想要让你调查一下 我儿子的女朋友 看看她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她的资料 石村公江一边说完 便是一边将手中的资料递了出去 是一位叫做桂木性子的美貌少女 还是医学院的高材生 各种履历都相当优秀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看上去应该是一位相当完美的美少女 这让毛利小五郎都感到了有些吃惊 夫人 你是对她有什么不满的吗 她的话刚刚说完 石村公江还没回答 另外一道声音便是插了进来 是太过完美了吧 文言看去 便是看到了靠在椅子上显得有些吊锒的福布评刺 人都是善度的 当看到太过完美的事物 就想要不自觉地找茬 福布评刺满脸都是自信的神色 让旁边的土肥原贤二点了点头 他也是相同的看法 不得不说 虽然这个年轻人才是个高中生 但就能力来说已经相当出色了 眼前这个平凡的空间的确也是有些可取之处 如果不是已经排除了她的嫌疑 自己都又要把她当做宫藤新衣了 石村公江看着福布评刺 并没有多说什么 似乎是默认了她的说法 这样吧 还请你到我家里与我先生见上一面 毕竟她是外交官 来到这种地方还是有些不方便 是担心出现非文吧 福布评刺继续欠扁地插嘴道 不得不说 她的性格还真是有点恶劣 身上优点很多可缺点也一大把 这样吧 毛利大叔 我也跟着过去好了 这样伪装成一家人拜访 才更加不会起疑吗 还有 小兰你也过去怎么样 说不定宫藤新衣也会冒头哦 福布评刺大大咧咧地说道 让小兰还真有些心动 开始那个土肥原侦探也说得好有道理 新衣会不会真的就在附近啊 旁边的土肥原贤二眼神也一下变得犀利了起来 随后对毛利小五郎说道 毛利侦探 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在旁边请教一二 不得不说 虽然见面时间不长 但土肥原贤二却已经逐渐摸清楚了毛利小五郎的脉络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话 对此 毛利小五郎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其他意见了 于是干脆大家一起去好了 徐悦和柯南也一起跟着了过去 啊 夫人您回来了呀 老爷一直都在房间没下来 石村公将刚刚带着几人进门 一位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便是开口问候道 知道了 这几位是老爷的朋友 我带他们上去和老爷见见面 石村公将显得很是沉稳淡定 不过这时候旁边传来的声音 却是让他脸色一变 妈 您回来了呀 回头看去 便是见到了之前 被拜托让毛利小五郎调查的美少女 出现在了旁边 桂木性子 而随后 他的男朋友 也就是石村公将的儿子也扶着他的肩膀 开口说道 妈 你们一直都不愿意见见性子 这次我就直接将人带过来了 逼也得逼你们见一面 不过 父亲他好像一直都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出来 是啊 妈 可桂木性子还没继续开口 石村公将便是直接呵斥地打断了他说道 我不认为你现在有什么身份可以叫我妈 哼 现在这里等着 我们上去找老爷 这未来的婆媳之间气氛 当真是让后面跟着进来的几人都闻到了火药味 如果这美少女真的嫁入了进来 他们家的情况足够拍个长篇连续剧了 而在几人上楼的时候 还遇到了家主的父亲 也就是石村公将的公公石村立光 在几人面前有点神经质地拿出了一幅画着鱼的图画 炫耀说这是自己钓的鱼 这一家子还真都是奇葩呀 嘴读的符布评刺小声地对毛利兰说道 这时石村公将也敲响了二楼的书房房门 只是房间内虽然传来了大声的音响声 但却并没有人过来开门 半天之后 他也只有自己掏出了钥匙 打开了反锁的房门 房门打开后 那音响的声音不由更大了 都有些震耳多了 但那坐在书桌后面 被一堆书挡住的外交官 却似乎还是用手撑着头睡着了的样子 原来是睡着了呀 亲爱的 毛利侦探已经过来 别睡了快醒醒 石村公将见到了自己的丈夫石村勋后 便是一边走过去 一边说道 见到他还没醒过来的意思 就伸手摇了摇他 另外一边的几人 则是都围在了音响旁边 声音真大呀 是歌剧吧 睡觉还放这么大的声音 可几人都还没说两句 那位一直撑着头的石村勋外交官 便已经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将几人都吓了一跳 而后游徐悦最先走了上去 摸了摸他颈部 凝重地摇了摇头说道 已经死了 另外一边跟着过来 想要收集宫腾心意线索的 土肥原贤二 听到说死人了 眼中却反过来露出了一丝喜色 天助我也 没想到 出来一趟 竟然能够碰到稀有的死人事件 如果能够破案的话 增加的经验 肯定比自己前段时间积累的 所有案子经验还要更多 第0985章 密室 喂喂 老哥你可不要乱破坏现场啊 伏不平次看着检查尸体 并且正在四周寻找什么的徐悦 也是直接心直口快地说道 一边说完 自己却是蹲下来 仔细观察起尸体了来 或许要说 这句话的人应该是我才是 福布小弟弟 已经开始戴上随身鞋带的手套了 徐悦看向福布平次后 也是轻笑了一声 让看着他 正在戴手套的福布平次 不由脸上有些猛逼 专用的手套啊 这家伙为毛线随身戴在身上 难道他知道会发生案子吗 左腾哥哥可是警察 柯南一边抽着鼻涕 一边没精打采地说道 他那挂着鼻涕的样子 徐悦都嫌弃的 不想要取捏他脸了 警察 警察 福布平次和土肥员 两人都是心中泛起了一丝惊讶 那个左腾警官 我也是一名侦探 不知道能不能允许我 观察一下案发现场 我不会进行破坏的 土肥员贤二连忙地 对徐悦申请道 而相比于他来说 福布平次却更是连这句话都没有 依然的我行我素 警察的确是警察 但这种事情 要分管这片区域的刑警 来进行处理的 寻常警察并没有什么处置的权限 还是先报警吧 对于福布平次这种耿直的性格 徐悦也没多说什么 而是已经伸手将自己找到的凶器 捡了起来 是一个并不起眼的针头 尸体还是温热的 也没有出现什么死后痕迹 大概是30分钟以内死亡的 死亡的原因 应该是神经毒素引起的窒息 伤口在耳后 凶器大概就是这玩意儿 在福布平次刚刚确定 完死者身上的伤口 和大概死因的时候 另外一边的徐悦 却已经将大致情况 甚至是凶器都摆了出来 让福布平次不由吓了一跳 旁边也发现了一个 大概的土肥原贤二 也同样是满脸震惊 唯独柯南并没有感到多奇怪 他算是比福布 平次他们都还要早一步的 甚至趁着福布平次说话的时候 都准备开始找凶器了 不过刚刚开始寻找的时候就看到了佐藤警官已经将凶器捡了起来 让他只能露出死鱼眼的呵呵 看着徐悦手上的针头 福布平次才收起了那漫不经心的神情 而是眼中露出了凝重之色 这家伙的速度竟然比自己还快 绝不是无名之辈 你到底是什么人 福布平次满脸的凝重 我 佐藤月 如你所见 一名警察 徐悦很是随意地说道 只是在他自报家门之后 土肥原贤二却是莫名地愣了愣 奇怪了 虽然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听到 但莫名其妙的就是感觉有哪里有点让人不自在 有一种奇怪的违和感 可还未等到他这里想到什么的时候 福布平次却率先带着些许惊诧的开口了 你就是佐藤月 全国最年轻的警市长 警市厅警备部部长 福布平次可是大阪警察头头的儿子 眼界当然比毛利小五郎 他们要高得多了 还是一个搞侦探喜欢收集资料的 自然而然的就看出了徐悦的身份 对方警贤只比自家老爸低一级 甚至手中掌握的权力并不逊色于老爸 脸上的震惊之色 就算是那黑皮脸都掩盖不住 而他的话也是打断了土肥 原贤二的思路 同样进入到了福布平次的节奏当中来 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虽然他尚未搞清楚如今的具体制度 但19世纪后期日本就已经设立了东京警示厅 大体上的用来对比一下 也知道这是个什么角色 放在现实当中 他倒不会很在意这种级别的身份 因为自己所管辖的特高克 全称便是特别高等警察克 论权力来说绝对是远不如自己的 可眼前是一个平凡和平的未来科幻世界 以自己在这任务里的身份来说 对比起来就是天差地别了 没想到这毛利事务所的后台这么硬 难怪最近总上报纸 大大的出名了一番 有可能并不单单是那个宫藤新一 这位年轻的警戒高官恐怕也占了很大的因素 柯南他们是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的 被福布平次叫出来后也没觉得什么 但毛利小五郎却是满脸猛逼了 我曹 唠子是不是耳朵哪里出问题了 以前好歹也是在木木警官手下办事的 当然也明白福布平次所说的话里面的意思 自己眼里做菜很好吃的小老弟 怎么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自己看不懂的了 有没有哪里有问题啊 也就是石村公将这位外交官夫人算是见识过大场面的 对徐悦点了点头 既然有佐藤警官在这里 那一切都拜托您了 随着徐悦完成了初步的现场勘察之后 木木警官才是带着他的手下们姗姗来迟 来到现场见到了熟悉的作案团伙后 大概也明白是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一次 他倒是第一时间向徐悦敬礼问好了 有这尊大佛压在这里 就算是一向跳脱的福布平次 都显然是低调了许多 最起码没有原住当中那么肆意妄为地乱逛了 而徐悦也简单地解释了一下情况 说明了手中的线索与发生了什么 窗户都是关着从里面锁上的 大门也是被钥匙反锁的 不知道这房间有几把钥匙 将线索说完之后 徐悦也顺带地对石村公将进行了询问 对于这一点木木警官当然也不会阻止 这位佐藤老弟 呃 佐藤警官的能力 他当然是心中清楚的 眼前可是有好几个侦探在现场 再怎么也是有警方的自己人 将案件解决更好点吧 房间要是只有两把 一把就是我开门手上的这把 还有一把在我丈夫身上 一般他都是放在口袋里的 石村公将脸上带着些许悲伤地说道 而木木警官听到了他的话后 也是做好了打下手的职责 带着圆润的身体来到了死者的身边 伸手到了他的口袋里 哦 鼓鼓的 好像是有东西 一边说着 一边便是将里面的口袋掏了出来 随后和石村公将一模一样的钥匙 便是从口袋的内袋中掉了出来 瞬间便是让柯南 福布平次 还有土肥原贤二三人 都是脸上一惊 同时闪过了一道闪电 怎么会 几人的震惊和疑惑 显然是让毛利小五郎 有点摸不清头脑 啊 哪里有什么不妥吗 听到毛利小五郎 这没水平的问题 福布平次和土肥原贤二 都近乎是同时心中冷笑 果然 这昏庸的家伙 配不上他此时名侦探的名气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一定是采取了其他方法 才获得了如今的成就的 暂时就是还不确定是功腾心意 还是眼前这位年轻的警官就是 拜托 能够打开房门的两串钥匙 一串在死者口袋里 一串在夫人的手上 加上反锁的门窗 这是一件密室杀人案件 福布平次 斩钉截铁的开口后 在场所有人 包括警察和跟着上来的家属们 都是感到了一阵震惊 是啊 这种情况下 到底是什么人能够完成入室杀人的 第0986章 成功率UP 密室杀人案件 毛利小五郎和木木警官 都是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 随后脸上也都同时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难道是自杀 毛利小五郎不确定地说道 随后便是换来福布平次 毫不客气地讥讽笑声 注意伤口的位置 还有死亡时摆出的姿势啊大叔 旁边的土肥原贤二 也是想要说什么 但却忍住了 自己是跟着毛利小五郎混进来的 没有调查出真相 之前还是不要得罪了他 由那个跳脱的小鬼 去做这件事好了 不过最终这个案件 自己也要尽可能地奋一杯羹 最好是由自己完成破案 而这时候 木木警官也是将死者身上的钥匙扣打了开来 里面出现了一条中间有一线凸起的胶带 咦 这是什么 看到了那凸起的胶带后 福布平次和土肥原贤二两人 便都是脑海中闪过了一道灵光 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似乎制造出密室也并不是不可能 另外一边 木木警官又开始对之前在房间里的其他人 包括管家 死者的儿子和其女友 还有死者的父亲几人进行了时间上的询问 最起码要先排除一些拥有明显不在场证明的人嫌疑 而另外一边 柯南则是脑袋一直昏昏沉沉的起来了 被徐悦嫌弃的拎着后颈皮丢给了小兰 这家伙身体不好还跟过来乱跑 小孩子发烧是会把脑袋烧糊涂的 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面对徐悦的要求 小兰自然也是点了点头 完全不理会 想要挣扎着去看一看那要是扣的柯南 直接就把他抱走了 柯南被抱走的时候 都还似乎有些焦急 等一下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他明显是想要对徐悦说些什么 而徐悦也只是给他打了个OK的手势 交换了一下眼神后 柯南也算松了口气 左藤这家伙还是靠得住的 也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我想我已经找到凶手的密室方法了 土肥原贤二虽然现在瘸了 手也断了 但反应能力还是一等一的 终于算是在福布平次之前 将隔壁垃圾桶当中的钓鱼线给找了出来 看到了土肥原贤二手上的钓鱼线后 福布平次也是笑了笑 还是有两下子吗 起码比这位空有名头的大叔要强 福布平次同样看出了作案手法 只是没想到这瘸子这么贫 自己被那位左藤警官拉着闲聊了几句后 导致了找出钓鱼线的速度没他快 这种情况下反倒是有点息息相应的敬重 并没有什么不满 面对福布平次的赞赏话语 土肥原贤二也是露出了一丝认同的笑容 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 还需要依靠自己积累的经验 而对方却是纯粹的天赋了 我土肥原承认你在我认识的年轻人里 推理能力最强 而且他也已经得知了 这家伙竟然是大阪那边警戒的太子爷 拉好关系绝对也是有利的 就是可惜到了 现在还没看到龚腾新衣的影子 不过无所谓了 只要能破获这次案件 也是有额外收获的 龚腾新衣慢慢找 还是能够找出来 虽然这里是一个密室 但各位其实还忽略了一个出口 那就是门缝地下 土肥原贤二满脸都是自信的表情 门缝有什么用 难道还能直接从这里 将要是丢到死者的口袋里吗 毛利小五郎一脸的莫名其妙 撇了撇嘴 当然可以 不过需要利用我手上的鱼线 土肥原贤二脸上泛起了笑容 然后开始邀请木木警官 假装死者来完成眼前这次的案件还原 这让旁边的石村公江也不由松了口气 他之所以会邀请毛利小五郎过来 就是看中了他名侦探的名气 想到他应该可以查出真相 结果哪里想得到完全名不复实啊 还好 还好他带来的人里面还是有人看出了这杀人的手段 将鱼线穿过木木警官的口袋 然后来到门口 利用鱼线将要是拉入了木木警官的口袋 完美地上演了一把密室制造过程后 土肥原贤二脸上也露出了些许傲然的神色 自己可是你们的前辈啊 将还是老的辣 多学着点吧 木木警官亲眼见到了钥匙 进入到了自己的口袋之后 脸上也是摆出了震惊的神色 原来如此 这样就形成了密室了呀 没错 布局做到这一点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而当时有时间完成这个布置的 唯独只有老先生你了 土肥原贤二直接指向了死者的父亲 而且这钓鱼线也是从你之前待过的河市里找到的 这就是铁证 石村老先生看着他手上的线 又看看那进入了口袋的钥匙 脸上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随后便是脸色复杂地看了石村公江一眼 叹息地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我做的 在他认罪之后 土肥原贤二脸上也露出了狂喜之色 太多了 经验值太多了 多得远远超乎了自己的意料 起码是自己这些天机攒下来的百倍还要多 只是就在此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便是传了过来 那个我觉得还是要先看看木木警官口袋里的钥匙 到底能不能进去再说吧 说话的是那位年轻的警官佐藤月 而显然他的话在这里的分量是相当重的 根本没有等到福布评刺和土肥原贤二的反应 木木警官便是下意识地伸手进入了口袋 可刚刚进去那钥匙串便是掉落了下来 根本没有深入 更别说进入到那内带之内了 怎么可能 我明明是穿过了内带的 难道是现松了 得到了空间提示出现变故 经验暂时冻结地提醒后 土肥原贤二顿时脸色铁青 他大概也明白可能哪里出了点问题 但只要能够得到好处 过程怎么样一点都不重要 自己只要结果 因为胖 徐悦简单地提示了一下 死者甚至比木木还要胖 坐下的挤压会让口袋变得很狭小 这线或许就 刚刚只是我沾得不够紧 再来一次 只是面对徐悦的话 土肥原贤二却是当场便反驳了起来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空间的提示 可以在支付费用的情况下 让自己的模拟变得完美起来 这一份经验值 自己势在必得 百倍于以前的全部获得呀 而最终那两份能力的价值 在自己眼里可都是超过了S级的 最关键的还是S级当中都稀少的 买都买不到 相当的难得 反正犯人已经认罪了 现在也就是那个年轻的警官 想要完美的证据链而已 既然他要 那自己就给他 一边想到这里 他一边便要求再来一次 对此徐悦当然也是欣然答应了 旁边的服不评刺也是有些不服输 他相信对方那和自己一样的推断是正确的 或许可能会出现一两次的失误 但终究也有成功的机会 犯人都已经认罪了 还这么强迫症的执着干嘛 很快 土肥原贤二便是再次摆出了相同的阵容 表面上是加固了那线条的固定 但实际上则是向空间缴纳了百分百成功几率的费用 看着那依然还是用怀疑眼神 看着自己动作的警察 他嘴角也不由泛起了一丝冷笑 年轻人 你对我手上的底牌根本就一无所知 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 虽然支付A级剧情点并不便宜 但对这能力的价格来说 却是完全物超所值了 更何况自己还得到了空间提示 只要不是利用剧情点进行解除限定的操作 事后如果完成了主线 这些消耗还是会返还的 自己根本就不亏 反倒是赚大了 空间也是一分钱一分货 A级剧情点都出来了 让他满足一个小概率的成功几率 当然也是没问题的 这一次 看到那要是成功地进入了内带 也是让那左藤月景观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竟然真的进去了 不过这样也就是成功和失败个一半啊 要不再试一次 只要三次里面能够成功两次的话 那我也就认同这个手法了 毕竟要讲究大数据 本来胜券在握的土肥原贤二脸上笑容逐渐消失 还来 特末的第二次收费 从两个A级变成一个S级的跳跃 也太大了点吧 老子上次任务陨落了一次 为了快点恢复 部分实力可是用掉了好多线钱的 两个A级以自己的底气拿出来 赌一把这级别的技能完全无所谓 而如果是S级百分百兑换到这技能 他倒也舍得 但惩罚任务的空间陷阱也是相当出名了 是偶尔能够听到有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能力 但更多的都还是悲剧 法国那边就有一位老牌大佬被坑过 至今都在警醒着所有人 不要自以为有经验就能够大意 如果最后空间卡了我的主线任务的话 丁由于消费金额达到限度 本次案件当中所消耗的费用 可在案件由自身破案的情况下 进行事后提前返还 如若不是自身亲自破案 则依然需要等到主线任务完成才进行返还 而紧接着自己询问价格后的补充提示 也是一下让土肥原贤二心中好过了许多 这次案件后就能够返还 这就稳了吗 现在这种风险倒也能够接受 哪怕最后因为主线任务的难度或其他阻挠 让自己无法得到最终的反哺 也好歹不会让自己出现过大的损失 那还有啥好犹豫的 当然是再来一次